我毕业了 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路边 回头看了看身后中南农业学院的大学门口 四年的大学生活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一个个熟悉的人脸 清晰地在眼前晃动 昔日的同学 来日相逢时 你们还好吗 黄飞 在想什么呢 忽然身旁传来一个熟悉女声 黄飞转身一看 原来是同班女同学李燕然 他们班的班长 哦 没想什么 就是忽然想起这几年经历的事情 不知不觉之间 四年就过去了 班长你呢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呀 还能有什么打算 去上班呀 就是在原来我实习的国义农业员 反正离我家也不远 所以就留下工作了 你呢 你有什么打算 我呀 暂时还没有想好 我去实习的恒盛农科院 虽然也可以留下来工作 但离家太远了 还是合同工 所以我想先回家休息一下陪陪父母 然后再想想 找什么工作 哦 那好吧 我也要走了 我哥来接我了 以后常联系 来省城有机会 大家就聚一聚 拜拜 李燕然对着黄飞羞涩笑笑 然后转身低着头 慢慢走向路边停着的 一辆奥迪A4小车 此时的黄飞 也在愣愣地看着李燕然转身的背影 想起大学四年 和李燕然的点滴往事 李燕然一直是他们班的班长 工作能力很强 对每个人都很好 人又漂亮 可以说是他们班的女神 但黄飞不敢有非分之想 想起自己那贫穷的小山村 想起自己前途未定 前路茫茫 不知何去何从 心里暗叹一声 命里有失中 须有命里 无时莫抢求 黄飞深呼吸一下 然后也带着两袋行李 坐上公交车去省汽车站 回头看着渐渐远去的校门 前路自己要迎接的 又会是怎么样的人生呢 经过五小时的车程 终于在傍晚六点 回到了黄岗县 看着马上就变黑的天色 黄飞只好叫了辆小黄车 先回自己村最近的凤凰镇 暂住一晚了 因为从凤凰镇到自己凤梨村 还要走很长一段盘山小路 这么满已经不可能 找到车到村里了 第二天早上 黄飞从一间小旅店出来 看着自己从小到大 经常来的凤凰镇 看着那熟悉的建筑 熟悉的街道 还有那些熟悉的百农户的小摊位 心里不由来的一种亲切感 整个人好像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 心中那种常驻式成的压抑感 好像全消失了 小哥 来碗豆腐花吧 正宗山水豆腐花 保证嫩滑 小兄弟 油条 豆浆 小笼包 来一份吧 黄飞在街边小贩的招揽声中 走到街口一群开摩托车的人旁边 马上就有人叫喊 小哥 去哪啊 坐我车吧 黄飞顺声看向那人 是一个中年男人 一看就是一个淳朴的农村人 旁边一辆半旧的男装摩托车 不过车子很干净 应该是经常有清洗维护 大力说 是你啊 你也在这搭客吗 你不认得我吗 黄飞笑呵呵地看着这中年男人 这是自己凤离村里的人 你是 黄飞 哼 原来是你这小子 带着行李从哪回来 警号三四 黄大力回过神来问道 毕业了 刚从农学院回来 昨晚就到了 现在想坐摩托车回家 哦 那上车 我搭你回去 你爸妈见到你回来 一定很高兴 好的 谢谢大力说 有什么好谢的 村里就你最出色了 能考上省理大学 毕业了就能在省城上班 上班的事情 暂时还没有想好 对了 大力说你 怎么开摩托车搭课了 黄飞不想谈工作的事情 就转了话题 哎 没办法 现在附近的散工 都没什么招人 去外地又远顾不了家里 所以没事做 就出来镇里拉拉克 运气好能赚几十元钱一天 哦 那到我们村 一般要多少钱 黄飞问 到我们村 我们村这条山路 弯弯绕绕差不多八公里 路又不好走 走一次要十五元 不过很少人到我们村 因为没人知道 去的人多是收农货的 人家自己有车 黄大力说着 就沉默了下来 黄飞看到大力叔 说到自己村有点感伤 也就没再问了 其实凤梨村处于大山之中 远离喧闹 远离工厂 三面环山背靠原始森林 山清水秀 空气清新 也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了 只可惜 凤梨村周边 也没有其他的村庄 只有凤梨村 大约三百多户人家 大约一千多人 虽然也算是大山村 可居住的村民 世代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没有什么特色产业 也没有出过大关 就黄飞这一个大学生 也是近年才出一个 上大学不同于城里人 公立大学考不上就读自费大学 凤梨村是因为村周边山上 有很多野凤梨树 而被叫凤梨村 可惜这些野凤梨树 接出来的果又小又色 没人会吃 所以也没谁会来收购 近年来山上又净烈 村民就更没有收入了 靠着种植那 每户几亩地的收入 渐渐就成了凤凰镇周边 最贫穷的山村 年轻的村民都出外打工去了 老村长黄柏山 看着日渐荒凉的凤梨村 本就花白的头发 更添白发了 为了那就要致富 先修路 每个月都跑一次镇政府 打听一下有没有新政策 能把凤凰镇到凤梨村的山路 修好一点 修宽一点 可惜还是一年推一年实现不了 黄飞的思绪 慢慢从村子的近况 回到了眼前的山路 这条蜿蜒的山路 只有两米多宽 都是泥石路 经过多年用小碎石修修补补 虽然没有大坑 但小坑小蛙 还是有很多的 如果减震不好的车 走在上面颠得慌 山路是沿着一条小溪而修 虽然不是很陡峭 但离小溪有三米多高 看下去也很看甚人 不过沿途的风景 也是很不错的 左边是绿树成荫的小山坡 右边是七八米宽的小溪河 水不深 溪河中有的地方 还突出几块大石头 这条溪河 记载了黄飞 许多快乐的童年回忆 一般同伴在河里游泳 抓鱼 坐着香蕉树划船比赛 可惜现在的溪河没人管理 已经长满了杂草 失去了从前的热闹 黄飞默默地 看着山路两边的景色 脑海中是空白一片 没有说话 也不知和大力叔说什么 就这样颠簸了差不多半小时 来到了凤梨村前的石拱桥 黄大力刚想把车开过去 黄飞叫停了他 大力叔就在这停吧 反正摩托车也开不到家门口 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 也不远 就停这 我送你到石阶下面吧 黄大力愣了一下说道 不用了 这山路颠得我脚都抹了 我下来缓一缓 这十五元你收好 谢谢了 你小子 收什么钱啊 拿回去 黄大力有点生气地说 这不行 书归书 我不坐你车我 坐别人车也是要给钱的 别推了 说好 别不好意思 那好吧 我就收下了 有空到我家坐坐 现在时间还走 我就再回镇上碰碰运气 大力叔开慢点 路上小心 黄飞看着大力叔远去的背影 心想赚钱真不容易啊 他提着行李走到桥中间放下 伸了伸懒腰 动了动有点妈的脚 深呼吸一下 然后向凤梨村周边看去 这里是一个三面环山的盆地 与外界连通的 就只有刚才进来的崎岖山路 整个盆地面积很大 一条溪流把盆地分成了两部分 溪流的左边是凤梨村的耕地 大约占了盆地的三分之二面积 大概有一千多亩地 稀疏种着杂七杂八的农作物 不过大部分耕地都是荒废的 长满了杂草 盆地溪流的右侧就是凤梨村了 凤梨村以山层叠二建 几百间房屋分布有点凌乱 远远看去 只能隐约看出分了四排层叠二建 村庄与溪流之间 有一块几十米宽的晒谷厂 由于多年没人种田缺少维护 现在显得有点残疚 寂静的山村唯一让人欣喜的 就是村入口那一棵 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的龙眼树 现在依然生机盎然 凤梨村的房屋 都是用石头和木材修建 以前缺少统一规划 各房屋门前高低不一 用大石板铺垫成的杭道 有的平坦 有点就是石阶 这些石板 经过无数岁月的打磨 变得沧桑古朴 这常不是一种人生的向往 黄飞看着凤梨村的一切 忽然心有所感 或许这就是她想要的一种生活 回来村里发展 更适合自己平淡的性格 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 杰如湖盼旁 垂掉杨柳下 咦 这不是黄红根家的黄飞小子吗 怎么一直站在石拱桥上发呆 锦号三四 黄飞的思绪忽然被离桥不远处 村口龙眼树下 闲聊老人的声音打断了 她匆忙提着行李 走过去对着那群老人打招呼 村长好 三博好 黄二叔好 黎沈好 小飞你放假了吗 提这么多行李 老村长问 村长 我大学毕业了 所以回家住一段时间 休息一下 不知道我爸妈现在在家吗 应该在家吧 我刚才经过你家门口 门好像开着 旁边坐着的黎沈 想了想回应 哦 那我先拿行李回家 谢谢黎沈 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就是有礼貌 有空来家里玩 大伟知道 你回来一定很开心 年轻人多来往 好的 晚上去找大伟玩 黄飞听到李沈提到大伟 不由开心一笑 李大伟是村里里叔的儿子 从小到大的玩伴 读到高中没考上 就回村了 他放假回来 都会串门聊天 李大伟 黄海山 堂弟黄杰 还有从小跟在他们几个身边的冯小燕 他们几个都是 从小一起结伴上学放学 直到高中的好友 黄飞提着两袋行李 沿着时间慢慢走向家里 他的家住在二排房子中间 是一间半单半木建造的二层半房屋 一楼四周墙壁 是用山里侵蚀器起的墙体 面积约有一百平方 房子中间的间隔和支撑 就全部用结实的木材建造 黄飞提着行李走进家里 就看到父亲正在看电视 母亲在厨房忙着什么 爸 妈 我回来了 黄飞把行李一放就喊 黄飞父亲被他一喊吓了一跳 母亲听到声音 从厨房走出来一愣 好像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吗 怎么都不说话 臭小子 怎么一声不响就回来了 电话 也不打一个 母亲擦了擦手走过来说 妈 我都大学毕业了 难道还要你去接我回来吗 你还怕我走掉了 黄飞无语了 臭小子 下 长大了不需要妈操心了 赶快把行李拿上楼回房整理好 休息一下就下来吃饭吧 快中午了 母亲说完就会厨房忙自己的事了 父亲看了看黄飞上楼的身影 想了想也继续看他的电视了 黄飞放好行李后 下楼洗了的走 然后上楼回房间躺在床上 还是睡在家里的床舒服 一天多时间的劳累全没了 迷迷糊糊 不知睡了多久 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 怎么没听到叫我呢 他起床走下楼 看到父母都在看电视 电视的声音很小 应该是怕吵到自己休息 心里暖暖的 妈 你们吃饭了吗 警号三四 黄飞看了看中问 还没有 等你一起吃 饭都做好了 母亲说着就走向厨房 把做好的饭菜拿了出来 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家里没买什么菜 不过有你喜欢吃的腊肉 还有腊肠 晚上再加点菜吧 哼 有香喷喷的腊肉就行了 很久没吃家里的腊肉了 想起来就流口水 黄飞说着 就夹起一片腊肉放嘴里 嗯 就是这个味 香 母亲看到黄飞这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到儿子喜欢吃自己做的土猪腊肉 也很开心 黄飞父亲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吃着饭 偶尔看一下黄飞 好像想问什么 又不敢问 母亲看到黄飞他霸着神情 也没再说话 默默地吃着饭 饭后 黄飞父亲抽了根烟 吸了几口 然后看向黄飞问 毕业了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有找到工作了吗 暂时还没有 原来实习的单位 虽然也是关于农业的 但我觉得没什么前途 只会混日子 所以我没有留下来 想回来考虑一下再说 父亲听了点点头 又轻轻吸了几口烟 又看了看从厨房 看向这边的黄飞母亲 然后说 你自己想清楚吧 爸妈也没什么能帮到你的 你一向也有自己的主见 想清楚就去做吧 好的 谢谢吧 警号三四 黄飞心里又暖暖的 心里默默地为自己加油 午饭后 黄飞没有再休息 就出门在村里到处逛逛 顺便放松一下自己心情 她顺着石板向道向着村围走去 村里真的没什么人了 偶尔会窜出几只小狗 对着她乱叫 黄飞也没有理会 走走停停 看到好看的视角 就用手机拍个照 准备发到朋友圈 村围的房屋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人住了 只用来放置一些农具杂物 他们家的老宅 也是在村围位置 也算是一间很大的房子 不是房屋大 而是房子 围圈起来的面积很大 应该有几百平方面积 旁边还有眉围起来的一片荒地 也算是她家的 黄飞一直都怀疑 自己家的祖上是地主 因为村里算他们家老宅占地最多 村委附近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村里人的祖宅 随着村里人新建房子 都喜欢靠向村口而建 从而使村委居住的人 就慢慢减少了 另一个原因是 村里的老人说 村委的风水不好 住在村委的人 总是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 黄飞也是听着这个传闻长大的 今天反正无聊 就走到村委瞧瞧 顺便也到自己老宅瞧瞧 从家里到村委 要走十分钟的路程 她来到村委尽头时 就看到村外有一大片的荒地 这片丢荒的土地 和自己老宅的地连在一起的 位置离村这么近 怎么就没有人种植被丢荒呢 黄飞的好奇心 让她想看看原因 这片荒地旁边的山脚 有一个寒潭 她向着寒潭走过去 寒潭是位于一个青石山壁下面 面约应该有三百平方 潭水深不见底 而且潭水常年冰凉 村里的老人都说 寒潭和山里的地下河连通 可能有水怪 因为以前就有人下水后失踪了 所以村里人都不敢在潭里游泳洗澡 黄飞从小就被叮嘱 不准到寒潭边玩 因着是 她从小没手 被父母打骂 这寒潭也算是她心中的一个心理阴影 她来到寒潭附近观察四周 这里除了寒潭旁边的一棵 不知生长了多少年 现在变得半死不活的老桃树外 在桃树下 还有一块半人高的椭圆形风化石 除了这两样 就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忽然 黄飞感觉 这里好像有什么不对 是什么呢 寒潭 荒地 半死不活的老桃树 布满列文的风化石 哪里不对呢 她再次仔细观察着眼前的景象 忽然 黄飞灵光一闪 找到了 生机 这片土地缺少生机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黄飞细心观察发现 这里好像以这棵老桃树为中心 越靠近桃树的地方越荒废 杂草不生 难怪村里的老人说 这里风水不好 原来这里慢慢失去了生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猛地抬头看向那棵老桃树 妈呀 难道这老桃树成精了 黄飞心里一慌 赶忙向这老桃树拜了几拜 嘴里神神叨叨地说道 桃仙莫怪 小子冒犯大仙了 我这就离开 黄飞说完就急匆匆跑了 一直跑回到家里 跑回到房间躺到床上 她慌乱的心一直在乱跳 深呼吸 深呼吸 直到喝了几口凉水 心里才感觉好点 黄飞就这样心慌慌地躺着 直到吃晚饭的时间 看着她吃饭时心不在焉的样子 她母亲问 你怎么了 下午发生什么事了吗 妈 没事 我只是在想事情 黄飞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 怕吓到他们了 吃过晚饭已经七点多了 这是门口传来大伟的声音 黄飞 是你回来了吗 随着声音走进来几个人 黄飞转头一看 原来是李大伟 黄杰 黄海山和冯小燕几人 结伴串门来了 呵呵 你们来了 我刚还想去找你们呢 黄飞赶忙起身 让他们坐下 几人围着饭桌坐下 黄飞把刚泡好的茶 给几人倒上 然后 几人就开始有一句 没一句的聊天 黄飞 你毕业了 有什么打算 李大伟聊了一会家常后就问道 还没有什么计划 想先看看 了解一下周边的环境在做打算 现在还没想好事去上班 还是留村里发展 黄飞想了想说 你们几个现在都在做什么 黄飞问 我在镇上帮人开车送货 还算稳定 暂时三餐无忧 大伟第一个回答 我高中毕业后 就去了学会计 现在在镇里 一家私人厂当会计 也不算辛苦 冯小燕接着回答 我暂时在镇里帮人送快递 赚的是辛苦钱 黄海山苦笑回答 我在镇里一间饭馆厨房做学徒 管保 黄杰呵呵笑道 黄飞听着几人的回答 沉默了一会然后说 你们也知道我上的是农学院 学的是种植和养植 所以我或者去周边农场上班 或者自己在村里搞种植和养植 不过还没想好 不知你们有什么提议 李大伟想了想 看着黄飞说 我作为一个司机 在附近到处跑 也什么货物都装过 所以对周边城镇的环境 还算比较了解的 比如上班打工的工人工资 一般只有三千 工资待遇这么低吗 如果是管理人员也有五六千的 所以你在周边帮人打工 也就这样了 和我一样 只能三餐无忧 大伟喝了口茶继续道 如果在村里搞养植一般的东西 周边城镇的普遍消费水平都不高 种植的普通东西到处都有卖 价格很低 销量又容易饱和 所以想赚钱很难 大伟又喝了口茶继续说 除非你能种植或养植出特色的产品 可以吸引人来主动购买 那才能赚钱 赚大钱 你可以吗 特色的产品 特色 黄飞喃喃低语 暗暗地考虑着 其他几人也没在出声 默默地喝着茶 大伟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靠山吃山 山里的特色产品 就是药材和野山菇 黄飞想了想继续说 不过我们南方的温度比较高 旁边山林的湿度都不够 深山里又不安全 所以特色的野山菇很难繁殖 野山菇可以排除了 至于种植山药 我还不知 我们对面的耕地土质 是不是适合种植 要测试一下才知道 这个话题聊到这就没什么好聊的了 接下来 大家就聊一下身边发生的趣事 不经意间就聊到了九点多 然后大家就起身离开各回个家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 黄飞吃完早餐 就告诉父母 想到后山走走 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黄飞母亲听到她要进后山采药 马上就阻止了 妈 没事的 我就在后山附近找找 又不知道后山深处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我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回来了 黄飞说完就背上竹篓 拿着一把镰刀 一壶茶水就出门了 到后山的路要从村委上去 她经过寒潭附近时 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那棵老桃树 然后就匆匆跑上山了 凤梨村的后山树木茂密 基本上都是枫树和野生凤梨树 还有一些黄飞都不认识的树木 因为树林茂密 所以地面的杂草不高 到处都是荆棘丛和大叶杂草 黄飞边走边找 按照学到的药材生长习性 在向阳甘爽的地方找到了黄鳍 在草丛边上找到了杰梗 天麻 在山间附近找到甘草 金线莲 还有随处能见的板蓝根 黄飞很想找到一株人参 可惜没找到 只在一处山崖脚下 找到一丛铁皮石壶 也算幸运之事 她看了看时间 已经到中午了 看了看竹楼里的七八种药材 也算是小有收获 该回家了 回去迟了 怕被母亲责备 黄飞拿出手机 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 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走了有点远 让妈不要担心 知道了 路上小心 不用太急 黄飞父亲叮嘱几句就挂了电话 黄飞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快中午一点了 看到父母还在等他回来吃饭 赶紧拿衣服匆匆洗澡 今天黄飞母亲杀了只老母鸡炖汤 还有韭菜炒鸡蛋 拍黄瓜 粉蒸腊肉 全是自己平常爱吃的菜 心里满满的幸福 还是家里好啊 一家人都习惯了 吃饭不怎么说话 饭后黄飞母亲在收拾碗筷 黄飞就泡了壶茶 然后一边喝茶 一边和父亲聊起重要材的事 爸 昨晚我和大伟他们聊的事情 你也听到了 我暂时还没有想好以后的打算 反正在家也是闲着 我想在老宅园子里 尝试种植药材 你们昨晚的分析也有道理 创业确实也需要不断的尝试 黄飞父亲也同意他的想法 爸 我用学习的种植知识 来培育药材 看看各种药材 一直到农田菜地的成活率 和成长环境能否适合 我打算休息两个月来培植试试 黄飞父亲听完 只是喝了口茶点点头 又看了看厨房门口 正在偷听的老婆 然后慢慢说道 你要尝试种植药材 我和你妈都不会反对 我们能帮你的 已经不多了 爸 你们能支持 我就足够了 暂时不需要什么帮助 小飞 你也知道 我们家要钱没钱 要权没权 要关系也没关系 家里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 希望你以后做什么事情 都要考虑周全再决定 要三思而后行 知道了 爸 我不会乱来的 我也不是冲动的人 我以后 创业会稳打稳扎的 谢谢爹妈 黄飞心里暖暖地点头答应 黄飞说完就起身回楼上休息了 早上走了三小时 山路早已累坏了 现在缓过来 双脚酸软上楼 都快没力了 他这一睡 就已经到了下午四点 赶忙下楼背起竹篓 拿了把铲子走向老宅 推开老宅的木门进了院子 院子里是母亲平时 种下的各种蔬菜 老宅的院子 也打理得非常整齐 没什么杂草 黄飞在靠墙位置 选了一块菜地 把地翻了一片 但没清楚小杂草 还原一点点原生态环境 又从老宅屋檐下 搬了块腐木 半埋在地里 他先把石壶移种在腐木上 又把其他几种药材 一种在地里 然后按各种草药生长的习性 或遮盖 或深埋 或绕肝 黄飞看着一只好的集中草药 轻轻呼了口气 这可能 就是自己创业 成功路上的第一步了 加油 黄飞很得意地 摆了几个自拍姿势 把这一刻自拍了下来 然后拿木桶 给移植的药材 浇水压压根 移植工作终于完成 就等后续的结果了 他走出了院子 关上院子的木门 又忍不住 看了看远处寒潭边的老桃树 然后头也不回跑回家 回到家里 还没到吃饭时间 黄飞就陪父亲看电视 生活简单却很温馨 这就是家的感觉 晚饭虽然还是 简简单单的农家菜 但黄飞吃起来 就是觉得开胃又可口 连喝了三碗鲫鱼豆腐汤 太饱了 妈 我到村里走走消失 太饱了 呵呵 去吧 谁叫你好像三天没吃饭一样 路上走慢点 别走没路灯的行道 小心踩狗屎 黄飞母亲在厨房叫道 不是吧 妈 真的有狗屎 难道 我要走狗屎运了 黄飞贼嘻嘻地说道 臭小子 你乱说什么呢 黄飞父母听他这样说 都忍不住笑起来 黄飞沿着横道 走向村口龙眼树 那里晚上有很多村里人 在乘凉聊天 他抬头看了看 快黑下来的天 今晚一丝凉风都没有 让人感到非常温热 难道要下雨了 黄飞心里想着 黄飞走到村口大龙眼树下 看到有十多个村里人 黄飞连忙过去向众人打招呼 村长好 三神好 李叔好 黄爷也好 小飞来了 吃饭了吗 老村长笑呵呵地出声 吃了 喝了三碗鸡鱼豆腐汤 太饱了 出来走走消食 今晚怎么感觉这么闷热 风都没有 山里很少这样闷热啊 黄飞一边东张西望 一边说道 老村长抬头看了看天 然后说 是很久没有这么闷热了 看这天今晚可能要下大雨了 又闷又热又没风 我再做一会就回家了 呵呵 老村长 你还会看天气 今晚要下大雨 是不是真的啊 旁边三神笑着 对村长说 信不信有你 你们看着瞧 老村长也不生气 抬头又看了看天说道 其他人也笑笑 没再追究这天气问题 大家又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 不过很多话题 都是在黄飞身上 黄飞也轻松糊弄过去了 这样差不多过了半小时 忽然就有人叫起来 真的下雨了 走了走了 大家一听 赶忙站起身看了看外边地面 真的是下雨了 大火一哄而散 各回个家 黄飞也赶忙往家里跑 黄飞刚踏进家门 门外忽然就倾盆大雨 好险 幸好跑快了一步 要不就成落汤鸡了 黄飞看着外面的倾盆大雨 怎么说变天就变天了 还这么大的暴雨 我今天刚种上的药材 可能要完了 真倒霉 该怎么办呢 黄飞心里安安骂着贼老天 吃不下雨早不下雨 就在我刚种下药材就下雨 她回头看了看中 已经晚上八点了 看这场雨 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 哎 烦死了 真是天不佑我 难道今天一天都白忙了吗 今天种下的药材 可能被雨水冲刷出来泡死 她急得走来走去 不行 一定要过去整理一下 要不今天一天就白忙活了 黄飞决定 还是去老宅看看才放心 妈 家里有手电筒和雨衣吗 我要过老宅看一下 今天移植的药材 我怕药材被大雨冲刷出来泡死了 那可是 我今天几小时的辛苦收获 这么大雨 你过去能干吗 黄飞母亲想阻止道 妈 我想过去看看才安心 否则今晚都睡不着 家里有盖苗子 用的胶膜吗 黄飞追问 黄飞母亲想了想 好像有小魔 就放在老宅那边堂屋 你和你爸一起去吧 这么大雨怪甚人的 不用 我自己就可以了 又不是什么难事 我去处理一下 很快就回来 黄飞说着 就穿上雨衣 拿着手电筒 匆匆向老宅走去 她很快来到了老宅 打开木门 走进院子来到围墙边 看到今天移植的药材没事 幸好这地方位置偏高 没有泡水 又有围墙挡了一下雨水 药材没有被冲刷出来 黄飞想了想 明天没下雨了再过来打开 想好后 她就走向堂屋 刚到堂屋门口 忽然感觉上面的天空亮起来了 黄飞转身抬头一看 妈呀 在寒潭方向的上空 闪电乱舞 照亮了整个天空 奇怪的是 却没有一点声音 难道是我出现幻觉了 她闭上眼睛晃了晃头 然后再抬头看 闪电还在 这是怎么回事啊 黄飞很想拿出手机 拍下这一器官 但马上又忍住了掏手机的冲动 万一手机的信号 引动了周围静电 把雷电招惹下来 那自己就要 遭雷劈了 她想到这后果 立即焊毛倒数 背脊发凉 大脑马上闪出一个指令 这里危险 要马上离开这里 黄飞立即条件反射般 想转身冲向里屋 可念头刚起 天空突然一亮 那些乱窜的闪电 瞬间化成一条粗大的雷电 劈向地面 伴随着 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 哄 这一声响雷 把她吓得直接趴在地上 差点昏了过去 整个老宅也震动了一下 洒下一阵灰尘 这一声惊雷过后 整个世界 好像一下子寂静了 静止了 过了一会 黄飞耳边才恢复了 粒粒语声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黄飞还趴在地上 没缓过神来 太吓人了 吓死宝宝了 她抬头看了看 漆黑的天空 刚才一切是真的吗 慢慢爬起身来 摸了摸 还在发抖的双脚 她回想着 刚才寒潭上空 那乱舞的无声闪电 想起了那一道 粗大的雷电 怎么有种玄幻的感觉 杜竭 桃仙杜竭 忽然 黄飞脑海中 蹦出这一念头 不会吧 要不出去看看 她脑海中念头乱窜 心里忍不住激动起来 这想法一出来 就说不住了 越来越强烈 把心里的那一份 害怕压了下去 终于好奇战胜了害怕 黄飞拿着手电筒 走向寒潭 嘴里神神叨叨念着 纳摩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无量天尊 很快 她走到离老桃树不远处 一边神神叨叨念着 一边用手电筒 照向老桃树 老桃树还在 不过树身下方 好像被烧黑了 黄飞看没什么异常 又走进了一些观看 用手电筒 照着附近的地面 仔细观察 当照到树下 那块风化石头时 发现那石头裂开了一块 表面好像还在冒着热气 应该是被刚才那雷电劈中了 黄飞看了一会儿 没发现什么异常 她大胆地慢慢 走到桃树下查看 老桃树的树竿 被雷电烧黑了一段 树头和石头下面的地面 明显被雷电烧过 她用手电筒 照了照那风化石裂开的地方 忽然 看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反光 黄飞走过去 撞着胆子 拨开碎石一看 原来是一块 有点花纹的玉色小石头 她把小石头拿到手上查看 又用雨衣上的雨水冲洗了一下 发现这是一块很好看的石头 石头不大 非常光滑 就像平常人 挂在脖子上的玉佩差不多 也是偏偏的椭圆形 黄飞也没多想 觉得这小石头摸起很润滑 和玉石差不多 她就收了起来 带回去把玩 她又翻动碎石寻找 发现碎石堆里再没有东西了 又把目光放到老桃树上面 老桃树也没什么变化 就是树身被烧黑了一部分 难道桃仙杜劫失败了 黄飞心里怪怪地想着 想到这她看了看黑漆漆的四周 心里又是一慌 还是走吧 她为了心安 又对着老桃树拜了几拜 嘴里又神神叨叨念了几句 才转身走开 回到老宅 用胶膜把移植的药材遮盖好 然后关好院门 向家里走去 黄飞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快十点了 看到自己的父母 都坐在屋里没说话 也没开电视 爸 妈 我回来了 你们这是在干嘛 怎么不看电视 黄飞进来就奇怪问道 刚才打雷的时候 我们就把电视关了 把电源线和电视线都拔了 刚才那响雷太吓人了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我们想打电话给问你 但又不敢打你手机 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警号三四 黄飞母亲说着 就帮她脱下雨衣 是啊 刚才那雷太吓人了 就在老宅附近想 差点把我吓死了 黄飞不好意思 把自己吓得趴在地上 差点尿裤子的修饰说出来 没事就好 快点洗澡换衣服 回房休息吧 母亲拍了拍她手臂说 黄飞换了鞋 上楼拿了衣服去洗澡 洗完澡回到房间坐到床上 现在睡觉还早 黄飞就把刚才捡到的小石头 拿出来把玩 黄飞在灯光下看得更清楚了 那块小石头正面是白玉色 上面有很多小小的浅色的条纹 粗略看上去 好像很乱 现在一边把玩一边细看 又好像看出了什么 这好像有点像一幅画 越仔细看 越像一幅画 没错 这就是一幅简化版的山水画 有山 有一个湖 湖边好像有一棵树 在边缘位置 还好像露出了一间房屋的一角 她又翻过来 查看石头的背面 背面是墨绿色的 也很平滑 只是看上去 没什么纹路 黄飞拿起石头 折折光又仔细看 这时能隐隐看到 原来墨绿色的表层 也有很多纹路 像是独立 又像是连接起来的 她想在专注看清楚那些纹路 希望能看出点什么石 忽然 脑海感觉到一阵眩晕 差点就跌倒 黄飞被这眩晕感觉吓了一跳 赶紧拿开石头 不敢再查看石头的背面 定了定神 她又翻过来查看正面 越看越喜欢 简直是爱不释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极品天然山水与花石 有点冰凉的羽花石 仔细观赏着 那上面的简化板山水画 越看越喜欢 绝对不能卖 我要做成一个事物 戴在脖子上 黄飞想好就行动起来 拿了一个她母亲 做衣服的锥子 左手拿着羽花石 右手拿着锥子 准备在石头的靠顶位置 打一个小孔 她拿着锥子 在准备打孔的位置敲了敲 准备做一个定位 可惜锥子敲上去 连划痕也不留一个 更不可能敲出小坑定位了 这么硬 黄飞又加大力气敲了几下 还是连划痕也没有 我就不信 搞不定你这块石头 她用左手紧紧固定石头 右手拿着锥子 改用转孔方法 用太大力敲 怕把石头砸坏了 那就用力转孔 黄飞用力一转动 锥头一划 啊 黄飞一声惨叫 原来锥头划到了手指上 鲜血直流 痛得差点把羽花石都掉出去了 赶紧想放下石头 去拿止血贴处理伤口 咦 怎么回事 她愣愣地看着手指 留在羽花石上的血 因为她的血没有滑下来 一直粘在石头表面上 还好像一直被石头吸收 从血涕的周围 慢慢扩散 开了一圈很浅很浅的红色 黄飞手指的血还在流出 但流出的血 都好像粘在石头表面 没滑下来 因为石头一直在吸血 手指流血和石头吸血 保持了平衡 此时的黄飞 都感觉不到手指疼痛了 就这样呆呆 看着这奇怪现象 滴血认主 黄飞脑海中闪出这一念头 不会这么玄幻吧 自己小说看多了吧 最奇怪的是 石头一直在吸血 自己的手指就一直流血出来 让石头吸 手指出血也不快 就是一滴一滴往外冒 她呆呆地看着 好像定住了 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五分钟后 忽然 迷迷糊糊的黄飞 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黄飞好像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自己站在星际中 到处都是巨大的星球 各种颜色的星球 各种形状的星球 她就像是用第一视角 看着这些星球 什么也做不了 就这样等着时间流逝 一年 百年 千年 万年 直到某一天 一颗大星球 在这些星球中发生了爆炸 爆炸的冲击波 把这一片星际的平衡打破了 被爆炸 波及到的星球 相互间发生了碰撞 星球间的碰撞 又发生更强烈的爆炸 星球爆炸越演越烈 忽然 黄飞的视角 被动锁定在爆炸边缘的 一颗中型绿色星球上 这颗中型绿色星球 处在这片星际的边缘 终于被越演越烈的 爆炸余波冲击偏离了位置 强大的爆炸冲击波 把他推向了远方 推出了这片星际 黄飞的视角 也跟随着这绿色的星球 急速飞向远方 他就一直跟在这星球的后面 看着星球越飞越快 渐渐星球表层开始脱落燃烧 然后绿色的星球 变成了急速飞行的火球 火球就这样一直向前持续飞行 时间匆匆而过 十年 百年 千年 黄飞的视角 就这样跟着火球飞行 火球在飞行中慢慢变小 又直到某一天 已经变成百米大小的火球 直接撞向一颗水蓝色的星球 直接撞到了水蓝星球的一处山脉里 发生了剧烈爆炸 爆炸的余波 把山脉冲击成了盆地 在爆炸中火球炸成了碎石 其中一块半人高的黑色石头 随着惯性 滚到了一处山崖脚下停了下来 它的旁边 是一个被炸出来的地下寒潭 这时候的黄飞 好像迷雾了什么 也知道了什么 随着这迷雾 忽然 它的视角钻进了这半人高的黑色石头里面 好像变成了石头的眼睛 看向外面的世界 随着时间流逝 沧海桑田 荒芜的盘地 开始长出了植物 植物的出现 慢慢引来了动物 这里成了石草动物的乐园 随着动物的出现 某一天引来了猎人打猎 随着猎人的慢慢增多 就有人在这里选择了定居下来 人来人往 最终慢慢形成了村落 不知什么时候起 黄飞忽然有了思维 有了灵性 视角也能够转动了 他看到了 有人坐在他头上吃着桃子 然后把桃核掉在了旁边 桃核发芽 慢慢长成了一棵桃树 在陪伴着这棵桃树生长的过程中 他好像也慢慢苏醒了记忆 它是先天混沌灵域 是天然御御出来的寻物 是生命星球的星河 散发出来的能量 可以润育整个星球的植物和动物生长繁殖 可惜 因为星球的燃烧和爆炸 致使星河的能量损耗致尽 差点就被毁灭了 幸好随着星河在几百年前本能复苏 慢慢吸收周围的灵气和生气 才渐渐好转 恢复了一点点灵性 黄飞的鲜血 刚好让混沌灵域与他产生了共鸣 可以加速了灵域的恢复 所以 灵域把黄飞认作宿主 从使可以相互依存 相互成长 并共享了自己的记忆 当黄飞从迷梦中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天亮了 找到手机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七点 他的脑袋 还是昏昏沉沉的 迷梦中 好像经历了几亿年时光 连星际大爆炸也经历过了 我要不要写一本 星际历险记得说 如果我写出来 有人信吗 黄飞深深呼吸了几下 然后用手按了按太阳穴 脑海中 还是昏昏沉沉的 他的脑海中 多了几亿年的生命星球流浪剂片段 还有一篇先天混沌灵域 吸收灵气 培养灵直的先天功法 暂时就叫先天混沌灵觉 很深奥 就像传说中的天书一样 全是符号 黄飞醒来的时候 灵域还是在左手里拿着 他发现 手指没有流血了 而且连一点伤口的痕迹都没有 手指居然完全好了 他手中的灵域 也没什么变化 只是在原来白玉色的表面 好像渗透着一点点 很浅很浅的红色 这可能是灵域 吸收了自己鲜血的原因 黄飞此时脑海中 多了很多信息 都是一些看不懂 自己完全没接触过的知识 但通过感悟 又好像 自己能模糊知道怎么应用 这是一种很矛盾的情况 就像手中的灵域 自己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但用注意力去感受这灵域的时候 又觉得与灵域之间 有一种非常熟悉的联系 就好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难道真的是 《玄幻小说》里的低血认主 认主后 就能收到身体里 黄飞一下子就兴奋起来 对着混沌灵域 脑海中想着 把它收到身体里 咦 他感觉到 灵域好像真的有回应 但为什么不动呢 难道要说出声 收 给我收 给我回来 到我身体里来 灵域回来 先天混沌灵域回来 黄飞换着各种方法呼唤 可惜他只是感觉到 和灵域存在联系 但灵域依然是没动 这灵域给自己回应的信息 好像不知道回哪里 没找到地方 黄飞也不明白 灵域为什么会给自己这种反馈 他看了看时间快八点了 弄不明白 就先下楼吃早餐 吃饱了再上来尝试 暂时还不能把这灵域事件 让父母知道 来到楼下 看到父母已经在吃早餐 很简单的早餐 腊肉炒米粉 白米粥 还有一叠腌萝卜干 爸妈早 今天有什么要忙的吗 黄飞吃着炒米粉问 现在农贤 没什么事干 就是去菜地里拔草浇水 你忙自己的吧 母亲回了一句 对了 你昨天中院子里的药材 需要把浇膜拿开吗 我一会去老宅 母亲又问了一句 哦 今天应该不下雨了 你就帮我 把浇膜拿开吧 我下午再过去看看 黄飞喝了口 周后回答 然后 大家就默默地吃早餐 没再说什么了 吃完早餐 她母亲就收拾碗筷回厨房忙活 父亲就抽着烟出去找人聊天 而黄飞就回到了楼上房里 黄飞关好房门 拿出淋浴继续研究 看着手中的淋浴 回想着玄幻小说里的剧情 沟通 对 用灵石沟通 灵石 灵石是什么鬼 我哪有灵石 用神石沟通 人家修仙才有神石 我有什么石 知识 意识 思想 意念 心灵感应 黄飞又习惯性地神神叨叨 嘴里说着 只有她自己才明白的话语 这种明知对方在线 自己却联系不上的感觉 真的很郁闷 怎么样才能让灵域联系上我呢 她拿着灵域 放在眼前边看边想办法 不经意间 就把注意力放在了灵域那简画板山水画上 想再仔细一点看清楚 到底是不是画的 是有山有谁有树有房子 忽然 黄飞觉得自己的视觉穿透了灵域 眼前突然豁然开朗 看到了真实的场景 她看着眼前的环境 一座二十多米高的山壁 山壁脚下 有一个十米左右的土坑 土坑里没有水 山壁的后面是浓浓的迷雾 山壁的前面 除了土坑 还有几百平方的土地 土地外围也是浓浓的迷雾 土地上没有植物 这是一个周围 都被迷雾包围的小空间 没有声音 没有生命 这是哪里 我在哪 随着黄飞的愣神和自问 就好像梦中惊醒一样 她又回到了现实 眼前还是那块淋浴 黄飞马上醒悟过来 好像自己遇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一个能颠覆世人三观的秘密 她偷偷看了看四周 门锁好了 窗户也要关上 重新坐到床上 又把淋浴放在眼前定眼看去 想着刚才的空间 黄飞的视觉 马上又转到了刚才那空间 一模一样 她马上让自己清醒一下 想着自己房子 视觉马上就回到了现实 她又尝试了两次 觉得好像越来越轻松了 接着 黄飞不看石头 脑海中想着那小空间场景 果然视觉马上进去了 成功了 她终于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其实自己就是淋浴的业主 第一次的进入 就等于自己收房成功 拿到了钥匙 完成了收房手续 从此成为淋浴唯一的主人 以后随时都可以回家了 想到回家 人走进家里才算回家 刚才自己只算是通过家里的摄像头 看一看家里情况 那我人能进去吗 念头刚起 黄飞眼前一晃 就出现在小空间里 她真的进来了小空间里 黄飞不相信地 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脸 痛 我成功了 我发现了超人类的惊天大秘密 黄飞激动地双手挥舞 哈哈大笑 忽然 她停住了动作 呆呆地看着左手 灵狱呢 她看着自己空空的左手 心里一慌 赶紧要出去看看 黄飞这念头一起 眼前又一晃 就出现在了床上 她赶紧看向左手 没有 查看身旁四周 也没有 灵狱哪去了 黄飞急得想哭了 找遍了房间都没找到 这次完惨了 她失神地看着被翻找的乱七八糟的房间 想死的心都有了 呆呆地坐到床上 真的是乐极生悲 想到刚才的奇遇 自己还没有认真探索就没有了 想起了刚才的小空间 好想再进去探索一下 忽然 她眼前一晃 又出现在刚才的小空间里 咦 小空间还在 我还能进来 黄飞忍不住心中的激动叫了起来 不过现在的她有点怕了 怕失去小空间 怕出去 以后再不能进来 所以 黄飞不急着出去了 她要在这里好好探索一下 或者这里有宝贝呢 她看了看四周的迷雾 暂时不敢进去 看向四周的土地 没有植物 泥土有点黑而且很干燥 好像严重缺水 黄飞慢慢走到山壁前的土坑边上 土坑底部 除了很多沾满泥土的小石头 就什么也没有了 她发现 空间里并有宝贝 也有点失望 又沿着土坑边走向山壁 山壁上除了一株 从土坑沿着石缝爬上来的枯藤 就没什么别的植物了 整个小空间 都是寂静的可怕 黄飞这时终于发现了 这里的空气很清新 呼吸这里的空气 身体觉得很舒服 来到这里才一会儿 整个人都变得精神百倍 说不出来的舒爽感觉 如果要拿小空间的空气质量 和现实世界的空气质量比 那就好比现实世界中 正常呼吸和照上氧气照呼吸 其实这还是没法比较 照上氧气照呼吸 也只是增加了氧气浓度 对身体健康并没什么作用 你也不可能一直带着氧气照呼吸 而小空间的空气 绝对是有益于人体健康 增强人的体质 黄飞想到这里 赶紧大口大口呼吸 就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太舒服了 早上起床的头脑胀痛 早已消失了 现在只觉得神清气爽 念头通达 混沌淋浴灌输到脑海中的信息 更清晰了 但是怎么运用还是不会 黄飞这时 已经把周围都看完了 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看了看四周的迷雾 又看了看那株枯藤 想了想 就走向了那株枯藤 这是小空间唯一看到的植物 他走到枯藤旁边 伸手拍了拍 很坚硬的藤身 还没有腐化 伸手想摘一条枯萎的小枝条看看 用力一折 没折动 再用力折 还是没折动 不会吧 自己居然折不断 一根枯萎的小枝条 钢铁铸成的吗 黄飞想再找一根长点的枝条试试 左右看了看 发现旁边不远处 有一根一米多长的 他顺着山壁边缘走过去 走到山壁中间的地方 忽然 他发现 这里的裂缝有流水的痕迹 可能以前那土坑的水 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 裂缝的旁边 还有一个小凹坑 装着一些绿色的浓稠液体 这些液体 好像是从一条树根渗出来的 因为这条从裂缝中 伸出来的树根表面 明显比较湿润 且来到这里 感觉呼吸更舒服了 黄飞看着这一小坑的 翠绿色浓稠液体 这是小空间里唯一的物品 而且只有50伯升左右 也不知这是什么液体 他靠近液体闻了闻 立即觉得自己 好像得到了升华 大脑更舒服了 难道这就是小空间里的宝贝 黄飞靠近 再仔细感受了一下 液体和空间的空气气息很相似 不过又比空气中的气息 浓郁了百倍 难道就是这翠绿色液体 成就了空间里空气质量的提升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液体就是超级宝贝了 绝对是有意无害的补品 他越想越兴奋 去尝试一下的欲望 一发不可收拾 他说干就干 经过这两天经历的奇异事件 他的胆量也变大了 那我就尝试 做一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黄飞看了看旁边 没发现有什么物品可以用 就伸出手指 抹了一点液体 抹在手上的液体 第一感觉就是感到很清凉 有点像果冻 他闭上眼睛 把手指放嘴里 手指上的液体 马上随着舌头上的唾液融化了 一股清新的气息 通过舌头上的味蕾涌上大脑 又从大脑传向四肢百骸 黄飞这时的感觉 就是一个字 爽 比大热天喝一口冰泉水爽 百倍千倍 总之真的 不能用简单词语 来表达那种身体舒服的感觉 这种舒爽感觉 一直持续了几分钟才消失 他感受了一下 身体没有什么变化 也没有什么异常 心中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再来爽一下 黄飞这次挑了一小块放到嘴里 刚闭上嘴 黄飞就后悔了 因为这小块浓稠液体化开的气息 太强大了 就好像一团气体在口中炸开了 一小部分涌上了大脑 大部分涌进了胃里 涌进了肺部 他这时的感觉 不再是舒爽 而是胀痛 自己好像成了气球 这时 头部也被这股气流冲击 就好像 被什么撞击了一下大脑 瞬间就昏迷了过去 昏迷过去的黄飞没想到的是 那快溶进了 他身体的先天混沌灵域 被这一股气流惊醒了 灵域感受到黄飞的身体 好像有危险 立即自动运行了 他脑海中的先天混沌灵觉 去引导梳理这股气流 先天混沌灵觉的运行 很快就把这股在身体里乱窜的气流控制住 让他按照固定的运行路线 游走于全身经络 穴道 最后汇聚到小腹丹田 同时也利用这股气流 滋养黄飞身体内的五脏六腑 其经八脉 在滋养身体的同时 还把他先天不足的体质进行改造 当黄飞醒来的时候 发觉自己是在房间的床上躺着 已经离开了小空间 他没有动 又闭上了眼睛 回忆着昏迷前发生的事情 然后才检查感受一下 身体有什么异常 发现自己的头部胀痛了 身体的胃和肺也不再发胀 好像已经恢复了正常 又好像有哪里不正常 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立刻就愣住了 这是什么 双手油腻腻的是什么 怎么还有汗臭味 黄飞翻身坐了起来 闻了闻手臂 怎么全身都是这种汗臭味 怎么感觉全身都油腻腻的 洗经伐髓 他的脑海中 又蹦出了玄幻小说的名词 不会吧 那空间里的液体 真的这么厉害 真的能帮人洗经伐髓 脱胎换骨 黄飞神神叨叨的毛病又犯了 先不管了 去洗澡 太难闻了 看了看床头闹钟 怎么已经下午四点了 我昏迷了多久 黄飞拿着衣服下了楼 看到父母都在看电视 臭小子 你中午怎么不下来吃饭 我上去叫你也没反应 还以为你生病了 还锁了门 敲门也没反应 黄飞父母看到他下楼 齐齐看了过去 母亲还有点生气的责备 妈 我错了 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今天不小心睡过头了 我没事 黄飞说着 就拿着衣服进了洗手间 黄飞母亲看到他这个时候 拿衣服匆匆去洗澡 神情忽然有点怪怪的 黄飞洗了差不多半小时才出来 出来时看到父母都用疑惑的眼神看过来 他也感到有点尴尬 确实洗得有点久了 他也没办法 全身油腻腻的 用了几次洗澡液才感到清爽 妈 还有饭吃吗 黄飞这时感觉到饥饿 而且是饥肠碌碌的感觉 刚才已经帮你把中午留的饭热了 我去帮你拿 母亲回答 不用 我自己拿 黄飞急忙走进厨房 把饭菜端到饭桌上吃起来 吃着吃着 好像哪里不对 抬头一看 原来父母都在盯着自己看 你们怎么了 我脸上脏了吗 黄飞很疑惑 小飞 你脸怎么变白了 手也变白了 母亲很惊奇地问 啊 有吗 可能是刚才洗澡太久了 被水泡白了 看来下次想多小白脸 用水泡一下就行了 这事情没法解释 黄飞只好随便糊弄一个理由 他父母听到这慌恶的理由 居然没再追问他了 黄飞在父母的目光中 匆匆吃完了饭 用手摸了摸肚子 怎么感觉只是吃了半饱 母亲看着他摸肚子 连忙问 不是 我只是感觉好像还没吃饱 黄飞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还没有吃饱 黄飞母亲很不相信地问 因为是流饭 已经是多流了一些 怎么反而没吃饱 他疑惑地看着黄飞 可能是中午没吃 饿过头了 很快又晚饭了 晚上我再多吃点 妈 我过老宅看看 黄飞说完 快步走了出去 自己母亲那怪怪的眼神 有点瘆人 黄飞来到老宅院子 观察了一下那些移植的药材 这么短时间 暂时还不能看出什么变化 他又看了看院子里的 其他六块菜地 都是自己母亲种植的一些 十节蔬菜 足够一家人日常食用了 黄飞看完药材 就关上了院子木门 然后走到那棵老桃树下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这村委风水不好原因 老桃树并没有成精 成精的是 那块风化石里面 包着的先天混沌淋域 他蹲下仔细查看那块风化石 想再找找有什么宝贝 或者发现 这是一块名副其实的天外来石 也就是我们口中的雨石 一颗星球 经历了无数岁月的飞行燃烧 最后只剩下 只有这么大的一块核心 说出来谁信 这样一块绝对无比坚硬的石核 石核的精华 居然会被保护在其中的 先天混沌淋域西光 最终成为了风化石 想想也可怕 难道这又是玄幻小说中 神兽出壳 就会把壳 吃掉做食物的剧情 看来其余越来越玄幻了 黄飞想到这些 又想起了小空间 不知道小空间还在不在 他向四周看了看 没看到有人 但也不敢在这里 消失进入小空间 他只是 用意念去观察一下小空间 视觉出现在空间里 一切都没变 小空间还在 黄飞心中的担心 也终于慢慢放下了 空间没消失就好 晚上再好好研究一下 他视觉退出了空间 看着旁边的寒潭 想到空间里的土坑 和干旱的土地 不知道能不能把水 引进空间里呢 先试试 能不能放东西进去 想到就做 黄飞看着脚旁边的 一块小石头 意念想着 把这小石头放进空间 没反应 难道不可以 又试了几次都没反应 他想了想 用手拿起那小石块 看着小石头 意念想着 把它放到空间土坑里 忽然 小石头消失了 再看空间里的土坑 真的出现了那块小石头 成功了 黄飞激动地挥了挥拳 接着又尝试 把空间里的石头拿出来 试了几次都没反应 黄飞想了想 就有点想明白了 要想把物品放进空间 或者带出空间 都要和自己身体接触才行 或者等 自己能像玄幻小说中 产生灵石或神石 可以隔空取物石 或者可以半岛 灵石 神石 这是什么鬼 黄飞摇头苦笑 不过现在 能把接触的物品传送 已经是超能力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 知足常乐吗 现在知道了能传放东西 接下来就尝试搬水了 黄飞又向四周仔细观察 确实没有人在这附近 就坐在寒潭边上 把手伸到水里 然后想着 把这些水 引到空间里的土坑 一边想着饮水 一边视觉观察空间里土坑 他渐渐感觉到 手心好像产生了一种犀利 而空间里的土坑 也开始冒水了 不过水很小 就像一个水龙头 在滴水压放水 速度很慢 不过 这也是成功的开始 这样持续了大约15分钟 黄飞就渐渐感觉到 头昏乏力 觉察到身体出现了异常 他的视觉立即退出了空间 停止了吸水动作 再感受了一下身体的状态 这种异常感觉 就像是用脑过度 引起的疲惫感 想了想 黄飞又有点迷雾了 这种传放东西 是要用到精神力或者脑力 如果过度使用 就会出现疲惫感 这种感觉 应该可以通过休息来恢复 看了看时间 已经下午5点多了 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 黄飞慢慢走回家 回到家里 父母都在看电视 他也坐到了一起 看着电视和父母聊天 吃过晚饭后 黄飞没出去 洗完澡就早早回到房间 他要继续探索 自己身上的秘密 黄飞习惯性地 先安排好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现在先不用急着搬水 因为搬水 是一件持续性 长时间的工作 现在首要任务 是把空间里 那能洗净伐水的浓稠液体 取出来研究透彻 想好就做 黄飞下楼 找了一个干净宽口瓶子 又拿了一个小汤匙 回到房间 锁好门窗 坐到床上 干活 黄飞意念联想到空间 心中一动就进了空间里 感觉是越来越娴熟了 好像进空间次数越多 与空间的联系越密切 这就好像一对夫妻 从相遇 到相识 到相知 然后相亲相爱不分彼此 现在自己和空间 只发展到相互认识 还要继续了解 黄飞拿着瓶子和汤匙 来到那浓稠液体前 用汤匙小心翼翼地 把液体装进瓶子里 装完后 把瓶子盖上盖子 看着汤匙上 粘着的液体 想了想 然后找了个石块做好 把汤匙放到了嘴里 随着液体的融化 又产生了一团气体 但没上次那么多那么霸道 现在黄飞已经确定 这气体 就是玄幻小说中的灵气 随着灵气团进入身体 脑海中自然而然地 按照那篇先天混沌灵觉的 运行经络路线 引导气流 黄飞这时才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那篇像天书一样 自己能看不会用的功法 已经转化成 自己能看懂的内容 刻印在了脑海中 自己随时都能够使用运行了 他立即心中默念功法 把意识跟随着灵气走 让灵气带着自己 意识熟悉功法运行 意识跟随着灵气 运行了几次循环 直到丹田吸收完了灵气 功法就自动停止了 黄飞没有醒来 一直在回忆着 先天混沌灵觉的运行路线 感觉已经熟悉了 就按照功法的要求 摆好坐姿 心中默念功法 意念引动停留在丹田的灵气团 调动出一楼灵气 按照功法路线运行 一开始功法运行很慢 两个循环后 就慢慢运行加快了 随着功法加快 从丹田灵气团 调出的灵气越来越多 随着经络中流走的灵气增加 慢慢地引动了身体之外的空气 这一切沉浸在运行 先天混沌灵觉快感中的黄飞 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 随着黄飞运行先天混沌灵觉 丹田中的灵气团 被不断地引导出来 按照功法路线运行到全身经络 流动的灵气 一部分被身体各器官吸收 一部分又回到了丹田 灵气团在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中 慢慢变小 慢慢变得精纯 黄飞的身体 在不断吸收那股 从丹田引导出来的灵气后 继续不断有油腻腻的杂质排出 让她的体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时间默默而过 渐渐地聚集在黄飞身体周围的空气中 开始有灵气从头顶和手心中吸进身体 吸进身体的灵气 融合到经络中的灵气一起随功法运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 黄飞忽然从修炼中清醒 因为她闻到了非常难闻的气味 直接被闻到的强烈汗臭味熏醒了 她感觉到浑身不舒服 身上的油腻污垢比下午更多 闻了闻身上的味道差一点就吐了 连忙拿起旁边的瓶子退出了空间 看了看时间 九点 怎么会是九点 我好像是八点左右进入空间里 我待在里面至少也有七八小时吧 怎么出来才过了一个小时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玄幻小说中的时间加速 黄飞又开始神神叨叨 自言自语了 她现在也顾不了想这问题 身上又臭又油腻腻的 太难受了 黄飞想到现在才九点 自己的父母应该还在看电视 自己七点多才洗澡 现在又洗澡 怎么去解释呢 早知道就晚点洗澡了 哎 黄飞也理不了那么多了 拿着衣服慢悠悠地下楼走向洗手间 也没理会她的父母有没有看过来 这一洗又是半个小时 她洗完澡 就直接上楼回到房间关上门 黄飞关好门后 常常呼出一口气 真的好尴尬 以后一定要注意点 不能再让父母引起怀疑了 她这时再次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真的太舒爽了 感到整个身体都是轻飘飘的 她用力握了握拳头 感受到拳头充满了力量 头脑变得更清醒了 思维清晰 听力 视力也得到提升 反正就是觉得自己真的脱胎换骨了 黄飞兴奋了一会儿 然后看向从空间里带出来的宝贝 那一小瓶浓稠的翠绿色液体 这绝对是无价之宝 万金难求的宝贝 这宝贝液体很浓稠 可能是在空间里太干燥 把水分蒸发了 现在首先是要把这浓稠的液体稀释 如果按照今天自己的尝试 把自己冲晕的那一次 大概是这液体的三十分之一 刚才汤匙那一点大概是百分之一 如果是普通人尝试 需要稀释到一千分号 黄飞现在的思维非常敏捷 可惜现在身边没有瓶子 看来明天要去买一些矿泉水 回来测试一下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呢 黄飞想了想 首先要抽时间去搬水到空间里 其次就是买矿泉水回来 稀释液体测试功效 还有就是弄清楚 空间是不是有时间加速 至于修炼功法 有时间就要加紧修炼 他理清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后 就把手机放在床上 把闹钟拿在手里 调队好时间 晚上十点钟 然后就进入了空间里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 测试空间里 有没有时间加速 在空间里也没什么事做 黄飞就到处逛逛 除了迷雾 好像其他都看过了 进迷雾看看 黄飞走到迷雾前 把手伸进去 没什么反应 对着迷雾大喊几声 也没有回音 他感觉好像没什么危险 就大胆地走了进去 进去几步又退了出来 没事 走进去几米又退了出来 也没事 既然没有危险 黄飞就大胆地往前走 走了大概 米左右 恍惚间就走了出来 咦 怎么是从对面位置 走出了迷雾 他又尝试了几次 都是一样的情况 从东面进去 会从南面出来 从北面进去 会从西面出来 这哪是迷雾 这简直就是迷魂阵 黄飞看了看时间 还没过一小时 无聊的黄飞就坐了下来 整理脑海中的记忆 看看有什么能用的武功秘籍 可惜脑海中的信息翻来 翻去全是天书 就好像一篇篇外语 还要等翻译才能看懂 只有那篇先天混沌灵绝 不知什么时候被翻译好了 没事做就继续修炼吧 黄飞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按照功法要求盘坐好开始修炼 时间缓缓流逝 当他醒来的时候 看到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钟 不绝间过去了五小时 他退出了空间 拿起旁边的手机一看 十点三十分 我去 发达了 外边才过了半小时 外边三十分钟 空间里三百分钟 刚好十倍时间加速 他又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一个接一个的惊天大秘密 这让黄飞心跳加速的同时 也是提心吊胆 自己身怀这样的秘密 以后怎么保守 一定要提前想好办法应对 黄飞此时的心情兴奋 根本不可能睡着 想了想 还是修炼吧 希望能早点修炼出惊喜来 他发现 刚才修炼了五个小时 身上都没有什么杂志出现了 这是好事 黄飞调整好盘坐姿势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念动口诀 进入了修炼状态 黄飞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现实中根本没感觉到 有灵气的存在 没法修炼 那就进入空间里修炼吧 他把闹钟调到了明早七点 看看在空间里 能不能感觉到外面的情况 不过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外面八小时 在空间里是八十小时 把自己饿死在空间里外面 还没到天亮吧 算了 睡不了 我就在外面打坐吧 这种生活总需要慢慢来调整 不可能三两天就能处理好 忽然 他又想起了 明天买矿泉水吸食液体的事情 这些剂量仪器 这让人看到了 也可以说自己在搞科研 在研究什么专利秘方 建一个实验室没钱 但买一些简单的剂量工具 装装样子 总是需要有的 就这么办 说做就做 黄飞立即打开手机 进入番茄购物网 下单购买了一堆剂量实验器皿 顺便又订购了 二百个三百毫升的矿泉水瓶 处理好这些 黄飞就坐在床上打坐修炼 默念功法加深理解 希望能通过先天混沌灵绝 把其他记忆也翻试过来 一夜没事 早上七点 黄飞被闹钟叫醒 活动了一下 做了一晚上的身体 虽然昨晚没睡觉 但却感觉神清气爽 没有一点疲惫 比睡觉醒来还舒服 黄飞下楼和父母一起吃完早餐 暂时没事做 就坐在客厅和父母聊天 爸 我打算这段时间 在家里继续研究大学时 还没有完成的科研 是关于植物生长精华素的 你研究这个 有什么用 如果能够成功研究出来 这种精华素 对动植物的生长 黄飞想到以后要做的事情 总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 这么高级的科研 你在家里可以吗 母亲有点担心地问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那科研项目在学校时 就收集了足够的实验数据资料 现在只差测试效果了 黄飞很有信心地回答 那你就安心地去研究 没什么事 我们是不会去打扰你 注意要安全第一 实验室要注意安全 别把房子给炸了 父亲叮嘱了一句 没那么可怕 我研究的是纯天然动植物生长精华 没有化学成分 不会发生化学反应 更不会爆炸 黄飞赶紧向父母解释 绝不能让他们担心自己 在房间里会出事 哦 这样最好了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那你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不用陪我们了 母亲听了解释就放心了 黄飞想了想 好像真有事要做 自己需要去买矿泉水 村里只有一间小卖部 是李大伟家的 他来到小卖部 看到是李沈在看店 李沈好 帮我拿二瓶大瓶的矿泉水 五瓶小瓶的矿泉水 呀 原来是小飞啊 买这么多矿泉水喝 回来还没习惯吗 我还是觉得 山里的泉水好喝 李沈说着 就把矿泉水拿了出来 哼 可能是习惯了 喝瓶装水方便 我也是喝山里的泉水长大的 黄飞一边说 一边拿手机付了钱 黄飞回到房间关好门 把矿泉水放在桌面上 他看着面前的一堆矿泉水 想了想 就下楼到厨房 拿了一个碗和一个漏斗回来 他再次关好门 看着准备好的器具 拿起2.5升大瓶的矿泉水 倒出了半碗备用 然后把水倒进那瓶浓稠灵液中 用汤匙搅拌后 立即用漏斗倒回矿泉水瓶中 连清洗汤匙和漏斗的水也 倒回了瓶子里 这可都是好东西 不能浪费了 黄飞的动作很快 整个调配过程 没感觉到有灵气流失 看着那变成脆绿色的矿泉水 第一步完成了 这就是灵水母液 就叫灵泉一号吧 黄飞又用另一瓶大瓶的矿泉水 把漏斗和汤匙 在碗里再清洗一次 拿起碗喝了一口 水质甘甜 有一种清爽感觉直透全身 印象中绝对没喝过 比这更好喝的水 接下来 就是要尝试调配出自己合用的灵水 他把一滴灵泉一号母液 滴进0.25升的矿泉水 摇晃均匀后喝了一口 明显能够感觉到 水里存有灵气 这个浓度 自己喝一瓶 能够快速恢复体力 如果用来修炼这浓度 还是不够 他想了想 就把十滴一号母液 滴进另一小瓶水中 黄飞刚想喝下这瓶灵水 忽然想到 空间里的时间足够多 他看了看关好的门窗 然后进入了空间里 找了一个地方盘坐好后 把这瓶滴了 十滴灵泉一号母液的矿泉水 一口气喝完 灵水刚进到腹中 就出现了大量灵气 黄飞连忙运行功法 牵引灵气 游走身体齐精八脉 最后会入丹田气海 当全部灵气被丹田吸收完 黄飞醒了过来 看了看时间 已经过去了四小时 他站起来 动了动舒爽的身体 很好 一瓶水四小时 刚刚合适 现在灵液调配方法有了 那下一步的事情就是 怎样才能让空间里 生产出灵液 这才是最关键的事情 因为以后能不能出现奇迹 就靠这些灵液了 加油 希望就在眼前 黄飞暗暗为自己打气 回到了房间 把剩下的三瓶0.25升的 小瓶矿泉水打开 十滴 五滴 一滴灵液标记好 然后又用空瓶装了一些 一号灵液备用 他拿了个背包 装好四瓶水 又拿了一个小喷壶 下楼出门走向老宅 黄飞来到老宅 自己一只药材墙边 看着已经有点尾的几种药材 他看向那最值钱的铁皮石壶 考虑了一下 拿出那瓶灵泉一号 在石壶根部滴上一滴 石壶转眼间就出现了变化 首先他看到 石壶有点尾的叶子伸展了开来 然后根须居然肉眼可见的生长 再然后石壶的金条开始变粗壮 开始生长 太神奇了 自己就像是看纪录片中 植物生长的加快镜头 这个生长速度也太吓人了 绝对不能用这个浓度种植物 黄飞拿出小喷壶 把配了石地灵液的灵水 倒到湖里 走到一块应该是昨天才种上的油菜苗 他把这块油菜苗地分成了三份 分别喷上那三瓶不同灵液浓度的灵水 接着又用一号母叶掉配了灵水 把院子里药材和其他几块菜地都喷洒了一次 黄飞花了一小时 才把院子里的菜地都均匀喷了一次灵水 他重新观察院子里的植物 那铁皮石壶已经长大了很多 还开始长出嫩芽了 其他的药材也开始好转不再为民 菜地里的蔬菜也变得绿油油 让人的感觉感受生机勃勃 黄飞看着自己的杰作 心中的激动难以言喻 一块奇遇得到的灵欲 真的会改变自己的人生吗 他走出院子直接来到寒潭 因为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向空间里搬水 有一种直觉告诉他 空间里有了水 就能发生一定的变化 我要尽快在用完灵泉一号之前 找到空间产生灵液的奥秘 自己能不能改变命运 就要靠他了 黄飞谨慎地向四周观察 虽然村里人来这里的几率很少 但小心点总是没错的 坐在寒潭边上的石头 他把手伸到水里 一时开始指挥潭水 进入空间里的土坑 他的手心很快就出现了犀利 而且比上次搬水时的犀利增大了 黄飞把视觉进入空间里 果然看到出水量大了很多 搬水量已经有上次的三倍 这变化让他很开心 是什么原因让搬水量变大了呢 这两天自己身体有变化的是 第一是体质变强壮了 力气增加了 第二是吸收了很多灵气 第三是大脑变聪明了 记忆力增强了 第四是容易饿 饭量增加了 第五 好像想不出第五了 这时 如果有人看向寒潭这里 就会看到黄飞正坐在寒潭边 一只手放在水里 闭着眼睛在发呆 不知道在干什么 其实他一直在用意念 维持着空间和潭水之间的沟通联系 已经做不了其他事情 只能一动不动像是在发呆 当感觉到大脑开始疲惫时 黄飞看了看土坑 坑底部才出现了水的痕迹 还没有一滴水 唉 这真是一件苦茶事 黄飞收回了意识 看了看时间 刚才自己居然坚持了三十分钟 比上一次增加了一倍时间 有进步就好 有进步就是有希望 感受到大脑的疲惫 所以黄飞尝试喝下了一瓶 一滴浓度的灵水 立即感受到一股清爽气息 涌上大脑 头脑瞬间得到能量补充 他刚才的疲惫感消失 精神慢慢恢复正常 而且思维变得更清晰了 这又是一个新发现 在大脑疲惫的时候 喝灵水可以恢复 并能提升意识 黄飞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 该回家了 他站起身刚想离开 转身时看到了旁边的老桃树 还有桃树旁边的风化石 想到老桃树和灵狱 相依相伴了几百年 自己也是因为他才得到了 先天混沌灵狱 也算是缘分 黄飞想到这些 就掉了一瓶五滴的灵水 浇在老桃树的根部 然后才走回家里 回到家时 看到母亲刚好要开饭了 就对他说 妈 我刚才已经帮院子里的蔬菜 都喷水了 你今天不用去浇水 另外 我在你昨天种的那块油菜苗地 做了实验 我下午还要去喷一次水 好的 知道了 快去洗手吃饭吧 母亲一边忙着手上的活 一边让黄飞离开 黄飞刚坐下 就看到父亲也从外面回来 他就随意问了一句 爸 从哪回来 在村里能去呢 刚从村口 龙眼树乘梁回来 父亲回了一句 爸 最近有人来村里收山货吗 黄飞问 偶尔是会有人进村收山货 不过现在村里人也没什么山货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年长的进山采摘又不方便 现在山里净猎 连野鸡 野猪都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就更没人进山了 父亲详细解释了一下 也是 其实 我们凤梨村在周边 也算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可惜山路不好走 村里的环境也没人投资 也没有家传手工艺 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发展起来 确实有点难 黄飞想了想说 我们村有老人是捕猎能手 可惜现在没有了用武之地 还有村里黄春山家的 酿酒工艺是祖传的 他家酿出来的粮食酒很好喝 现在还保留着酿酒作坊 那春山叔家 还在酿酒吗 没有了 已经很久没喝过他家的酒了 好像是因为 手工酿酒成本高 赚不了钱就停了 纯手工酿造粮食酒 不是不赚钱 只是春山叔没名气 又没遇到会品酒的人 所以被埋态了 黄飞也为春山叔感到惋惜 爸 妈 如果以后 我有能力带动村里人富裕起来 你们支持我吗 黄飞忽然问父母 当然支持了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能力 我们做父母的 在村里也有面子 我们黄家也能光宗药祖了 母亲开心地说 好 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的 只要我的科研项目完成 我就能赚大钱 然后带着大家赚钱 黄飞现在信心满满 好 我们就等着你 光宗药祖了 父亲听到黄飞这样说 也很开心 中午饭在开心的气氛中开吃了 母亲知道 黄飞这两天吃得多 所以 饭才多加了分量 吃完饭 黄飞回到房间 就进了空间里 看着只是湿润了底部的土坑 只能苦笑 哎 革命还没成功 黄飞同志 你还需要多加努力 他又走到林夜小坑看了看 什么也没有 苦闷的他 好想躺下好好睡一觉 可惜这里又没有床 只有泥土 我以后一定要在这里建一个房子 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黄飞只好回到房间 打坐修炼了一小时 然后准备继续去搬水 为了以防万一 他拿了一根以前用过的鱼杆 又到老宅拿了一个胶筒 然后坐在寒潭边 假装在寒潭钓鱼的样子 以后就这么办 假装在寒潭里钓鱼 我还是很聪明啊 接下来就是重复着搬水 喝领水恢复 在搬水的工作 直到下午四点多钟 空间里的土坑 终于有了二十厘米深的水 这时的黄飞 想继续都不可以了 因为虽然有灵水恢复 但时间长了 大脑还是感觉昏沉沉的不好受 不能搬水 他就回到了老宅院子 调配灵水 喷洒院子里的植物 他发现 那些油菜苗 隐约可以看出高低分层了 其他的蔬菜也有了变化 蔬菜的生长 还是需要控制在一定的时间过程 如果一天就成熟 还不吓死人吗 传出去 可能直接就被请去特殊部门喝茶 甚至被切片研究 而且 自己用灵水喷洒蔬菜 并不是为了生长快 而是为了质量 为了特色种植 还有食用后的效果 如果自己真的能种出特色蔬菜 美味的蔬菜 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食材 还担心赚不了钱吗 白单是没有销路吗 想到这些 黄飞激动地哼着小曲往家里走 看你这样子 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吗 母亲看到 黄飞哼着小曲进门 就好奇地问 确实是有值得开心的事情 我做的科研实验有效果了 今天用院子里的蔬菜做试验 蔬菜生长情况很好 过两天就可以采摘试吃了 黄飞解释 你用院子里的蔬菜做试验 吃了不会出事吧 锦号三四 母亲有点担心地问 不会 你想什么呢 不能吃的东西 我会用自己的蔬菜来试验吗 我喷洒的又不是农药 只是纯天然的植物生长精华 连激素都不是 对身体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你们就放心吧 黄飞连忙解释 我去拿样品让你们试试 为了减少父母的疑虑 黄飞决定 让他们感受一下灵水的功效 这样 他们以后才不会担惊受怕 疑神疑鬼的 他上楼调配了三瓶一滴浓度的灵水 然后走下来 把水放在饭桌上 这就是加了精华素的矿泉水 你们尝试一下 黄飞说完 自己也拿起一瓶 我先喝给你们看 他说完就慢慢地喝起来 其实真的很好喝 全身轻松 刚才头部的不舒服 又消除了很多 看着黄飞喝得一脸享受的样子 父亲黄红根也拿起一瓶喝了几口 忽然就闭上眼睛 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 红根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母亲张翠莲看到自己老公这个样子 有点焦急起来 黄飞看到父亲这个表情 知道用一滴母液调配的灵水浓度还是高了 父亲被灵气上头了 给他们喝的灵水要调低浓度 否则普通人喝了适应不了 他看到母亲的焦急神情 用手拉了拉他 对他摇了摇头 妈 没事的 可能是我调的比例多了点 爸这是 被呛了一下 一会就没事了 我帮你换一瓶 回到楼上 黄飞先调配了一瓶十滴母液的灵水 然后再从这瓶灵水中取了二滴 调配了二瓶 回到楼下 看到自己的父亲已经在和母亲说话 就走了过去问 爸 现在有什么感觉 好 很好 从未感觉过得好 刚开始没注意 被一股气呛上头了 就好像喝冰镇啤酒枪头的感觉 缓解过后就感觉全身舒服了 父亲兴奋地说着 黄飞看向母亲 把手中的水递了过去 同时 自己也喝了一口新配的灵水 清爽 甘甜 一瓶灵水喝完 从胃里 就会慢慢地散发出一种暖暖的感觉 滋养身体 这种浓度的灵水 普通人喝刚刚好 只会感觉好喝 舒服 但不会怀疑水的异常 母亲在父亲的注视下 也把手里灵水喝了 喝完笑了笑 表示自己没事 妈 有什么感觉 黄飞问 非常好喝 比家里的水好喝多了 而且喝完胃里 感到很舒服 母亲回答 当然 比家里的水好喝 这是添加了精华素的水 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如果说明白点 就是 有点像吃人参的好处 延年益寿 黄飞解释灵水的好处 母亲惊讶地说 不会吧 能和人参相比 那这水不是要很贵 如果按功效 刚才爸喝的水 就比一般人参贵重 妈你喝的就普通很多了 但长期饮用 对身体的好处也很大 黄飞接着又说 前两天 你们不是对我洗澡很疑惑吗 我就是在尝试 调配这些精华素浓度 喝多了 全身油腻腻的 全是排出的杂质 要用三次沐浴露 才清洗干净 听到黄飞的解释 他父母都笑了起来 真相大白 心里就完全放心了 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儿子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隐瞒了 看到父母 已经完全放心的神情 黄飞表情又严肃了起来 加重了语气说 爸 妈 本来我是 不想让你们知道真相的 但看到你们经常欲言又止 以为我有什么事情 在隐瞒 我才和你们解释清楚 但是你们要清楚 这个科研成果的重要性 这科研成果 可以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 如果万一 被一些利益集团 知道我手里有这科研成果 可能就会想各种办法来摘果子 所以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够 让我们三个人之外的 第四个人知道 或从口出 你们明白了吗 那我们该怎么办 听你这一说 我都不敢出门了 怕说错话了 警号三四 母亲急了 妈 你先别紧张 我说出来是怕你们担心 只要你们不到处炫耀 我的研究成果 不到处说 我有植物生长素 我就有想办法处理好 小飞放心 我们什么人都不会说的 没有人传出去 我也会低调做事 不会弄出让人怀疑的事件 引起人关注到我 所以你们就放心吧 我做什么事情 都会提前计划好 好了 吃饭吧 我都饿了 黄飞假装出很饿的样子 母亲也想起 还没有开饭 赶紧去厨房拿餐具 吃饭的时候 黄飞又叮嘱了父母 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比如 不能随便 让人进她的房间 以后有钱了 也要低调一点 不要在村里人面前炫耀 晚饭后 黄飞也没什么事情做 就到村里到处逛逛 到村口龙眼树乘凉地方 和村里人聊聊天 说说外面的见闻 又到大伟家做了做 反正就是让自己 在人前正常一点 不能老躲在家里 让人感觉到神神秘秘的 接下来的两天 黄飞白天就到老宅 帮蔬菜喷洒灵水 然后到寒潭 假装钓鱼搬水 晚上就进空间修炼 修炼完就在空间里翻土 为以后的种植药材做准备 黄飞决定 在空间里主要种植药材 因为空间里有十倍时间加速 而药材需要的就是时间 特别是各种生类 荷首屋 灵芝 天麻 石壶 黄金等名贵药材 都是年份月高月之前 自己的空间 是动植物家园生命星球的星河 这里有浓郁的灵气 有十倍的时间加速 这里简直就是 种植名贵药材的灵药源 经过这两天的辛苦 土坑已经变成了小水潭 这一池清澈的潭水 给小空间带来了灵动 整个空间开始多了一份生机 因为那从石缝伸出来的树根 终于滴下了一滴灵液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看到周围还是干燥的泥土 估计这搬水工作 还需要辛苦几天 水是生命之源 希望空间里吸收够了水分 能够衍生出生命 院子里的蔬菜 喷洒三号灵水 已经三天了 现在黄飞把灵液浓度分为四种 灵泉一号是母叶 灵泉二号是滴了十滴一号的灵水 灵泉三号是滴了一滴一号的灵水 灵泉四号是滴了二滴二号的灵水 灵泉四号是专门配给自己父母喝的灵水 父母喝了三天四号灵水 现在脸色变得红润 精神饱满 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就是 好像年轻了几岁 黄飞自己修炼是喝二号灵水 恢复体力和喷洒蔬菜 用三号灵水 灵泉一号母叶经过几天一滴一滴消耗 也没用去多少 应该可以支撑一段很长时间 今天是灵水种植蔬菜黄飞 站在那块油菜地前 看着四天前还是菜苗的油菜 喷洒过一次十滴浓度灵水的三分之一的油菜 已经长成熟了 喷洒过五滴浓度灵水的三分之一的油菜 可能要再过三天才能长成熟 一直喷一滴浓度灵水的三分之一的油菜 可能要再过一星期才能成熟 从这些油菜生长情况来推算 最为合适的是用一滴浓度来种植蔬菜 因为油菜正常生长到收获 大概需要45天左右 而现在用一滴浓度的灵水种植 可能只需要十天 已经快了四倍时间 如果再加快就会吓到人了 现在就不知 这三种不同生长速度的油菜 在食用口感上有什么不同 想到这里 黄飞摘了一个早已成熟的西红柿 习惯性地擦了擦 其实红红彤彤的西红柿果皮透着光洁 就像上了油一样干净 根本不需要擦 她在西红柿上咬了一口 马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这还是平时那种酸酸的西红柿吗 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微酸 但就这种微酸 却正好引诱出了人的食欲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好吃 想吃 唾液分泌加快 想想这是什么感觉 这不就是饿了几天 忽然看到山珍海味的感觉吗 黄飞大脑在想着这些感觉 嘴已经在狂吃 吃完了再摘了一个 直到第三个才慢慢吃着 因为已经吃饱了 这时她才开始回味着西红柿的口感 入口微酸 肉质清爽 让人食欲大增 回味无穷 而且果肉饱满 果香浓郁 这种用灵水种出来的西红柿 更像一种美味的水果 但又保持了西红柿的特征 黄飞又摘了一根黄瓜吃了一口 第一感觉也是清爽 然后就是产生食欲 用这种瓜做出一份 加上配料后的拍黄瓜 黄飞都难以想象 食客是什么吃相 而且 这还只是用灵水改造了几天的效果 如果从种子开始用灵水培育 那又是怎么样的效果 绝对会比先更好吃 黄飞现在绝对相信 就拿出这样一份糖瓣西红柿 一份拍黄瓜 就可以引起美食界的疯狂 她拿出贝勒 各种蔬菜瓜果都采摘了一些 特别是那喷洒过一次 实地浓度灵水的成熟油菜 回到家里 刚好看到母亲准备做晚饭 就把贝勒拿进厨房 妈 这些菜都是院子里的 你今晚就用这些菜多做几样 油菜就做上汤油菜吧 黄飞交代了一下 这些都是院子里的蔬菜 怎么变成了这样 这油菜怎么长这么大了 这西红柿真漂亮 这些真的是院子里我原来种的 怎么我几天没过去 就长成这样子了 黄飞母亲一脸惊讶表情 呵呵 我厉害吧 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密哦 不要传出去 警号三四 嗯 我儿子很厉害 你以后就安心做科研 我和你爸都支持你 我们也不会对外多说 一切生活如常 你能成功 我们就开心 张翠莲也想通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儿子又不是做坏事 黄飞陪母亲聊了几句后 就回客厅玩手机 她父亲还没回来 看了看朋友圈 帮熟悉的朋友点了赞 回来几天了 黄飞也没有发朋友圈 因为自己的事情 还没有明确下来怎么做 怎么创业 所以还是再等等吧 等自己创业成功了 再和朋友们分享快乐 当父亲黄红羹回来的时候 厨房也飘出了诱人的菜箱 今晚做什么菜 怎么这样想 黄飞父亲刚踏进家门 就向着厨房问 就知道吃 一会吃饭就知道了 很快就好了 厨房传来 母亲好像一边吞口水 一边说话的声音 黄飞看到这情景 忍不住想笑 其实她自己 也在期待一会的结果 这结果会决定 自己以后的希望和人生 真的是很期待 终于等到饭菜端上了饭桌 西红柿炒鸡蛋 拍黄瓜 腊肉炒青椒 上汤油菜 红烧茄子 辅制通心菜 算是全菜宴了 黄飞没有冻筷子 她要观察一下 父母吃第一口菜的神情和反应 可惜让她失望了 因为她父母吃了第一口菜后 就没停下来了 就是一直吃菜 两人都不说话 黄飞看到这场景 也不好出言提醒 他们吃相失态就失态吧 反正又没有外人在 她自己也夹起红烧茄子 放到嘴里 嗯 美味 茄子很香 很滑 很嫩 可以说是入口即化 再尝试了青椒 微辣 脆口 青椒的香味 伴随着腊肉的肉香 一个字 非常好吃 其他西红柿炒鸡蛋 拍黄瓜 童心菜都毫无疑问地好吃 百吃不厌 回味无穷 她看向最后压轴的上汤油菜 喝了一口菜汤 汤带着一种独特菜香 然后有一种喝灵水的清爽感觉 接着尝试了油菜 菜很嫩 而且很爽口 让人不忍心吞下去 好想让菜多停留在嘴里一会儿 黄飞正在慢慢地品尝中 还没有吃几口菜 忽然发现菜没了 饭桌上的菜盘 已经完全空了 没有菜了 被吃光了 她愕然地看向父母 只见自己的父母 正靠在一背摸肚子 不会吧 吃撑了 她母亲这时也看到了 黄飞拿着筷子 想加菜的动作看向他们 自己 居然把儿子那一份也吃了 吃撑了 儿子 不好意思 一不小心多吃了点 母亲尴尬地笑了笑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太好吃了 吃了第一口就停不下来了 这是我这辈子 吃到最好吃的蔬菜 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不会吃坏身体吧 父亲黄红根 还在回味着 刚才的美味蔬菜 当然不会 这就是用 你们每天喝的水种植的 只会越吃身体越好 绝对是无公害蔬菜 黄飞很肯定地说 这样好吃的蔬菜 一定会很好卖 父亲肯定地说 这是当然了 所以我要开始扩大种植 不过现在手上的精华液 不是很多 需要时间提取 我们家也不富裕 所以这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积累资金的过程 我想先把老宅 附近自己家的地 都种植上蔬菜 等有了钱 在承包村里的土地 扩大种植 黄飞看向父母商量 这想法好 我们就慢慢来 稳打稳扎地发展 我支持你的做法 父亲举手赞同 既然你们都同意 我初步的发展计划 那扩大种植 从明天开始行动 先把老宅周围 自己家的荒地种上蔬菜 明天你们去整理土地 我就到后山 砍一些竹子做篱笆 把我们家的荒地围起来 黄飞说出了 明天分头行动的计划 晚上 黄飞进到空间里逛了逛 好像空间里的灵气 浓郁了一点 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喝了瓶瓶水修炼完 就回房间睡觉了 早上起床后 一家人吃完早餐 就拿上工具来到老宅 母亲张翠莲清理杂草 父亲黄红根 力气大就翻土 她的父母 经过这几天饮用瓶水 体质增强了不少 要开荒的面积也不大 就没请人干活了 黄飞就拿着砍刀 来到后山 后山有一大片篱笆小竹 都是野生的 村里人也是到这里砍竹子 没有人理会有意见 她现在的力气很大 砍小竹子跟完似的 轻松就一刀一根 又把竹子修成2.5米左右长一条 用了不到半小时 就砍了一大片 黄飞估计差不多够了 就用绳子绑成一大捆 一只手提一捆带回了老宅 来来回回 一共搬了20捆 她父母看到黄飞气力这么大 也感到很意外 儿子什么时候 有这么大力气了 黄飞没有理会父母 那怪异的眼神 继续用手把小竹子 按照母亲画好的边界 做成篱笆 力气大干活就容易 竹子用力一插 就差不多近了半米 刚开始 自己都被自己的力气吓了一跳 还没到中午 黄飞就把篱笆围好了 围起来的面积 应该有一千平方 妈 我们上午应该干不完了 下午再继续吧 她说着 就递给了父母 一人一瓶灵水 恢复体力 中午吃完饭休息的时候 黄飞又上网买了30株 各种颜色藤本月季 准备先培育分猪后 再种到篱笆下 藤本月季花既好看又防盗 一举两得 想了想 黄飞又顺便找了找野生餐种子 价格并不贵 在一家信誉好的官方旗舰店里 买了半斤野生餐种子 半斤长白山人参种子 一共花了差不多800元 因为空间里的土地 在灌溉几天 就应该可以尝试种植药材了 要种药材 当然首选是人参啊 黄飞有信心 能在空间里种好药材 空间的灵气那么充足 又有十倍时间加速 种出来的人参一定是极品 当黄飞修处理好网上的事情 来到老宅的时候 看到父母已经在干活了 看到这一情景 心里暖暖的 自己要做的事情 父母好像比他还紧张 现在是创业阶段 还没有多余的资金来请人干活 赚了钱 就不用父母那么辛苦了 应该很快了 黄飞连忙也加入了番地的行动 他的力气大 番地很快 可以说 他一个人等于父母两个人干活的速度 不过他经验不足 只能干番地的粗活 他父母就做修梗 修地的细活 在三个人的配合下 终于在傍晚就把地全部修整好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播种了 黄飞已经想好了 只种西红柿 黄瓜 青椒 油菜 茄子五种常用蔬菜 他问母亲 妈 你看看这几种蔬菜种子 各需要多少 你这个有经验 不过 你要把准备好的种子 先让我进行浸泡处理 我有办法优化种子发芽率 警号三四 好的 知道了 晚上我才能把种子给你 因为现在家里不够 看来明天可能赶不上播种了 至少要浸泡一天 警号三四 母亲想了想说 晚上有种子 明天早上就可以播种了 我的方法泡几小时就可以了 你们先回家休息 顺便到院子便摘一些菜回去 全部都能吃了 我还要把地浇一次水 有利于明天播种 黄飞一边去拉水管 一边对母亲说 现在林业太少只能够喷洒 还不能用来浇地 所以现在要先用水 把新翻出来的菜地浇透水 原来的水管只够拉到院子 院子和新菜地之间有一个侧门 刚好走出侧门 只能向天喷零了 喷不到的地方就提水过去 把菜地浇透水 他又去寒潭搬了半小时 潭水灌溉空间里的土地 经过这段时间的搬水锻炼 黄飞的搬水速度提升了很多 搬水的时间能坚持一个时辰了 这证明搬水也是一种修炼 可以修炼自己的意识 让意识成长壮大 至于像《玄幻小说》中的修炼进阶 黄飞就不清楚了 自己现在就是空间小白 对自己的修炼等级一无所知 只能在以后的时间慢慢摸索 只要空间在 自己有的是时间 回到家里 母亲已经等着她回来开饭了 现在每餐都是吃几品蔬菜 她的父母已经习以为常 不会再吃撑了 虽然还是比以前多吃了点 这也是正常 晚饭后 母亲张翠莲就出去找人筹备种子 回来后就把种子交给了黄飞 这就是你要的五样种子 按往常种植经验 应该是足够新菜地使用了 这都是我向两个婶子家里借的 你到镇上时买一些回来 知道了 我明天或者后天要去镇上 我现在回房浸泡种子了 黄飞说着 就去厨房拿了五个汤碗 带着种子回楼上房间了 黄飞所谓的科学优化种子 就是用一滴浓度的 三号灵水浸泡种子 按照三号灵水的四倍生长速度 那种子浸泡四到五小时就可以了 但到底浸泡种子多久才合适 还是需要测试 这个很容易 她各样种子带了实力 直接进了空间里 有空间时 被时间加速测试起来就是容易 浸泡好种子 黄飞就继续她的空间翻地劳动 有了今天新菜地的劳动经验 也把两块准备种人生的地 修得有模有样 空间里的黑土地 经过潭水浇灌变得松散 没有了硬块 这泥土真的好 时间很快过去了六小时 浸泡的种子都开始冒芽了 六小时冒芽 那一地浓度灵水 应该浸泡种子四到五个小时就可以了 既然都冒芽了 就种在空间里吧 这可以算是空间第一批生命植物 回到房间 黄飞计算了一下时间 闹钟调到明早四点起床浸泡种子 估计早上八点就可以播种了 有可能他母亲播种到最后 种子会在手上发芽了 不知道自己母亲会怎么想 早上八点 黄飞把种子交到了母亲手里后 就开车到镇上 因为昨晚收到短信 网上购买的剂量实验器皿 和饮料瓶都到货了 妈 早上我就不去地理了 你和爸去播种吧 我要到镇上取快递 顺便买些种子回来 你去吧 昨晚我到你二婶和三婶家拿种子 你两个婶子知道 你要种蔬菜 今天也会来帮忙 应该很快就能干完活 哦 那就好 帮我谢谢婶子他们 忙完帮他们摘点院子里的蔬菜 让二叔和三叔 也尝尝我们家的鸡品蔬菜 黄飞父亲黄红根最大 是大哥 二叔黄红树 二婶和翠花 三叔黄红山 三婶吴小丽 黄飞听爸说 爷爷帮他们起名 根 树 山 就是希望一带比一带好 家族越来越兴旺 他向母亲交代清楚后 就到村里的停车棚 开着父亲的摩托车 到凤凰镇 要自己到凤凰镇去取 黄飞颠簸了半小时 才到了凤凰镇 他没有急着去取快递 而是开着摩托车 沿着凤凰镇的街道慢慢绕圈 他想观察了解一下 凤凰镇街道的商铺 酒楼和饭馆 凤凰镇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虚镇范围内应该有几千人 镇上最大的酒楼叫凤凰酒楼 有二层 从外面看不出有多大面积 其他几间都是小饭馆 小农庄 黄飞开着摩托车 黄镇的消费水平 他沿着市场旁边的街道行走 看到的都是一些小五金 和日常用品的摊位 黄飞走到卖蔬菜和水果的摊位区 蔬菜都是一些实际蔬菜 一元到三元的价格 水果从几块钱到二十多块钱的都有 了解到这些农产品的价钱后 黄飞心里就清楚了 自己蔬菜的价格定位 可能在普通人群销量不多 消费对象只能定位在大酒楼 或者高收入的群体 现在自己蔬菜产量 还不足以去县城以上的地区推销 那就先用小范围销售渠道 来引出高端消费人群的注意力 从而渐渐地铺开自己的销售范围 和增加销售量 黄飞绝对相信自己的蔬菜 在市面上是独一无二的 只要是吃上一次的人 都会为之难忘 回味无穷 现在自己需要的是一个资金积累的过程 只要资金足够了 就可以爆发式扩大种植 当然前提也要零水能跟上发展需求 当路过家禽摊位区时 忽然被一龙黑色的小鸡吸引住了 走了过去询问摊主 你好 请问这种小鸡是什么品种 这是黑凤鸡的鸡苗 这种黑凤鸡肉质鲜美 鸡皮爽脆 比一般的土鸡都好吃 摊主向黄飞介绍 黑凤鸡 名字好听 多少钱一只 锦号三四 五块钱一只 这里有五十只 如果全要收你四点五元一只 小哥 全要吗 摊主问 有点贵了 四元我全要了 以后想买鸡苗 你家还有吗 当然有 不过数量多就要预定了 小哥 你是养鸡货 现在不是 或者以后会养 可以留个电话吗 黄飞老实回答 可以 当然可以 小哥以后想养黑凤鸡 一定要联系我 我姓李 电话是139 记下了吗 摊主爽快爆出电话 记下了 李老板 我姓黄 以后有需要 一定会联系你 黄飞付了钱 李老板很高兴 看到黄飞两手空空 把笼子也送给了黄飞 谢谢李老板 生意兴隆 黄飞到了生谢 就提着笼子离开了 他看了看手中的笼子 又看了看四周 就像一条比较偏僻的小巷走了进去 走到全是杂物的航道尽头 看了看四周真的没人 就把笼子和鸡 一起放进了空间里 黄飞放着好鸡笼 然从另一边的航道 走到快递站 二百个瓶子 分了两大袋装 一手提了两袋瓶子 一手抱着装 十焰器皿的箱子 同样小心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放进了空间里 嘻嘻 有空间的人生就是爽啊 他接下来就去了种子公司买种子 又去农机公司 买了两个二十五升的被试喷筒 同样是走到没人的地方 就放进了空间里 今天到镇上的任务 就全部完成了 他本来还想买两套充电喷水枪 在空间喷零用 可惜钱包空了 几个月的十系工资 这几天全花完 成了穷光蛋了 把钱花完了 只好回家 黄飞回到家里 看到父母都不在 可能还在新菜地里干活 他赶紧把镇上 买的东西全带了出来 只留下一个喷筒 在空间里使用 他接着用刚拿回来的瓶子 调配好一些三号和四号灵水 放进背包 然后提着小鸡和喷筒 走去老宅 黄飞走进老宅院子时 刚好看到自己母亲 和二婶三在采摘蔬菜 准备回家 母亲张翠莲 看到她提着一笼小黑鸡 就奇怪地问 小飞 这是哪来的小黑鸡 妈 二婶 三婶好 这是黑凤鸡 我在镇上 遇见就买了 准备养在后院 原来的土鸡 已经没几只了 我听老板说 这黑凤鸡比土鸡好吃 以后不要的菜叶 和地里的杂草 都可以用来喂鸡 不要浪费了 小鸡都爱吃 黄飞一边走向后院 一边交代母亲 鸡吃菜叶我知道 鸡怎么爱吃杂草了 这是羊鸡吗 二婶觉得 黄飞这是在说笑话 二婶 你想知道鸡吃不吃草 你在院子的蔬菜地里 拔一些杂草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警号三四 黄飞回了一句 是就是 反正现在刚好有时间 二婶立即去地里找杂草了 黄飞母亲和三婶 也拔了一些杂草 走到老宅后院 这后院平常都是 他用来养鸡的 现在只剩下了几只母鸡在生蛋 三人把杂草 掉到那几只母鸡前面 这举动 把母鸡全吓跑了 三人刚想取笑黄飞 就看到有一只母鸡走了回来 用嘴啄了一下地上的杂草 跟着又啄了几下 然后就快速地吃起了杂草 其他母鸡也被吸引了过去 一会儿几只母鸡 就把掉在地上的杂草抢吃完了 这就怪事了 鸡真的抢吃杂草 二婶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二婶 你还没吃过院子里的西红柿吧 要不你吃一个尝尝 黄飞有点坏笑地说 小飞 你这笑容什么意思 刚才大嫂叫我们采摘点蔬菜回家吃 刚好你就回来了 那西红柿我看到了 红彤彤真漂亮 比我们家的又大又红 我这就摘一个尝尝 二婶才不会跟黄飞客气 二婶来到西红柿地 伸手就摘了一个大的 擦了擦 想也没想 就一口咬上去 汁水从他嘴角流了下来 然后就愣住了 他惊讶地看着自己手中的西红柿 然后就没什么然后了 把西红柿一口一口塞进嘴里 完了还用舌尖舔了舔嘴唇 意犹未尽 唉 又一个吃相难看的村妇 不对 是两个 因为很快 三婶也加进了狼吞虎咽队伍 二婶 要不你也试试西红柿地的杂草 可能也很好吃哦 黄飞看着二婶 眼缠着西红柿的样子 开玩笑说 臭小子 你说什么呢 信不信我打死你 怎么开这样的玩笑呢 黄飞母亲在旁边看不下去了 嘿嘿 不好意思 我只是说笑 二婶 现在有什么感觉 锦号三四 黄飞笑眯眯地看着二婶 小飞 我可以再吃一个吗 真的很好吃 我想再吃一个 二婶脸都有点红了 西红柿太好吃了 你们想吃就吃吧 自己种的东西 想什么时候吃就来摘 自家人别客气 不过你们吃就可以了 暂时不要在村里传出去 我还想卖钱的 如果传出去 大家都来尝尝 我都不用卖了 全被村里人吃完了 黄飞郑重地交代了一下 这个我们记住了 谢谢小飞 这些蔬菜 一定很值钱吧 我还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西红柿 我会叮嘱你 二叔别乱说的 二婶也郑重地答应黄飞 我也会叮嘱你 三叔不要外传的 三婶也回应说 好了 不用那么紧张 不外传只是暂时的 村里人迟早会知道的 不过那时候 已经开始售卖了 我心里的出定价格 是25元一斤 那时村里人知道了 也不好意思白尝试我的蔬菜 25元一斤 那么贵 能卖出去吗 几个人都吓一跳 菜比肉贵 谁信 谁买 二婶 三婶 这西红柿好不好吃 好吃 当然好吃 我还想吃一个 二婶性格开朗 马上抢着回答 那如果你有钱 25元一斤 你会不会买 假如摆着肉 和这西红柿 都是25元一斤 那你买肉 还是西红柿 黄飞微笑地问 我有钱 假如我有钱肉 和西红柿一起买了 五花肉煮西红柿 我最喜欢吃 二婶开心地回答 黄飞都无语了 这是什么回答 我的是选择题 单选题 我让你选择 你怎么全要 那你不心痛 25元一斤西红柿了 二婶都觉得 自己回答有问题了 但还是说 你不是说我有钱吗 有钱应该不觉得贵 城里人吃顿饭 就几百一千块了 我没钱就有点心痛了 但这西红柿好吃呀 我想 即使没什么钱 缠不住的时候 也会买一次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消费低群体 可能看到这价钱 就跑开了不会买 消费高群体 即使价格高 也会买来尝尝 看看会不会好吃点 比较一下 和普通的西红柿 有什么不同 这就是消费水平 不同的人 不同的心理 但是 只要这两种人 吃过一次我的蔬菜 就会出现 你刚才的心理想法 有钱的会经常吃 没钱的会偶尔吃 这我蔬菜的销量 就出来了 黄飞好像是在向 二婶他们几个人解释 其实也是在推测 自己以后 销售策略的可行性 而且 我的蔬菜不只是好吃 这种蔬菜 还有另一个主要特色 就是经常吃我的蔬菜 对身体有很大好处 有助身体健康 而且对厌食症 也会有很大的治疗效果 所以 好吃 健康 独一无二 这就是我蔬菜的优势 黄飞越说自己越自信 对 听你这样 分析我就明白了 你为什么能卖这个价钱了 不过这么贵的蔬菜 我都不好意思采摘了 二婶不好意思地说 二婶你怎么客气起来了 这不像你啊 自己家的菜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们想吃就过来采摘 反正我的菜长得快 随便吃 这院子里的蔬菜 就够我们三家人吃了 不过这门我会锁上 下次帮你们配两条钥匙 黄飞赶忙销出了 二婶他们的剑外 自家蔬婶之间 不能产生间隔 一个家族才能和睦 好了 你们就摘菜吧 想吃什么就自己摘 我还要喂小鸡 黄飞说着 就去喂养自己的小黑鸡了 先用竹尾把小鸡尾在屋檐下 用喂水的小盆 装了一些平时父母 喝的四号灵水 然后又摘了一些蔬菜叶子切碎 放到石草里 小鸡在空间里待了差不多十个小时 里面灵气浓郁 所以 小鸡出来后 精神都很好 饿了那么长时间 现在看到食物就抢吃起来 精神状态这么好 健康成长不成问题了 处理好小黑鸡 黄飞就到新菜地里查看了一圈 母亲他们都把种子分区种好了 也浇好了水 在菜苗没长出来时 不需要喷洒灵水 喷了也浪费了 只会助长杂草生长 自找麻烦 他观察了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就走去寒潭继续搬水 空间里的土坑 再搬一两次潭水 就可以装满了 以后只需要偶尔补充潭水 黄飞也不知道 空间里那些石缝 什么时候才会冒水出来 可喜的是 放在那树根下的小碗 已经装了几滴绿色的液体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 一切也在期盼中等待 加油 要有耐心 现在 黄飞对自己的信心更大了 他搬完潭水 就走到了桃树下 抬头看了看老桃树 咦 黄飞发现 老桃树的枝头上 居然长出了嫩芽 老桃树心生了 看到这情况 他赶紧在桃树根部 倒了一瓶自己修炼喝的二号灵水 夏季猛药 他又观察了一会 果然老桃树枝头上的嫩芽 开始肉眼可见地生长了 活了 当黄飞在搬完一次潭水离开的时候 桃树上的嫩芽 已经长成小叶子了 我们也算是缘分 过几天再来帮你浇水 黄飞心里默默地说 黄飞接下来的生活恢复了规律 白天在老宅 背着喷桶帮蔬菜喷洒灵水 清理杂草 喂喂小黑鸡 晚上就到空间里打坐修炼 饿了就吃空间里 种出来的西红柿和黄瓜 他在空间里 只种了一些西红柿和黄瓜 其他的都没种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 黄飞正在修炼中 忽然感觉丹田汽海中的气团 暴动了起来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赶紧习惯性 又喝了一瓶灵水运功 想压下气团的暴动 可是灵气团的暴动 根本压不下来 黄飞小腹 开始隐隐出现了胀痛感 但是他没有急躁 这可能是好事 可能自己要进阶了 因为《玄幻小说》里 都是这样写的 黄飞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不急不躁 静心地加快 先天混沌灵觉的运行 随着功法的加速远行 从丹田汽海灵气团中 运行到身体经脉的灵气 越来越多 把经脉也撑得开始胀痛 眼看就要 压制不住气团暴动 灵气团好像就要爆炸的时候 忽然 眼前一恍惚 黄飞被赶出了空间 回到了床上 紧跟着小腹感到一阵疼痛 突然一胀在一收缩 这丹田一膨胀一收缩 差点把黄飞痛昏了过去 幸好他早有心理准备 咬紧牙关没叫出声来 否则这一叫 绝对会把他父母惊吓醒了 过了一会 身体的疼痛才慢慢退去 黄飞这时 才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 随着汗液又排出了很多杂志 变得黏乎乎的 他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深夜三点多了 不敢下楼洗澡 怕吵醒父母 那就进空间里冲洗一下吧 黄飞立即进了空间 刚进到空间就愣住了 接着就是狂洗 因为空间变了 变大了很多 原来空间里只有五六百平方 现在应该有差不多两千平方了 不是地面变大了 而是四周的迷雾 向后退了几十米 所以 整个空间里的面积就变大了 他看向那十臂 十臂也增高了几十米 不对 不是十臂增高了 而是天空升高了几十米 黄飞又看向那小水潭 好像小水潭也有变化 好像也变大了一点 原来是十米左右 现在好像大了一点 因为水位变低了 他打了一桶水 走到远处 把身体清洗干净 然后才开始感受一下 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 他这一感受 又发现了重大惊喜 因为自己一时感受身体哪里 哪里就清楚地显示在自己的脑海中 好像能看到一样 难道这就是那诗 赶紧用一时查看小福丹田气海 真的能查看到 他看到丹田气海就像一个空间 气海中有一团迷雾 这团迷雾 可能就是平时修炼汇聚起来的灵气 在迷雾的中间 是先天混沌灵域 原来以前的混沌灵域 跑到了这里 黄飞看着这块 给自己人生带来奇遇的灵域 百感交集 用一时想把灵域拿出来看看 但毫无反应 算了 你不理 我就不理我吧 只要你乖乖地留在我身体里 让我自由进出就可以了 他不再理会灵域 思维又跳到了自己的意识 能查看身体内部的问题 能够内识在玄幻小说中叫内识 那我能够内识 是不是也能够外识 也就是玄幻小说中的灵识 黄飞心里再不断推测 他闭上了眼睛 意识想着 放在旁边洗澡用的木桶位置 成功了 黄飞心中狂喜 他果然可以灵识外放 木桶的位置 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还是3D影像 无比清晰 还能拉近事物 近距离观察 厉害了我的满天神佛 我真的有超能力了 我成修真者了 哈哈 黄飞兴奋的原地转了几转 手舞足蹈 哈哈大笑 幸好他也看玄幻小说 以往看过的玄幻小说内容 完全可以成为他以后的 修真参考资料 以后很多做法 自己参考小说就可以了 不再是一无所知的小白了 临时探查警号39 黄飞想到这个修真功能 马上用临时向四周查看 随着临时向四周扩散 他四周的场景 马上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如果想看清楚哪里 只要临时集中那里 就会拉近距离 360度无死角观察 遗憾的是他现在的临时探查 只有大约五米距离 也就是 他只能够用临时探查 拌进五米内的事物 不过也可以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 临时应该是会随着 自己的进阶增长的 黄飞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接下来 他就像刚得到新玩具的小孩 在空间里闭上眼睛 一边走一边用临时看路 玩得非常开心 直到他的大脑发胀 有点头昏才停止 原来使用零食和斑水一样 也会让大脑疲惫的 黄飞摘了两个西红柿 一边吃 一边走向自己最关心的地方 他要查看树根和小碗 有没有灵液增加 来到小碗前 碗里还是只有 几滴绿色的灵液 并没有什么变化 怎么回事呢 空间都扩大了 为什么灵液没有增多 问题出在哪里 锦号三四 黄飞的大脑在飞速思考 他眼光不经意间 看到了旁边那几条石缝 咦 他发现石缝好像多了一点水迹 差一点点就能渗透出水来 这也算是一个大发现了 从石缝中渗透出来的水 应该是有灵气的 好期待啊 灵水 灵水 快快出来 黄飞对着石缝大喊了几声 激动过后 他的心情又慢慢平静了下来 一切都在变好 一切都需要耐心 一切也需要自己慢慢探索 别急 我有的是时间 我现在就像是玩游戏 开局一把柴刀 我需要用这把柴刀 砍出一个王国 锦号三四 黄飞在心里 暗暗地为自己加油 他用意识感应了一下现实世界 外面还没有天亮 他想去新的土地上翻地 但感觉到头脑还有点疲惫 也就放弃了 黄飞就地盘做好开始了修炼 他运行先天混沌灵觉 一边运弓 一边好奇地内视观察灵气 游走身体经脉 他发现原来从外面吸收进来的灵气 先是储备到功法运行经脉 在合气海灵气混合 然后按照功法口诀要求 单向流向身体各处 这股灵气会被各个器官少量吸收 温养自身 剩下的没被吸收的灵气 会回到气海再汇聚起来 准备进行下一轮循环 好奇妙的感觉 好奇的黄飞 最后把那时都集中在灵域身上 仔细探查 终于 他看出了问题 原来灵域在他的气海灵气团中 也在慢慢吸收灵气 看到这个情况 黄飞慢慢明目了空间运行原理 难怪自己是吃了浓稠灵液空间才会启动 原因就是 灵域从外太空飞到地球 能量已经耗尽一空 后来经过漫长的时间 吸收了周围的灵气和生机 还有外食壳的矿脉精华 而雷电的一击 等于帮灵域复苏启动 黄飞吃下那一小块 灵液就等于瞬间帮灵域充能 使灵域启动成功 又被黄飞丹田气海中的灵气吸引 飞进了气海 继续吸收灵气充能 黄飞经过自己这一层层明目分析 那困扰了自己多日的灵液 没有增加的原因终于清楚 空间是需要吸收到一定量灵气 才会进阶 而黄飞经常在空间里 修炼吸收灵气 把空间的灵气消耗了 空间吸收黄飞身体里的灵气 黄飞又吸收空间里灵气滋养身体 这就等于黄飞在空间里 把灵域的养分内好别了 这样灵域只会越来越虚弱 幸好黄飞每次修炼多喝灵水 灵水产生的灵气 比黄飞消耗掉的灵气多 这才没有让灵域耗尽能量 再次休眠 黄飞这可算是误打误撞 使灵域积累够了第一次生间能量 从而升级了 而黄飞手上的灵泉一号灵液 就等于灵域的储备能量 可以通过他的身体帮灵域充能 而空间里产生的这种灵液 就像是蜜蜂的蜂蜜 蜜蜂采集的花粉花蜜越多 产生的蜂蜜就越多 同样的 灵域吸收到的灵气越多 流出的灵液也越多 蜂蜜是蜜蜂的储备粮食 同样空间里的灵液 也是灵域的储备能量 而两者的区别是 蜜蜂饿了 可以自己吃蜂蜜 而灵域却只能通过黄飞身体转化 才能把灵液吸收充能 这就为什么 灵域任主时 会给了他先天混沌灵觉 其实黄飞只是灵域的工具人和保姆 黄飞把这一切分析明白 只能心中苦笑 原来自己 只是先天混沌灵域的工具人兼保姆 清楚明白了一切 同样的也知道了 以后要怎么做 才会增加空间里的灵液数量 黄飞充分利用了 自己现在聪明的大脑来分析 很快总结出了三种方法 方法一 从现实世界中 吸收灵气或者生机给灵域充能 这方法 需要去找灵气浓郁的地方修炼 比如深山老林 大海湖泊 方法二 在空间里种植 能释放出灵气的植物 比如奇花一草 百年老餐 方法三 以后尽量在空间外面喝灵液修炼 减少空间里灵气消耗 反复确定了这三种方法的可行性后 知道以后自己这个工具人 都需要做什么了 今天就有事情要做 因为购买的人参种子和藤本月季 已经到货了 空间里的种植计划 从人参种子开始 新菜地那里 到今天才种植了五天 还有几天 蔬菜才成熟 白天父母没事 都会到地里管理一下 拔一下杂草 而且现在二叔三叔两家人 空闲时间也会过去帮忙一下 这么多人管理 这一千平方菜地清风愉快 喷洒灵水的工作 暂时还是黄飞自己来 因为要随时观察蔬菜的成长情况 为以后的扩大种植收集数据 黄飞开车来到镇上 快递站刚开门 爆出取舰马提了货 人参种子只有一个小箱子 而三十颗月季苗包装有点大 他要扛着才能带走 这个时候 接到行人很多 黄飞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个地方 把月季苗和人参种子 放进空间里 因为刚才找了很远的路 所以黄飞 现在只好慢慢地 跟着人群往回走 路过市场时 黄飞听到了有小狗叫声 心中一喜 他早就想养一只狗了 既可以玩 也可以用来看老宅菜地 村里的狗都不好看 又乱废自己 没点眼力尽 自己这么玉树临风的人都废 所以对村里的狗一点兴趣都没有 黄飞来到卖狗的地方 小狗也不多 只有十多只 差不多都是土狗或者宠物狗 没看到喜欢的小狗 他刚想转身离开 忽然听到 离这不远的地方 传来一声小狗叫 他顺着声音看过去 是一只小的木犬 趴在地上正看着它 精神有点萎靡 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它 还摆动着尾巴像是讨好 这么复杂的神情动作 触动了黄飞 黄飞刚想走过去看看 旁边一位小狗贪主小声说 老板 别过去 怎么了 黄飞一愣 那只小狗是病狗 我们都不让它摆在这里 你最好别买 病狗 得了什么病 看样子应该是犬温热 或者犬细小 小狗得了这种病 都很难治好 还会传染 但看这狗有点聪明 好像明白我想买小狗 一直看着我白尾讨好 黄飞心里还是有点 喜欢上这小狗了 就是看对眼了 狗是好狗 看体征是很纯正的得牧犬 这种狗看家很好 可惜是病狗 可惜了 狗贪主也为小狗感到可惜 我还是过去看看 如果便宜 可以买回去医治一下 毕竟是一条生命 随便你吧 我看你顺眼 才好心提醒一下你 锦号三四 谢谢你的提醒 那我过去看看 黄飞走了过去 小得牧犬的贪主 看到黄飞走过来心中一喜 小哥想买小狗吗 我这是纯正得牧犬 看家打猎都是好手 怎么样 有兴趣我优惠点 黄飞没理会狗主 蹲下观察着小狗 小狗看着黄飞摆着尾巴 想站起来 却好像没什么力气 嘴里小声哼着 好像在向黄飞求助 黄飞站起来后问狗主 这狗得了什么病 狗主是看到 黄飞是从前面狗贪区走过来的 也看到黄飞和一个贪主 看着这边聊天 一定是说他的狗了 所以也不敢隐瞒 我也不确定是什么病 这小狗是朋友送我的纯正得牧犬 本来在家里养着好好的 却不知怎么就生病了 不吃不喝没精神 到狗医院问了问 医药费要一千多块 感觉太贵接受不了 就拿来市场想卖了 那你想卖多少钱 一千 要不八百 这可是纯正的 八百 你确定 你确定你的生病小狗 能卖八百 不是八十 那你给多少钱 锦号三四 那就八十 我买了还要去花一千多看病 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好 只是毕竟是一条狗命 我就花钱试试 八十太少了 一百吧 希望你能把小狗医治好 你说的对 毕竟是一条生命 黄飞还是花了一百元 买下了这只小狗 小狗好像知道黄飞买下了它 看着黄飞小声叫了几声 好像在说谢谢 他看到小狗这动作 就更喜欢了 立即抱起小狗往回走 小狗被抱在怀里很乖 一动不动 只是偶尔向四周看看 或者用头蹭着衣服 小声追几声 黄飞看到没人注意 就把怀中的小狗 放进了空间里 他想了想 也没什么东西要买了 就开车回村 在回家的路上 不放心 小狗的黄飞 还往空间里看了看 刚好看到小狗 正在小潭边喝水 看到小狗暂时没事 也就放心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 看到父母都在看电视 黄飞走了过去问 爸 这几天有没有人来村里收山货 好像真的有好多天 都没看到 有人来村里收山货了 不过应该 也快有人来了吧 怎么了 你好像问过我两次了 他父亲对黄飞的询问很奇怪 自己家有没有山货 也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收山货的人 对我的蔬菜有没有兴趣 如果他收购 那我的蔬菜 就有了宣传的渠道 你想让收山货的人 购买你的蔬菜 是的 我们蔬菜现在的产量还不多 所以想利用山货商人的渠道 推广极品蔬菜 等蔬菜 名声传开了 我们也已经积攒了一定的资金 那时就可以扩大种植了 黄飞解释 这确实也算是一种销售方法 我这几天会注意一下 有没有人来村里 最好你看见老村长和村里人 也说一下这事 他们经常都在村口龙眼树成梁 你帮我留个电话 有人来就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要去老宅 黄飞把联系的事情 交给了他父亲 去吧 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我这就去村口找村长他们 黄飞去老宅 是为了把小狗放出来 小狗已经在空间里很久时间了 再不把他放出来 就怕把他饿坏了 他来到老宅的里屋 这里除了父母 一般不会有人来的 但黄飞还是仔细地查看了四周 才进了空间里 他刚进到空间里 就发现 小狗又在喝水潭里的水 是饿了 还是水真的好喝 小狗突然发现了黄飞 看着黄飞犹豫了一下 才摆着尾巴 慢慢走到黄飞脚边坐下 抬头静静望着黄飞的眼睛 像是等待着主人的指令 乖 你真乖 黄飞蹲下 伸手摸向他的脑袋 小狗没有动 就这样静静地 让黄飞摸着头 还摆着尾巴 一脸享受的样子 你真可爱 我看到你在喝水 是不是饿了 看着小狗乖萌的样子 黄飞满心欢喜 这是一只很乖巧聪明的小狗 灵动的眼神 头大骨宽 耳朵树立 鼻头乌黑油润 四肢粗壮 只看着外形 就知道是一条好狗 黄飞还观察到 他的坐姿很端正 后腿收紧蹲坐 前肢树立 挺胸仰手 目视主人 他没有像其他狗那样 四处乱跑 抱出乱袖 而是很安静地坐在他的面前 像一个乖宝宝 黄飞喜爱地把他抱在了怀里 抚摸着他的毛发 小狗也很乖巧 很享受这种互动 他伸出小舌头 舔了舔黄飞 放在嘴边的手 手上传来的温热绝感 让黄飞舍不得放开 他越抱越喜欢 你以后就叫小虎吧 要像老虎一样 勇猛 帅气 强壮 刚说到强壮 他马上反应过来了 小虎不是生病了吗 在虚阵市场 时连战都站不起来 现在怎么这么精神了 黄飞再仔细观察小虎 眼睛有神 干净 鼻尖油润 乌黑 毛发也变得油亮 这一看就是健康的狗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小虎的病突然好了 小虎 你的病怎么就好了 你吃什么了吗 黄飞好奇地询问小虎 都忘记它是一只狗了 小虎疑惑地看着黄飞 好像在思考 黄飞说的是什么意思 看到小虎侧头看着自己 也忍不住笑起来 真把他当人看了 忽然 他想到小虎喝了两次潭水 难道潭水能治病 黄飞走到了小潭边 这潭水他真没喝过 只用来洗过一次澡 他看了看跟过来的小虎 小虎也看了看黄飞 然后又跑去喝潭水 把肚子都喝胀了才停口 黄飞忽然感到一阵恶寒 小虎喝这么多水 不会就在潭边撒尿吧 他立即在这潭边查看 好像没有狗尿味 也没有尿剂 不过还是不敢在这边喝水 他走到了对面水潭边 先洗了洗手 再用手捧起潭水喝了一口 咦 他发现这潭水也富含灵气了 再喝了一口 绝对没错 潭水是含有灵气 哇 我发达了 这是一池灵水啊 黄飞都难以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他再喝了几口潭水静静感受 比自己调的四号灵水好 又比自己喝的三号灵水差点 这池潭水装满水后 大概过了六天时间 空间里时间是六十天 如果再过一段时间 灵气会不会更浓郁 难道潭水是吸收了空气中的灵气 还是别的原因 黄飞又跑去看了看那几条石缝 没水流出来 树根的灵液也只多了两滴 潭水变灵水 问题出在哪里呢 黄飞想来想去都想不出理由 哎 不想了 反正现在是好事 天大的好事 这潭水直接可以喷洒菜地 那我的一号母夜就节省很多了 黄飞激动之下 抱起脚边的小虎就亲了几口 这是小虎发现的秘密 如果不是他 自己只会用潭水洗澡 哪里会想到喝潭水 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开心的日子 小虎 讲你是西红柿 警号三四 黄飞抱着小虎来到西红柿菜地 他放下小虎 刚想摘西红柿 就看到小虎刨到了黄瓜地上撒尿 原来他把黄瓜地当厕所了 还会想到帮黄瓜施肥 等小虎刨回来 黄飞把手上吃了两口的西红柿 递到他面前 吃吧 很好吃的 小虎看了看黄飞 然后用舌头舔了舔西红柿的汁水 感觉到了好吃 就叼着西红柿到一边吃了 黄飞一边吃着西红柿 一边规划着人参应该种在哪里 他最后决定 把人参种在水潭的左边 水潭的右边 有给自己以后盖一间房子 种一片桃花 种一片竹林 再种几棵爱吃的果树 有空就躲进来修炼 看书 练武 用别人十倍的时间 过一个不同的人生 规划好了人参种植位置 他看了看外面的时间 已经快到中午了 黄飞抱着小虎 用洗澡的木桶 打了一桶灵水 退出了空间 用灵水加满了鸡用饮水器 用灵水喂养的黑凤鸡 很健康 活力十足 他再去逛了一圈新菜地 油菜过几天就能成熟 西红柿果子 已经有点绿转红了 黄瓜 茄子 青椒生长得也很好 地里的杂草也把干净了 用空间淋水种植蔬菜 不用施肥 不用除虫 只是清理杂草 真的是很轻松 黄飞离开了老宅 抱着小虎走回家 他看了看怀中的小虎 这小不点走路太慢了 还是抱在怀里方便 而且看他好像也很喜欢 被自己抱着 这样培养一下感情也不错 回到家里 他母亲已经把中午饭做好了 看到黄飞抱着一只小狗 就好奇地问 小飞 这是哪来的小狗 哦 这是我早上从这里市场 买回来的 刚才回家 把他忘在摩托车上了 妈 他叫小虎 小虎 这是我爸 这是我妈 自己人哦 你以后要听他们的话 锦号三四 黄飞摸着小虎的头说 小虎看了看黄飞 又迷茫地 看向黄飞父母 臭小子 你这样介绍 你当小虎是人吗 锦号三四 母亲哭笑不得 妈 她很聪明的 你以后就知道了 小虎过来喝水 这里就是你以后的家 你到处看看 以后要看好家 不准陌生人进来 不能在家里大小便 大小便就到外面的草丛 知道了吗 黄飞和小虎自顾自地说话 完全不理会她母亲 在旁边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她 妈 家里除了腊肉 还有其他肉吗 小虎要吃肉 村里哪有鲜肉卖 你自己到镇里都不买肉 家里哪来的肉 我没注意忘了 小虎 今天暂时没肉吃了 你先吃着西红柿吧 以后再大口吃肉 黄飞切碎了一个西红柿 放在狗盆里 小虎闻了闻 也开心地吃起来 她知道这食物 对自己有好处 看来小虎以后有肉就吃肉 没肉就让她吃西红柿 加白米饭 不需要吃狗粮 狗粮哪有自己种的食物 有营养 下午没什么事情做 黄飞就带着小虎回房间 配了一些高浓度的灵液 用来浸泡人参种子 和种植藤本月季 这样可以加快生长速度 她带着小虎 和一些常用 盆碗进了空间 然后就开始忙自己的事情 泡种子 翻地 因为是种植人参 所以她翻的地很深 还把泥土拍散 方便人参根须更好生长 幸好空间里的泥土 既肥沃又不结块 翻起地来还算轻松 黄飞就这样在空间里翻土 累了就打坐休息 饿了就吃西红柿和黄瓜 无聊了就逗小虎玩 训练小虎一些简单动作 而小虎就一直坐在附近 看黄飞干活 很少趴在地上睡 也不会到处乱跑 性格很沉稳 有十倍的时间就是好 外面从下午一点到下午五点 空间里就有四十个小时 黄飞把地方好后 又把藤本月季也种植了 用水潭的灵水浇了一遍 这时两种人参种子 有的开始冒芽了 大概泡了三十小时 她记下了这些数据 从农业学院毕业的黄飞 植物种植的理论知识还是有的 她很就把人参种子分区种好 浇透潭水 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她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心里也在暗自估算着 人参的生长周期 空间的十倍时间加速 再加上灵水的生长速度加成 很可能用一年 就能长出百年要效的人参 如果自己在用更高浓度的灵水 重点培育几株人参 就可以用更短的时间 培育出百年要效的人参 发达了 我可以批量种植百年人参 就算千年人参也不是梦 那都是红彤彤的钞票啊 黄飞怀着激动的心情环看了一圈 然后就抱着小虎 退出了空间 晚饭还是一成不变的腊肉 蔬菜 鸡蛋 幸好蔬菜百吃不厌 增加了食欲 否则都有点吃腻了 凤梨村的食材还是太少了 看来需要增加点肉类 黑凤鸡还小 那今晚就去村前西河钓鱼 这可是自己以前在家经常做的事情 他一边吃饭 一边想着办法 晚饭后 黄飞就开始实施他的钓鱼计划 他用灵水把面粉和鸡蛋做好了鱼饵 然后抱上小虎 拿着鱼竿带着水桶 向村前西河走去 他路过村口龙眼树时 就看到老村长和一些村里人 黄飞走了过去 村长好 各位叔叔 沈沈 阿姨 好 小飞 你这是要去钓鱼 怎么把小狗也抱去 老村长问 对 感觉无聊 我想去西河里钓鱼玩玩 村长有没有兴趣去试试 我就不去了 我在这乘凉不香吗 你想去河边喂蚊子就去吧 河里现在也没什么大鱼 没兴趣 老村长摆着手回应 对了 村长 我爸有没有跟你说 杀货伤人的事情 黄飞问村长 说了 中午的时候 你爸就跟我说了这事 我已经把你的电话记下 看到有人来 就给你打电话 老村长回答说 小飞 你找商货 收购商人干什么 你家有商货卖吗 旁边的冯仪好奇问 哦 我不是卖商货 我回来 这些天没事做 就用老宅旁边的荒地种了蔬菜 过几天就差不多成熟了 想找一下销路 自己又没货车 拉出去卖不方便 所以就看看 收商货的人 收不收蔬菜 黄飞向大家解释 卖蔬菜 你要收商货的人收蔬菜 你是真的 李叔奇怪地问黄飞 你种的是什么蔬菜 十天就可以卖了 你用生长激素了 你不怕吃坏人身体 对啊 黄飞 我们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老村长听了 也急忙劝说 村长 你就放心吧 我不是那种为了钱 就什么都不顾的人 我是在省农业学院本科毕业 学农业种植和养殖的知识四年了 应该怎样去种植好蔬菜 我还是懂的 黄飞想了想又继续说 不怕告诉你们 我现在种植蔬菜的技术 是国家级专利技术 属于保密技术 这种技术不能外传 不能转让 我是通过一个很有关系背景的好朋友 才争取到的种植实验名额 还必须签下保密协议 你的蔬菜种植技术这么厉害 没骗我们吧 李叔有点怀疑 这当然是真的 我种植蔬菜的过程和成长数据 都需要记录下来 上报国家农业局的 所以你们听听就忘了吧 千万别乱传出去 这可能会引火上身的 因为万一 传到那些外国间谍里 这就是叛国罪 黄飞为了以后少点麻烦事 还是吓一下 大家才会有效果 果然 淳朴的村里人 听到黄飞这样严肃的话 吓了一跳 有人直接悄悄地溜走了 其他人也在不敢追问蔬菜的事情 这是国家机密 谁还敢问 黄飞编完故事 也没什么话可聊了 他抱着小虎 拿着鱼具 来到西河边寻找地方打鱼窝 黄飞找了一个没什么杂草的地方 这不是钓鱼的窍门 而是杂草少的地方 蚊子就少点 摸了摸小虎 把它放到地面 然后搬来一块石头当座位 一切就绪开始钓鱼 刚想抛鱼而打鱼窝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一看 原来是李大伟打来的 大伟 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想请我吃宵夜 刚吃过晚饭 吃什么宵夜 听我爸说 你在河边钓鱼 是真的吗 大伟问 对啊 刚想开掉你电话就来了 怎么了 警号三四 刚吃完饭没事干 我也想玩玩 很久没有钓鱼了 我把黄姐也叫上 就不知道黄大厨师回来了没有 大伟很开心地说 那你来吧 我先打个鱼窝试试有没有鱼 黄飞说完就放好手机 抓了一把鱼儿洒到水里 很快水里就热闹起来了 灵水的诱惑真不是吹的 他又洒了一把鱼儿 然后才慢慢地捏了一个鱼儿 挂到鱼沟上 黄飞是要钓大鱼 所以鱼儿捏得比较大点 小鱼吃不了 大鱼刚刚好一口吞了 没多久就有鱼咬钩了 当鱼线一沉时 用力一提 鱼钩就会钩住了鱼唇 反正他从小到大 都是用这种感觉钓鱼的 一般不会失手 黄飞收紧了一下鱼线 感觉到鱼没脱钩 鱼也好像不大 迅速收线 直接把鱼提了上岸 是一条半斤重的鲫鱼 明天中午的鱼汤有着落了 这时候大尾也到了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黄杰 黄杰 你做厨师不用上夜班吗 黄飞问 这两天我刚好休闲 这些天都很少看到你 飞哥 你在忙啥 警号三四 黄杰问 还能忙啥 就是种蔬菜 二叔二婶不是知道吗 警号三四 我知道你在种蔬菜 我是问你晚上在忙什么 我在晚上去你家两次了 都没有找到你 大娘说 你在房间里有事做 不让人打扰 连我都不让上去 黄杰郁闷地说 哦 晚上我要整理种植资料数据 把蔬菜的生长情况 写成分析报告 上传国家农科局 因为我的种植技术 是国家机密 签了保密协议的 所以我交代了 我妈不能让人到我房间的 黄飞继续搬出那一套说辞 这是最好的善意的谎言 哦 原来是这样 难怪感觉到 你比以前有点神秘了 老躲在家里不怎么出来 黄杰点头表示理解 我也不想老躲在家里 但现在测试实验才刚开始 白天要观察蔬菜生长情况 晚上要把数据写成报告 让上面农科院的技术员参考 从而不断调整 营养液的配比和改进 黄飞继续解释 那些高科技的东西 就不是我能接触到的 我只是用调配好的 营养液实验测试效果 我想不断时间 应该就会空闲下来了 因为现在种植出来的蔬菜效果 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 飞哥你种植出来的蔬菜太好吃了 吃了你的蔬菜 我都不想回使馆继续学厨师了 辛辛苦苦学厨师 还不如我妈做出来的蔬菜好吃 你说气人不 锦号三四 你们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好像听不懂 黄飞你种的是什么好吃蔬菜 不就是蔬菜吗 有什么区别 大卫一脸疑惑地问 黄飞和黄杰对视眼 黄杰神秘兮兮地说 你以后就知道了 现在暂时保密 神秘兮兮 我还不想听 还国家机密 我好啪啪啊 不聊了 赶紧钓鱼 好 继续钓鱼 我已经钓上来一条了 咱俩要不要比下 锦号三四 比就比 谁怕谁 李大伟提起了兴趣 你们有没有带鱼饵 没带我这里有 黄飞问 我没带 这么黑了 不知去哪蛙丘影 我用你的鱼饵吧 锦号三四 我连鱼竿都没拿来 只是想一起聊聊天 我看着你们钓鱼 还可以当裁判 锦号三四 黄杰没所谓地说 好吧 你坐我身边 我刚好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锦号三四 黄飞对黄杰说 商量什么事情 飞哥你说 黄飞先撒了一把鱼饵 在沟上鱼饵下吊后 又组织了一下语言 然后问黄杰 你是不是很喜欢做厨师 锦号三四 对 你也知道我从小爱吃 所以现在就想做厨师 做自己喜欢吃的菜 黄杰回答 那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开饭馆 如果自己能开饭馆 这当然好 可惜我没有开饭馆的能力 你知道吗 现在开饭馆并不好做 很多人都亏本了 锦号三四 黄杰对开饭店 还是兴趣很大的 假如你有独一无二的食材 别人想吃 就只能到你饭馆里吃 你觉得可以做吗 锦号三四 黄飞又问 飞哥 你意思是用你的食材 来开饭店 锦号三四 对 我提供你食材 至少在镇上 你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会提供给第二家 黄飞的话 让黄杰思考了起来 这一会谈话的时间 黄飞又吊起了两条鲫鱼 让旁边的李大伟 惊讶的张嘴 不知说什么好 太气人了 自己一条还没吊上来 还没想好吗 锦号三四 黄飞问 不是没想好 用你种植的食材开饭馆 绝对没问题 我是在想 应该怎么去做 黄杰说 其实做起来也简单 只要你 首先把饭馆的消费群体 定位好了就行 你也知道 我的蔬菜出售价钱 所以 你用我的蔬菜 做出来的价格 不适合普通人消费 平时饭馆里游菜一份 最多售15到20元 而我的蔬菜 至少一份要68元 或88元 或128元 三种份量三种价格 一份蔬菜卖这么贵 可以吗 黄杰听到价钱吓了一跳 当然可以 因为我的蔬菜值这个价钱 当然 这个价格也会把普通消费群体 排除了很大一部分人 不是说他们消费不起 而是大部分的人 只能偶尔消费一次 那应该怎么做 当然 是让饭馆走精品路线 把服务 质量和菜式 都要定位在中高端消费群体 也只有中高端消费群体 才是经常来消费的顾客 锦号34 黄飞想了想继续说 我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你 你在凤凰镇开饭馆 暂时不需要很大 因为在周边能来高消费的人 暂时不会太多 但他们来消费一次 至少是一两千元起步的 这可是普通饭馆里 差不多十桌的消费额 而且我们的利润一桌 比他们十桌要高 你这样做行吗 会不会被投诉收费太高 你也吃过我的蔬菜 你觉得这么好吃的蔬菜 贵一点不正常吗 飞哥 你说得很对 好吃的东西 当然价格就高 我们就没有抬高物价乱收费 而且 你的蔬菜让人百事不厌 回味无穷 算起来还可以说是物超所值 黄洁被黄飞层层解惑后 也想通了 嗯 你终于想通了 当然你在服务和环境上 也要对得起他们的消费 所以 我的个人建议 是你可以在镇上开一间私房菜馆 既私密 又高档 你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 私房菜馆 飞哥你觉得多大的菜馆合适 锦号三四 黄洁问 我觉得 在凤凰镇十个包间就可以了 不需要设置大厅 但需要布置一个舒适的接待休息小厅 你能做好这十个包间利润就很不错了 管理十个包间的饭馆 对你这个新人应该刚刚好 不会太辛苦 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回去也把我的意思 和二叔二婶商量一下 知道了 飞哥 我这就回家和爸妈商量一下 很快就回复你 锦号三四 黄洁说完 和大伟招呼一声就回家了 你真的想让黄洁自己开饭馆 李大伟看到黄洁匆匆走了就问 他自己喜欢做厨师这一行 那就让他了却心愿 不过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也要很多资金 黄洁走后 剩下的两人一边聊天一边钓鱼 偶尔也逗逗小虎玩 小虎真的很乖 一直在旁边依着黄飞 静静地坐在地上不出声 好了 我钓十二条鱼了 已经九点多不钓了 够吃几天了 大伟你几条 锦号三四 黄飞看了看时间问 你厉害 我才五条 这溪流没什么鱼了 你都能钓这么多 大伟认输了 那当然 我有秘诀的 你学不了 回家了 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 黄飞提起了水桶就走 忽然他又停下来看向大伟 大伟你等一下 我忘了问你 最近你会到省城吗 不知道 我没固定路线 客户的货需要去拿 我们就送去啊 怎么了 锦号三四 李大伟问 哦 那没事了 我找省城里朋友帮忙吧 回家了 黄飞忽然想起来的事情 是蔬菜检测 他想把自己种植的蔬菜 拿到省级食品检测机构 做一次检测 自己种的 蔬菜效果太好了 以防有人妒忌找渣抹黑 有省级检测机构 做出的书面检测报告 就能避免这种麻烦 将来也能给客户一个信心 妈 家里有可以养鱼的吗 我钓了十二条鲫鱼先养起来 够吃几天了 他回到家里 就到处找水桶 不错不错 居然能钓上来十二条鲫鱼 我搬个大木盆 来养起来 慢慢吃 母亲赶紧去找木盆了 我来帮你 木盆在哪 黄飞把鲫鱼养起来 其实是想测试一下 灵水养鱼有什么效果 黄飞把鲫鱼倒进了 放满水的木盆 还把一瓶三号灵水 倒进了木盆里 很快 本来已经有气无力的鲫鱼 忽然就活了过来 张嘴抢着喝水 果然有效果 他打算用灵水养几天后再吃 到时候就知道 鲫鱼的肉质有没有改 这是灵水养殖的新尝试 我真的很期待 现在每天都有新的尝试和摸索 这样的生活也不错 他把鲫鱼处理好后 就洗澡回房间了 先到空间里 帮人参和月季花喷洒了灵水 然后拿了几个西红柿 回到了房间 小虎 讲你一个西红柿 黄飞一边吃 一边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再网上搜索中南省食品检测流程 和出结果时间 自己去省城太远了 暂时也走不开 我该怎么办呢 忽然 一个身影出现在脑海中 李燕然 她不是在省城农业员工作吗 问问她有没有时间帮忙 黄飞用手机打开了同学群 久久家的消息很久没看了 没有查看群消息 她在群成员中找到了李燕然 点开头像 还没有加好友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点了发送添加好友信息 班长你好 我是黄飞 需要咨询你一些事情 她发送添加好友信息后 心里忽然有点紧张 也不知道自己是在紧张什么 紧张怕拒绝添加好友 还是紧张一会 怎么和她私聊 在紧张的等待中 黄飞顺便查看了同学群里的聊天 都是一些聊八卦事情 或聊工作吐槽 或聊谁 找到了好工作 迅速驻下看中 忽然发现了自己名字 陈中健 你们谁知道黄飞去了哪里 怎么好像消失了 一点阴性都没有 吴兴国 他不是去了恒盛农科院实习吗 应该在那里上班吧 李燕然 那天我在学校门口遇到了他 他好像回老家了 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陈中健 回老家了 这小子没留下来找工作 吴丽丽 人家黄飞可能是回家包山种地 做农场主了 嘻嘻 黄飞刚看到这里 忽然谈出了 通过好友认证的消息 连忙点开了聊天页面 黄飞 你好 是李燕然班长吗 燕然一笑 是的 黄飞 你找我想知道什么事情 黄飞 哦 你家是省城的 那你知道 省城有没有什么权威性食品检测机构 燕然一笑 你找食品检测机构做什么 黄飞 我在村里尝试种植蔬菜 发现这里的水土 经过改良后 种出来的蔬菜营养价值很高 所以想检测确定一下 燕然一笑 你真的回老家种蔬菜了 黄飞 是的 正在尝试扩大种植 如果检测到蔬菜营养价值好 那应该会投入扩大种植 燕然一笑 我舅舅就是省城药局的技术员 他们应该有食品检测 我可以帮你问一下 你等我信息 黄飞 好的 谢谢你班长 他等了一会 没看到李燕然再发来信息 就打开了笔记本 开始做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黄飞把蔬菜销售过程中 要做的事情都做了记录 网上销售 注册自己的商标 注册一个农场 这三件事情 都是可以同时进行 不过注册商标的时间比较久 需要一个公式时间 但可以先注册 再慢慢等 现在能做的 就是注册开通网店 个人开网店 没什么要求 直接在猫宝网上 注册开通就可以了 黄飞拿出笔 在纸上写写画画 最后决定 还是用自己村的名字做店名 凤梨村农场 简单明了 以后有资质了 再升级为旗舰店 有空再到镇上工商局 办理一个执照 凤梨村农场 注册的商标是 凤梨山 他知道 以后想把生意做大做强 那就一定要脚踏实地 奉工守法 手续齐全 诚信经营 绝对不能偷奸耍花 耍小聪明 我的蔬菜太逆天了 财博动人心 不想被人惦记横插一脚 就一定要手续齐全 不能被人抓住小辫子威胁 否则自己一个普通农民 会很被动 创业之路虽然无助 但我依然会以一己之力 披荆斩棘 稳步前行 黄飞加油 你可以的 黄飞为自己鼓励了一下 喝了一瓶灵水 就进入了打坐修炼状态 第二天早上 黄飞刚吃完早餐一会儿 就听到手机响了 他拿出手机一看 是一个陌生号码 按了接听 喂 你好 是哪位 小飞 是你吗 我是村长 收伤货的人来村了 就在村口 你快来 老村长的声音传了出来 哦 是我是我 谢谢你 村长 我就来 很快 爸 妈 我去村口一下 村长说 收伤货的人来了 哦 那你快去 我一会去菜地里 锦号三四 母亲张翠莲催促说 黄飞来到村口 就看到老村长 正陪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在一边抽烟 一边看向这边 小飞 你过来 这就是经常来我们村 收伤货的陈老板 陈老板 这是黄飞 就是小飞说要找你 锦号三四 老村长帮双方介绍了一下 你好 陈老板 我叫黄飞 你叫我小飞就可以了 黄飞伸出右手 和陈老板握了一下 你好 小飞 你找我是有什么好东西 要关照我吗 锦号三四 陈老板微笑问 哦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你一般来收什么山货 锦号三四 只要是野生的山货都收 野生军孤 野生的兔子 野生的什么都收 你明的 呵呵 锦号三四 你意思是不是 只要吃起来美味的食物 陈老板你都需要 锦号三四 黄飞问 也可以这么说 怎么 小飞 你意思是有美味的食物 锦号三四 有是有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符合你的需求 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野不远 就在村委 锦号三四 可以 反正来了几次 都收不到什么好山货 锦号三四 陈老板也爽快 黄飞伸手 适宜了一下方向 就带着陈老板走向老宅 行走时随意观察了 一下这个中年男人 整体外貌言谈 不像是一个奸商 衣服打扮得体比较朴素 没有爆发户的俗气 就是不知道他能接触到的 是什么层次的客户 其实陈老板也在暗暗打量着黄飞 1.75左右的身高 相貌身材也算是帅气 初次见面话不多 却自信稳重 是不错的一个小伙子 两人不紧不慢地走着 黄飞随意打听了一下陈老板的情况 原来他是黄港县城 一家叫福满楼的三星级酒店采购经理 为了迎合一些客人的口谕 经常会到各处山村逛一圈 看看能不能收到一些野味 他来凤梨村已经很多次了 可惜村里多是老人 很少能收到山货 所以他来的次数就慢慢少了 黄飞很快就带着陈老板来到老宅 推开院门 看着各种鲜绿油光的蔬菜 对他说 陈老板 你看这些蔬菜怎么样 锦号三四 陈老板看了看整个院子 点头说 种植得很不错 品相很好 特别是这些瓜果个头够大 颜色也鲜嫩 怎么 小飞你带我来 就是为了这些蔬菜 你说的是美味食材 你这里的蔬菜品相是好 但怎么也说不上美味两字吧 陈老板别急 要不先尝尝 黄飞一边说 一边摘了两个西红柿 递了一个给陈老板 自己示意了一下 擦也没擦 就放到嘴边咬了一口 陈老板看着黄他这个动作愣了一下 看了看手中的西红柿 犹豫了一下 还是擦了擦 然后就咬了一小口 立即眼睛一亮 愣愣地看着手中的西红柿 再咬了几口 一脸享受的表情 接着就几下子 把手中的西红柿吃完 享受了一会 转头看到黄飞那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由尴尬一笑 又接过了黄飞早已准备好的一根黄瓜 擦了擦 咬了一口 清脆的声音 伴随着清爽的口感 浓郁的黄瓜特有瓜香 人间极品 黄飞就这样静静地看着陈老板 吃着西红柿和黄瓜的享受神情 就知道自己成功了 就是不知道这陈老板有没有诚意了 等他全部吃完了 黄飞才问 陈老板 感觉怎么样 我这些蔬菜 能达到你要求的美味吗 锦号三四 小飞兄弟 刚才失礼了 有点误会你了 对不起 陈老板有点尴尬地说 没什么的 毕竟我的只是蔬菜 谁看到都不会在意的 你就说说你的意思吧 黄飞白白手并不在意 真心地说 这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 最好的西红柿和黄瓜 如果用这些食材做出来的菜式 绝对是人间美食 回味无穷 就不知道小飞兄弟你的意思要怎么卖 锦号三四 说实在的 我也不知道应该卖什么价钱 心里也没底 这样吧 陈老板 你可以先采摘一些回去尝尝 让你们老总商量出一个价钱 只要大家都有诚意合作 什么都好说 你认为呢 黄飞把皮球踢回了陈老板 顺便把他带到新菜地里 看着这一片绿油油的蔬菜 陈老板眼露金光 差点就兴奋叫起来 这都是极品蔬菜啊 足以满足那帮嘴雕的时刻 自己再也不用到处跑了 好 很好 有这一片极品蔬菜 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小飞兄弟 我这就回去向老总汇报这好消息 你不知道 这段时间为了找食材 都累死我了 对了 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建业 以后就叫我诚哥就好 好的 诚哥 我现在主要种植五种常用蔬菜 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求的蔬菜 我也可以培植 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这样更好 那我就不多说了 要赶回去商量这事 院子里的蔬菜 我都采摘一些 回走让总厨尝试一下 价钱我就暂时定位28元一斤 最后决定的价钱 要老总决定 小飞兄弟 你看这样可以吗 陈老板紧张地问 怕自己价钱暴低了 黄飞也看出了陈老板的诚意 是诚信的商人 没有压价 也就很大方地说 好 既然诚哥你诚意足够 没有开出低于我心里的价格 长期合作 钱要大家一起赚 那我也太方一点 就按均价25元一斤 但需要你们自己 派车到村口接货 要多少数量提前下单 好让我们准备时间采摘 可以 这价钱和交易方式 我会向总经理申请 另外 我对你或对食客都有信心 其实我可以向你担保 这是好东西 营养价值高 越吃身体越好 初步达成交易意向后 黄飞就按陈经理意思 各种蔬菜都采摘了20斤左右 一共是153斤 算25元一斤 他就收了整数3800元 黄飞母亲看到儿子卖蔬菜 得了这么多钱乐开了花 黄飞自己也开心 这可是 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 陈老板通过微信转了账 就急着要走了 大家也了解 他现在的心情 就一起帮忙把蔬菜送到他的车上 他的车就停放在村口石拱桥外 黄飞看着远去的车子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着3800元的第一笔收入 自己的创业也正式踏出了第一步 这么多天的辛苦 终于赢得了自己的第一桶创业资金 加油 继续加油 希望就在眼前 这时候 黄飞的手机忽然响了 拿出看了看 原来是李燕然在用微信语音通话 赶忙接通 你好 班长 是有消息了吗 李燕然 我早上发信息了 你怎么没回复 啊 你发信息了 我没有看手机 早上来了一个收购商人 我一直在和他聊蔬菜的事 刚刚才把他送走 你的电话就来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黄飞赶忙道歉 哦 原来你在忙 那没事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舅舅他们的检测机构 就是省级的 检测出来的报告 是得到国家承认的 我舅舅说 如果要检测蔬菜瓜果的营养价值 每样最少要1000到2000元 检测时间大概需要一星期左右 你还需要吗 警号34 李燕然问 黄飞脑壳一下子就疼了 刚收了3800元的 高兴竟还没有过 一盆冷水就倒了下来 还是穷光淡一个 黄飞你还在吗 警号34 李燕然感觉到手机没反应 急忙问了句 哦 我在听 我需要做五种蔬菜的营养价值检测 但这些日子又走不开 不知道是把样品 直接游击过去 还是需要自己带过去 每个样品 需要多少数量 你可以再帮我问问吗 麻烦你了 黄飞回过神来 赶紧回答 你需要做哪五种蔬菜 我帮你问问 你没时间过来 可以快递给我 我帮你带去舅舅家 也不远 李燕然连忙回答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我怎么好意思呢 同学一场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又不是什么难事 就跑跑腿的事情 别婆婆妈妈了 说吧 需要检测哪五种蔬菜 我帮你问问 李燕然催促了 哦 那好吧 先谢谢你了 我需要检测西红柿 黄瓜 茄子 青椒 油菜五种 你帮我问问 可需要多少数量 麻烦你了 警号34 黄飞是真心多谢 到时候多寄过去一份 送给他答谢 收到 我问到结果就告诉你 要工作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黄飞听到李燕然挂了电话 他也想到了一件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要订做快递包装箱 他还要找人设计商标 要去工商局办理农场执照 还要购买一些 运输蔬菜的周转框 接下来要忙的事情 还有很多 暂时又没有帮手 只能自己辛苦了 他想好要做的事情后 就从花钱最少的 快递包装箱做起 按五金一份订做箱子 周转框也是过几天就要用到 周转框就按能装五十斤蔬菜来订 他要把这两样急用的处理好 其他的就需要有钱才能办 于是 黄飞昏头转向地忙了两天 白天去管理菜地 中午和晚上到空间里 管理人参和检查月季花 晚上忙完 还要抽空喝灵水修炼 人家一天24小时忙得团团转 他是一天至少80个小时 忙得团团转 这就是拥有别人 十倍时间生活的人生 辛苦而快乐的人生 随着新菜地里的蔬菜全部成熟 尝吃后效果没变 也如期接到了福满楼陈经理的电话 你好 黄飞老弟 我是陈建业 福满楼的陈经理 这么久才会电话 让你久等了 不好意思 警号34 电话里传来陈经理 有点歉意的声音 没事 我这两天也有点忙 你不回电话我都差点忘了 怎么 陈哥你那边有结果了吗 黄飞一副随意的语气 其实他心里已经很紧张 是的 我们萧总和厨师长 尝试了你的蔬菜后都非常满意 决定和你长期合作 价钱也可以按照老弟你定的要求 但是有些细节和协议 还是需要当面相谈 不知道你明天早上有没有时间 我和萧总想 明天早上过来和你相谈 警号34 陈经理在电话中提出了询问 明天早上我应该在家 那明早见吧 对了 你们明天需要采购蔬菜吗 蔬菜都成熟了 如果要采购 最好把周转框带来 我还没准备好蔬菜周转框 还有地秤 警号34 好的 那我们自带周转框和乘来 明天应该先采购两千斤 以后再逐渐增加 黄飞老弟明天见 警号34 陈经理说完就挂了电话 一个老总要过来 想谈什么呢 还有什么需要谈的 算了 不想了 黄飞又在神神叨叨了 他抛开心中的猜想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不过想到 明天要采摘两千斤蔬菜 就需要请人干活了 他来到菜园 找到母亲和二婶他们 妈 二婶 明天早上要采摘两千斤蔬菜 至少要十个人干活 你们看看 需要再请几个人帮忙 工钱 就每人五十元 你们看看 村里的人哪个合适 明天早上七点集合采摘 就我们几个不行吗 如果十个人采摘 一个小时就足够了 五十元太多了吧 二婶有点不舍 二婶 人家要赶回县城的 不能太晚 都是村里的人 五十元不多 不要计较这些 不但他们有工钱 你们也要有工钱 不能分彼此 黄飞解释 我们怎会要你的钱 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们经常吃你家蔬菜 都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我不能收钱 三婶也连忙说 二婶 三婶 你们喜欢吃我的蔬菜 我是高兴 这才是自家人的融合 不能太见外了 给你们工钱是应该的 现在我的菜开始出售了 以后如果你们愿意 就帮我种菜 暂时每月基本工资是四千元 每个月看收成再发奖金 你们看看怎么样 黄飞说 每个月四千元 还有奖金 小飞 你不是开玩笑吧 这么高的工资 二婶他们都感到意外 我像是开玩笑吗 你们问问二叔三叔 最好也能来帮我 用自己人 我也放心 如果小飞你是认真的 那我们当然愿意帮你 在家里打工 不用出去 就有这么高工资 想想也开心 锦号三四 三婶表现最开心了 好 就这么定了 以后有你们帮忙 我也放心去做别的事情 锦号三四 临时招工的事情 就这样定下来了 黄飞母亲在旁边 一直微笑看着 看到自己儿子 能赚钱了开心 看到儿子赚了钱 首先想到的是 自家人也很欣慰 儿子真的长大了 如果再找到一个儿媳妇 就完美了 第二天早上 黄飞一家人 七点就来到了菜地里 在村里请了四个人帮助 再加上二叔三叔 两家四人 一共十一人全到齐了 按照陈经理的要求 每种蔬菜 便够四百斤左右 分类放好 等车来了 就装框过程上车 现在最麻烦的是 汽车到不了村委 只能用两轮板车 拉出去装车 八点钟左右 陈经理的电话就来了 黄飞老弟 货车已经到了村口 需要你们出来 把货框拉进去 好的 等一下 我们的人就到 黄飞说完 就叫大家把板车拉到村口 黄飞带着众人来到村口石拱桥外 看到有两辆中型货车 已经在等待 现在的凤梨村山路 只能够走中小型货车 再打就进不来了 她没理会货车的问题 把要做的事情 都向众人交代清楚了 又叮嘱了自己父亲 一会负责记录过程 然后才走向陈经理他们 陈经理是开着小车来的 同行的还有三个人 两女一男 黄飞瞬间就被其中的一位 年轻美女吸引了 高挑身材 仙腰翘臀 瓜子脸润玉陶腮 眉目如画 头树发际 悠闲典雅 一套衬体才艺的修身连体职业裙 把她凹凸有致的身材 显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浮想联翩 黄飞也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可惜感觉有点高冷 另一位是年纪大点的女人 也是身穿职业套装 风韵成熟 知性感脸 你好 陈经理 欢迎几位光临 我们凤梨村 让小山村蓬壁生辉 警号三四 哼 首先介绍了高冷美女 你好 萧总 我叫黄飞 欢迎大驾光临 以后请多指教 黄飞伸手和大美女握了握手 你好 黄飞 你的蔬菜让我们很惊喜 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这是我的助理 王姐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找我的助理 萧美女介绍了一下 她身边的助理 王助理好 以后请多指教 警号三四 黄飞和王助理也握了握手 你好 你也叫我王姐吧 以后我们可能要经常联系 王助理说 好的 谢谢王姐 老弟 还有这位是 负责来这里采购蔬菜的吴经理 以后这边都是吴经理来交接 陈经理又介绍了最后一个青年人 大家都互相介绍认识以后 就一起走向菜地 黄飞在路上 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凤梨村的情况 和接下来自己种植的一些想法 一行人很快就走到了菜地 吴经理就离开人群 去检查验收蔬菜了 黄飞就拿了四个西红柿回来 一人分了一个 萧总 陈经理 王姐 你们都尝一尝这批蔬菜质量 都是蜈蚣害绿色种植 没用化肥 没喷农药 用痰水浇灌 痰水也是地下水源 你们可以放心食用 黄飞介绍说 三人听后都点头称赞 这是真正的有机绿色食品 把手中的西红柿 用纸巾擦了擦就小口吃了起来 微酸开胃 肉爽嫩滑 果香诱人 真的非常好吃 让人回味无穷 萧总 我私人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敷面膜 你可以用我种的黄瓜切片试试效果 可能会有惊喜哦 真的 那我回去一定试试 高冷的萧大美女 听到这建议都不有一脸激动 女人啊 都是爱美如命 黄飞陪着三人看了一会众人干活 有条不紊 没出什么问题 她交代好自己母亲 一会给工人结算工钱 然后就请萧美女三人 回家商议合作的事情 总不能站在菜地里 谈 回到家里 她请大家坐好 就转身去用灵水泡了一壶茶 这是山里的野山茶 还是不错的 可惜很难采摘 你们品尝一下 她把茶水放到众人面前时 随意介绍说 哦 那我可要品尝一下 陈经理说完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眼睛一亮 然后闭上眼睛细细感受 茶水入口苦涩 却有一种清新气息直上脑门 让人精神一爽 浑身舒畅 好茶 绝对是好茶 萧总这可是难得的好茶 陈经理忍不住赞叹出声 萧大美女听了陈经理的话 也喝了一口 马上她也体会到了 这种让人神清气爽的感觉 她一脸惊奇地看着茶水 好像有太多的疑惑不明 喂什么茶水会有这样的口感 王姐连喝几口 依然感到意犹未尽 一脸陶醉 每一个人第一次接触到 灵水这种神奇的元素 都会是惊喜连连 没有什么人能例外 她只是用灵水泡父亲的 普通山茶叶 就能让这几位算是 见过世面的人惊喜 如果泡用灵水种出来的茶叶 可能会让好茶之人疯狂 陈经理 你觉得这茶叶怎么样 黄飞笑眯眯地问 好茶 黄飞老弟 这是什么茶叶 喝了居然能让人神清气爽 浑身舒畅 锦号三四 陈经理赞叹不已 萧大美女也看了过来 也想知道 这么好喝的茶 在哪里有卖 这是从后山老林中采摘的野生茶 产量很少 如果陈哥你喜欢 下次制茶就送你一点 好 谢谢 一定要记得留我一份 我买 不用送 这茶叶真的好 陈经理连连点赞 旁边的萧大美女听了连忙说 见者有份 我也要 黄飞连忙呵呵一笑 萧总如果也爱喝茶 到时候也留给你一份 锦号三四 真的 那谢谢了 这茶喝了能提神 工作累了 喝这茶比喝咖啡好多了 萧大美女眼睛一亮 开心地说 真的 下次我尽量多采摘一些回来 萧总 咖啡喝多了不好 你可以多吃西红柿 有益健康 还可以美颜 黄飞微笑地说 是不是真的 我怎么感觉你 越来越神秘了 你是怎么弄出来 这些神奇的东西 黄飞的神秘 终于引起了萧大美女的好奇 萧大美女 请不要好奇哥 哥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嘿嘿 黄飞开了一个玩笑 萧大美女给了她一个白眼 然后进入了主题 黄飞 开始说正事吧 我这次来 主要是谈谈我们合作的事情 为了长期稳定合作 我们必须要签订合同 你的蔬菜 我们福满楼独家变购 你不能再提供给别的酒店 价格也签订为25元一斤 我们自提货 你觉得怎么样 锦号三四 哼 这是不可能的 萧总 你们现在一次采购两三千斤一次 对现在我的蔬菜产量刚刚好 这没所谓 但我是不断扩大种植的 你可以吞下吗 黄飞问 什么 你还可以扩大 种植出来这种极品蔬菜 锦号三四 小大美女惊讶地站了起来 你不用激动 我扩大种植是必然的 还会不断推出新产品 只是我现在的资金 不过限制了我的发展 只要有资金 我会不断完善现在的产业链 黄飞肯定地回答 不知道黄老板以后 还打算开发什么产品 可以先透露一下吗 锦号三四 小大美女问 以后还开发什么产品 我暂时还没确定下来 不过一定是食材 这是肯定的 锦号三四 黄飞不想透露更多信息 那黄老板对我们以后的合作 有什么想法 你能说说吗 锦号三四 黄飞刚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这时父亲带着吴经理进来了 吴经理把称重单据交给了萧强威 萧美女看了一会就签了名 然后她又递给了黄飞 黄飞接过单据看起来 今天总重量是2035金 金额是50875元 上面已经有她父亲的签名 她看完递回了萧强威 点点头表示没问题了 萧大美女说 麻烦黄老板把银行卡号给我 以后的货款都会到这张卡里面 锦号三四 好的 请等一下 黄飞上楼拿了上学实用的建行卡下来 萧大美女打了个电话 报了卡号和名字 又叮嘱一下以后的汇款事情 就挂了电话 大约过了五分钟 黄飞手机信息提示 建行卡近账50875元 货款已收到 谢谢萧总 合作愉快 锦号三四 黄飞平静地说 没事 这是应该的 一切按规矩办事 收获汇款 这基本的诚信 我们浮满楼还是有的 接下来 咱们就商议一下 以后双方合作的事情 锦号三四 萧大美女接回了刚才的话题 萧总 对于以后的合作 我的想法是 你们浮满楼 作为第一个跟我合作的商家 这是一种缘分 我会感恩的 所以 今后无论我扩大种植 还是开发其他的品种 我都会优先供应你们浮满楼 在满足你们浮满楼后 多余的产品 才会找其他商家合作 或者向你们推荐的商家合作 这样就能保证大家的利益最大化 我这种极品蔬菜 以后是什么价格 并不是我会随意提价 但当我遇到更合适的商家 而对方又给出优厚价格时 我当然会重新考虑 因为我现在很需要资金发展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我们合作愉快 彼此信任 那以后无论是提价还是降价 在同等条件下 都会选择优先和你们浮满楼合作 萧总 我这提议怎么样 锦号三四 黄飞的意思很简单 一切阻碍 自己发展的条款都不会同意 因为随便一家高档酒店 遇到自己的食材都会同意合作 自己根本不需要担心销路 萧强威也明白了黄飞的意思 她不会让自己陷入条款约束 她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双合作愉快 那就可以一直合作下去 如果双方出现利益争议 那黄飞就可能另寻合作对象 现在黄飞提出 在双方合作愉快的前提下 会优先选择与浮满楼合作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和让步 好吧 既然黄老板已经说得这么明白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但协议还是需要签的 内容主要是保证供货数量和质量 保证我们浮满楼有优先合作选择权 我们浮满楼给你的保证 是收获汇款 户不拖欠 黄老板 你看这样可以吗 肖大美女也爽快做出了让步 这个协议没问题 但我在这里还要提两件事情 第一 我可能会在凤凰镇开一间私房菜馆 不过规模不会大 对你们应该没有影响 第二 我会在网上限量出售蔬菜 慢慢宣传自己的品牌 就这两件事 如果你们没意见 没什么办法改变黄飞的条件 就同意了这个协议 因为这里没有打印机 所以 下次采购时 陈经理会亲自带协议 来让黄飞签名 双方确定了今后的合作方式后 肖强威因为酒店 还有重要事情 需要急着处理 所以 她没有停留 就匆匆告辞离开 黄飞一直把他们 送到村口施贡桥外 才挥手告别 她刚回到村口龙眼树 就被一群村里人围住了 因为早上用板车 运送那么多蔬菜出村口 吸引了村里人 我是你二娘 你家的蔬菜卖多少钱 小飞 我是黄沈 你那还招人吗 听雪梅说 早上去你那摘蔬菜 一个多小时 就给了50元工钱 是不是真的 小飞啊 你种菜那么厉害 能不能带我们一起种菜 都是村里人 你不能独吃啊 小飞 一群村里人 都在抢问这些 关乎于自己利益的问题 看到众人乱哄哄的询问 根本不可能回答清楚 老村长赶紧开口阻止 都停下来 全部停下来 别吵 老村长还是饱刀未了 微信还在 他这样大喊了几句 村民都慢慢恢复了安静 都看向村长和黄飞 村长看着这群 带着期盼眼光的村民 举起右手压了压 表示 大家都不要再出声了 然后转身问黄飞 小飞 你不愧是农业学院的大学生 回到村里这么快 就能种出那么好的蔬菜 其实我们都替你高兴 但是 你也知道我们凤梨村的情况 年轻的都出去打散工了 也赚不了什么钱 老的在村里 又没什么收入 小飞 我们不是 眼红你的种菜技术 富裕起来 村长的话 让村里人都用期盼的目光 看向黄飞 他们确实很希望 黄飞能有办法帮他们赚钱 黄飞看着老村长 想了想就说 村长 其实我毕业以后 没有留在城市里工作 就是想回到村里看看 有没有什么赚钱的方法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用自家的菜地 来实验种植技术 现在已经出现成效了 我接下来就准备扩大种植面积 扩大种植面积 就必须要招收工人 我现在已经聘请了自己的二叔 二婶 三叔 三婶他们 帮我管理菜地 他们现在的工资 暂时是每月四千元 每月还有销售提升奖励 早上请来帮忙收菜的 只是终点工 每人每次五十元 其实 这就是我在开始慢慢帮大家找工作 村长 现在我们村的耕地承包价钱 大概是多少 村长想了很久才说 应该是五百到一千元一亩 村长 我看到村委那一片荒地 已经丢荒很久了 我想把那一片荒地租下来扩大种植 因为那不是耕地 都是村里人以前的菜地 我就按每年两千元一亩的价格租下来 可以吗 你出这么高的租地价格 只要村里人同意 就没问题的 村长 其实这个租金钱多钱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扩大种植 就要招人帮忙 扩大种植后 至少要再招聘十个人 作为我的新员工 当然是要招收诚实可靠的人 那些偷鸡摸狗 做监犯科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要的 好 你这样做 又帮村里解决了十个人的工作问题 村长拍手叫好 第一批新员工 是优先招收村委 有地出租的家庭 从面积最多的家庭 开始往下招收 工资暂时定为每月三千元 每月勤工奖励五百元 只要你按时上下班 不偷奸耍滑 那每个月就能领到三千五百元的工资 以后工作能力越强的员工工资就越高 我二叔他们 工资比新员工高 就是因为他们是管理员员 但我管理整片菜地 当然 另一个原因就是 自家人当然待遇要好一点 如果把他们的工资定得比你们低 我妈可能就会当我出家门了 你们说对不对 听到这里 大家都哄笑起来 气氛也缓和了下来 因为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各位叔叔 沈子 阿姨 虽然今次人数有限 没招收到你们 但我赚了钱 就会不断扩大种植 也就需要不断收人干活 只要我资金足够了 就会把我们村的耕地 全部承包下来 你们想想 那时需要多少人帮我干活 就算是一个人管理一亩地 也要一千多人干活 也就是说 村里人个个都不用外出打工 就能在家赚钱 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好 小飞 你是好样的 我们支持你 我们就等着你安排工作 村里人都被黄飞鼓动起了激情 黄飞看了看村民中 有几个人在窃窃细语 就继续说 但是 如果你们其中 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蛊惑人心 阻止我在村里发展 那我就会离开凤梨村 去别的村包山种地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你们也看到了 我今天出售蔬菜了 就算只种自己家的地 我赚的钱也够花了 锦号三四 他想了想继续说 那我为什么还要承包村里的耕地 扩大种植 其实我的目标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有工作 既然在村里 就有工资待遇好的工作 你们儿女 还会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吗 老人村的现状 不就解决了吗 只要人回来了 那我们凤梨村就有人气了 就会热闹起来 只要大家都有工作有收入了 凤梨村就不会再被人 耻笑为凤凰镇的贫穷村 你们子女也不用外出打工 到处看别人的脸色 那种滋味并不好受 所以希望村里人支持我 帮助我 而不是去眼馋 我赚了多少钱 当然 我会尽自己的能力修桥铺路 会慢慢把凤梨村 改变成为凤凰镇 人人羡慕的地方 相信我 因为这里 也是我的家乡 警号34 还有 有村里人问为什么 不带着你们一起种地 一起赚大钱 这个我也和村长解释了 我的种菜技术 是国家科研成果 是国家专项计划 我是签了保密协议 才能开办种植蔬菜实验田 其实就算把技术 告诉你们 也种不出好蔬菜 那是很复杂的技术 并不是浇水施肥 就能种出来的 村长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也很清楚地解释了 信不信就看他们的了 黄飞最后看着老村长说 好 好 我太激动了 修好村里的路 让村里人富裕起来 让留在外边的年轻村民 回家工作 这可是我们老一辈子 最想做的事情 希望你真的能办到 警号34 村长老泪纵横 气不成声 村长 你把村委 有地的人统计一下 希望能说服全部人 把土地出租给我 租期暂时30年吧 我也说累了 我回家了 警号34 黄飞说完 转身就走了 留下来一群村民 窃窃私语 有支持的 有怀疑的 还有想反对的 老村长听了这些话 就愤怒了 你们怎么可以 背后这么说黄飞 先不管黄飞以后 是不是说到做到 至少他有这个报复 有为村里人着想 你们有什么 就是你们几个 平时游手好闲的人 把村里风气带坏了 你们就算吹牛逼 也不敢这样吹 但黄飞敢当着 这么多人的脸 这样承诺 这样保证 你们谁敢 站出来说说 大家都回去好好想想 希望以后 能配合村里的工作 因为这是好事 你们也不想 一直穷下去 一代一代人穷下去 你们都散了吧 村委有荒地的 就到村委报备一下 我和村支书 还有会计会 去实地核对 到时候 一起签租地合同 好事啊 天大的幸事 如果能实现 我就死也瞑目了 老村长 一边走一边 自言自语地回家 做准备工作 黄飞刚进家门 他母亲就一把 揪住了他的耳朵 臭小子 很厉害啊 很能吹啊 帮村里修桥铺路 你怎么不把天吹破 现在才赚了几个钱 就敢在人前 这样拍胸脯 如果你做不到 我和你爸的脸 往哪放 我真想一脚踹死你 气死我了 妈 放手 疼 疼 我没有骗他们 你们不是说 知识我带领村里人致富吗 我现在就是一步步在做呀 警号三四 黄飞擦了擦 被母亲扭疼痛的耳朵 爸 妈 我帮你们算一算账目 我们种的蔬菜 一个平方 应该有15斤产量吧 按这个算法 一亩地就算 食重面积600平方 就有9000斤产量 25元一斤 就大概有23万 我们种的蔬菜是10天一批 一个月就有3批 那一亩地一个月 大概是70万 我们如果租了村委的荒地 加起来应该有7亩 那一个月 我们的收入就有490万 就算是除去 砸七砸八的费用 450万跑不了 谁叫我们家的蔬菜 长得快 又值钱 又不愁卖呢 我们再算一管 我就是不承包 全村的1000亩耕地 就一半500亩计算 一个月是多少钱 3.5亿 不会吧 这么吓人 我把我自己都吓傻了 黄飞自己都傻眼了 这还是农民 我的妈呀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了一跳 父母也被黄飞算法吓傻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一个月3.5亿 挖金矿也没这么快吧 如果是这算法 黄飞真没吹牛 这么多钱 把整个凤梨村 改成高档别墅区都可以了 这样确实有点吓人啊 这样的赚钱速度 一定会出事的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看来计划需要改变 如果以后承包耕地 不能全种蔬菜 要多元化发展 还要减少产量 蔬菜改为15天一批 这样更省零水 更好操作 因为只要是用零水喷洒 浓度只影响生长速度 并不影响口感 所以 10天成熟和15天 成熟的蔬菜口感上 都没有变化 一亩地 如果一个月两批蔬菜的产量 大概是1.8万斤 按辅满楼的销量 来算 一个月需要两亩地产量 以后就按一间酒店两亩地计算 加上网上销售 黄港县城的浮满楼 也迎来了中午来吃饭的客人 大唐经理孙丽 拿着菜单 推开了富贵厅的包间 呦 原来是孙美女来了 怎么不是陈建燕那家伙 她是不是又没找到好东西 不敢露脸了 警号三四 一个正对着门口的中年胖子 大声说 吴老板 你误会陈经理了 他每天都跑去山村 帮各位贵客找野位 人都又瘦又黑了 现在还没有回来 警号三四 孙丽赶紧解释 唉 看来今天又没什么好吃的了 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说 李总 你们天天大鱼大肉都吃腻了吧 要不今天各位贵客改改口味 我们福满楼 今天开始推出绿色营养蔬菜 都是从大山中种植出来的 绝对是绿色蜈蚣害极品蔬菜 数量有限 今天刚刚推广 各位贵客可以尽情品尝 以后可能就要限量了 孙丽开始了推销模式 孙美女 你不是开玩笑吧 蔬菜能好吃到哪里 比山珍海味好吃吗 陈建燕这家伙 怎么找食材的 那位中年胖子 又说到了陈经理身上 这些人应该都是经常来吃饭 和酒楼的人都很熟悉了 吴老板 你怎么不相信小女子的话呢 我忽悠谁也不敢忽悠 你们这些贵客 要不你等一下 我让人送一份西红柿 给各位尝一尝 警号三四 孙丽用耳麦通知了外面 送一份半斤的西红柿 到富贵厅 很快服务员送了一份 西红柿果盆进来 来 各位贵客尝试一下 孙丽微笑地伸手示意了一下 房间里一共有六个人 个个看上去都衣着讲究 气度不凡 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 大酒店就像是他们的食堂 吃惯了各种佳肴真修 嘴都养雕了 对一般的食材 真的是一点兴趣都不会有 所以对这一盘西红柿 没什么食欲 孙丽看着情形不对 马上对那中年胖子说 吴老板 李总 你们不会连一片西红柿 都不敢尝试吧 一会吃不上 别后悔哦 众人一听这话 怎么有点哪里不对 吴老板听了 也觉得孙丽这种激将法 有点幼稚 但也没说什么 用牙签扎了一块西红柿 放到嘴里 嗯 他愣了一下 然后又扎了块放嘴里吃着 也不说话 其他的人就这样 看着吴老板试吃 看到他吃到第三块了 也不说话 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 纷纷拿起牙签 扎了一块放进嘴里 嗯 上当了 被老吴给骗了 原来老吴在吃毒食 想再扎一块食 果盆已经空了 老吴没想到你会这一招 居然偷偷吃毒食 什么吃毒食 你们都不吃 我就帮你们吃了 吴老板开心地说 怎么样 各位老总 是不是后悔没吃上 孙丽终于安下心来 孙美女果然没介绍错 那我们今天就听你的欢欢口味 一切你来安排 警号三四 李总说 好的 各位老总 如果今天的菜 各位贵客不满意 小女子 我向各位老总自罚三杯 孙丽保证 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 点菜吧 警号三四 那今天就全上新菜式 糖拌西红柿 西红柿炒鸡蛋 拍黄瓜 土猪腊肉炒青椒 红烧茄子 火腿丝清蒸茄子 再来一份银鱼上汤油菜 七个菜上大分量的 应该可以了 怎么样 各位老总还有补充吗 孙丽问 没什么了 今天全听你的 好的 各位贵客慢等 菜很快就会送上 那我先出去忙了 呵呵 孙美女 记住了 一会儿我们不满意 你要自罚三杯 警号三四 一定 不过说实话 我是怕上的菜还不够吃 到时候别不好意思补菜 西西 警号三四 孙丽说完就退出了包间 没过多久 第一道银鱼上汤油菜 被送了进来 服务员帮美人盛了一碗汤 放到众人面前 伸手示意了一下 李总用汤匙喝了一口 嗯 银鱼的鲜美 配上汤水的清爽 通过味蕾散发到全身 凝神醒脑 全身舒畅 食欲大开 很快他喝完了一碗 又示意服务员盛了一碗 几个人很快就把银鱼上汤喝完了 还有点意犹未尽 接下来的场景 就不用再形容了 送上来一份菜 就吃完一份 都没有人说话 只顾埋头吃菜 就怕吃慢点就没有了 直到最后一道菜 送上来又吃完后 众人才呼出一口气 彼此对视一眼都面带苦笑 什么时候自己吃饭 会这么失态了 孙丽这时也掐着时间敲门进来了 各位贵客 各位老总 我点的菜还算满意吗 需不需要我自罚三杯 不用 今天我们都很满意 非常满意 很久没这样吃得开心了 谢谢孙美女介绍 晚上继续 警号三四 对 晚上再带朋友来 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极品蔬菜 没话说 太好吃了 很久没吃这么多了 警号三四 各位贵客 我真的不知 萧总是从哪里采购来的蔬菜 这些蔬菜 我们都拿去检测了 营养价值是平常蔬菜的五倍以上 重要的是 这种极品蔬菜中都含有一种 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的元素 有点像人生里面的成分 所以 多吃这种极品蔬菜 是非常有好处的 各位老总吃完了 是不是有种全身舒服的感觉 对啊 我长途开车回来的疲惫都没有了 好像睡了一觉 我也觉察到了 昨晚没睡好的感觉也消失了 众人拟一言我一语地聊着 同样的场景 也在浮满楼各个房间 还有大厅重演着 只要点了极品蔬菜的客人 都赞不绝口 回味无穷 纷纷都表示 要带朋友或家人再来品尝 萧大美女坐在办公室里查看监控 查看到大厅的时刻 在食用极品蔬菜时的失态表现 知道这一次采购成功了 这种极品蔬菜 会为浮满楼 引来源源不断的客人 想起那个有点神秘的黄飞 不由脸微微一红 怎么会想起她呢 正在这时 助理王姐敲门进来了 王姐有点奇怪的 看了一眼萧总微微发红的脸 然后汇报说 萧总 今天中午从反馈回来的情况 客人们对我们新推出的极品蔬菜 都非常满意 很多原来点了小份量尝试的客人 都加点了 也表示 以后会经常带家人或朋友来 我们浮满楼 所以 我们可以加大力度宣传和推广了 当浮满楼的肖大美女 要加大宣传大展身手的时候 黄飞却在空间里抱着小虎 坐在躺椅上发愁 发愁接下来要怎么做 才能让空间升级 现在的空间 根本满足不了自己的发展需要 主要是灵液跟不上需求 灵犬一号母液 只剩下半瓶了 都不敢再乱用了 只提供给自己修炼用 现在喷洒蔬菜的 都是空间里的潭水 但潭水还没提升到 三号灵水的浓度 如果空间不能再升级 潭水的灵气浓度 可能要等到村委荒地 全部种上蔬菜后 才能抽出时间 去深山老林中找地方修炼 第二种空间里的人参 才刚刚长成幼苗 对空间根本起不了作用 现在主要是靠第三种 和二号灵水修炼 来积累空间能量 但现在灵水要省着用 等待空间升级契机的出现 黄飞就这样 摸着小虎的头 坐在躺椅上静静地想着 既然暂时没办法 那就把其他的事情先完成了 退出了空间 想了想 拿出手机 找出王助理的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你好 黄老板 忽然给我电话 是有什么事情吗 手机里传来了王姐的声音 你好 王姐 是有件事情询问你 我想申请一个商标 你认识这方面业务的人吗 黄飞问 是设计商标 还是代理商标注册 王姐问 最好是设计和注册一条龙服务 他们可能办理起来时间快很多 有这种业务的公司吗 是的 他们有自己的渠道快速办理 那你需要注册什么样的商标 警号34 我需要他们设计两样 一是商标 名字是凤梨山 二是快递箱子外包装 设计装蔬菜瓜果的快递箱子 容量大概是五斤 我准备注册一所农场 名叫凤梨村农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黄飞把需求情况解释了一下 嗯 我明白了 你是想设计一个商标 用在快递箱子上 或者贴在水果上 商标名字是凤梨山 农场名字是凤梨村农场 地址电话什么的都不需要 对 没错 王姐厉害 一点就明白 警号34 黄飞拍了个马屁 呵呵 我们酒店确实与这些设计公司有来往 我把你的要求都记下了 有消息就告诉你 好的 谢谢你 王姐 那我就拜托你了 那我挂了 拜拜 黄飞把商标的事情定下来后 又少了一桩事情 而注册农场的事情 他在网上查询了 需要有土地承包合同 农场经营项目 镇政府和土地规划局批文 注册资金等资料齐备才能办理 黄飞抛开所有烦恼 带着小虎到处闲逛 到老宅后院观察了一下黑凤鸡 已经带了很多 证明了灵水对家禽的生长也有促进作用 又去新菜地里逛了一圈 交代了二婶他们 要及时补种蔬菜 不能断了供货 他又来到了寒潭 看到老桃树已经开始焕发生机了 打算过几天找机会 就把他移植进空间里陪伴灵域 风化石也搬进去 让他们一家团聚 黄飞这样到处逛了一圈 心情也好了很多 没事做就回家等吃饭 想到吃饭 家里养的鱼应该是三天了 已经加了两次三号灵水 今天就吃两条试试味道 他回到家里 看到母亲正准备做饭 妈 今天吃鲫鱼吧 一条做汤 一条清蒸 对哦 我这两天怎么把鲫鱼忘了 我这就抓两条鱼 妈 这些鲫鱼我不急着吃 我想多养几天再吃 看看家的精华素 鲫鱼会不会好吃点 随便你吧 要吃鱼的时候 就告诉我一声 差不多开饭的时候 父亲黄红根才悠哉悠哉地回来 爸 你小子是想刺探敌情吧 锦号三四 聪明 村里人有什么说的 没什么人说了 只是个别的人说你吹牛 等你羞禄都不知是猴年马月了 你承包村里的耕地 根本没人反对 那些地都差不多全荒废了 也没几个人 相信你会承包那么多耕地 他父亲回答 也是 我现在也有点头疼那么多地 用来做什么了 慢慢来吧 传到桥头自然指 锦号三四 开饭了 母亲张翠莲把菜端到了饭桌 栗菜拍黄瓜 腊肉炒青椒 今天多了腊肉丝 青蒸鲫鱼 红枣棋子鲫鱼汤 黄飞看了看母亲今天做的鲫鱼汤 鲫鱼被煎的微黄 鱼汤乳白色 汤面漂浮着几个红枣和棋子 色香味俱全 他用汤勺先帮父母盛了汤 然后才自己盛上一碗 用嘴轻轻吸了一口 最先进入味蕾的 是鱼汤的鲜 接着是汤的稠滑 然后是红枣棋子的微甜 最后在胃中散出一丝清新气息 这种就是灵水的气息 很微少 可能是鲫鱼养的时间太短了 不过鲫鱼的肉质明显有改善 因为鲫鱼的鲜味提升了不少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 黄飞用筷子 加了一块清蒸的鲫鱼肉放嘴里 第一感觉就是鲜 然后是滑 滑中又带有肉质纤维的韧性 这种韧性 就是灵水的功效了 美食爱好者都知道 像这种只有半斤重的鲫鱼 肉质都会滑而融 只有在野生环境长大的鱼 因为缺少食物 鱼生长得很慢 为了生存 需要不断游动觅食 致使身长体瘦 肉质有韧性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喜欢吃野味的原因 而现在 这条鲫鱼 只是用灵水养几天 就养出了纯野生老鲫鱼的肉质 可想而知 灵水对鱼类的肉质 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如果用灵水 从小鱼苗开始饲养 等到上桌那一刻 会有多么美味难以想象 妈 你感觉这鱼吃起来怎么样 黄飞问母亲 这鲫鱼比往常的好吃 为什么好吃了 我也说不出什么来 反正就是好吃 汤也好喝 嗯 确实比往常的鲫鱼好吃 他父亲也回应了一句 一顿美味的午餐后 黄飞到空间里 摘了一些西红柿和黄瓜出来 这些西红柿和黄瓜是 送给李燕然的 空间里的更好吃 他打算 下午就把需要检测的蔬菜 通过顺丰快递 寄去省城李燕然的公司 再由李燕然带给他舅舅 又混装了十斤五种蔬菜 这是送给李燕然舅舅的 李燕然只装了 十斤空间里的西红柿和黄瓜 他把三箱蔬菜都放进了空间里 然后开着摩托车 向镇里快递站出发 黄飞来到了顺丰快递站 因为是寄冷鲜瓜果 所以就按快递站的要求 先分类真空包装 然后改用泡沫箱固定装好 他分别在三个箱子外包装写了字 检测 舅舅 以防混淆了 黄飞办好了快递手续 把标注好的快递箱照片 用微信发给了李燕然 同时还转账了一万元检测费用 他做完这些 就静静地观察这个顺丰快递站 过了一会儿 看到管理的小姐姐空闲了 就走了过去说明来意 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 网店订单寄蔬菜瓜果快递 要怎么做 你好 寄蔬菜瓜果快递 是要看你需求的 一般我们是建议 取用统一规格的泡沫箱 寄冷鲜渠道 这样能堆放整齐减少碰撞 虽然快递费贵一点 但可以保证 送到客户手上完整无缺 小姐姐耐心解释 黄飞觉得 对方说得很有道理 他就把自己 准备售卖的蔬菜种类 和包装重量说了出来 耐心听取了对方的建议 把包装规格 内包装要求 快递收费等事项 都记录了下来 他把快递的事情 询问清楚后 才离开了快递站 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他忽然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好像很多事需要去做 但这些事 现在又做不了 黄飞感觉到有点迷茫 他最后 还是找了一点事情做 去买了蔬菜种子 又买了一个 大号五百升的储水罐 准备放在老宅存放零水 这样喷洒蔬菜 和浸泡种子 用水就方便了 顺便再买两个杯式喷筒 然后他就跟随着商家 送货车 回到了凤梨村 把买回来的东西 都搬到老宅 放置好后 才回到家里 在家中觉得无所事事 黄飞就进入了空间 空间里一切如常 人参苗已经长高到二十厘米了 月季花经过不断培植检查 也培植了一大便 他准备把村委的荒地 围避后再种植 现在的篱笆 就暂时不种了 无聊的黄飞 坐在堂椅上发呆 还是要找点事情做 在空间里时间太多 太无聊了 挖坑 对 挖坑 把一只老桃树的坑先挖好 神圣叨叨的黄飞 说干就干 他静静地观察 规划了一下以后建房 竹林 桃林的布局后 最后决定 还是在水潭旁边挖坑 把桃树一直在水潭旁边 到时候 把风化石也搬进来 放在桃树下 嗯 很不错的想法 我以后就可以坐在石头上思考人生 参舞武功秘籍了 一代武道宗师黄飞就要诞生了 嘿嘿 黄飞思想 已经占到了宗师高度 接下来的两天 黄飞除了每天晚上修炼四小时 就是闲逛 逛一圈菜地 六一六小虎 龙眼树下听一下八卦 与李燕然聊天中 得知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收到包裹后 只吃了一个西红柿 其他的都被同事抢光了 连准备用来做面膜的黄瓜都没有了 黄飞 你的西红柿太好吃了 都被抢光了 我自己都没了 做面膜的黄瓜也没了 你要陪我 呵呵 你单位是土匪窝吗 那我下次进你家里吧 明天再帮你寄过来去 真的 那太好了 你算一下多少钱 我付钱买吧 要你经常送我也不好意思说 班长 那你就太见外了 自家种的东西不值钱 以后就别再提钱了 我现在不也是在麻烦你吗 黄飞虽然很缺钱 但他对朋友还是很大方的 不会计较一点点小钱 他现在需要的是大钱 他急需要钱去租用村委的荒地 钱啊钱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 没钱什么事也办不了 在家里暂时找不到事情做的黄飞 决定进山一趟 希望在山里 能找到一处适合修炼的地方 顺便也可以寻找一些有用的药材 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餐 他决定 进山就对父母说 爸 妈 今天我想进山里逛一圈 想去寻找一些有用的药材 提炼生长精华液 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你们不用等我 你一个人去危险 要不和你爸一起去吧 或者在村里找人陪你去 他母亲担心地说 不用啊 我又不是进山里 我就在附近山里寻找 没什么危险 我会小心点的 你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喝了精华液 有事跑起来 谁也追不上 黄飞安慰母亲说 那好吧 注意安全 有事就打电话回来 呸 一定会没事的 母亲觉得自己说错话了 黄飞背上竹篓 带了一把柴刀 手上拿了一根木棒 就向山里出发 灵水现在都放在了空间里 自己随时都可以使用 他沿着上次寻找药材的山剑前进 因为沿着山剑走 容易找到药材 黄飞一直行走了两个多小时 已经算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地带 山高灵密 他把途中挖到的药材 都种到空间里 他没有停息 又行走了一小时 发现周围的植物 慢慢冒上了起来 有原来的小叶地矮植物 转变为大叶植物 树木也长得又粗又高 他尝试运转功法 居然感觉到了些许灵气 有希望了 继续 半小时后 黄飞来到了一个山奥的地方 山奥四周悬崖峭壁 峭壁上迷蒙着薄薄青雾 峭壁的石缝中流出潺潺溪水 在峭壁下方形成一汪青潭 潭水清澈见底 一缕阳光透过上空迷雾 在青潭上映出了一道彩虹 彩虹下各种奇花异草 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 没 太美了 这里绝对算是人间仙境 动天伏地 黄飞被眼前的美丽景色迷醉了 这里景色宜人 空气清新 让人呼吸后神清气爽 心情舒畅 他三个多小时的走路疲惫 煞间消失 他用手机把这里的一切 从各个角度拍录下来 这回是自己凤梨村农场 宣传片的最好素材 黄飞又用微信自拍了一段视频 发给了母亲报平安 可惜这里根本没有信号发不出去 黄飞兴奋过后就恢复了平静 他先用这里的潭水 把空间里的水潭装满 然后找了块平滑的石头盘做好 准备修炼 他为了增强功效 还喝了一瓶二号灵水 随着功法的运转 空气中开始有源源不断的灵气 被吸收进他的身体里 感受到这里的灵气浓郁 黄飞立即就进入了万物的修炼中 随着他身体周围灵气的吸收流动 渐渐地也牵动了清潭上空的迷雾 迷雾肉眼可见地 被牵扯下来 化为灵气溶进了他的身体 原来这些漂浮在上空的迷雾 是常年累月积攒起来的灵气凝聚而成 修炼中的黄飞失去了时间意识 当他醒来的时候 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傍晚六点了 心中又惊又急 惊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急的是家里人应该担心了 而且自己也太大意了 毫无防备就在这里荒野修炼了这么长时间 假如有野兽自己就完蛋了 幸好衣服被雾水打湿 把自己冻醒了 否则都不知道自己会修炼到什么时候 修炼无岁月 黄飞来不及多想 赶紧跳进水潭洗澡换好衣服 然后拿出西红柿一边吃一边快速往回赶 他来的时候已经用柴刀砍开了一条山路 现在回去就快很多 半小时候终于看到手机有信号了 他马上给家里打电话 小飞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电话也打不通 我和你爸都差点要进山找你了 你想吓死我们吗 电话一通 黄飞还没出声就传来了母亲的怒骂 妈 我错了 山里没手机信号 我忙起来不小心就忘了时间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你们不用等我吃饭 我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回去给你一个惊喜 说完他马上挂了电话 黄飞加快了速度 幸好他的势力自从修炼后就越来越好 晚上看路也没问题 但为了安全他 还是临时全开 小心提防有蛇 他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黄飞父母看到他回来了 才放下心来 但他母亲还是把他责备了几句 黄飞不敢吭声 匆匆拿着衣服去洗澡借机躲避 吃饭的时候 看到母亲还在生闷气 连忙把手机递过去 让他看自己拍的视频 如梦似幻的视频画面 马上就把他母亲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小飞 这是哪里 这是山里的风景 好漂亮呀 好像电影里的仙境一样 黄飞母亲连连称赞 是的 这就是我在山里发现的好地方 是不是很漂亮 在现场更漂亮 可惜离这里太远了 我也是找药材食物一中走到了那里 那里真的很漂亮 空气又好 这么漂亮的地方 如果近一点就好了 我很想去看一看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景色 我是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那里 附近好像没有什么风景 都是一些高大的树木 唯独那个山坳风景独特 悬崖峭壁 云雾弥漫 你看周围那些花草多好看 都是一些珍稀植物 所以就把我吸引住了 忘记了时间 过几天 我还想去那里研究 那么远的地方 你还要去 万一出现危险怎么办 妈 你别老把我当成小孩了 我都二十多岁了 我已经有自保的能力 我会自己小心的 要不下次 把小虎也带上 母亲张翠莲看了看 还是小奶狗的小虎说 这么点大的小虎 你带上他干嘛 你不会想让他保护你吧 妈 你别看小虎现在小 但他很聪明的 我让他表演一下 小虎 趴下 警号三四 黄飞的右手掌 做了一个向下压的动作 小虎看到后 乖乖地趴下身子 而且握姿端正 小虎 翻身 黄飞的手掌 配合着声音转动 小虎在地上翻滚了一圈身体 小虎 叫一声 忘 还是小奶狗的声音 小虎 叫二声 忘忘 这都是他平常和小虎一起互动的训练游戏 小虎都习惯了 小虎经过这些天的灵水喂养 不但智力提高了 体格也变强壮了 全身毛发柔滑发亮 眼神充满了灵性 非常惹人喜爱 就是身体还有点小 黄飞母亲被小虎这一斗了打岔 就把刚才的担忧忘记了 也学着黄飞斗小虎玩 小虎也很配合 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一点不耐烦 看到小虎玩累了 黄飞才抱着他 回到楼上房间 他锁好房门后 就进入了空间 他一进入空间 就明显感受到 空间里的灵气浓度提升了 经过今天的山坳修炼 空间吸收了很多灵气 看来自己以前的推测和方法 都是对的 想要让空间提升快 以后就要 经常到洞天福地那里修炼 吸收那里的灵气 黄飞想好了以后的修炼计划 但在空间里 还是要找事情做 因为时间太多了 总不能白白浪费了 他想到了自学武功 这是他的一个心愿 他前两天就上网 查找什么武功好 选来选去 还是确定先从八卦掌开始学习 因为只有八卦掌 或者太极拳注重内修 而太极拳 他觉得太老人化了 他想通过练习八卦掌 来尝试调用丹田里面的灵气 八卦掌 走为先 收即放 去即还 便转虚实不中餐 走如风 站如钉 黄飞开始默默地背诵八卦掌口诀 他的记忆力 已经在灵水的强化下 变得超强 读了两遍 基本上就记住了 然后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 直接通过临时 来观看武当正宗的八卦掌教学视频 一边观看记忆 一边反复模仿推演 终于经过一小时 反复观看模仿 黄飞已经可以有模有样地 把一套十分钟的完整八卦掌教学视频 模仿出来了 黄飞想自学武功 早有思想准备 没有人教 那就自己慢慢练 先模仿动作到熟练 再从熟练到流畅 从流畅到动作自然 动作自然了 必然会寻找到 符合自己功法的运气法门 这些理念都是黄飞从小说中看到的 他希望自己也能够成就宗师梦 所以他在空间里 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八卦掌 真到全身被汗水湿透才停止 外界晚上八小时 空间里就是八十小时 黄飞累了 就在躺床上休息 饿了就吃西红柿黄瓜 直到外界快天亮了 才抱着小虎回到房间睡觉 早上 黄飞还在睡懒觉 就被手机的信息声唤醒了 拿起手机看了看 是福满楼蔬菜货款进账信息 今天是福满楼第三次汇款 现在每次采购三千金 三次货款 合计已经有二十万了 但是还不够村委荒地租地款 村委荒地三十年租金 大概需要三十六万元 他都有点急了 没钱就租不了地 就提高不了产量 就不能加速发展 这就是一个创业发展的瓶颈 只要我能租到村委的荒地 加上自己家的菜地 就能够扩大种植到八亩菜地了 黄飞现在差的 就是积累资金的时间 只要他有资金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这种等待 让他感到有心没力 创业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其实他心中 一直牵挂着租地的事情 只是钱不够 就不好意思询问进展情况 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拿出手机 拨打了老村长的电话 你好 村长 我是黄飞 你现在在哪 警号三四 哦 我在村委会 你有什么事情 警号三四 我想问一下租地的事情 我这就过去 警号三四 黄飞挂了电话 就向着村委会走去 当黄飞来到凤梨村村委会时 刚好村支书黄连委 村会计和月梅都在 他们这几天 也在等黄飞的消息 不知道黄飞说的 租地是真还是假 现在听到郑主要来 多少有些紧张 村长好 黄支书好 和会计好 警号三四 黄飞进门 就向众人打招呼 小飞你来了 快这边坐 村长起身迎接 刚好没十一要事情 就想过来向村长了解一下租地的事情 村长 现在村民情况怎么样 村委租地的事情还算顺利 村委的荒地核实了 一共有15家人 现在已经有11家同意出租了 就剩4家不同意 村支书回答 这4家为什么不同意 警号三四 黄飞有点意外 真的有人反对 有两种情况 有两家是因为自己递手 排不上招聘员工条件 还在犹豫 另两个 就是黄二狗和刘三 这两个平时游手好闲 不做事 现在说租金太低 不想出租 哎 村长叹了口气说 有村委荒地的图吗 有就给我看看 有的 我们已经把每家人的地都划分好了 一目了然 就是让你签合同时看明白 和会计说 黄飞接过了和会计帝来的土地 划分面积草图 虽然是草图 但也标分得清清楚楚 村委荒地一共是4190平方 大约6.3亩 每家荒地的位置都划好标了面积 这反对的四家人 只有一家在边缘 其三家都在中间 不好处理 村长 你再跟他们沟通一下 那两户没招聘到的 如果人品没问题 可以答应他们 下次招聘 优先考虑他两家 至于另两个二流子 就试试施压一下 或者联合其他十家一起说服 他们也不想自己 在村里得罪那么多人 或者私下给他们补偿一点 不能多 一两千就好 多了别家又有意见了 警号34 好的 我们就联合其他的村民 一起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尽快把租地的事情 帮你处理好 村长回应 那就拜托你们了 这村委的地 对我以后的发展很重要 算是靠他来积累资金 我有了资金 才能承包村里的耕地搞养殖 带领村里人富裕起来 所以 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 谢谢了 黄飞说完就离开了村委会 黄飞离开后 村长他们也讨论了起来 我看黄飞的意思 是对村委的地势在必得 为什么一定要那些荒地 为什么不承包我们村的地 村之书疑惑问 也是 我也想不明白 一定是 有他自己的原因 和会计说 不要去想什么原因 他想租就想办法帮他租下来 凤梨村以后能不能脱贫 就靠这一搏了 我不想再这样穷下去了 想到去镇上开会 我就浑身不自在 没脸啊 全镇最穷 留村人数比例最少 想想到镇里开会就难为情 现在 难得黄飞想在村里发展 我们就要支持他 帮助他 因为他可能就是 全凤梨村的希望 都想办法吧 叫些村民代表来 一起想办法 村长激动地站起来 就往村里找人 村委会里发生的事情 黄飞不知道 这时的他来到了菜地里 看到母亲和二婶他们 在把杂草 就走去问母亲 妈 寒潭边那棵老桃树 是谁家的 水潭边上的桃树 是野生的吧 没听说是谁的 这桃树 我都没看到过他开花 母亲回答 妈 你有时间帮我问问村里人 这桃树有没有人认领 我想在那里建一个 储水池和泵房 不用问了 应该不是谁家的 这桃树也不开花结果 谁会稀罕 二婶也说 也是 我好像也记得 他从没开花结果过 还是问问吧 我想把他移到后山去 黄飞说 说完他就离开走了 这里也没事做 杂草天天吧 杂草都快绝种了 母亲他们都是 闲着聊天 或整理一下蔬菜找事干 黄飞到老宅观察了一下黑凤鸡 再把储水灌加满灵水就回家 回到家里就躲到空间 他又继续为自己的宗师梦 努力练习八卦掌 下午 无所事事的黄飞 就开车到了镇里 他想找一找 有没有合适的店铺 或房屋开私房菜馆 其实开私房菜馆 曾经也是黄飞的一个梦想 一间农家四合院 古色古香的外墙装修 典雅幽静的小院 一个流水潺潺的鱼池 几朵盛开的荷花 鱼池边上一棵老柳树 树下一张石桌 几张石凳 可以与知己好友赏于喝茶 房屋里装修七八间精致的包间 可以让客人们 在舒适的环境中就餐 一桌真修美传 让人回味无穷 一壶穷江玉叶品味人生 客人吃得舒心 自己也赚得开心 休闲而充实的生活 这就是大学时期 黄飞曾经的梦想 可惜他读的是农业大学 学的是种植 只好拿起了镰刀 放弃了锄刀 幸好那位人兄悄悄地告诉他 当美女关闭了这扇门 就一定会帮你打开另一扇窗 果然 现在黄飞就从另一扇窗中 看到了触摸梦想的希望 她自己不会做厨师 但却会种出所有厨师 都喜欢的食材 能做出所有食客 都喜欢的食物 这就是间接圆了她的厨师梦 黄飞就这样 在脑海中 想着年少轻狂时的梦想 眼睛却随着走动 观察着街道两边的商铺 或民宅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商铺饭馆转让 或者有没有合适的住宅出租 可惜她逛了一圈凤凰镇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面 不是面积太小 就是没地方停车 难怪黄杰放弃了自己开饭馆 飞哥 我都不知道在凤凰镇 怎么开一间私房菜馆 大的家里没资金 小的做起来也没意思 要不你开一间私房菜馆 我帮你打工 怎么样 这就是黄飞忽然来凤凰镇 找店面的原因 整个凤凰镇老城区 就一间凤凰酒楼 可以说是一家独大 没有什么饭店酒楼 可以与她相比 看完老城区 就慢慢走向这两年建起的新城区 希望有所收获 新城区不是很大 凤凰镇周边的生活水平都一般 所以到镇上 买地建房子的不是很多 不过整体建起来的房子面积都比较大 二三百平方一层的都有 这时黄飞 看向前面一间 好像是新开的饭馆 饭馆的门口围了一大群人 她也好奇地走了过去 黄飞站在人群中 听了一会双方的争吵 也明白了大概原因 原来是这家新开没多久的新兴东北菜馆 不知怎么 就被镇上的几个混混盯上了 这几天 他们都会在吃饭时间段 来菜馆大厅站位 几个人个人站一桌 或一起站一桌 然后点上一碗汤粉 或一份炒粉 一吃就是几小时 期间不是大声唱歌 就是几人大声嬉闹 搞得大厅乌烟瘴 客人纷纷离开 老板几次报警 警察来了也没用 只是劝告一下就走了 人家有点餐有付钱 就是吃的时间有点长 说话声大了点 又没犯法 只能劝说不能拘留 老板也想到了花钱挡灾 担钱送了 礼也收了 但这几个混混 依然我行我素 天天来捣乱 现在这几个混混 掐着快到晚餐时间又来了 菜馆老板就在门口拦住了他们不准静 就这样 双方就争吵了起来 王老板 你凭什么不准 我和兄弟们进去吃饭 信不信我们投诉你 诚哥 诚业 这有几包烟 你和这几位兄弟 可以到别的地方吃饭吗 今天我这里有客人订餐了 老板一边送烟 一边苦苦请求 王老板 不是我不想去 只是兄弟们说 就喜欢吃你家的菜 我也没办法 警号三四 这个诚哥烟是收了 人却站着不动 陈爷 我都叫你了 那你们吃饭能不能吃快点 小声点 老板看着这陈混子收了烟 还说着欠揍的话 想砍死他的心都有了 这有点难吧 你也知道我们是粗人 说话大声习惯了 经常忍不住 不大声点说话 总感觉缺少点气氛 这陈混混无耻地回答 王妃听到这里 也为那老板感到默哀 怎么会惹上这样的无赖 旁边围观的众人 也纷纷摇头看不下去了 这也太无耻了 就在这时候 从菜馆里冲出来一个 拿着菜刀的中年妇女 身后跟着几个女服务员 想拉住她 可那妇女力气大 挣脱了众人 不管不顾地拿着菜刀 冲向那几个混混 嘴里还大声用东北话喊 你这群玩犊子 还给你脸了不适 看老娘不削死你 老娘跟你拼了 那几个混混 忽然被这一幕 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转身鸡飞狗跳的 逃向人群 还边跑边喊 砍人了 有疯女人砍人了 哎呦 一声惊呼 在黄飞身后响起 原来是四散的人群 把她身后刚刚走来的 一位老人撞倒在地上 老人四仰八叉躺在地上 没能重新站起来 老人身旁的人 更是吓得四散逃避 黄飞转身看向跌倒的老人 老人正在尝试 用手撑地想坐起来 可惜尝试了几次 都没能成功 应该是跌倒的时候 把左手拐了 现在又疼 又使不出力气 黄飞看着四散逃开的人群 只有自己 还站在老人的身边 小伙子 赶快离开 要不一会 人家就赖上你了 警号三四 是啊 是啊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离开吧 我们都看到 人不是你撞倒的 周围众人纷纷劝说 听着周围一句 巨像是关心的话语 黄飞忽然感到有点悲哀 社会怎么变成这样了 互相帮助呢 助人为乐呢 爱心传递呢 这些都哪去了 人的爱心都哪去了 哎 社会的悲哀 黄飞没有走开 因为他注意到 老人衣着得体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神态端详 不像是碰瓷的老人 也不像是会讹人的人 更像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睿智老人 所以他走了过去 慢慢把老人扶起做好 然后问 老伯 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 老人动了动身体手脚 然后说 除了这手可能拐了 身体应该没事 谢谢你 小伙子 没事 应该的 如果身体没事 我就扶你站起来 好 警号三四 老人在黄飞的搀扶下 站了起来 老伯 你最好走动几下 看看有没有不舒服的 黄飞又提议说 老人又按照黄飞的意思 走动起来 并把手脚都摆动一下 确实除了左手腕拐了 其他没事 老伯 你手腕拐了 最好去医院看看 黄飞又提议 应该不用了 只是小拐了一下 并不厉害 回去用油推拿一下就可以了 警号三四 老人轻轻动了动 左手腕说 黄飞听到推拿 忽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自己的灵石内饰 想到了灵气 能滋养身体的效果 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涌上心头 老伯 你想去哪 黄飞问 哎 本来想到这家东北菜馆 尝一尝味道 谁知道还没到门口 就被人撞倒了 幸好有你帮忙 否则我一只手 真的很难自己站起来 老伯 既然你是来吃饭 要不我扶你 到菜馆里 帮你揉一揉手腕 试试能不能帮你减少疼痛 你是医生 老人奇怪地问 我不是医生 我只是 会一些推拿手法 轻轻帮你揉念 绝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警号三四 黄飞很自信地说 哼 那就谢谢你了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好奇 这又不是病 你想试试就试试吧 老人很随和 那好 我们进去再试 警号三四 这时候 菜馆老板拉着那妇女也走了过来 对着老人道歉说 对不起 老先生 因为我们的事情 让您被人撞倒了 您没事吧 没什么问题 只是把手腕拐了 我是来你这东北菜馆吃饭的 现在顺便让这小伙子 帮我推拿一下 应该很快就没事了 那您请进 需要包奸吗 警号三四 老板也连忙帮忙搀扶 不用包奸 我再大厅就可以了 一会我小儿子也会来 小伙子 一会也陪我 这老头子吃顿饭 我要谢谢你 警号三四 老人亲头看向黄飞 吃饭 警号三四 黄飞看了看时间 现在才五点不到 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好吧 现在时间还走 如果再晚点就不行了 我还要赶回凤梨村 山路不好走 警号三四 你是凤梨村的人 听我小儿子说 那是一个偏僻的山村 是的 离这里有八公里山路 三面环山 附近也没有别的村子 就在这张桌子吧 临床通风空气好 你们是现在点菜吗 菜馆老板 把他们带到了一张 靠窗户的桌子 等一下吧 我小儿子可能要过一会才下班 我先让小伙子帮我揉一揉 警号三四 老人回答 现在离饭点还早 菜馆老板就坐在一旁观看黄飞怎么帮老人推拿拐了的手腕 黄飞让老人坐好 然后他坐在旁边 双手拿起老人的左手腕 看到手腕已经有些微微红肿 轻轻捏了捏 老人皱了一下眉 应该是有点疼 黄飞闭上眼睛 释放出零食内饰老人的手腕 手腕的经络神经和肌肉血管 马上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黄飞很明显地 知道了手腕红肿发炎的原因 他就慢慢运行功法 牵引灵气沿着揉捏手腕的左手 流经老人受伤的地方 用灵气修复滋养扭伤的肌肉 疏通堵塞的毛细血管 灵气的疗伤功效很明显 经过黄飞的灵气直达伤患处按摩推拿 老人的手腕很快就消炎止痛 活动自如 一点事都没有了 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老人和菜馆老板都有点目瞪口呆 太厉害了 太神奇了 这是肉眼可见的治好 神医啊 也松了一口气 总算性不辱命 通过灵食内饰来指挥灵气 进行疗伤的效果不错 老伯 你现在手腕感觉怎么样了 还疼吗 黄飞问 不疼了 一点都不疼了 小伙子 没看出来 你的推拿疗伤这么厉害 神医啊 老人一边扭动着手腕 一边开心地说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我姓秦 秦伯的秦 你以后就叫我秦叔吧 这样亲切点 你呢 怎么称呼 老人重新介绍 哦 我叫黄飞 黄金的黄 秦叔以后叫我小飞就可以了 老板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锦号三四 黄飞转头看向菜馆老板 哼 那我也介绍一下 我叫王大伟 三话王的王 是东北人 和我媳妇一起开了这间新兴东北菜馆 谁知道没几天就烦心事不断 今天还害得秦叔被人撞倒了 真的是对不起 锦号三四 黄飞刚想好奇询问王大伟 为什么会惹到这些小混混 因为自己可能也会开菜馆 这时候走过来了一位满脸笑容的三十多岁青年人 白衬衫 黑袭裤 温文尔雅 手中提了个公文包 一看就是做办公室的公务员 爸 你们在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锦号三四 那青年还没走近就问 哦 我们只是在闲聊等你下班 小飞 王老板 这就是我的小儿子秦建华 刚到你们凤凰镇工作 秦叔简单介绍了一下 你好 秦哥 我叫黄飞 以后请多指教 锦号三四 黄飞连忙起身 点头打招呼 你好 我叫王大伟 是这家新兴东北菜馆的老板 以后请多关照 王大伟也起身微笑打招呼 你们好 都坐下吧 我刚下班 所以来迟了 真不好意思 锦号三四 青年人微笑的招呼 两人坐下 王大伟习惯性帮众人倒茶 然后问 秦叔 人到齐了 可以点菜了吗 秦叔看向了黄飞说 小飞 今天我请客 你是客人 看看有什么想吃的就点 不用跟我客气 今天要不是你 我就当众出丑了 秦叔 你也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可我也没吃过正宗东北菜 也不知道什么好吃 还是你来点吧 我吃什么都可以的 锦号三四 黄飞连忙推辞 那好吧 我跟建华刚来凤凰镇几天时间 昨天经过 看到这里 有间东北菜馆 所以今天是专门过来吃东北菜的 不过 我也不知道 王老板菜馆有什么特色菜 王老板 要不你来推荐几个菜 可以 那我就帮你们点几样店里的特色东北菜 让你们点平 锅包肉 小鸡炖蘑菇 尖椒干豆腐 溜肥肥肠猪肉炖粉条子 再来一份炸馒头 更改菜式吗 锦号三四 王大为几下子就帮大家点好菜 嗯 都是正宗东北特色菜 就这些吧 谢谢了 小飞你呢 有没有其他想吃的 秦叔转头看向黄飞 够了 够了 千万别浪费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么好 连你都知道我们凤梨村穷 所以我上学哪有机会吃这么好的菜 我还要谢谢秦叔 让我今天有口福了 锦号三四 黄飞赶忙道谢 他看了看时间 然后说 秦叔 秦哥 我需要打电话回家解释一下 否则我家里人就要担心我了 那赶快打呀 这是应该的 锦号三四 秦叔也醒悟过来了 一会黄飞还要开车走山路回村 黄飞拿起手机 拨通了他母亲的电话 妈 我现在还在凤凰镇 我要吃了晚饭才回去 可能会晚一点 你们就不用等我吃饭了 锦号三四 哦 我知道了 路上小心点 如果太晚就不要回来了 山路晚上难走 回来就顺便买点肉 小虎吃的肉 没有了 母亲叮嘱了黄飞 好的 如果晚了不回去 我再打电话告诉你 不由暗暗点头 孝顺 淳朴 有爱心 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 秦建华却在好奇 自己的父亲 怎么会和黄飞有交集 而且看上去 还比较喜欢这年轻人 所以 等黄飞打完了电话 他就有意无意地 把话题 转到黄飞身上 爸 你刚来才几天 怎么会认识小飞的 锦号三四 我刚刚在菜馆门口 被人撞倒了 还把手腕拐伤了 是小飞帮忙把我扶起来 否则我都要躺在地面出修了 我这手腕 也是小飞帮我按摩好了 小飞的按摩推拿手法 真是一流 秦建华一听这事就急了 爸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会被人撞倒伤到手了 需要去检查一下吗 秦叔扭动着手腕说 现在已经没事了 小飞 你这一手推拿 是从哪里学到的 太厉害了 你推拿的时候 我感觉到手腕疼痛的地方凉凉的 很舒服 接着这疼痛就消除了 现在跟没事一样 真神奇 哼 这跌打损伤 推拿我们山里人都会一些的 毕竟上山下山经常会损伤身体 所以大家都会一点 可以说是祖传的 黄飞看还没上菜 也没什么话题 就把刚才自己在菜馆门口 看到的听到的都说了一遍 因为秦叔自己都可能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被四散的人群撞倒了 秦叔听完事情经过 眉头不由紧紧皱起来 目光看向了他儿子 旁边的秦建华也皱起了眉头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时候 服务员开始端菜上桌 也打破了三人的沉默 小飞 快尝尝王老板的东北菜味道 黄飞每道菜都吃了一些 虽然是第一次吃东北菜 也感觉到东北菜以肉食为主 喜欢几种食材混搭烹饪 一菜多味 再配上酱料 色鲜味浓 又喜欢上粉酥炸 外脆里嫩 这种优点随意搭配 不拘于细节 只求吃得过瘾的做法 很符合东北人热情豪爽 随和大方的性格 难怪秦叔这几天来到南方 不适应吃南方菜 因为南方菜追求的是 原汁原味的鲜美 食材搭配的讲究 需要色香味俱全 在分量上在于精 而不在于多 这完全是两种不同口味的对立 让秦叔这种吃东北菜 长大的老人 让已经固化的饮食习惯 忽然转变 真的很难适应 除非是吃他的极品蔬菜 食不言 请不语 这是餐桌上的礼仪 所以黄飞三人 都静静地品尝着美食 没有说话 忽然 在他们的附近 响起了争吵声 王老板 我们来这里吃饭 是给你面子 居然赶我走 刚才你老婆还拿刀砍我 谁给你的胆子 你去问问这凤凰镇 谁敢这样对我 兄弟们 个人坐一桌 看谁敢带我们走 警号三四 那个带头的沉混混 嚣张地叫喊着 你这样天天来我店捣乱 你到底想干嘛 我从未惹你啊 要钱给钱 要烟给烟 但你 还是这样来捣乱 我们现在根本没法正常做生意 早知道凤凰镇有你们这种人 打死我也不会来 你们明显是姿势扰民行为 居然报警 也没有用 这是什么法治社会 王大伟痛心疾首地诉说 那边的争吵明显影响到周围吃饭的客人 正在吃饭的情书 看到小混混如此恶劣捣乱菜馆的正常经营 简直目无王法 终于忍不住指着那些混混 对儿子愤怒地说 你看看 这就是你管理下的凤凰镇 简直是乌烟瘴气的土匪窝 你让老百姓如何相信政府 如何相信你 爸 我才来凤凰镇上任几天 这情况我真不知道 我回去会彻查一下 你现在才去查 等你查出来 这间菜馆都要关门了 你查出来又怎么样 秦叔真的很恼火 他们老一辈人最痛恨的 就是这种七行霸市的土匪行为 好 我现在就处理这事 说着就拿出手机拨了出去 你好 我是秦建华 对 我是秦镇长 我正在新城区新兴东北菜馆里 你现在马上带警员过来一趟 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需要你们过来处理 我再等你来 秦建华也恼火了 自己将要管理的凤凰镇 居然乱成这样 自己是带着任务 来这里担任镇长 没想到刚来几天就发现问题了 秦镇长 警号三四 黄飞惊讶地看着秦叔 手指了指秦建华 呵呵 是的 你们凤凰镇的新镇长 专门来你们镇进行扶贫工作 你也不用紧张和见外 以后多交往 听说你们村可是重点扶贫对象 秦叔笑眯眯说 秦镇长好 刚才称呼失礼了 我没想到你是镇长 黄飞连忙起身 向秦镇长道歉 自己刚才居然若无其事地 和镇长称兄道弟 没事 别想多了 你叫我爸一声说 叫我哥有什么不对的 秦镇长摆了摆手 心情还在为凤凰镇的 治安管理问题烦恼 凤凰镇的派出所离着很近 几分钟后 派出所的所长吴万国 就带着三个警员来到了菜馆 他走进菜馆 就看到大厅中发生的事情 眉头马上皱起来 镇长说的事情 不会是这个吧 吴万国心中暗响 他马上走了过去说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在菜馆里吵什么 警号三四 哦 吴所长 你来得正好 我和兄弟们来这里吃饭 但这里老板却要赶我们走 吴所长 你来瓶瓶礼 我们吃饭又不是不给钱 他凭什么赶我们走 我要投诉这菜馆 这陈姓混混 居然倒打一耙抢先说 顺便把烟递给了吴所长 吴所长不敢接烟 因为他知道 新来的秦镇长就在这里 新兴东北菜馆受骚扰的事情 已经出警多次了 这事情他是知道的 但没出什么大的影响 只是小打小闹 他就没怎么重视 现在牵涉到秦镇长出面 就不能不管了 这位警察同志 他在胡说 他们天天来我店捣乱 几个人一人坐一桌 点碗汤粉吃几个小时 又大声说话 干扰其他的客人吃饭 他们这分明是在姿势扰乱 可我已经报警很多次了 你们都不受理 天天这样我生意 都没法做了 希望你们要管一管 王老板耐心地解释 吴所长听了这解释后 感觉这是难办了 这明眼人都知道 这几人是来捣乱的 但在处理力度上 就很难把握 不能随便抓人 只能劝导 吴万国同志 在你治安管理辖区内 天天出现这种 姿势扰乱商业场所的事情 你们作为维持治安的执法者 居然视而不见 助长歪风邪气 严重影响了群众人民的经商环境 从而影响到整个区镇的投资环境 你知道这后果的严重性吗 你吴万国负得起这责任吗 秦政长言辞利策的话语 让吴万国冷汗直流 他知道这秦政长 是从上面直接空降下来的 新冠上任三把火 怎么就让自己倒霉撞上了 秦政长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保证以后凤凰镇 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一定会把这一股歪风邪气 清除干净 警号三四 吴所长赶紧保证说 好 我相信你的办事能力 把这些人都带回去调查 里里外外地查一遍 查一查 他们还有没有其违法行为 查一查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 该抓就抓 该拘留就拘留 还凤凰镇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秦政长 说完就走回了饭桌 吴万国看了看 跟秦政长一起吃饭的两人 想过去认识一下的 但想到政长刚才说的话 赶紧叫警员 把几个混混带回去调查 心中默默 把和镇长同桌的两人相貌 记了下来 好 秦政长好样的 这才是我们的父母官 人民的公徒 忽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王大伟拍得最用力 喊得最大声 苦恼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秦叔看到自己儿子 能这样雷厉风行的办事 也很欣慰 黄飞心里也很激动 自己的家乡来了一位好镇长 真正为明白实事的父母官 谢谢你 秦政长 你真是我的大恩人 这可是 我们夫妻用了全部积蓄 还借了不少钱才开启的菜馆 如果倒闭了 都不知道以后怎么生活 今天这顿饭 算我答谢各位的 王大伟握着秦政长的手感动地说 他媳妇也在一旁点头感谢 这可不行 你们想让我犯错误吗 秦政长连忙摆手拒绝 这时候 黄飞他们饭也吃了差不多了 王大伟重新弃了一壶茶帮众人道上 随后也坐在旁边和大家聊聊天 黄飞看了看王大伟 想了想后才说 王老板 我本来想让堂弟在镇上开一间饭馆 可惜他资金不够 今天我来凤凰镇 也是想寻找合适地方 开一间私房菜馆 现在看到你的遭遇 也就打消了开饭馆的念头 开饭馆 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开支大赚钱手 黄飞小兄弟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我在凤梨村种植蔬菜 我种植的蔬菜 暂时不会在市面上出售 现在只和县城的福满楼三星级酒店做生意 他们在采购我的蔬菜 如果你有兴趣 凤凰镇这里就交给你代理 如果你没兴趣 我就暂时放弃凤凰镇的销售 黄飞 你种植的蔬菜是什么蔬菜 很特殊吗 锦号三四 王大伟问 怎么说呢 我一时也解释不清楚 我种植的就是普通蔬菜 但经过特殊培之后 蔬菜就变得很好吃 可以让你百吃不厌 回味无穷 而且经常吃 有助于身体健康 黄飞回答 众人听了都睁大眼睛 有这样神奇的蔬菜吗 我都说没法解释了 王老板 你可以先到我家菜地里看一看 尝一尝 如果喜欢就采购一些 如果不合心意 那也没所谓 我现在的蔬菜产量很少 正在想办法扩大种植 黄飞有时候 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的蔬菜 因为说出来没人相信 小飞 我被你说的神奇蔬菜 都掉起了胃口 你是不是有时间帮我带点尝尝 秦叔听黄飞说的这么神奇 这到底种的是什么蔬菜 当然可以 有时间我就带些蔬菜给你尝尝 保证你食欲大开 黄飞 你是凤梨村人 你们那里能种出这么好的蔬菜 为什么会那么穷 警号三四 秦镇长忽然问 哦 秦镇长 不是村里人都能种出来这种蔬菜 这种植蔬菜的技术 是我上学时 和一些农科院的朋友一起 研发出来的 已经在申请国家专利 而且 这技术 前期投入很大 不适合推广种植 黄飞简单解释了原因 秦镇长一听 就知道这是黄飞不想把技术推广 这是个人的权利 所以 也就没在追问原因 小飞 既然你能种蔬菜赚钱 那你有没有想过帮助村里人脱贫致富 警号三四 秦镇长又问 我正在这样做 但我们家也没什么钱 所以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以后 可能还要经常麻烦秦镇长 因为我准备承包村里的耕地 成立一个农场 然后招聘村民为员工 渐渐让村民人人有工作 每月有工资收入 这样就可以帮助村里人 慢慢脱贫致富 人人有工作 每月有工资 好 你这个方法好 村民有了固定收入 当然就可以脱贫了 秦镇长 听说现在有很多国家农业扶持政策 但我对这些都不清楚 所以请秦镇长以后 能帮助解惑 大力扶持凤梨村的脱贫致富 黄飞难得遇到镇长 当然希望以后承包村里的耕地时 多点优惠政策 这当然没问题 我来凤凰镇 就是为了开展扶贫工作 先帮助一部分农民富起来 然后再带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 如果到时候 你真的承包村里的耕地 我们镇政府 一定大力扶持 给予最大优惠政策 一炉绿灯 绝不会使绊子拖后腿 秦镇长马上做出了承诺 好 那就先谢谢秦镇长 我一定会尽自己的能力 尽快帮助凤梨村脱贫致富 黄飞也做出了保证 今天真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小飞 要不你今晚就不回去了 咱俩喝一杯 警号三四 秦叔这时也开心地插了句 因为黄飞 如果能带着凤梨村脱贫致富 那就是自己儿子的政绩 秦叔 明天早上村里 还有事情需要我处理 下次有机会 我再陪秦叔喝一杯 现在我也要回家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 谢谢秦叔的款待 今天我吃得很开心 警号三四 那一些走吧 我也要回去了 你路上开慢点 安全第一 秦叔站起身说 黄飞陪着秦叔父子走出了菜馆 互相记下了联系方式 就和众人挥手告别 他到市场买了小虎喜欢吃的鸡肉 然后才开车回家 迎着清爽的晚风 脑海中想着今天的事情 与秦镇长的相遇 使自己在凤凰镇 有了一点人脉关系 希望这一层关系 可以帮助自己 在以后的创业发展中 有所帮助 早上 黄飞天没亮就起床了 昨晚修炼的时候 发现丹田气海有了异动 不知道这是不是要突破的预兆 所以他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稳重考虑 也担心在家里突破有异象出现 所以他打算去山澳洞天伏地 那修炼 万一突破境界也有保障 黄飞把刀放进空间 拿着木棍就往山里跑 他没有惊动父母 只留下了字条说 同学有急事 需要赶去省城帮忙 现在才早上五点钟 天色才微亮 他一边释放临时感应危险 一边沿着山路快速奔跑 速度快如猎豹 跑了一段路程后 黄飞开始尝试 静心调整呼吸 运行灵觉功法器走全身 心中默念着八卦掌中的一段口诀 走如风 站如钉 扣白转换步法轻 腰为道 气为奇 眼观六路手足先 他脑海中感悟着这段口诀 灵气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两脚和腰部 双脚葱快忽慢 扭动妖姿左右闪躲 避开身前的树木 瞬节而飘逸 犹如蝴蝶穿花 令人眼花缭乱 黄飞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 快速来到了山坳洞天伏地 这时才早上七点多钟 轻弹上空更是烟波浩渺 灵气浓郁 他没有马上打坐修炼 而是在回想着 刚才奔跑中的感悟 身体自然而然地演练起了八卦掌 地面虽然全是大小石头 凹凸不平 但黄飞却能如踏平地 十块十慢地游走在石头表面 气随身体动作游走全身 先天混沌灵爵的运转越来越快 把山坳早晨的浓郁灵气 都汇聚在他的周围 黄飞的身体 忽然变成了无底洞 空气中的灵气 源源不断地被吸收 随着吸收灵气的速度越来越快 头顶上形成了一个灵气漩涡 黄飞这时候也盘坐了下来 身体中的先天混沌灵爵 快速运转 不断把吸收进来的灵气 汇入丹田汽海 汇海中的灵气团 开始慢慢饱和 转化成灵物 随着丹田汽海中 灵气转变成灵物 黄飞吸收山坳灵气的速度 就更快了 头顶上形成的灵气旋 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 把上空的迷雾都卷了进来 随着丹田汽海中的灵物转变 包裹在里面的先天混沌灵域 也开始从吸收灵气 变成了吸收灵物 慢慢地在灵域的表面 形成了灵水滴 灵水滴凝聚得越快 灵域就吸收得越快 时间流逝 黄飞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某一刻 感觉丹田汽海中 传来了一声像是 蛋壳碎裂的声音 跟随着就是丹田汽海 像上次一样胀痛起来 黄飞忍受着这种胀痛 咬牙又喝了两瓶 准备好的二号灵液 随着两瓶灵液的强劲灵气 瞬间汇聚汽海 强行把汽海撑大了一倍 再次感受到 这一战一环的感觉 他知道自己进阶成功了 但他并没有停下来 继续吸收着灵气 巩固增大后的气海 黄飞的意识 想查看空间里的情况 却发现自己的意识 竟然被阻挡在外 空间被屏蔽了 他虽然担心会不会出现变故 但现在也只能自我安慰 淋浴空间可能正在进阶 正在内部装修拒绝参观 装修好了 自然会开门的 几小时候 他感觉到空气中的灵气 开始变得稀薄了 才停止了修炼 这时他才拿出手机 看查时间 12点30分 时间还早 忽然 黄飞猛然醒悟 怎么才中午12点30分 再看了看日期 原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他居然在这里修炼了 差不多30小时 幸好我在家留了字条 撒谎说 自己去了省城 否则回去又挨骂了 他看了看自己突破后 排出了杂志 把身体弄得油腻腻的 立即脱光衣服 走进清潭里洗澡 把身体里里外外洗干净后 他刚想进空间里换衣服 完了 空间关门了 黄飞看着自己光溜溜的身体 欲哭无泪 只好把换出来的衣服 再清潭洗干净 然后把衣服 铺在大石头上晒太阳 自己也躺在一块石块上 享受一下天体阳光玉 忽然 旁边的大树上 传来了滋滋的猴叫声 黄飞猛然坐起来转头看去 原来是一只很小很可爱的 金毛小猴 在对着他滋滋叫 应该是对他的出现 发出本能的市井威胁 黄飞被这只可爱的小猴吸引住了 他正无聊 正好可以逗逗他玩 于是对着金毛小猴 扭动了几下光屁股 还模仿着猴子的动作 然后自得其乐地哈哈大笑 没想到黄飞的挑逗动作 惹怒了树上的小猴 那小不点摘了树上果子 就往他身上扔 黄飞看自己挑逗成功 就更来兴趣了 于是 一只光溜溜的人猴 和一只金毛小猴互动起来 他在下面用各种动作挑逗小猴 树上小猴 对着他这个光溜溜的人猴扔果子 人猴黄飞随手接住果子就吃 他居然发现 正好便宜了黄飞 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又进不了空间里 现在小不点把他吃的水果扔向自己 这可是免费的午餐 不要白不要 连谢谢都省了 但是金毛小猴也不笨 扔了十多个水果后 就发现上当了 发现自己扔的水果 被光溜猴全吃了 于是小不点学聪明了 他先把水果吃了 再把果盒扔向黄飞 可他吃了几个就吃不下了 这一下 把小不点急得只能对着黄飞滋滋叫 黄飞看到小猴变聪明了 不再扔水果 自己的衣服也晒干了 也就没有再挑逗他 而且心里还挂念着灵狱空间 幸好那是丹田气海 看到灵狱依然还在灵雾中静静待着 心里并没有慌望 丹田气海中的灵气转变成灵雾后 他的灵气储存量增加了十倍以上 他现在全身充满了力量 肌肉骨头都得到了大幅度增强 视力和反应能力也提升很多 灵时距离已经增加到五十米 在五十米范围内 一切东西一览无遗 哎 可惜临时不能透视 否则那就爽歪歪了 美女 嘿嘿嘿 黄飞的思想飘歪了 他临走前 还不忘把刚才的果盒都装了起来 他要把这种水果在空间里培植 逐渐丰满空间里的资源物种 临走前 还对着树上的小猴挥挥手 小猴 我要回家了 跟我回去吗 我家有小虎跟你玩 小猴坐在树上静静地看着他 并没有理会他的动作 黄飞看到小猴 小猴不理会自己 也转身离开了 他准备 下次如果再遇上 就用极品西红柿或黄瓜 慢慢引诱他 希望可以把他拐回家玩 归家心切的黄飞 起跑就是急速 可下一秒 差点就把自己报废了 他没想到 自己的速度比原来快了十倍以上 起跑就差点撞到树竿上 幸好他的视力和反应速度也提升了 一个闪身挪移 同时 双手本能使出八卦掌的柔挪手法 泄解了冲撞力 这一失误 差点把黄飞吓尿了 如果刚才这一撞上不重伤 也会头破血流 他赶紧减慢了速度 沿着回家的山路附近乱窜 一边感悟八卦掌的口诀 一边运转功法 引动灵气作用到身体各个部位 气随身动 闪躲腾挪 忽慢忽快 让人眼花缭乱 渐渐地只能看到黄飞的一串人影 他发现了树林练功的好处后 黄飞已经不急着回家了 而是一边练习 适应提升的力量和身法 一边向着凤梨村方向移动 玩得不亦乐乎 当黄飞偷偷回到家门口附近时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他不敢直接走进家里 因为身上衣服被树枝勾得破破烂烂的 就像是乞丐 他首先用零食扩散到家里 他父亲不在 他母亲在厨房里干活 暂时可能不会出来 零食锁定厨房动静 用极限速度闪进家里 闪身上楼 成功了 没被他母亲发觉 黄飞常常呼出 一口气候进了房间换好衣服 把破衣服用袋子装好后 躺在床上一会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听到了手机响 他随手拿起手机就接通了 小飞 是你吗 你怎么还没回来 事情还没办好吗 妈 我已经回来了 赶路太累 我在楼上睡觉了 你怎么忽然在楼上了 我几次打你电话都打不通 如果不是你爸拦住了 我都想报警了 房门外已经响起了他母亲的声音 黄飞打开了房门 看着自己母亲 红着眼睛站在门口 心里很是感动 只有自己的父母 才会永远地 无私地关心自己 担心自己 这就是母爱 妈 我不是留下字条了吗 我都这么大了 不会被人骗的 只是我没注意到 手机没电关机了 现在回来了 没事了 警号三四 黄飞抱着母亲张翠莲的肩膀说 回来了也不说一声 你看看 现在都几点了 母亲张翠莲责怪了一句 她今天因为打不通黄飞电话 一直在担心 黄飞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自己回家后 居然睡了两小时 妈 没事了 下次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肚子饿了 我想吃面条 她陪着母亲走下楼 然后去厨房煮了一大碗汤面 吃完热腾腾的汤面后 立即感到浑身舒服 她偷偷溜进山的事情 也蒙混过关了 黄飞向父母了解 这两天菜地的事情 也没什么变化 一切如常 她母亲有时间 就去菜地和二婶他们一起忙活 父亲就在福满楼来采购时 负责过程记录 签名确认 小飞 今天早上 有一个说是镇里新兴东北菜馆的老板来了菜员 他说 是你介绍来的 想尝一尝我们的蔬菜 我打不通你的电话 但听他介绍 又不像是骗人 所以就让他买了几十斤蔬菜回去 这人真是你介绍的吗 母亲张翠莲问 是的 这王老板是我让他来的 我原来不是让黄杰在镇里开饭馆吗 可惜二叔家没那么多资金 我现在暂时也帮不了 那天我去凤凰镇 就是想去寻找合适的门店 准备自己在镇里开一间菜馆 然后让黄杰来打理 可惜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小飞 开菜馆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要想清楚 黄飞父亲忽然说了一句 放心吧 我已经放弃开饭馆的想法了 这王老板 就是在他菜馆里吃饭认识的 他叫王大伟 是一个比较踏实的人 所以我就让他在凤凰镇带给我的蔬菜 警号三四 黄飞解释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以后凤凰镇周边 只能让王大伟采购我们的蔬菜 其他的人都拒绝 是这样吗 母亲张翠莲问 是的 我们拒绝别人的理由 就是已经签订了独家销售合同 不能再出售给第二家饭馆 这样就不容易得罪人 黄飞觉得 这是最好的说辞 爸 我那天在王大伟菜馆门口 帮了一位老婆小忙 原来他是凤凰镇的新镇长父亲 我那天就是陪秦叔和秦镇长吃晚饭 明天 我想去拜访一下秦叔 为自己增加一些人脉 你觉得 这样做会不会显得唐突 人脉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你不出去社交走动 就永远不会有人脉 如果能和一阵支掌有点关系 总比没关系好 你以后在村里发展 总是需要和镇里扯上关系 有点人脉办事情 就会方便快捷许多 父亲黄红根算是过来人了 黄飞和父母闲聊了一会 突然感应到 汽海中的淋浴有异动 她匆匆结束了聊天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首先把房门锁好了 凭静稍微激动的心情 盘坐在床上 然后意念一动 就消失在了房间 黄飞刚进入空间 还没有从恍惚中清醒过来 脑海中就涌进了无数的信息内容 她赶紧闭目盘坐好 静心接收脑海中多出来的信息 布与树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降下淋雨 帮助植物和动物生长 回春树 把灵气转化为带有修复功效的能量 可以帮助植物或动物疗伤焕发生机 心灵树 可以和有灵性的动物或植物沟通 驱逐术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对个体或群体 施放灵魂威压 进行恐吓驱逐 新增加的大量信息 让黄飞脑袋发胀 头痛欲裂 但她依偎咬牙坚持不敢放松 同时凝神禁气 抛开杂念 全神贯注地 把信息收录进了脑海中 先天混沌灵觉 也在身体中快速运行 让她保持着意识的清醒 让记忆更加清晰 时间流逝 黄飞足足花费了十多小时 才确定自己 已经把全部信息都记住了 记清楚了 而且 她依然保持着盘坐的姿势 继续在理解 在感悟这些信息 直到把四个新学习技能的 释放方法 推演无误后 才缓缓呼出一口浊气 睁开了眼睛 可是下一秒 黄飞又闭上了眼睛 晃了几下脑袋 她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 因为她眼前的空间 已经发生了大变样 原来的水坑 已经变成了十几亩大的水潭 水坛一傍在一座高山的峭壁下面 从峭壁的石缝中 已经有潺潺溪水流出 在高山河水坛的前方 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地 最少有一千多亩 再向外看去 就和原来一样 被迷雾遮挡了 黄飞抬头看向天空 天空和原来一样没有太阳 就像是阴天 但又很开朗 不会感觉到压抑 她转头看向那座高山 高山应该只是被显露出来的 一座山峰 因为后面 还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只是被迷雾遮挡了 看不见全貌 山上生长着各种树木 高大而挺拔 山上地面长满了 奇花异草植物 就像是原始森林 充满了生机 黄飞就这样 环视着空间里的环境 这里已经不是 原来缺乏生机的小空间 这里已经变得 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 这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而且 这个世界 只属于她自己一个人 她慢慢走到水潭边上 水面平静如镜 水质非常清澈 却依然深不见底 黄飞走到潺潺流水的石缝边 看着清澈的水流 她忍不住用手 捧起来喝了几口 清爽甘甜 灵气浓郁 她心中大喜 因为这溪水的灵气浓度 已经超过了 平时喷洒蔬菜的三号灵水 这溪水 已经不可以直接用来种菜 需要稀释 否则生长速度太惊人 黄飞看着这十多亩的水潭 心中的担忧终于消失 她终于没有了 创业的后顾之忧 她在溪流旁边 仔细寻找 原来那个灵液小坑 已经不见了 在右边的山壁 下面出现了一个山洞 天然形成的山洞口 有点像隧道口 刚好一个人通过 黄飞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山洞有点阴暗 洞壁和洞顶 都是天然形成的石中乳石 随着深入 灵气浓度也越来越浓郁 她大概走了二十多米 眼前出现了一个 大概一百平方的石中乳石洞 整个石洞比较干燥 没有到处滴水 在山洞最里面 有一个凹进去地方 里面有一个小水池 小水池观看 脸上立即露出了狂喜 这组有半平方的小水池 装着的 都是她朝思暮想的灵液 她抬头看了看洞顶 果然 灵液是从攀附着洞顶的树根 滴下来的 这个天然形成的山洞灵气 非常浓郁 完全可以满足她的修炼要求 不需要再往山里跑 洞天伏地积攒的灵气 已经被她吸收所剩无几 可能需要积蓄很长时间 才能恢复 这次灵液空间的升级 完全可以满足 凤梨村农场的灵水需求 即使空间不再升级 黄飞也不再担心了 不过 饮水不忘挖井人 帮助灵液空间升级是必须进行的 因为先天混沌灵液恢复 需要她的帮助 现在空间 才刚刚升级完成 继续升级 可以先缓一缓 黄飞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是去探索和了解 这个升级后的空间 她在山洞里待了一会儿 才走了出来 站在洞口举目观察四周 发现她原来存放在空间里的物品 已经分散的七零八落 到处都是 黄飞只好把一件件物品 重新收集存放到一起 她发现所有物品都很干净 并没有破损 她是真的想不明白 空间是怎么升级变化的 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物品散落各处 然而物品却完好无损 而且还很干净 真是难以想象的操作 如果当时有摄影机偷拍就好了 这样就能看到真相了 当她看到像自己种植的人参地时 马上就变成了苦瓜脸 所有的人参苗 都已经被散落到了 一千多亩的黑土地上 让她欲哭无泪 都不知道 能不能重新找回来种植 那些月积花 同样也是被散落到了各处 想把这些都收集回来重新移植 只能花时间到处慢慢寻找 黄飞查看完地面的情况 她走到了水潭边上 这么大的水潭该怎么利用吗 养鱼会不会污染水质 也不知道这潭有多深 她想着想着 零食就无意中释放了出去 一直向潭底探查 当零食延伸到五六米的时候 就看到了水潭底部 同时也看到了有宝贝 黄飞在水潭底 发现了很多绿油油的石头 非常漂亮的石头 有大有小 形状各异 这是什么石头 难道也是淋浴 她经不住心中的狂喜 一下子就脱光了衣服 跳下水潭 向着水潭底部前了下去 她发现 整个湖底都铺满了这种碧绿的石头 如果真是淋浴 那就又发达了 黄飞按住自己心中的激动 选了几个大小不同的石头 回到岸上 也不穿衣服 就光溜溜地坐在水潭边上 研究起石头 石头绿油油的 就像传说中的帝王绿玉石 抓在手心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黄飞用灵石放大观察 和平常的玉石没什么区别 为了印证是不是灵浴 她一狠心咬破了手指 把血滴了上去 血滴从玉石上面滑落在地面 玉石没有一点反应 她有些异想天开了 虽然手上的几块石头都不是灵浴 但黄飞还是拿起一块石头 用灵石仔细地探查 渐渐地就有了发现 她发现这块石头 在慢慢地释放出灵气 虽然灵气释放很慢 但在灵石的微观下 还是发现了 石头周围的灵气浓度 比外一圈的浓度高 就像是一块能够 释放灵气能量的能量石 这一发现 让黄飞恍然大悟 也欣喜若狂 因为她终于想通了一件事情 原来当初搬进空间里的潭水 会变成了灵水 就是因为 坑底有这种灵气能量石 也明白了 为什么空间里一直灵气充足 既然这种灵气能量石 可以释放灵气 可以让普通水源吸收灵气 变成灵水 那以后自己这个搬水工 就可以退休了 但退休前 还是需要研究 怎么利用灵石 调配出合适浓度的灵水 得到灵石这种逆天之物 黄飞现在的心情非常好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简单了 主要以学习四个新技能为主 尽快掌握新技能的使用方法 多余的时间 就重新规划空间用地 把散落各处的人参苗 和月季花 移植回来 重新种植 她在空间里停留了那么久 做了那么多事情 其实在外界只过去了两个小时 黄飞回到房间才晚上十二点 躺在床上心情舒畅 她很快就安然入睡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 黄飞吃完早餐 就去菜地里采摘蔬菜 她准备去拜访情书 她来到菜地时 刚好看到福满楼的吴经理 在验收蔬菜 吴经理 早上好 好久没见了 早上好 黄老板 我每次来都没遇到你 是不是又在发展什么大生意 警号三四 哼 我哪有什么大生意 你们福满楼最近生意怎么样 黄飞问 生意非常好 每天都客满 这都是多亏黄老板的蔬菜 听说萧总都想开分店了 准备开分店了 那真是大喜事 有时间找萧总酒喝庆祝一下 那萧总一定很高兴 我们萧总可是经常提起你的 哦 能让一个大美女经常提起 真是我的荣幸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后 就个忙个的事情 黄飞用蔬菜框装了十多斤蔬菜 还准备把家里剩下的四条鲫鱼 也带上一起送给情书 她想到 昨晚和李燕然聊天中 又提到了西红柿和黄瓜 她已经迷上了几品蔬菜 吃上瘾了 每次聊天都提出购买 蔬菜检测的事情 还在麻烦李燕然 黄飞当然不会收她的钱 现在顺路 也就帮她准备了十斤西红柿和黄瓜寄过去 来到了凤凰镇镇 黄飞首先把李燕然的瓜果游寄了 然后才开着摩托车 来到镇政府家属院门口 你好 我是来找秦建华秦镇长父亲秦叔的 带了些家里种的蔬菜 秦镇长好像不在家 你最好电话联系一下她的家人 黄飞也没计较 拿出手机拨通了秦叔的电话 你好 秦叔 你在家吗 我已经在家属院门口 哦 小飞 你等等 我这就出去带你进来 秦叔匆匆挂了电话 大约十分钟 秦叔就来到了家属院门口 看到黄飞开着摩托车 车上绑着一个大蔬菜框 里面装着蔬菜 还有一个胶筒 这身打扮 难怪门卫不敢放她进去 还以为她是菜贩子 小飞 你怎么拿这么多蔬菜来 快进去吧 秦叔带着黄飞进了镇政府家属院 来到秦叔家里 这是一个四室两厅的大套间 还有一个女的小保姆在 小保姆帮黄飞拿了双拖鞋 黄飞换好鞋 就想把蔬菜框搬进厨房 小飞 过来坐吧 让小丽忙就可以了 她是跟着我们从北方一起过来的 就像我孙女一样 你不用客气 警号三四 那好吧 今天我要到镇上采购物品 所以就顺便帮秦叔带点蔬菜 还有四条鲫鱼 这鲫鱼也很不错的 是吗 那一会 一定要好好尝尝 鲫鱼我们一般是清蒸 上面放点腊肠丝或火腿丝 另一种是做汤 鲫鱼豆腐汤或红枣妻子鲫鱼汤 但我不知道 你们北方人喜欢怎么烹饪 对了 我去切点西红柿让你尝尝 看看你喜不喜欢吃 黄飞在小丽帮忙下 切了三个西红柿 放到茶桌上 伸手示意秦叔尝尝 秦叔 这就是我种植的西红柿 你尝一尝 看看味道怎么样 好 让我尝尝你的神奇蔬菜 是不是名副其实 秦叔其实心里是不怎么相信的 秦叔说完就西红柿放进嘴里 微酸清爽 果汁香浓 比什么水果都好吃 秦叔一连吃了三块 才出声赞叹 好吃 真好吃 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红柿 小飞 了不起啊 刚才我还有点不相信 现在服了 你能种出这样的蔬菜 真的是了不起 凤梨村将来由你带领 一定能脱贫致富 我能不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现在说还早了点 还要看村里人能否配合 以后承包村里耕地能不能顺利 这些才是关键 小飞 你能选择在村里创业造福村民 这从大意上讲 就是立国立民 我会帮你说说好话 尽量争取政策扶持 那就谢谢秦叔美言了 接下来 两人就闲聊起来 从饮食聊到兴趣 又从兴趣聊起了南北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这一老一少 难得能聊到一块 午饭的时候 秦镇长有事没有回来 黄飞就答应了秦叔留下吃午饭 看一老一少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 黄飞就觉得好笑 秦叔和小保姆虽然被看得尴尬 但还是停不了口 只会说 好吃 这黄瓜好吃 这青椒也好吃 这鸡鱼更好吃 这样的吃饭情景 黄飞早在预料之中 所以也算是见怪不怪了 午饭后和秦叔闲聊一会后 才告别离开了 既然来了凤凰镇 他当然要去王大伟的菜馆了解情况 想了解一下 客人对他种植的蔬菜有什么反应 黄飞看到他这个神情 就把车停在了旁边 看他的打扮和年纪 应该也是刚毕业出来找工作的 他想过去询问一下情况 看他是否遇到了困难 是否需要帮助 但自己就这样上去 好像有点貌似了 容易被他误会 自己想搭讪 忽然 黄飞灵光一闪 他想到了新学习的心灵术 用心灵术 或许可以沟通到他的内心想法 顺便测试心灵术有没有用处 他按住了心中的激动 按照心灵术的运用方法 默默地感受着 面前女孩的精神波动和想法 慢慢地 一种失望失落无助的情绪 出现在黄飞的脑海中 他居然真的能探知别人的情绪 随着感受到女孩情绪波动的清晰 居然他的内心想法也出现了 我该怎么办 我真是太蠢了 急着找工作 却被骗到这种地方来 现在钱也没了 身份证也掉了 还差点被人囚禁电污身体 我的人生怎么会这样悲惨 还是死了 轻松解脱 女孩忽然出现了自杀的念头 你不能死 黄飞脱口而出 就喊了出来 啊 他这一声大喊 把刚刚想到死的女孩吓了一跳 从迷茫中回过神来 看向黄飞 这个 姑娘 有什么困难 可以想办法解决 但千万不能轻声 黄飞非常尴尬地对女孩说 她刚才的叫喊 是情急之下无意识叫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想轻声 女孩既戒备 又怪异地看着黄飞说 嗨嗨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有这感觉 可能是看到姑娘的面相 风尘仆仆 脸色暗淡 你应该是从外地来的 但工作又不如意 还被人惊吓了 在人生地不熟 情绪低落下 很容易会产生轻声念头 所以我才脱口喊了出声 请姑娘原谅 黄飞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忽然就变成了神棍 啊 你居然会看相 好像还很准确 你可以再帮我看看 以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吗 女孩祈求地看着黄飞 嗨嗨 姑娘 你看这里太多人围观了 被这多人看着 感觉怪怪的 前面就是饭馆了 我刚好要去找饭馆老板谈点事情 我们到饭馆再说吧 怎么样 黄飞确实想帮帮这位漂亮的女孩 那女孩看了看前面的菜馆 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这是菜馆又不是旅馆 没什么可怕的 而且看黄飞一身朴素 推着摩托车也不像坏人 两人来到新兴东北菜馆门口 黄飞放好摩托车 就带着女孩进了菜馆 这时候饭点已过 没什么人 王大伟刚好从厨房出来 看到了黄飞 黄老板好 到这边坐吧 你们是爱吃饭吗 王大伟打量着两人问 我已经吃过饭了 姑娘 你要吃饭吗 黄飞转头问那女孩 我 我 好像还没吃饭 警号三四 那女孩小声地说 其实她真的很饿了 只是不好意思说 黄飞被她这回答 差点逗笑了 不过也没笑她 对王大伟说 那你就帮忙做两个菜吧 我们聊一会儿 好的 你们稍等 王大伟转身就到厨房安排去了 姑娘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哦 我叫玲玲 是从凌川县过来应聘的 可惜被人骗了 女孩没有隐瞒 我叫黄飞 黄金的黄 是凤凰镇附近凤梨村的人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你 不过我现在钱和证件都没有了 这吃饭的钱 可能要以后有钱了 才可以还你 玲玲红着脸 不好意思地说 看你说的 一顿饭钱 什么还不还的 一顿饭我还是可以请你吃的 我刚才就是看你 像刚毕业出来找工作 遇到了困难 所以就想看看 能不能帮助一下你 你到这里来应聘什么工作 警号三四 黄飞问 我是学建筑设计的 今年刚毕业 想出来历练一下 在网上看到 这里有一间新成立的 建筑设计公司招聘技术员 工资待遇还不错 所以我就过来应聘了 谁知道那是一间骗子公司 专门骗女孩子的 我发现 他们想扣押我身份证 就马上惊醒了 连忙逃了出来 不过还是 被他们抢走了钱包 还差点把我抓住了 现在想起来 还在后怕 玲玲有点劫后余生的解释 那你报警了吗 报警了 不过那里 已经没人了 只把行李箱拿回来了 顺便把身份证也报失了 正在补领中 人没事就好 下次不要一个女孩子 随便到陌生的地方 特别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子 警号三四 黄飞赞美了一句 黄飞嘴里说着 心里一直在想另一回事 学建筑设计的 我以后很多地方 都需要规划和设计 这不是给自己送人才了吗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 让自己捡到宝了 一定要想办法 把林妹妹留下来 这时候 服务员把饭菜送了上桌 黄飞就让林林 自己慢慢吃 自己 只是陪着一旁喝茶 这时 王大伟也忙活完走了过来 大伟座 我也不叫你王老板了 你也不要叫我老板 咱们年纪差不多 直接叫名字 没那么生疏 你那天买了几十斤蔬菜 效果怎么样 黄飞问 你种的蔬菜真的好吃 我和媳妇都赞不绝口 可惜太贵了 很难卖出去 客人一听 一份蔬菜 要六十八元以上都不要了 所以 差不多都是自己人吃了 王大伟有的失望地说 黄飞一听就无语了 你王大伟人 老是也不能不会转弯吧 直接卖不出去 就不会想办法吗 大伟 你到我菜地里 为什么会采购那么贵的蔬菜 好吃呀 所以就买了 大伟想也没想就回答 说完后 看到黄飞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也不说话 感到很奇怪 正在吃饭的玲玲都看不下去了 说了一句 真笨 锦号三四 王大伟听到这话看了过去 不明白这女孩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黄飞看着黄飞 忽然想起了南方人比喻老实人的一句谚语 这人老实 老实到挑食也不会偷吃 王大伟在俩人的目光中 终于醒悟了黄飞的问话 黄飞 你意思是 先让客人试吃 对呀 要不那天我 怎么会叫你 先去我菜地里尝尝再决定 如果没尝吃过我的西红柿 即使我怎么解释 你也不会相信 更不会采购 你现在店里也是一样 没尝试过 谁会吃那么贵的蔬菜 不过你送人试食也要看人 有的人试吃后想吃 也消费不起 所以 主要是给那些中高消费的人试食 知道了吗 你也不用刻意去送 你就把西红柿或拍黄瓜 做成餐前小菜摆到桌子就可以了 他们吃了就会问服务员 那时就可以推销菜谱了 王大伟一听 恍然大悟 原来生意还可以这样做 将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被点醒的王大伟 赶紧拉着黄飞研究菜事 怎样把黄飞的蔬菜 用在东北菜中 黄飞虽然不懂东北菜 但也提了不少意见 旁边吃饭的玲玲 也时不时差两句建议 当玲玲吃完了饭 收拾干净了饭桌 三个人就喝茶聊天 这是黄飞问玲玲玲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是回家 还是在这里找工作 院长很好 一直把我攻读上了大学 我急着找工作 就是想早点回报 把我养大的孤儿院 报答院长 可是我现在就被骗了生物分文 玲玲又变得失落起来 玲玲 我这里有一个建议 我在村里种蔬菜 正在计划扩大种植 如果你愿意 我想招聘你为员工 专门帮我设计和规划用地 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也不知道 你月资需要多少 黄飞问 你种菜需要我设计什么 你有什么需要设计的 玲玲问 当然需要 我现在才刚刚起步 不用多久 我就要承包村里的耕地建造农场 那时候灌带喷零 各种排水供水 机设株设 宿舍办公楼 房屋等设施 都需要合理规划 合理分布 你说有没有你的工作 黄飞回答 你的目标真够大的 建造一个农场 好像很有挑战 好 我答应了 工资我也不知道要多少 你看着办吧 玲玲狡黠一笑 黄飞听他这回答一愣 随即不屑一笑 这样 我想 既然大家都这么熟了 我给工资 你也不好意思要吧 那我就包吃包住 就不给工资了 免得谈钱伤感情 你敢 我不用钱 但孤儿院需要用钱 我不能不要工资 玲玲说完 看到黄飞笑嘻嘻嘴脸 知道自己被捉弄了 给了黄飞一个白眼 好了 不逗你了 我现在刚起步 就暂时五千工资 包食宿 包五险一斤 不过暂时没员工宿舍 你暂时食宿 在我家 我父母都在家 你也不用怕我什么 怎么样 黄飞问 这么好 你是说真的 我骗你干嘛 大伟也去过我菜园 我有必要骗你吗 一会我就去买打印机 回去就签合同 以后招聘员工 都要正规话 好 那走吧 啊 你怎么比我还交接 警号三四 快点 别婆婆妈妈 我要赶着上班 黄飞又被零零无语了 有这么勤奋的员工吗 带着零零去超市 买了一些日用品和洗漱用品 又给他转账了三千元 让他自己去买私人用品 黄飞就去电气区 买了一台彩色打印复印一体机 摩托车专门装行李箱和杂物 玲玲就坐黄飞的车回家 路上黄飞一边开车 一边介绍山路的情况 以及以后会扩建成双车道柏油路 看能不能配合环境 修成一条美丽山村公路 这让玲玲半路上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当黄飞和玲玲回到村口的时候 马上被一大群人围观 黄飞 这是你女朋友吗 好漂亮呀 小飞 这是你未来媳妇吗 神时候请吃喜酒 停 停 都别说了 别把人吓跑了 这是我招聘的建筑设计技术员 你们以后谁盖房子的 可以让他帮忙设计 都别乱说了 人家可是刚毕业的大学高材生 以后我们村又多一个大学生了 警号三四 黄飞赶紧解释 被村里人一闹 黄飞忽然顽心又起来 叫玲玲一会儿先别出声 她要逗一下父母 玲玲听了一脸茫然 不知道黄飞要搞什么 临时一扫 父母都在家里看电视 来到了门口 黄飞兴奋地叫 爸 妈 我把失散多年的妹妹找回来了 警号三四 这一喊如晴天霹雳 黄飞父母冲了出来 看着黄飞身边的玲玲张大的嘴巴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女儿了 警号三四 母亲气冲冲地向父亲问 什么我女儿 我哪来的女儿 你别冤枉我 警号三四 父亲急了 什么冤枉你 那这女儿哪来的 我哪知道是哪来的 反正不是我的 警号三四 这时候终于知道 黄飞想搞什么了 原来是逗父母玩 听到这就忍不住出声解释 叔叔好 阿姨好 黄飞是逗你们玩的 我是她招聘的员工 我叫玲玲 不是她口中的妹妹 啊 臭小子 居然逗我们玩 看我不打死你 母亲反应过来 马上出绝招 扭住了黄飞耳朵 哎呀 疼 妈 放手 好疼 黄飞连忙求求饶 身旁的玲玲 看到这温情的一家人 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己孤儿的身世 不禁眼睛发红 有点悲凉 眼角泪水不自觉地滴了下来 喂 喂 我妈是在扭我耳朵 是我疼 怎么反而是你哭了 你不会是心疼我吧 黄飞夸张地叫喊 扑痴 锦号三四 淋淋忍不住破涕而笑 狠狠地打了一下黄飞 然后脸刷一下就红了 怎么了 闺女 怎么哭了 黄飞欺负你了吗 锦号三四 母亲说着 又想去扭黄飞耳朵 妈 怎么是我欺负她了 明明是她打我 是她欺负我 我是你亲生的吗 黄飞擦着发痛的耳朵说 阿姨 没事 只是我想起自己是孤儿 看到你们一家人这么幸福 一时伤感 不好意思 阿姨 让你见笑了 玲玲连忙解释 没事 闺女 不用伤感 这里以后就是你家了 你就是我闺女 黄飞母亲听到这漂亮的女孩 原来是孤儿 一种母爱情怀油然而生 轻轻地抱住了玲玲 玲玲被黄飞母亲轻轻一抱 一声闺女 让她也感受到了母爱 感受到家的温暖 对这个家多了一丝丝归属感 黄飞在旁边静静 看着没出声 她也很同情这个漂亮又感恩的姑娘 母亲多了个闺女 那我就当多了个妹妹吧 这回是真的捡了一个玲妹妹 以后要不就叫玲妹妹吧 顺口 温馨的一幕结束后 黄飞就带着玲玲上了楼 让她选了一个房间 然后帮她把行李箱和日常用品 都搬进了房间 就让母亲帮她收拾房间了 躺在床上 拿出手机给李燕然发了语音 说 今天帮她寄了西红柿和黄瓜 顺便问了一下检测报告的事情 接着就上网查阅一些 储水罐和喷磷系统的资料 为下一步计划做准备 现在水源足够 以后就 全部采用空中喷磷系统浇水 储水罐 过滤器 喷磷头 增压泵 一大堆器材名称 脑壳子疼 算了 还是到时候找一家安装公司承包吧 懒得自己头痛这些事 迷迷糊糊睡梦中听到了敲门声 清醒了一下后 一定是把某人的美梦打断了 看着灵灵那幸灾乐祸的表情 不由白了她一眼 本来跟在后面打着哈欠的黄飞 看到前面换了居家服 婀娜多姿的身影 闻着空气中淡淡的香味 睡意全消 有美女看果然精神百倍 晚饭依然是农家小菜 拍黄瓜 土猪肉馅酿青椒 西红柿炖鱼头 红烧茄子 腊肠炒油菜 普普通通的农家菜 却让灵灵毫无淑女形象 差点把黄飞那份也吃了 最后撑得动不了 把黄飞笑喷了 被恼羞成怒的灵灵 追着满屋跑 把黄飞父母也乐得不行 家里很久没这么热闹了 俩人打闹了一会 灵灵想去帮母亲洗碗 被赶了出来 没事做 黄飞就提议签合同的事情 俩人来到灵灵的房间 由于灵灵馆规划设计 经常要用打印机 所以就放到了她的房间 黄飞看到她的房间 都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 她买的卡通床上用品 也全换上了 怎么喜欢卡通款式呢 灵灵看到黄飞 愣愣地看着她的床 娇称地说 不准看 想什么呢 啊 不是 我没想什么 我只是想你 为什么一换卡通款式的 警号三四 黄飞连忙解释 哼 要你管 赶快起稿合同 警号三四 哦 你先下载一个 差不多内容的合同范文 然后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你打字快你来坐 黄飞坐在灵灵旁边说 她还是第一次 大大方方的 坐在一个大美女旁边 这感觉还不错 灵灵也没计较 俩人就开始对合同内容 商议修改 半小时后 一份凤梨村农场员工 劳动合同就完成了 灵灵是第一个签合同 所以编号是00001 黄飞笑着说 灵灵同志 欢迎你加入凤梨村农场 你的编号是00001 你现在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手握重拳 还不赶快谢主龙安 灵灵一愣就反应过来了 黄飞居然把自己当皇帝了 举手就打过去 卸你的头 居然敢耍我 哎呀 我以为捡了个灵妹妹 原来捡了一个暴力女 锦号34 黄飞一边叫 一边跑回了房间 关上了门 黄飞来到了空间里 先到灵洞里 配好了一批 适合自己现在修炼用的灵液 然后就在洞里打坐 进入了修炼状态 现在空间资源足够 灵域空间升级后 也可以自我慢慢修复了 不用全靠黄飞这个工具人 才能积累能量 这点从洞里积攒的 那一小吃灵液就知道 地主家也有余粮了 现在黄飞的二号灵水浓度 已经调整为 三十滴洞里小水吃灵液 浓郁的灵气 是原来二号灵水的两倍以上 灵气汇入丹田气海后 融合到灵雾中 灵雾渐渐地变浓 变得稠密 好像天空乌云像下雨 黄飞一直用灵石 内视着灵雾的变化 随着灵雾的变化 黄飞也开始明雾 下次自己升级的要求是 把灵雾转变为灵水 让灵气以灵水的形式 存在气海中 从而获得更大的灵气储存量 在紫系内视灵雾 灵雾中的先天混沌灵雾 依然在吸收黄飞气海中的灵雾 那现在存在的问题就很明白了 自己依然是工具人 而且自己 每天吸收的灵气量 必须要比灵雾吸收得多 要不灵雾会把他的灵雾吸收完 他自己就会降级 或出现其他的后果 这就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幸好现在可以在空间里修炼 空间里十倍时间 又有足够的灵液补充 否则会出现什么后果 真的不好说 灵雾还需要慢慢探索 当黄飞把一份 现在的二号灵水吸收完后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个小时 丹田七海中 也滴下了第一滴灵水 以后积攒了多少灵水 就证明了自己有多少进步 接下来 黄飞就重复着孤寂 而开心的空间生活 修炼 翻地 移植人参 移植检查月计划 练习四大数法 睡觉 别人在现实中 睡醒一觉八小时 而黄飞 已经在空间里工作了三天多 所以 收获和付出 都是成正比的 假如黄飞得到了灵液 得到了那五十毫升浓稠液体后 不思进取 不求突破 而是任意挥霍 只会坐视山空 妄欲轻叹 依然会是一事无成 早上六点多 黄飞退出了空间回到床上 开始在床上打坐调息 从而消除在空间时间长 造成的时间差感觉 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看了看时间刚七点钟 打开房间 看到001点坏笑站在门口 帅哥 早上好呀 吃早餐了 哎 001 你吃早餐撬我们干嘛 我是你老板 你想管老板吗 黄飞有点后悔 把这个灵妹妹捡回来 以后怕是 没有自由了 我就要管 怎么了 阿姨让我叫你的 哼 警号三四 零零得意地说 哟 厉害了 居然敢管老板了 那我妈有没有让你 升级为老板娘再管我了 警号三四 黄飞怪叫说 你 你无赖 零零脸刷一下就红了 转身就走下楼去 喂 美女 怎么不管我了 黄飞看着前面 恶努的身姿说 不理你了 无赖 哎 怎么我就无赖了 是你说要管老板呀 警号三四 你还说 阿姨 黄飞欺负我 零零告状了 你们俩又怎么了 黄飞你为什么要欺负零零 你做哥的 不可以让一让零零吗 母亲称怨黄飞说 妈 你别听她告状 你问她我怎么欺负她了 阿姨 你不是让我叫她 起床吃早餐吗 她说她是老板 我是员工不可以管老板 我都说了是阿姨 你叫我管的 可是 可是她无赖地说 要你把我生为老板娘 才能管她 警号三四 说完零零的脸 又一下红了 啊 呵呵 那你以后有机会就管管她 黄飞母亲那个乐呀 差点就当面给儿子点赞了 阿姨 你怎么也取笑我了 零零的脸更红了 呵呵 都吃早餐吧 一会让小飞 带你到处熟悉一下 警号三四 黄飞母亲开心地只会笑 如果自己的儿子 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儿媳妇 那真是皇家之心 哼 警号三四 零零恨恨地白了黄飞一眼 就去吃早餐了 这时候 母亲暗暗向黄飞伸出大拇指 黄飞也为母亲点了个赞 早餐在黄飞一家人 开心的气氛中进行 只有零零暗地里 踢了黄飞几脚 黄飞都假装疼得呲牙咧嘴 让零零暗自高兴 而黄飞父母 却当自己是空气人 什么都没看到 其实心里都乐开了花 早餐后 黄飞就带着零零 在村子里闲逛 熟悉一下村子的环境 并解释了带她闲逛的原因 零零 你是建筑设计师 我带你熟悉整个凤梨村的环境 就是提前给你一个设计概念 我在凤梨村创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 建造一个综合性的凤梨村农场 面积不但包括整个盆地 一千多亩耕地 还有周围属于凤梨村的山地 把山村和农场 整体设计为一个世外桃源 村民安居乐业 丰衣足食 至于细节以后 我再慢慢和你商议 零零在旁边静静地听着 黄飞描述的前景和规划蓝图 如果实现了 那这里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之地 她呆呆地看着身边这个 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青年 忽然觉得黄飞太浪漫了 建造一个世外桃源的开心农场 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 黄飞带着零零逛了一圈 然后回到了老宅 指着老宅和围着篱笆的菜地说 这老宅和围着的菜地 都是我家的 你有时间可以把这块地 设计成一座融合了 凤梨村房屋风格的三层农家小院 一层需要有潺潺流水的庭院 有一块可以自重自足的小菜园 客厅 会客厅 厨房 饭厅 一个舒适的老人房 二三层全是房间 顶楼阳台设计为休闲娱乐 看风景的聚会小花园 你就按我这个概念设计 室内装修全部按城市生活需求 电梯 电器 网络都要齐全 玲玲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还是小山村生活吗 这都是豪门公子哥生活了 这是要多土豪才敢想出来的做法 如果生活真是如此美好 做老板娘也好像很不错啊 屁 自己怎么会出现这种想法 脸色不由又一下红了 黄飞 你这是真的 真的让我设计这样的一座庭院 锦号三四 玲玲还是有点怀疑 当然是真的 虽然现在我还没有钱 但如果计划顺利 半年后应该就有钱贷房子了 如果你想住新房子 那就赶紧设计好 正好现在你也空闲 只要你设计效果图好看 本公子我大大有赏 锦号三四 臭不要脸 还本公子 我还姑奶奶呢 锦号三四 你不是姑奶奶 你是林奶奶 林奶奶好 锦号三四 你找打 锦号三四 玲玲举手就追打黄飞 黄飞转身就跑进了菜地里 母亲和二婶他们都在 黄飞就对二婶他们说 二婶 三婶 你们有时间就带上二叔三叔他们的身份证 银行卡到我家签劳动合同 签了合同才能帮你们买三险一金 锦号三四 黄飞看了看谈边的老陶树 向母亲二婶他们问 妈 上次叫你问陶树的事 有结果了吗 问了 村里人问了 也问了村长 都说这是无主之物 你要移走就移走吧 锦号三四 二婶回答 那好吧 明天我有时间就移走 黄飞不是多此一举 他是把陶树移进空间 如果以后有人争议起来 陶树不见了解释不清楚 黄飞经过老宅院子时 随手摘了两个西红柿 然后边吃边往家里走 这边没什么事情做了 玲玲跟在后面 吃着美味的西红柿 看着前面休闲走着的黄飞 现在这样的生活 好像很不错 对了 玲玲 你需要买什么器材就上网买 需要多少钱我 黄飞忽然想到了 还没有设计工具 就转身想叫玲玲自己上网选购 谁知道跟在后面的玲玲 正在走神中 一头撞到了黄飞怀里 被黄飞条件反射地抱住了仙妖 一时间两人都愣住了 没反应过来 臭无赖 还不放手 警号三四 还是玲玲先反应过来了 随手把手中 吃剩下一小半的西红柿 塞到黄飞刚想说话的嘴里 转身红着脸跑开了 黄飞还待在原地 咬着小半块西红柿 正在回想着 刚才美女在怀的感觉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玲玲一直跑回到黄飞家里 跑回房间 靠在房门上 脸颊发烫 心跳加速 她还是第一次 被一个男人如此拥抱 自己怎么就这么不小心 撞到她怀里呢 羞死人了 居然还把自己吃过的西红柿 塞到她嘴里 我这是犯了什么傻 黄飞不知道玲玲在干什么 她正向着凤梨村村委走去 刚才老村长给她电话说 15户村民都同意出租荒地了 这可是一个好消息 看了看银行余额37万多 明天早上 应该又是浮满楼采购日子 那么明天 就能够钱签合同了 来到了村委会 老村长他们三个都在 黄飞微笑着说 村长好 黄之书好 和会计好 这租地事情 真是辛苦三位了 谢谢 不用谢 为村里人办事是应该的 小飞 那两户得到承诺以后 优先招聘就同意了 那黄二狗和刘三 就难办了些 不过后来迫于村里人压力 也只好同意了 但要每户加1500才同意 警号34 村长解释了一下情况 能解决问题就行 以后有他们求我的时候 村长 合同都准备好了吗 警号34 黄飞问 合同草稿都齐好了 你看一下 到时候填上数字和签名就可以了 黄之书说完 递给了黄飞一份合同草稿 黄飞仔细地看了起来 看完后黄飞提出了三个修改 第一 租用的所有土地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用途需求使用 30年租期满后 归还完整的土地 第二 在30年租期内 如有违约 需要赔偿对方50倍违约金 第三 需要村委会盖章担保证明 村长三人商议了一会 觉得这三条 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就是有些奇怪 为什么要那么高违约金 既然合同没问题了 那我明天就把钱取回来 再召集村民签合同 警号三四 黄飞说完就离开了村委会 路上先给吴经理打了个电话 确定明早会采购蔬菜 然后给银行打了电话 预约明天早上9点 取40万现金 黄飞回到家里 没事做 就进了空间里辛勤劳动 人工翻地太慢了 看来需要买台小型多功能 翻地机进来 就是有点怕废弃污染 现在黄飞初步计划 是在空间里 每种贵重药材 只种一亩地 而品种也只选人参 和首屋 都是一些必要时能救命的好东西 忙完药材地 又去山洞前面水潭边上 挖了一个大坑 黄飞准备把老桃树种在这里 不知为什么 把老桃树一种进来 成了黄飞一个执念 好像冥冥中有一个意识 让他这样做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忙忙碌碌的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黄飞也在暗部就班地 筹备着计划中的每一项工作 一个十吨蓝色储水罐 铁丝围网 镀星铁等菜地需要的材料 都已经订好了货 过几天就能送到村委的荒地上 自从得到淋浴后 黄飞从原来刚毕业时的迷茫 渐渐变得自信起来 对生活充满了激情 而且办事情变得更沉稳了 不急不躁 谋定而后动 只要抓住机遇 明确目标 就会灵活变通地全力以赴去做好 中午吃完了饭 黄飞一个人来到了寒潭边上 他想趁现在 没人把桃树移进空间 仔细观察附近和村子方向 确实没有人看向这边 黄飞首先把风化石放进了空间里 然后心血来潮地想 试试沟通一下桃树 或者真是桃仙呢 把手搭在桃树上 黄飞默默地运用起心灵术 把想移植他到另一个神奇地方的意念 传输到桃树上 却一直没什么反应 当黄飞觉得自己这样做 实在是太傻太无聊 想松手的时候 忽然隐约间感觉到了一种 害怕又紧张的意识 在试探自己 不用害怕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在询问你愿不愿意 到一个灵气充沛的地方生长 黄飞继续传达意念 那里有危险吗 锦号三四 终于传来了一个胆怯的女生 没有 那里就是原来在你旁边 陪伴你的灵域身体里 那我要怎么做 才能去那地方 锦号三四 我尝试用灵石包裹你的身体 牵引你移动 你不要反抗就可以了 好 那你试试吧 我准备好了 锦号三四 那女生信任了黄飞 黄飞用灵石包裹了整棵桃树 包括地下的根须 意念一动 眼前的桃树消失不见 已经移进空间里的大坑 黄飞又四周看了看 没人发现 赶紧用铲子 在地上胡乱挖了一个坑 然后往家里赶 当黄飞进了空间里 看到桃树正躺在坑中 黄飞连忙沟通桃树 你喜欢种在这个位置吗 喜欢 这里灵气浓郁 我很喜欢 谢谢你 锦号三四 桃树传递出女生开心的声音 你喜欢就好 那你就在这里安家吧 黄飞把桃树扶正 一边填土 一边理顺桃树的根须 希望能让它生长舒服些 自从黄飞学会了心灵树 就接受了世上可能存在灵物 可以沟通的植物或动物 所以 黄飞现在并没有害怕老桃树 以后空间里 还可以有了聊天的对象 不再是自己孤单一人 黄飞很认真地把泥土填好 又用灵水浇透了 才问桃树感觉 我已经把你种好了 你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 在这里 我可以生长得更快 我叫黄飞 你有名字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没有 我没有名字 陶倩倩 这名字你喜欢吗 陶是你的姓 倩倩是你的名字 就是优雅漂亮女人的意思 黄飞想了想 想到了一个名字 倩倩 陶倩倩 喜欢 很好听的名字 那我以后就叫陶倩倩了 陶倩倩开心地说 倩倩 我很奇怪你生长了几百年 都生长为灵物了 为什么没有开花结果 黄飞好奇地问 就是因为我是灵物 才不敢开花结果 是灵狱帮助我长成灵物 就是灵树了 接出来的果实算是灵果了 我不能被人发现秘密 这是灵狱清醒后教我的 还教我要伪装成 一棵块枯萎的老桃树 就像它变成了风化石一样 所以我就进入了休眠状态 只保持一点生机 倩倩解释说 在这里很安全 以后你就可以放心地开花结果了 我还没有尝过 灵果是什么味道呢 黄飞看着旁边的风化石 原来如此 难怪一个星球的星河 会变成了风化石 原来是为了伪装 为不引人注意 好聪明的先天混沌灵狱 黄飞把这块风化石 横着摆放在倩倩的旁边 有时间就把石头上面打磨光滑 做成石凳 自己以后感悟功法 练习技能的时候就盘坐石头上 这石头就是雾道石 脑海中想象出了一幅画面 静坐淘下倩香陪 冥想静谈水相依 第二天早上 黄飞吃完了早餐后 先到菜地里逛了一圈 看到吴经理在采购 就过去聊了几句 然后回到老宅观察了一下黑凤鸡 原来的小鸡已经有一斤重了 估计两个月可以成熟一匹鸡 这生长速度算正常 太快了容易引起关注 只要自己保证 鸡肉质鲜美就是成功 又把储水罐加满水 现在黄飞搬水方便多了 升级后临时增加了十倍 已经可以用意念取空间里物品出来 不再需要人进去了 取水也是一样 就是搬水进空间的反向操作 水可以从手心附近流出来 可快可慢 黄飞做完自己日常工作后 就背了一个背包 开车去镇里建设银行 因为已经预约好 所以取钱是专用通道 不用排队 当黄飞背着包从银行出来时 已经差不多上午十点了 看着手机中银行余额变成了三万多 不有苦笑 又回到解放前了 黄飞给村长拨了电话 喂 村长 钱我已取出来了 你召集他们到龙眼树下集合 搬几张桌子带上合同 我要现场签合同发钱 我半小时后就到 老村长接完电话后 嘴里喃喃自语 好事来了 终于来了 凤梨村要变了 赶到村委广播室 这套扩音器都不记得 上次是什么时候用过了 拉开扩音器上的盖部 打开电源 看着亮起来的电源灯 和仪表真的摆动 老村长松了一口气 虽然这扩音器很久没用 但自己还是经常会护理清洁 保证下一次需要使用时能正常 村长拿起了话筒 想了想后说 喂 喂 我是村长黄博山 各位凤梨村的村民请注意了 现在宣布一个好消息 请出租村委土地的15位家庭代表 到村口龙眼树下集合 黄飞要现场签合同发钱 听到通知的 请马上到村口集中 警号34 这广播消息 让凤梨村留在家里的人都激动 有钱发 这是凤梨村第一次发钱 虽然这钱没有自己的份额 但那也是凤梨村的大事 是好事 说明黄飞已经在开始履行 对凤梨村民的承诺 当黄飞回到村口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人 差不多是村里留守的全部人了 一千多人的凤梨村旨 留守了十分之一的人 可见村子的冷清 这情景更加增强了 黄飞要帮助凤梨村脱贫致富的决心 黄飞从让开的人群中 走到桌子后面 三张长桌已经用红布盖好 这些都是有上级领导 来视察时开会用的 黄飞一扎一扎 把四十大红彤彤的钞票 放到桌子上 虽然不多 但在这一向贫穷的小山村 却是震撼的 他们谁也没见过这么多现金 看着村里人 眼睛发亮地盯着钞票看 黄飞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现场发钱 就是想让村里人看到希望 知道自己能给他们希望 相信自己 这样以后在村里 做什么事情都容易很多 反对的声音就会少 黄飞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 就直接宣布开始了 黄飞签合同 村长盖工章 黄之书登记名字 和会计发钱 黄连凤 四万五千三百 礼服成 四万一千二百 黄伟成 三万九千七百 和会计每读一个名字和金额 人群中就惊呼一片 都是羡慕的目光 可惜不是自己的 一个小时后 把十五家的租地合同都签了 钱也发了 黄飞把剩下的钱交给了母亲 然后把村长安排好的 十个人留了下来 黄飞观察了一下这十个人 又转头看向母亲和二婶他们 看到他们都摇了摇头表示 这些人都没问题 黄飞也相信 老村长不会把偷奸耍滑的人 安排下来 清了清嗓子 黄飞对着十个人说 你们十个人 可能就是我要招聘的员工 为什么是可能呢 因为你们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一个月后 勤奋 诚实 任劳任怨的人留下来 成为正式员工 工资暂时三千元 月勤工奖五百元 包三显一金 每月两天休息 早上七点到十一点 下午两点三十到五点三十 为上班时间 加班费另算 都明白了吗 警号三四 知道了 警号三四 众人都开心大声回答 原来工资待遇这么好 还有休息天 你们知道就行了 相反 如果工作期间偷奸耍滑 偷鸡摸狗 乱传是非的人 一律辞退换人 绝不姑息 别到时候 说我不顾村里人情面 明白了吗 警号三四 黄飞又严肃地加重语气说 知道了 这是应该的 警号三四 众人都一口同声答应了 好了 明天早上就开始工作吧 首先把村围你们的荒地上的杂草 清理焚烧 然后平整好土地 好了 都回家准备吧 警号三四 黄飞说完 也和母亲他们往家里走 林林来到了黄飞身边 碰了碰悄悄问 为什么他们都是三险一惊 我却是五险一惊 警号三四 黄飞一听乐了 因为你是美女 有特权 怎么 不想要 警号三四 去你的 无赖 警号三四 林林红着脸 踢了黄飞一脚 跑回黄飞母亲身边 踢我 黄飞揉着脚 假装很疼 母亲回头看了一眼 慧心一笑后 拉起林林 继续往家里走 现在这暴力妞 有了母亲荡靠山 结成了攻守联盟 以后自己有点势单力薄了 看母亲的态度 好像还有点想把暴力妞 培养成老板娘的意思 前途甚优啊 回到家里 黄飞看了看时间 然后拨通了肖大美女的电话 你好 肖总 在忙吗 警号三四 你好 黄老板 暂时还不忙 怎么了 有事吗 警号三四 手机中传来了肖大美女 柔诺诺的声音 哦 是这样的 本来想亲自到肖总 你那汇报一下工作 不过你也知道我 暂时没车 所以只好电话联系了 黄飞半开玩笑地说 哈哈 你向我汇报工作 好 那你汇报吧 我听着 好的 肖总 我用手上的资金 准备扩大种植到八亩地 大概半个月后成熟 到时候 你们浮满楼就可能吃不下了 不知肖总有什么想法 警号三四 黄飞按照当时的约定 优先给浮满楼选择 好 终于等到你扩大种植了 你放心 我在县城收购了一家大饭店 在临县也开了一家分店 就等你的蔬菜了 当初听你提到过那块荒地的计划 所以我就提前筹备了 三家店应该差不多了 肖总厉害 我也是打算供应三家酒店 却被你猜到了 不过我的网店要做出销量 还有一个时间过程 所以我打算种植一些姜葱蒜 小辣椒等配菜 希望能让你们的其他菜式味道提升一些 肖总 你看这做法可行吗 锦号三四 黄飞询问说 可以啊 黄飞 我都没想到这一点 如果你种出来的配菜也是极品 那对我们浮满楼的菜品 会提高一个档次 谢谢你 黄飞 锦号三四 肖大美女听到这提议 心情很好 黄飞也觉得这方法可行 毕竟自己只有蔬菜 品种太单一了 在还没有供应肉类之前 就从配料想办法 用姜葱蒜等配菜 提升肉类菜式的味道 得到了肖大美女的肯定 这个种植计划就定下来了 财购商不用再找 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筹备 网上销售的准备工作 黄飞又拨通了 辉煌广告设计公司 陈经理的电话 你好 陈经理 我是黄飞 在忙吗 你好 黄老板 刚忙完 你是问商标注册的事情吗 陈经理问 是的 注册的事情通过了吗 锦号三四 黄飞问 你的凤梨山 锦号三九 商标设计图标和名字 已经通过审核上传了 但是还要经过公示期 才能颁发证书 这是规矩 我们也没办法 陈经理解释 哦 这个我知道 我是想咨询一下 现在我能使用这个商标了吗 就是现在能不能在包装盒 或快递箱上使用这商标 黄飞问 这个是可以的 你的商标已经通过审核 只是在公示期 那证明你的商标是唯一合法性 只是还没有受到商标法保护 但别人也不可以注册你的商标 或者模仿你的商标注册 所以你可以放心使用 陈经理详细解释说 哦 我明白了 那陈经理把设计好的快递箱模板发给我 好的 我已经按你的尺寸要求 设计了五金桩和十金桩两个模板 你直接找工厂定做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帮你介绍工厂定做 因为我们也有关系好的包装公司 质量绝对保证 锦号三四 陈经理在帮朋友拉生意了 这个当然可以 只要保证质量好 价钱优惠就可以了 我是需要走冷链运输的 所以快递箱子要防水 兼顾 你叫你朋友按照这要求报价钱吧 黄飞说 好的 报价后我发给你 现在我先把模板发给你 请接收 锦号三四 处理完快递箱子的事情 接着就是围网和储水罐的材料问题 和镇上的材料店通电话后 得知后天就能送到 一切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午饭过后 黄飞看着正在看电视的玲玲 眼睛转了几转 然后把椅子移到她身旁 刚想说话 你想干嘛 玲玲马上戒备的抢先问 你 嘿 我能干吗 我是大灰狼 能吃你吗 你这反应什么意思 锦号三四 黄飞无语了 那你有事说是 别这样贼兮兮的奸笑 很瘆人 玲玲白了黄飞一眼 好好 我说 暴力妞 你 谁是暴力妞 不准叫 玲玲打断了黄飞说话 好 玲妹妹 你 也不准叫玲妹妹 锦号三四 玲玲又打断了 好吧 玲玲 玲玲美女 这总可以吧 锦号三四 嗯 这个可以 玲玲点点头说 玲玲美女 你想不想做网红 黄飞问 不想 没兴趣 玲玲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玲玲美女 你不是要赚钱帮孤儿院吗 只要你成了网红 就可以赚钱帮孤儿院了 怎么样 锦号三四 黄飞来了的曲线诱惑 玲玲听到能赚钱帮助孤儿院就心动了 小心问 你要我做什么网红 跳舞唱歌 抛头路面的我不做 低俗 锦号三四 我怎么舍得你抛头路面呢 哦 不是 我意思是 不需要你抛头路面 唱歌跳舞 只是发发小视频 发我们种蔬菜的一些小视频 介绍我们蔬菜的一些小视频就可以了 偶尔露一下你的爵士容颜也可以的 怎么样 黄飞解释了一下 发这些小视频就能赚钱 你骗我 暴力牛的本色就快显露出来了 停 耐心听我说 拍小视频是为了戏粉养号 你的账号 只有吸收了一定粉丝数量才可以赚钱 这就叫养号 你拍小视频 我和小虎可以做你的演员 过几天忙完我带你去一个人间先进拍小视频 就是这里 锦号三四 黄飞说完就把手机递了过去 让玲玲看他拍的洞天福地风景 哇 好漂亮呀 这是哪里 我要去 锦号三四 玲玲看后兴奋不已 别急 那里很远 要走三个多小时山路 你能行吗 锦号三四 黄飞问 我可以的 为了看这么漂亮的风景 我一定可以 玲玲信心满满 先不说这个 我们继续说网红的事情 我们在这段时间 拍几个精彩的视频 把你的账号养起来 然后等凤梨村农场网店上货后 我们就开直播带货 为我们的凤梨山蔬菜打广告 怎么样 玲玲美女 黄飞问 那我还是赚不了什么钱啊 玲玲一脸狡黠地问 你直播时不是有礼物吗 可是你说 不让我抛头露脸的 玲玲还是一脸狡黠回答 好吧 网店销售 你占百分之十提成 可以了吧 不过 你需要管理网店 黄飞没办法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 yes 成交 玲玲美女奸计得逞 把这个暴力牛拉下水后 拿过她的手机看了看 看来还需要帮她 买一台新手机 亏本生意 手上的钱不多了 后天又有一万多的 微网出水罐等材料款 这几天要省着用钱 不过手机还是需要买的 蔬菜网店已经进入 十多天倒计时了 现在什么事情 都需要自己想办法 脑壳子疼 一会去镇上 帮你买一台好点的手机 你去不去 不去 我就自己去帮你买回来 警号三四 黄飞问 我也去 我都没事做 阿姨又不让我去拔草 待在家里 只有小虎陪我 好无聊 玲玲听到去镇上就开心了 黄飞把摩托车开了过来 看到玲玲又横着坐在摩托车后座上 就忍不住劝说 山路很难走 别横着坐摩托车 危险 上次你来的时候穿裙子 我没出声 只能慢慢开 你现在穿牛仔裤 怎么还横着坐 万一把你 颠下来了怎么办 没事 我喜欢这样坐 我会扶稳的 玲玲依然是横着坐 一会儿你别叫停 时间不早了 我们还要赶回来 不能慢慢开 黄飞看劝说无效 也就不劝了 只能注意点开了 可是在到处是小坑子小石头的山路上 慢慢开和开快一点的 颠簸程度差距太大 黄飞虽然很小心看路开车了 可还是把玲玲颠得哇哇叫 不到两公里 就紧紧抱住黄飞的腰 怕掉下来 黄飞还是停下了车 看着暴力妞 吓得有点发白的脸说 怎么样 是不是很刺激 我已经开得算慢了 再快点 真的会把你颠下来 玲玲打了一下黄飞 乖乖地跨坐在摩托车后座上 黄飞继续开车 虽然还是一样颠 但黄飞也放心了很多 至少不会把人颠下来 玲玲不再颠得哇哇叫了 只是紧紧抱着黄飞 满脸通红 谁知道 她心里在想什么 当来到了镇上最大的手机专卖店时 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黄飞停好车 带着玲玲进了手机专卖店 向四周一看 各种品牌的手机专柜 这下有点犯难了 不知道怎么选择 看向旁边的玲玲 她表情更是茫然 幸好这时 有一位客服小姐姐走了过来 微笑地询问 你们好 请问是需要买手机吗 锦号三四 是的 我们想买一部专门用来摄影的手机 质量要好的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锦号三四 黄飞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用来摄影的手机 现在华为 荣耀 OPPO 这些新款的国产手机 摄影功能都很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 你们喜欢什么款式的 不知道是先生你使用 还是这位漂亮小姐姐使用 客服小姐姐 把选择权还给了黄飞 主要是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使用 你把几款最好的手机 让这位漂亮的小姐姐自己选吧 黄飞这一句 一个漂亮小姐姐 把凌凌都说得不好意思了 称怒地打了黄飞几下 黄飞只是呵呵笑 最后 凌凌在女客服的介绍 和黄飞的建议下 买了一部5000多的华为手机 测试了拍照和录像效果 确实不错 黄飞都想买一部了 不过现在钱有点紧张 下次再买吧 只是买了一个大容量备用电源 买了手机出了电门 黄飞刚想上车 忽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转头对凌凌说 凌凌美女 你不是说 要去山里那人间仙境完吗 你要走三个多小时 才能到达那里 一定会全身是汗 那里不是有一个清潭吗 你想不想到清潭里洗个澡 你想干嘛 凌凌马上戒备地问 嘿 你这么紧张干嘛 你脑袋里 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是想告诉你 你要洗澡游泳什么的 是不是需要买泳衣 你那么敏感干嘛 黄飞无语了 哦 真的是这样 那还是买吧 走几小时路 一身汗水 然后再潭水里抛一下 应该很舒服吧 凌凌想了想 那清紧点点头同意了 于是 两人又去商场买了泳衣泳裤 还买了检疫户外换衣罩 两人商量了一下 都没想到 还有什么需要买了 黄飞就顺便 买了些肉带回家 回家的路上 俩人都没怎么说话 黄飞专心地看路开车 而凌凌被颠了一段路后 就抱紧了黄飞的腰 渐渐地把头也贴在黄飞的背上 好像很享受这一刻的安宁 凌凌因为自己是在孤儿院长大 从小性格就有点孤僻 好强 独立 对陌生人有些排斥 所以 从小身边就很少有朋友 她的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 凌凌知道自己一个孤儿能够读书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是孤儿院和院长给了她难得的机会 所以 她读书很努力 她觉得 只有努力学习 考上大学找一份好的工作 才会有能力回报孤儿院 报答院长的恩情 她感觉真的很累 凌凌现在 抱着黄飞的腰 贴在她背上的脸 感受着她身体传出的体温 心里感到很踏实 很安全 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放下了心中的负担 她好像找到了依靠 全身感到了轻松 好想就这样静静抱着睡一觉 而现在的黄飞 却正在心神交战 被一个大美女这样紧紧贴在背后 随着颠簸 那触感 那柔软让黄飞浑身冒汗 几次差点走神开到坑里 太折磨人了 感觉到凌凌很久没有动 是不是睡着了 黄飞赶紧找话题说 喂 凌凌 你这样紧抱着 不感到热吗 我都冒汗了 凌凌没有回应 只是转了一下头 换另一边脸颊贴上去 喂 凌凌美女 你是不是睡着了 别掉下来啊 黄飞又问 别吵 我没睡 好好开你的车 这时凌凌回了一句 黄飞听到她说话 也就不出声了 继续一边专心开车 一边感受美女怀抱的温暖 其实这种感觉真的不错 因为黄飞车开得不快 回到家里已经五点多了 都快吃晚饭时间 把买回来的肉交给母亲 就匆匆忙拿衣服洗澡了 刚才是真的出了一身汗 背上某个位置 现在还有发烫的感觉 而凌凌却好像没事一样 只是脸还有点红 她悠悠然地进厨房 帮黄飞母亲做饭 已经开始渐渐地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了 晚饭后 众人看了一回电视 黄飞帮凌凌换好了手机卡 顺便帮她把旧手机的资料 搬加到了新手机 然后就让她自己倒腾手机 自己就带着小虎回房间 继续她的空间改造 小虎 快点 找下一株人参 黄飞提着背搂跟在后面说 现在的小虎已经十多斤重网 每天喝灵水 吃有灵气的食物 还被黄飞用来当回春术 和心灵术的实验对象 黄飞用回春术 对着小虎身体施展 气海内的灵气 会转换成具有生命活力的灵气 进入小虎身体内 对体内的内脏器官 和肌肉骨落进行滋养 变得更加健康 更加有活力 现在的小虎皮毛油光水滑 四肢强壮有力 虎头虎脑更热人喜爱 她现在可是母亲和灵灵的心宠 对小虎使用心灵术 就没有什么效果 毕竟小虎还没开制 只是一只比较聪明的普通的牧犬 或者经过更长时间的灵水喂养 在将来的某一天 会开启灵制 成为灵兽 不过 即使小虎不是灵兽 但现在也非常聪明 黄飞让她帮助找到处分散的人参 她去闻了闻地里的人参味道后 就可以从一些草丛中找出人参来 所以现在黄飞就把她当成了寻餐犬 而且效率很高 小虎也喜欢这种互动 一人一狗 在空间里玩得不亦乐乎 黄飞拔了几十株人参后 一人一狗就没什么兴趣了 黄飞一开始找到了人参 还会小心挖出来的 后来没耐心了 直接当小萝卜拔起来 反正人参现在还小 以后会重新长出根须 种人参就快多了 一挖一放一买土就是一株 很快把寻找回来的人参移植好了 黄飞接着就开始 对这一片重好的人参殿 施展淋雨术 黄飞用灵石覆盖锁定 需要汇聚淋雨的范围 然后把气海里的灵气 按照淋雨术的运用方法 在灵石锁定范围内 引动空气中的水属性元素共鸣 从而使周围空气中的灵气和水气 会聚融合起来 形成了淋雨落下滋润万物 所以这个淋雨术 只适合在空间里使用 在外面使用 只能下普通的雨水 不会有灵气 不过用来逗逗小姐姐开心 制造一条七色彩虹出来浪漫一下 还是可以的 黄飞在空间里忙忙碌碌中 就到了早上七点 房门又响起了敲门声 不过没等黄飞开门 灵灵就已经下楼了 不给某人说话的机会 一家人温馨的早餐后 就个忙个的 父母先去了菜地里忙活 因为今天村委的荒地 要开始平整 黄飞则坐在桌边 拿着笔和纸在发呆 灵灵坐在对面玩着新手机 偶尔偷看一眼黄飞 很想知道黄飞在干什么 黄飞正在构想 网红养成计划的 第一个小视频的题材 无意中看到了暴力妞偷偷看她 灵灵美女 我是不是很帅 你不用偷偷看的 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黄飞扬了扬眉毛说 臭眉 谁看你了 阿姨都去荒地除草了 你的新员工今天也上班了 你这个老板 怎么这么不拙边 还在这里偷懒 警号三四 灵灵愤愤地说 黄帝 哈哈 有了 你这话提醒我了 视频题材 有了 为了感谢 你给了我灵感 来 抱一个 黄飞说着 伸开了双手 臭流氓 谁让你抱了 灵灵跑到了一边 黄飞也只是逗一逗暴力妞 转身就上了楼 当黄飞在下楼时 差点把灵灵笑插气了 只见黄飞穿了一套 应该是高中时的校服 已经完全不合身 裤子短了 衣袖也短了 头上戴了一顶草帽 脚上一双 应该是他父亲的劳动鞋 扛着一个锄头 一看上去 妥妥是一个 辍学回家务农的高中生 你这样搞乖干嘛 警号三四 灵灵看一眼就笑一顿 抱着肚子 蹲在地上问 我是在为你的网红养成计划 拍一个小视频 视频内容 大概是讲述一个 辍学回村的高中生 不屈服于现状 开荒种菜 用自己的双手 种植出凤梨山绿色 无公害有机蔬菜 因为味道好 营养价值高 受到消费市场的追捧 从而发家致富 黄飞侃侃而谈 灵灵听得一愣一愣的 有点怀疑地问 这样真的可以吗 警号三四 这叫励志故事 这种故事 很容易引起粉丝的共鸣 到时候 我让吴经理 带现金来采购 这效果绝对可以 黄飞信心满满 那我怎么拍 灵灵问 对啊 要不我来拍 你来做主角 你想想 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 因为辍学 只好回家务农 用白嫩嫩的双手 种出绿油油的 凤梨山有机蔬菜 那香汗淋漓的脸颊 那穿着朴素 扛着锄头 回头一笑 露出那绝世容颜的 村姑形象 是不是更震撼 更令人怦然心动 黄飞越说越觉得 这构想更好 我才不拍 你想拍自己拍 警号三四 哎哟 我的零零大小姐 我这样做 就是为了增加粉丝 有了粉丝 我们的直播带货 就会有人买 只要是 吃过我的凤梨山蔬菜的人 就会帮我们介绍朋友买 这样我们的网店销量 就会增加 那你的销售提成 就有很多很多钱 那你就可以给 孤儿院很多很多钱 不就可以报答院长吗 警号三四 黄飞使尽忽悠玲玲 玲玲听到黄飞的说辞 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只要能够帮助孤儿院 能报答院长 其他的好像并不重要 那我要怎么做 警号三四 玲玲问 其实你就是 拍几个镜头就行 其他的我会剪辑合成的 现在首先去拍开荒 你换一身朴素点的衣服 最好是农村人穿的衣服 警号三四 黄飞说 玲玲听了 就上楼换衣服了 没多久 她真的换了一身 朴素的衣服下来 应该是她刚上大学时 穿过的衣服 这一身打扮妥妥的 无敌撬村姑打扮 黄飞都有点看呆了 好美的花姑娘 头上扎了两条小辫子 娇美的脸颊 雪白如玉的肌肤 宽松的衣服 却掩盖不住丰满的身材 淳朴而美丽 看够了没有 警号三四 玲玲看到黄飞 那都快流口水的猪疙样 趁怒问 哦 不好意思 有点走神了 警号三四 黄飞刷了刷没有的口水 回过神来 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构想 向玲玲姐说 你就想象自己是 我妈一样的农村人 平时我妈和二婶 她们怎么干活 你也看见了 你就学她们就可以了 一会你走出门 自然地抬头看看天气 然后直接走去荒地除草 去的途中 你就偶尔回头 向我的方向天天一笑 明白了吗 玲玲是很聪明的女孩子 想了一会 就点头知道自己 应该怎么做 于是 网红养成计划的 第一条小视频 就开始了录制 中途黄飞还让小虎加入了演出 小虎在玲玲前后跟随 偶尔会在一推杂草撒尿 偶尔又对着黄飞方向叫几声 使得整个场景更自然 更贴近农村生活 到了荒地 十多人已经在清理杂草 清理碎时 看到工作量有点大 黄飞叫母亲再到村里 请十个人来帮忙 两百一天 反正就是一两天的活 黄飞拿着手机 再随意拍着视频作为素材 看到玲玲已经全身是汗了 就从各个角度给了她特写 然后就叫她休息了 她不是干这活的料 所以 平时母亲他们 都不让她来菜地里干活 黄飞吩咐了一下母亲和二婶他们 不要太累了 把活让别人来干 自己看着就可以了 黄飞就带着玲玲回到家 让她洗完澡 换上刚才的高中校服 准备拍输学回家的视频 换上校服的玲玲 又变身成了一个青春无敌美少女 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阳光 不过黄飞需要的是 辍学少女失落 迷茫的情绪 黄飞把玲玲带到了村口石拱桥外 对玲玲说 你现在是一个辍学回村 对前途感觉到迷茫 担忧的少女 把你那天被人骗后的情绪表现出来就是了 从这里一直慢慢走回家 走回房间 回头看我的眼神 是一种迷茫 失落 担忧的神情 明白了吗 这种情绪 玲玲亲身经历过 所以一下就明白 该怎么做了 黄飞就跟在玲玲背后 一直拍到房间 整个小视频的上集素材 就基本拍完了 下集就是抓拍蔬菜的种植生长过程 从播种到成熟 从采摘到收钱的喜悦 拍完视频 俩人都换好衣服 坐在桌前喝茶 黄飞一边喝茶 一边把手机视频 传到笔记本电脑上 进行剪辑合成 玲玲看到视频中 另一个形象的自己 也觉得很惊喜 原来自己 还可以这样的 也很佩服黄飞的奇思妙想 脑瓜子就是聪明 黄飞查看着今天录制的视频 忽然又想到了 下一个计划 需要提前准备的事情 玲玲 你有时间就到网上看看 哪款电脑适合你建筑设计用 一定要买好的 不能卡顿 我缓一缓就帮你买 我下一计划 就是要建一个 大概500立方的地下储水池 储水池的作用 是循环进化以后 整个凤梨村农场的饲养水源 储水池的地面 修建一间两层小院 这个小院的作用 是地下水池入口 循环泵房和监控设备保安室 黄飞继续说 你需要帮我设计出图纸和建筑预算 这可是以后农场的心脏 非常重要 你需要什么器材和人手 你就跟我说 但我这个计划 你暂时保密 不要对外说 知道了吗 玲玲看到黄飞严肃的表情 点了点头 你也不要有压力 你只需要帮我把建筑结构 和外形图纸设计出来的就可以了 如果能计算出工程预算再好 到时候 我找工程师工队洽谈 就方便多了 黄飞又解释了一下 好的 知道了 我现在要做的工作 就是老宅房子 和地下储水池小院的建筑结构图 和外观设计图 是这样吗 警号34 玲玲问 完全正确 你真聪明 警号34 黄飞点了一个赞 玲玲对黄飞掉了一个白眼 就回房间构想设计了 第一个任务 不能让她小看了自己 黄飞没有理会暴力牛的小动作 继续专心 在捣过她的小视频 把平时随手拍的素材 全部在脑海中排列穿插 围绕构想的题材 组成一段自然而又真实的小视频 因为是第一次学剪辑视频 很多技巧都需要摸索 所以 直到下午还没有拼肩满意 黄飞只好暂停视频的剪辑 去做另一件事情 大厨水罐明天早上就能送到 现在自己需要去提前挖好一个埋放水罐的坑 黄飞拿着挖坑工具来到寒潭边上 估测着石头少的位置 开始挖坑 其他正在除草和平整土地的员工都很奇怪 纷纷看了过来 黄飞父亲还走了过来问 小飞 你在挖什么 哦 我在挖一个直径2.5米 深1米的坑 明天用来放除水罐用的 以后这块菜地就用除水罐的水浇灌 黄飞解释了一下 那直接用潭水不好吗 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 爸 你忘记我种的蔬菜 是需要特殊方法培植吗 你和妈知道 以后这除水罐里的水是经过特殊处理就行了 这是暂时不要说出去 黄飞小声叮嘱父亲 哦 知道了 那我不问了 别人问我就说是净化水源用的 警号34 父亲反应过来了 对 可以这样解释 就说 我们种的是绿色蜈蚣害有机蔬菜 水源要求很高 不能受到污染 黄飞为自己父亲的解释点赞 把这一个大坑挖好 花了黄飞一个小时 原因是 靠近山壁下面全是石头 幸好黄飞现在力气大 戴着手套拿着铁翘一下一小块石头砸开 比电锤钻还快 这就是自己来挖坑的原因 如果普通人来挖 至少要大半天才能挖好 黄飞挖好坑后 坐在寒坛边上休息 看到众人除草一身汗水 这样人工翻地不是办法 又辛苦 效率又慢 看来是需要赶紧买小型翻土机才可以 钱拉钱 现在积攒钱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完全跟不上自己想发展的速度 还有什么方法快速筹到钱呢 苦思冥想中的黄飞 随手拿起手旁的一颗小石头 掉到潭水里 见起的水花 让黄飞灵光一闪 应该可以试试 潭水和小石头 让黄飞想到 空间里潭底绿油油的零石 就像传说中帝王绿的零石 零石总会比一般玉石值钱吧 黄飞心里想 这需要拿去玉石市场咨询和鉴定 才可以确定价值 看来要出远门一次 最少要到省城或京都 黄飞心意已决 等这块荒地种上蔬菜后 就出远门一次 希望能筹到钱 把凤梨村的全部耕地和山地承包下来 这样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整体布局 黄飞制定了接下来的计划 就慢悠悠走回家 过几天 需要到镇上找秦镇长聊一聊 了解一下凤梨村耕地的承包价格 然后才决定筹备多少资金 其实黄飞心里是知道 这零石在行家眼里绝对是宝贝 毕竟就算是帝王绿翡翠 也只是颜色品相稀有而珍贵 但零石除了比美帝王绿翡翠的特征 还具备西方灵气滋养身体的功效 这才是无价的 想到这功效 黄飞打算以后空闲下来 买一套玉石打磨工具 再谈底选一些小块的零石 打磨成小饰品 送亲人朋友当礼物 这种宝贝送去加工 一不小心就会引起有心人的关注 黄飞现在只想开心地修炼 努力地赚钱 把凤梨村的开心农场打造出来 闲下来的黄飞继续捣咕他的小饰品 而刚才黄飞想到的秦镇长 也正在镇政府会议室里开会 在座的都是凤凰镇各智能部门的领导 和各乡村干部 一起在开会讨论凤凰镇 今后怎么开展扶贫工作的问题 秦建华已经来凤凰镇上任十多天了 他是从上面空降到凤凰镇当镇长 他接受的任务 就是要求他改变凤凰镇贫穷落后的局面 因为每年财政拨到凤凰镇的扶贫资金 连一个水晕也没有荡起就完事了 一点效果也没有 秦建华的上任 就是直接受上面指派到地方进行扶贫工作 可以想象这工作的压力有多大 十多天来 秦建华走访了全镇16个自然村 这些村子都是一些山地农村 地广人稀 土地平级 没有特色产业 没有朝阳项目 只靠世代习惯 养些鸡鸭鱼 种些蔬菜 维持日常生活 有点钱的人都到外面发展了 很难找到领头人在村里搞活经济 特别是凤凰镇村 远离乡镇 一条八公里的山路 就可以让所有人止步 人口一千多的一个村庄 居然流村人口不足20% 这让秦建华 眉头深皱 脑壳子疼 现在凤凰镇村出现了黄飞这一个变数 很可能是震荡起着一潭死水的石头 自己在凤凰镇扶贫工作的突破口 可能就在他身上 所以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 黄渤山村长 除你们凤梨村外 凤凰镇的其他村 我们都已经视察过了 因为你们凤梨村离这里最远 村里的情况也最特殊 所以我们安排凤梨村 为最后一个视察地点 你现在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村的情况 再介绍一下你们村的黄飞情况 秦建华看着坐在后排 躲在一角的黄渤山老村长说 已经躲到后排一角的老村长 没想到会被镇长点名了 紧张地站起来 谁叫自己村最穷 每次开会谈论脱贫致富话题 凤梨村都是点名脱后腿的例子 老村长脸都掉进了 黄村长 你不用紧张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听听你的简单介绍 为明天去你们凤梨村视察 提前准备一些材料 我们去视察 是为了解决问题 如果事前一点情况都不了解 那去了你们村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说对不对 秦建华解释了一下 减少老村长的紧张 老村长听到镇长这样解释 马上就平静了下来 思考了一下然后说 我们村的情况其实很简单 在座的各位其实也知道 总结起来就是 土地平级 地多人少 山路难走 那你能详细解释 一下你的总结吗 警号34 秦建华问 好的 秦镇长 土地平级就是因为 我们村的耕地 全部都是山泥土 都是瘦土 种不出什么好东西 产量很低 就连满山的凤梨树的果子 都是又酸又涩 现在耕地掉荒多年 长期杂草就更平级了 老村长喝了一口水 继续说 地多人少 就简单了 因为耕地种不出好的农作物 产量又低 赚不了钱 所以村里人年轻的 都出外打工了 村里人就越来越少 只剩下一些 不想离乡背景的村民 或是老年人 警号34 老村长叹了口气 继续说 山路难走 就是我们村道镇上的 八公里山路 全是小坑小石头 只能勉强开两轮摩托车 就是三轮摩托 也不行 颠簸的散架 装了货物全颠坏了 除非是小车还好点 这条路 我已经申请了很多年 都没办法修好 坐在前面的公路局领导 看到秦镇长看向他 连忙解释 秦镇长 凤梨村的山路 不是我们不想修好 而是真的有心无力 你也知道村籍道路 我们最大的权限 只能支住50%资金 村里要筹集50% 这条路全长8公里 就算是修一条 三米宽的柏油路 也需要几百万 又没有人赞助资金 凤梨村也是出了名的穷山村 我们哪有办法 去帮他们修路 秦镇长听后 也是眉头深皱 要一个镇出那么多资金 帮一条村修路 是有些不现实 像上级申请资金 也很难通过 即使通过了 也不会有太多的资金 来扶持这条 只是一个村子 使用的乡村道路 秦镇长又看向老村长说 那你说说黄飞现在的情况 上次我遇到他 听黄飞的意思 是想在村里发展 也有帮助村里人 脱贫致富的宏愿 警号34 老村长听秦镇长提到黄飞 不由愣了一下 原来镇长认识黄飞 这一下 老村长就来精神了 有些得意的说 我们村的黄飞 是近年来唯一的大学生 省农学院毕业 现在回家种蔬菜 前两天 把我们村委的村民菜地 全租了下来 租金每亩2000元 租期30年 而且在全村人的面前 把租金一次性现金发放了 这可是37万的现金 我还没有见过那么多钱 全村人眼睛都发亮了 而且黄飞按照租地前的约定 招聘了菜地面积 最多的10个人 工资每月3000元 月勤工奖500元 包三显一金 每月休假两天 这可是正规单位工资待遇啊 他也在全村人面前承诺了 只要他承包了村里的耕地 就会全部招聘村里人干活 工资待遇一样 现在黄飞的员工 已经有14人了 在座的人听到凤梨村村长的话 都议论纷纷 有怀疑的 有惊叹的 也有高兴的 大部分人都是惊讶 这个叫黄飞的年轻人有魄力 招聘村里人 给出事业单位的工资待遇 好 非常好 黄飞做得非常好 我们就是 需要这样有朝气 有魄力 敢担当的年轻人 作为帮助村民脱贫之父的领头人 只有这种人 才能帮助村民指名方向 看到希望 既然凤梨村的黄飞 想承包村里的耕地 那明天相关部门领导 就一起带上资料到凤梨村看一看 看看这个黄飞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要求 我们要尽量满足 尽量扶持 各位领导你们觉得呢 秦镇长看着下面众人问 没有人出声 只有渐渐响起来的掌声 这掌声就表明了 大家都同意了镇长的说法 好了 今天的会议结束 各部门回去准备好 明天凤梨村需要的材料 散会 警号三四 秦镇长说完 就转身离开了会议室 这时候的黄飞 还在捣过他的小视频 初步剪辑已经完成 还差配音和字幕 这又是脑壳子疼的事情 忽然黄飞的手机响了 喂 村长好 有什么事情吗 原来是老村长的电话 小飞 有件事情要提前给你说一声 明天早上 凤凰镇的秦镇长 要带着一群领导来 凤梨村视察 可能还会找你谈话 你最好准备一下 他们可能是询问你 承包耕地的事情 村长解释说 哦 镇长要来凤梨村视察 这要求 知道了 谢谢村长 警号三四 黄飞放下了手机 心里乐了 我还想去找他呢 这下省事了 他们来找我 那我就没那么被动了 到时候要求大大的提 知道了明天各部门领导都会来 那自己就要好好考虑一下 组织好语言 计划好方案 黄飞主要是想掌握 耕地和山地用途的支配权 不要到时候承包下来 这样做不行 那样贱也不行 那就没办法搞了 赶紧甩掉包袱 继续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算了 谁爱做什么 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那就让谁去做 我才懒得理会 又要马儿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 那有这么好的事情 黄飞确定了自己的心理想法 就拿起笔 在纸上点点画画 明天在众领导面前 既要争取到耕地和山地的支配权 又不能透露太多自己的计划 更不能把养殖效果和技术暴露了 反正明天就见招拆招吧 现在急的应该是他们了 秦镇长要指导扶贫工作 那他就急需要政绩 他需要有人帮他出政绩 那我就可以慢慢磨 磨到自己满意为止 黄飞这样做 自问不是为了自己 主要还是想把凤梨村 建成一个世外桃源 主要还是 想用自己的能力 改变凤梨村的现状 毕竟自己的父母都是 生活在这里 就当是玄幻小说中的 红尘修行吧 忙忙碌碌又一天 黄飞从修炼中 被敲门声叫醒时 已经是早上七点 今天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正在一边吃早餐 一边想事情的黄飞 忽然感觉有人盯着自己看 抬头一看 原来是凌铃在看着自己 怎么了 盯着我看干嘛 黄飞有点奇怪 你在想什么 还没睡醒吗 干嘛一直往粥里倒酱油 凌铃好奇地问 啊 没想什么 我就是在想你 哎哟 我去 暴力尿 你怎么又踢我 黄飞对这个暴力尿无语了 动不动就踢人 谁叫你乱说 谁叫你想我 无赖 锦号三四 凌铃趁怒说 嘿 谁说我想你了 你能不能等我说完再踢 今天凤凰镇长和一群领导来 凤梨村视察 可能会讨论我 承包村里耕地的问题 我是在想你能不能把凤梨村的耕地 和山地规划出来 做成一个平面分布图 你想哪去了 怎么思维反应那么快 黄飞盯着暴力尿问 凌铃脸刷一下就红了 自己确实有点敏感了 情不自禁的佛山无影脚就踢出了 羞大了 怎么解释 咦 我需要解释吗 凌铃赶紧使出了她的成名绝招 恼羞成怒说 活该 谁叫你说话乱七八糟的 锦号三四 嘿 我怎么就说话乱七八糟了 怎么不说你动手动脚的 黄飞又无语了 你敢说 我动手动脚 看我不掐死你 说着就站起身扑向黄飞 吓得黄飞赶紧围着饭桌绕圈圈 正在吃早餐的黄飞父母对视了一眼 偷偷笑着低头吃自己的早餐 继续闹 我们看不见 最好是闹出一个娃来 凌凌追了两圈没追上 就恨恨地坐下吃早餐了 这时黄飞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一看 原来是镇上材料老板打来的 你好 陈老板 早上好 黄老板 早上好 你的材料应该八点半能到你那里 你安排人接收一下 安装工人应该随后就到 好的 我吩咐人八点半到村口接货 黄飞放下手机 就叫父亲一会安排人八点半 拉车到村口接材料 自己还要随时等候镇长的到来 暴力妞 快点吃 要出发了 黄飞对着还在慢慢吃早餐的玲玲说 都说不准叫我暴力妞 还想找掐吗 要我去哪 警号三四 玲玲奇怪地问 嘿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一个身份 你是未来的网红小姐姐 今天菜地里安装围网 你要去学习拍摄素材 快点 黄飞说 哦 知道了 很快 警号三四 玲玲赶紧往嘴里塞了两个小笼包 再把碗里的粥喝完就往楼上跑 很快下来的时候 已经换上了一套修身上衣加牛子裤 把丰满的身材更显风腰翘臀 加上这段时间 在黄飞家里喝灵水 吃富含灵气的食物 脸颊皮肤更显水嫩了 看到一脸猪哥样看着自己的黄飞 忍不住在她腰上嫩肉掐了一下 然后拿着手机走去菜地 被掐醒的黄飞赶紧跟上 看着前面恶挪多姿的倩影 黄飞感觉自己的定力好像变弱了 很容易被暴力妞吸引住 心魔 难道修炼出现了心魔 嘿 前面的美女小姐姐走慢点 我有话跟你说 黄飞对玲玲说 玲玲转身停下来问 干嘛 有什么事情快说 警号三四 玲玲美女 你要做网红 你要做小视频养号 又不想抛头露脸 那你就要学会 在日常生活中挖掘素材 培养自己的艺术嗅觉 把自己培养成 一个有艺术修养的 有文化素养的网红小姐姐 那你的粉丝团里 就会渐渐地积攒一些 高素质的人群 这些高素质的人 一般都是中高消费的群体 也就是我们凤梨山 极品蔬菜的消费群体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黄飞问 玲玲眨着大眼睛 很疑惑地看着黄飞问 我怎么忽然觉得 你每做一件事 每一个想法都是有目的的 你不会就是那种 传说中的心机难吧 我去 你这是 赞我还是损我 我这叫聪明 黄飞嘻嘻见笑 臭不要脸 自恋狂 锦号三四 零零不屑地白了黄飞一眼 好了 不开玩笑了 我叫你学会随手拍 就是你平时觉得 不起眼的农村汉道 相见小落 你如果从不同视角拍摄 经过剪辑 再配上一段文案 就会变成城市人群 向往的田园生活美景 这不是一件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锦号三四 黄飞寻寻诱导 黄飞带着被自己忽悠的 连连点头的暴力妞 来到菜地的时候 除水罐和违网材料 已经全部搬来了 父亲正给几个安装师傅派烟 黄飞走了过去 对着几个安装师傅说 你好 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我交代的电源拖线和焊级 都带来了吗 需要的工具 我们都带来了 我们老板已经交代好了 你就说明怎么安装吧 领头的师傅说 好的 其实安装也简单 你们在离村路最近的地方 修建一个大铁门 然后就按我父亲指引的路线 焊上违网 违网高两米 微网的立杆高2.5米 这立杆一定要坚固 以后是需要在顶部 牵拉钢丝绳的 要求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黄飞详细说明了工程要求 明白了老板 我们一定会按要求做好 验收不合格 不收工钱 警号三四 公投保证说 黄飞吩咐了一下 父亲一些注意事项 就开始打量这一片菜地 思索怎么规划菜地布局 才方便空中喷零 这时候 黄飞的手机响了 黄飞拿出来一看 是村长打来的 村长好 是镇长 他们到了吗 黄飞问 是的 小飞 秦镇长他们已经到了村口 想和你一起 视察一下我们村的耕地 好的 我就到 我在村委菜地里 黄飞挂了电话 赶紧向村口走去 走了几步 又回头 对着正在到处拍照 找灵感的灵灵喊 灵灵 你跟我走一趟 陪镇长视察凤梨村的耕地 顺便你也要了解一下情况 黄飞带着灵灵 来到村口的时候 老村长正和几个村干部 陪着秦镇长一群人 大概有十多人 黄飞连忙走了过去 和秦镇长握了一下手 然后在秦镇长的介绍下 一一和各部门领导认识 管农业的陈副镇长 农业局吴局长 林业局理局长 公路局陈局长 一共有五六个部门领导 大大方方的 和各部门的领导 互相介绍认识后 黄飞才问起了秦淑近况 我爸还好 不过自从吃了你种的蔬菜 就天天惦记着 还想着来这里看看 你是怎么种出这么好吃的蔬菜 秦镇长笑呵呵地说 我这些天都在忙 一会各位领导 多到我菜地里摘些蔬菜 回家尝一尝 这应该不算违反纪律吧 黄飞问 这可以不算犯错误 让大家尝一尝 你种的蔬菜 也是对你种植的农产品 一种了解 秦镇长解释说 一群人一边聊天 一边走到了凤梨村的耕地上 看着这一千多亩的耕地 只是稀稀叔叔 种着一些玉米 红薯 蔬菜 没有人种粮食 都不禁摇头苦笑 老村长让大家看了看地上的泥土 都是沙石土为主 难怪贫瘠 林业局的人 主要是观察山上的树木 确实有很多凤梨树 不知是野生的 还是以前种下的 大家都看到了凤梨村耕地的情况了 现在大家都说说 有什么建议 这片耕地 应该怎么利用 才有经济效益 才能帮忙村民脱贫致富 秦镇长看着眼前一大群 各部门领导人问 个人都低头不语 如果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 还会出现贫困村吗 秦镇长看着一个个低头不语的人 心中也是暗暗一叹 这样平级之地 想创造出经济价值确实难 毕竟这是耕地 你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用来盖房子开工厂 这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的 秦镇长看到还是没有人说话 就转身看向黄飞问 黄飞 听说你想承包这里的耕地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想法 能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吗 秦镇长 你就别笑话我了 这里那么多的领导专家 都不能想出好办法 我一个小年轻 哪敢说有办法 黄飞假装自嘲地说 准备以退为进 那你还敢说 要承包所有耕地 你这是闹着玩吗 秦镇长有点糊涂了 秦镇长 我确实是想承包这一片耕地 还有这耕地 周围山头200米以下的山地 黄飞语出惊人 现场众人一听 都惊讶地看着黄飞 这年轻人真是大手笔 一承包就是1000多亩耕地 二三千亩山地 这个魄力令人咋舌 你居然想承包这么多土地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秦镇长问 现在就是要看镇政府的扶持力度了 只要扶持力度够 能配合我的发展 我就承包 如果承包后这样不行 那样不批的 那我就放弃了 继续种我的一亩三分地 其他的什么都不管 黄飞很坦白地说 秦镇长听了 眉头微微一皱 怎么好像有点逼宫的意思 不过也没生气 对黄飞说 那你说说你的想法 现在各部门负责人都在 就让大家商讨一下 警号34 黄飞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问村长 村长 我们凤梨村一共有多少亩耕地 村长听到黄飞问他 赶忙拿出一个记事本回答 凤梨村一共有1210亩耕地 其中基本农田是400亩 你刚才说的200米以下山地有多少亩 我就不清楚了 黄飞听了点了点头 然后慢慢地对众人说 说真的我没有完整的计划 最初我是想承包耕地重要财 或者带领村民重要财 这种平级之地也只能重要财了 不过后来一想 重要财生长周期长 到底能不能赚钱还是未知数 而且也不需要太多劳动力 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凤梨村的现状 警号34 确实是一个办法 但黄飞的担忧也是对的 有的药材生长周期很长 还需要寻找销路 价格浮动大 确实不能保证赚钱 有一位专家出言说了一句 黄飞对那位专家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说 谢谢这位专家的解释 所以我改变了初衷 要是凤梨村脱贫致富 就一定要让村里人都动起来 通过劳动致富 因此 我决定把凤梨村的耕地和山地整合起来 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农场 叫凤梨村农场 所谓综合性 就是农场里什么都有 农田 蔬菜 鱼塘 养殖 果树 这就是我需要镇政府各部门 配合我的原因 黄飞继续说 我可以保证500亩基本农田 是按照国家政策 只种植粮食 但剩下的710亩耕地 我必须可以自由分配 按照自己的需求 在耕地上种植各种蔬菜瓜果 开挖鱼塘 饲养家禽畜牧 建筑农场自用的配套厂房 另外 还需要林业局能批准我在山地上 开垦出10到15亩竹林生产竹笋 和种植菇类 公路局能批准我把8公里山路 修建成6米宽柏油路 这就是我需要你们镇政府配合的事情 也是我的要求 扶持力度 就是在承包耕地山地上 能价格优惠 黄飞在众人目瞪口袋的神情中继续说 你们也许怀疑我的规划 因为这是一项巨额资金的长期投资 也是因为 这是一个长远规划 我才担心 在今后的建设中 会遭到政府部门的阻挠和刁难 那我的前期投资损失就大了 所以我必须在承包耕地合同中 清楚地写上这些条约 只有在白纸黑字合同中写清楚了 我才可以无后顾之忧大胆发展 我农场的项目越多 需要招聘的员工就越多 凤梨村脱贫致富的希望就越大 这是一个良性发展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其他的以后详谈 梁九 秦镇长第一个带头鼓掌 渐渐地 其他的人也反应过来热烈鼓掌 好 黄飞你很有魄力 计划很大胆也很长远 你刚才提出的很多农场项目 都是政府允许的 只有小部分是需要上报申请的 你最好能把农场项目形成书面申请 交到我们镇政府 这样更能商讨解决问题 至于耕地山地的承包价格 我们也会把这里 在情况形成书面报告 向上级申请 警号三四 秦镇长最后下了定论 接下来大家就轻松加愉快地 把一些问题细话讨论 当众人来到黄飞菜地时 看到员工们正在忙碌 也就没有打扰 当领导们尝试到黄飞种植的西红柿 和黄瓜的美味时 更是赞不绝口 连称神奇 所以当黄飞每人送上十斤蔬菜 让大家带回家时 没有一个人推辞 在村口送走了这一群领导后 黄飞才深深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应付过去了 下一步就是尽快筹到钱了 忽然看到旁边的玲玲 举手向自己点赞 黄飞坏笑地 伸出想拥抱的双手 吓得她撒腿就跑 让心情舒爽的黄飞 嘻嘻坏笑 耕地的事情 就等镇政府各部门最后商议结果了 有了结果 老村长自然会通知她 急也没用 而且现在自己还没有钱 总是闲不下来的黄飞 就上网搜索 附近有没有安装喷灵系统的公司 居然发现 这种公司原来有很多 于是 黄飞耐心地打电话 找这些公司的客服咨询 最后选定了一家叫安林的全国连锁公司 他们的报价最合理 技术建议也很详细 还让黄飞查看了很多他们的安装案例 布局都很合理 也符合自己的要求 黄飞就填写好了信息资料 并交纳了定金 预约了明天技术员上门现场测量后选择方案 再确定安装时间和工程预算 挂了电话 黄飞终于体会到了 创业开头难 没有人帮 没有可用人才 自己光棍私令一个 什么都要自己做 想招聘人才 但耕地承包还没有落实 把人请回来也没有用武之地 自己招聘的林林 也只是建筑设计师 不是管理人才 还是一个暴力妞 动不动就会踢你一脚 想到暴力妞 几次想进她房间 看看她设计出了什么 却无情地被拒之门外 不准踏进门房一步 哎 自己这个被管制的老板 有点失败 又没事做的黄飞 艰难地熬到晚上回房间 回到房间 赶紧躲进了空间里 黄飞只有在空间里 才有忙不完的事情 空间里还是这样 没什么变化 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黄飞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淋浴空间在自我吸收灵气后 四周的迷雾在缓慢地向后退出 以前不会这样的 以前是升级前 空间面积静止不变 升级后突然增大面积 现在这个情况说明了 随着自己的修炼进步 淋浴空间面积也在慢慢扩大 不会再出现 因为升级把自己种植和存放的东西 到处乱扔 如果真是这样 自己就可以开始在空间里 修建生活区了 不用天天睡躺一了 建设空间计划 可以正式启动 可惜现在缺钱 想到钱 黄飞来到了水潭边上 脱光衣服潜到了潭底 选了五块大小不一的灵石 这是准备拿去筹钱用的 又在潭底找了十多块玉佩大小的 平滑的灵石 只要稍微打磨一下 就是天然灵域坠了 把捞上来的灵石放好 然后来到桃树下 感悟八卦掌的口诀 和修炼四大技能 现在的桃倩倩 已经长得枝繁叶茂 自从每天的回春树对象 由小虎变成了桃树 这颗原来的桃树 已经金飞锡笔 和桃倩倩的沟通中知道 她很快就可以开花结果了 到时候 灵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 真的很期待 黄飞对人参地施展完灵羽术后 就把已经培植好的藤本月计 修剪了一遍 因为过两天 就要移植到菜地的围往下种植 然后 又到山上的树林中 练习八卦掌 腾挪闪躲 现在黄飞演练起八卦掌 已经有大师的水准 可惜没遇到机会对练一下 练习了差不多一小时的八卦掌 出了一身汗水 然后奢侈的达坛中 淋水洗澡 洗澡后 一身轻松的黄飞来到灵洞 进入了打坐修炼状态 黄飞的空间日常生活 很平淡 却又很充实 有做不完的事情 也有说不清的寂寞 为了保守自己的这个秘密 只能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黄飞的空间生活 虽然很寂寞 但现实生活 却渐渐变得很精彩 今天又到了福满楼采购的日子 穷了几天的黄飞 终于口袋里又有了点余粮 福满楼因为开了三家店 在肖大美女的强烈要求下 黄飞只好让吴经理 每次采购五千斤 再多就供应不上了 这已经是黄飞增加灵液浓度 把蔬菜调整为七天成熟 才勉强供应上 再快就会引人关注了 黄飞不敢冒险 小心使得万年传 这点道理 黄飞还是谨记的 正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闲逛的黄飞 忽然听到手机响了 原来是安林公司的技术员到了 黄飞叫上了 正在玩手机拍摄的玲玲 来到了村口 看到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你好 你们是安林公司的技术员吗 黄飞问 你好 我们是安林公司 凌川分部的技术员 我叫王芳 这位是我的助理李伟强 那女的开口介绍说 你好 王技术员 我叫黄飞 这是玲玲 她是负责建设规划的工作 所以你们多沟通一下 这次合作只是开始 你看到那一千多亩的耕地了吗 那才是关键 所以希望王技术员今次的策划 可以让我满意 黄飞微笑地多说了几句 王芳顺着黄飞指向的方向一看 吓了一跳 这是多大的工程 他来需要上报总部了 这可是一笔大生意 此时的王芳 不敢小看眼前这一位小年轻 满脸笑容地说 黄老板请放心 我们安林公司的宗旨 一向是质量至上 顾客至上 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 绝不会糊弄顾客 一定会选用质量最好器材 最好的安装队伍 为顾客服务 而且我们安林公司的喷零系统 都是有一年的质保期 如果出现了故障 24小时内 我们会有人上门维修 所以黄老板可以放心地 把工程交给我们安林公司 嗯 听你这么一说 我确实放心了 那就用你们的行动证实吧 警号三四 黄飞心里决定了 如果安林公司 真的有这样好的服务 以后的工程 都交给安林公司也放心 四人边聊边走 很快就到了菜地 黄飞带着玲玲 给王芳详细说明了 自己对这套喷零系统的要求 也听取了王芳的很多建议 毕竟人家是专业的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双方终于把方案确定了下来 黄飞领着王芳 两人回到了家里 按商业好的条约你成合同 合同签好后 黄飞才对玲玲说 玲玲 喷零系统也算是你的工作范围 所以刚才我带着你全程参与了策划 你也应该明白了 这喷零系统的要求 以后这方面就完全交给你负责 你与王芳都是女的 也更容易沟通 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请教王技术员 警号34 玲玲也明白这喷零系统 确实属于自己的工作范畴 点头接受了任务 黄飞也终于把一件工作分担了出去 自己下一步的重点 就放在筹钱和网店了 网店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以后有的产品 是脱离酒店范畴的 比如水果 红薯 玉米 这些酒店的需求量都很少 这就需要网店这个全国性质的销售平台 或者是和水果销售商合作 当农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 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走 单一销售模式 一定要走多元化模式 这个销售渠道被人堵死了 自己还有别的出路 不会受控于人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鸡蛋最好不要放在同一个框子里 中午吃过午饭后 黄飞打电话 把二叔三叔他们都叫来了家里 准备开管理人员第一次会议 黄飞看到人都到齐了 把泡好的茶给大家倒上 然后才对众人说 二叔三叔 二审三审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就不说别的了 今天叫大家来 就算是管理人员第一次开会 现在菜地有原来的一亩多地 增加到了差不多八亩 以后的工作就会多了很多 所以从下个月起 你们的工资包括我爸妈的 零零的都调高到六千元 自己人就不设勤工奖了 改为年终奖或年终分红 黄飞没有让众人插话继续说 既然以后工作量增加了 所以我现在分配一下工作 以后就各司其职 爸 你以后主要是负责出货登记和 管理财务发放工资 二叔 你以后主要是负责采购种子 和农具补给 三叔 你以后主要是负责观察蔬菜生长情况 做好喷林工作 二婶三婶 你们以后主要是负责分配人员 做好清除杂草 及时补种蔬菜 不能出现断货 零零 你主要搞好设计图和视频账号 网店那里等 快递箱子到货 也可以尝试上架销售蔬菜 妈 你就做总管吧 没事溜溜小虎 喂喂小鸡就可以了 警号三四 嘿 臭小子 妈这个总管就溜溜狗 喂喂鸡就工资六千 这待遇可以啊 警号三四 母亲差点就去扭黄飞耳朵了 这不是让她当闲人吗 众人听到黄飞母亲这话 都不由自主笑了起来 谁都听出 黄飞这是不想让自己母亲辛苦 其实他们的工作也不怎么辛苦 现在很多活都是那十个员工在忙 当大家笑完 黄飞又对三叔说 三叔 巧琳还是在镇上的幼儿园当老师吗 我回来这么久 好像都没看到过她 警号三四 是的 这孩子很少回来 上次回来 你好像去了省城 三婶回答了黄飞 是这样的 三叔 我开了一家网店 现在暂时是归零零在管理 不过还没有卖货 现在想招一名客服 工作就是解答客人的问题 接收客人下单 安排发货等事情 前期事情应该不多 订单多了 我在招收人 就是不知道 巧琳有没有兴趣 前期工资暂时为四千正百分之一销售提成 警号三四 黄飞解释了一下 好的 我问问她 工资待遇比她现在的工资高 就是不知道 她喜不喜欢做这工作 三叔说 嗯 那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大家都去忙吧 当大家都走了 黄飞叫住了刚想上楼的玲玲 玲玲 你等一下 我想明天带你去山里拍视频 你准备一下明天爬山的东西 最好是长衫长裤平底鞋子 再带上更换衣服和泳衣 明天早上六点钟出发 黄飞说 玲玲听到明天可以去山里玩 开心地答应了一声 跑回房间准备了 黄飞想把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处理好后 就安心地出去筹钱 家里短时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下午四点多钟 安装围网的工头叫黄飞去验收 围网已经全部安装好了 黄飞来到菜地 这时安装师傅们正在收拾工具 也有很多村里人在围观 因为围网的门口就开在村路旁边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小飞 你搞这么结实的围网 是想开动物园吗 有村民开玩笑的问 呵呵 小飞可能是羊老虎 警号三四 黄飞听到村里人开玩笑 也跟大家玩笑了几句 然后就开始检查围网 两米高的围网 顶端还有一圈刺网防盗 围网都是经过防锈处理的 大门也做得很结实 一般人想撬开很难 这些都是黄飞特别要求的 因为如果被人知道 这菜园一个月赚几百万 绝对有人会动坏心思 所以 接下来还要安装监控设备 黄飞验收完围网回到家里 已经是吃饭时间了 想了想就对父亲说 爸 我订购了一批月季花苗 商家为了成活率 可能明天很早送到村口 等员工上班以后 你就叫他们把月季花 花种在围网下面 大约30厘米距离一株 如果多了你就补种紧凑一点 黄飞父亲也没多问 儿子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可以了 他这样做 自然有他的理由 黄飞吃完晚饭后 找了一个借口就出了门 慢慢逛到了老宅 现在老宅放了很多蔬菜粥转筐 搬了十多个蔬菜筐进了空间里 又顺便把储水灌装满水 然后才进了空间 把这两天都检查培植好的藤本月季花 放到筐里 把带进来的胶筐都装满 足够绕着围网种植了 然后用潭水浇透 保证月季花的成活 在空间里盲完月季花 出来时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小时 黄飞又慢悠悠地逛到了村口石拱桥外面 这里静悄悄的 不可能有人这么晚 还经过这里 把十多个装满月季花的胶框 堆放在路边 再用带来的胶筐盖好 回到家里已经十点多了 父母还在追剧 黄飞就对母亲说 妈 明天早上我带玲玲到山里那风景地拍视频 中午就赶不回来吃饭了 要到晚上才回来 警号三四 黄飞母亲本想阻止的 但想到玲玲也去 那儿子就能和玲玲单独相处一天时间了 这好像是机会 所以叮嘱了几句就算答应了 黄飞洗完澡后 就进了空间山洞里修炼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懈努力 那时到汽海里已经大概有二十滴零水了 但距离下一次升级还是很遥远 总的来说 自己还是在慢慢进步 自己必须继续保持心态 不急不躁 持之以恒 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加油 每天忙于修炼的黄飞 没有注意到的是 种在坛边上的老桃树 因为已经开启了灵质 又经常被他用回春树滋养 渐渐地也学会了修炼 老桃树通过树叶慢慢地吸收灵气 模仿回春树的运转方法 流向树头根部 在树头里面 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气团 在气团包裹的中心 盘坐着一个缩小版的人影 不过很模糊 看不清楚 而这个模糊的小人 慢慢地吸收着汇聚而来的灵气 就像是母亲胎盘里的婴儿 在吸收母亲体内的养分 慢慢成长 其实这个小人 是桃树开启灵质之后 养成的桃树心脏 本来桃树心一般会融进树根中来 隐藏自己不被发现 不过现在被黄飞 一直到了淋浴的空间里 非常安全 黄飞也对她非常好 得到了她的信任 还帮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桃倩倩 为了这个好听的女人名字 现在的桃树心 正在潜移默化中 慢慢地向着一个女人形象幻化 她要做一个漂亮的桃花仙子 桃倩倩 桃花仙子在悄悄地修炼 想早日幻化成一个 美丽动人的桃倩倩 而黄飞也是在 持之以恒地努力修炼 想尽快地提升自己 改变空间 早上五点半 黄飞从打坐修炼状态中醒来 活动了一下有点僵硬的身体 然后退出了空间 在房间的床上静坐 缓解时间错乱的感觉 快到六点钟 轻轻地敲门声 把黄飞唤醒 洗漱完的黄飞也背了一个包 就和玲玲敲敲敲出了门 黎民中的山村透着一种宁静 因为黄飞俩人的经过 偶尔会传出几声狗叫 沿着横道来到了后山山脚 黄飞找到合适的树枝 做成了两根登山手杖 看着黑漆漆的树林 玲玲站在黄飞身边 有点不敢走 黄飞只好把手电筒交到她手上 自己走在前面开路 玲玲打着手电筒跟在后面 黄飞一边探道 一边向着四周释放出驱逐术 以确保安全 驱逐术比以前自己释放 威压气息好用多了 自然而发 不会因为损耗精神力而感到疲惫 为了照顾玲玲 黄飞走得很慢 俩人也没怎么说话 只有黄飞偶尔提醒玲玲 注意脚下湿滑的山路 慢慢走了差不多一小时 黄飞开始听到 后面玲玲的喘气声 知道她已经累了 就找到一个宽敞的地方停下来休息 看到玲玲一声不吭的擦汗 脸颊也有点发白 就从背包里 拿了一瓶灵水递了去过说 是不是很辛苦 能坚持吗 没事 还可以的 我没那么虚弱 玲玲接过了灵水 打开喝了一口 忽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手中的灵水问 这是什么水 怎么这样好喝 比你家里的水都好喝 感觉到全身舒服 不累了 这水很贵的 是我用山里采挖的野山餐吊配出来的 你喝不出来 有人参的味道吗 黄飞为了方便解释 她想出了 在浓度高点的灵水中 加进了一滴人参液 难怪效果那么好 你也太奢侈了 喝的水居然都有野山餐 玲玲惊讶地说 生活嘛 要对自己好一点 绝不能亏待了自己 你喜欢喝就再送你两瓶吧 锦号三四 黄飞又从背包里 拿了两瓶灵水 递给了玲玲 累了就喝 喝完还有 不用帮我省 希希 真土豪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这种好东西 我当然要 休息好了吗 不累就继续吧 还有很长的路 好 这时候 已经有阳光照射下来了 沿着黄飞以前开出来的山路 也不是很难走 又有黄飞 再也没有危险 走在后面的玲玲 在偷偷地拍着视频 一脸狡黠的笑容 就这样 俩人走走停停 就快到地方的时候 玲玲叫停了黄飞 黄飞等一下 怎么了 黄飞回头看到 玲玲脸颊胀胀红 以为她不舒服 我 我喝水太多了 我想上厕所 玲玲小声地说 哦 那你去吧 我在这等你 不要离太远 黄飞叮嘱了一下 玲玲看了看 四周茂密的树林 窃窃地说 我有点怕 我怕有蛇 也怕有虫子 你陪我去好吗 锦号三四 这我怎么陪你 锦号三四 不过看到 她那憋得有点红的脸 只好说 那好吧 就在这附近吧 锦号三四 玲玲走到一棵大树后面 然后对黄飞说 转过身去 不准偷偷看啊 锦号三四 黄飞差点被气笑了 你躲在树后面 我怎么偷看 而且 我需要偷偷看吗 如果我想看零石一释放过去 360度3D影像 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不过黄飞没那么龌龊 只是把驱逐树释放过去 确保安全 听到树后 传来的吸吸水流声 黄飞也有一瞬间的失神 零石差点就出来了 赶紧深呼吸了几下 强行把心中的骚动压了下去 当玲玲玩世红着脸出来时 黄飞都有点不好意思看她 俩人继续默默上路 都没有说话 可能是俩人心里 都为刚才的事情 有点小尴尬 当来到了山奥的洞天之地时 已经快上午十点了 幸好临近中午的阳光 并没有驱散山奥上的迷雾 还把透射下来的阳光 营造出霞光万道的景象 显得飘渺而神秘 更像是人间仙境 黄飞碰了碰旁边 已经被景色惊呆的小妞 还沉浸在美轮美奂仙境中的玲玲 被黄飞碰醒 忽然惊叫一声 抱住了黄飞胳膊又叫又跳 太美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里简直就是真的仙境 霞光万道 如果再来几只仙鹤 就更完美了 惊喜忘形的玲玲 完全没有注意到 旁边目瞪口呆的黄飞 正在对自己灵魂拷问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试想 胳膊被这样一个 丰满大美女紧抱着 又叫又跳的 谁能受得了 可能是没听到黄飞的回应 转头看到 黄飞正目瞪口呆地 看着自己的胸口 瞬间松开自己的双手 躲到一旁 满脸通红 自己居然被黄飞占便宜了 咳 咳 黄飞也尴尬地笑了笑 你还笑 我掐死你 锦号三四 玲玲美女又恼羞成怒了 别闹 小心扭伤脚 黄飞赶紧阻止暴力妞 这里全是乱石头 一不小心就扭伤脚了 玲玲还是气呼呼地 在黄飞腰上狠狠扭了一下 把黄飞疼得呲牙咧嘴 这才把暴力妞的气消了 好了 快拍视频吧 要不一会 太阳光就把迷雾散了 锦号三四 黄飞说 玲玲听了赶紧拍视频 黄飞也拍了几张霞光万道的美图 可惜这里没有信号 要不在这里直播 一定场景震撼 看到小妞在到处拍摄 为了安全 黄飞全力释放了几次大范围驱逐树 果然听到有蛇虫爬走的声音 确定周围应该安全了 没事做的黄飞 就走到青坛边比较平坛的地方 慢慢地演练起八卦掌 黄飞就是想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练习身法 心中默念口诀 暴露盒 雾散乱 气变身躯得自然 扣百步 仔细盘 转换进退在腰间 随着黄飞念动八卦掌口诀 很快就沉浸在望我的演练中 在乱石上走动越来越快 先天混沌灵觉 也自然而然地远转起来 在黄飞的四周 慢慢汇聚了灵雾 灵雾随着黄飞身影走动 形成了一条雾龙 雾龙跟随着黄飞腾挪闪躲 左冲右突 场景令人张口结舌 难以置信 沉浸在八卦掌感悟中的黄飞 根本不知道 灵雾把这一幕 全部拍摄了下来 黄飞直到大汗淋漓 浑身湿透才停了下来 缓缓屏蔽了一下呼吸 然后来到清潭边 就想脱光衣服跳进水里 忽然余光扫到一个身影 吓得冷汗直流 怎么忘了 还有一个暴力妞在这里 自己习惯了在空间里 动不动就脱光衣服洗澡 黄飞轻呼一口气 把惊吓到的心脏安抚了下来 回头对灵雾说 我出了一身汗想洗澡 你呢 啊 哦 我也一身汗 我也想洗洗 灵雾正在观看刚才的视频 太震撼了 这黄飞是武林高手吗 怎么像是在看电影特效一样 黄飞不知道小妞的胡思乱想 拿出了泳裤 放好手机 就到旁边一块大石头后面换衣服 顺便又把这附近释放了一次驱逐术 这已经成了黄飞的习惯 也是在练习技能 随着不断练习和使用 释放的距离和强度 慢慢在增加 黄飞感觉在加以参悟 这驱逐术不但能驱赶 还可以对人催眠 因为自己的意念和精神力 都增强了很多 潭水的清凉 把黄飞从沉思中唤醒 这时 后面也传来了玲玲的声音 不准回头 不准偷看 嘿 小妙 你派人偷看 使用你自己买的简一换一罩 不就可以了吗 谁还能偷看你 黄飞头也不回地说 说完就游到深一点的地方盘坐了下来 他想试试 自己现在能避弃多少时间 正在凝神静气中 闭目运转功法内袭的黄飞 忽然被一只手抓住了头发往上提 吓得他赶紧站了起来 睁开眼睛回头一看 看到玲玲正泪流满面的 伸手抓着黄飞的头发拉扯 看到黄飞站了起来 睁开了眼睛 玲玲忽然抱住了黄飞 哇哇大哭了起来 边哭边说 黄飞 我以为你被淹死了 看到你这么长时间不起来 叫喊你也没反应 快把我吓死了 呜呜呜 黄飞心里一阵感动 自己没注意 全身心进入了内袭状态 确实是把这小妞吓到了 轻轻地抱住玲玲 让她发泄刚才心中的恐惧 玲玲哭了一会 才慢慢静了下来 但还是紧紧抱着黄飞 这一下子 轮到黄飞难受了 只穿着泳裤的自己 被一个大美女紧紧抱着 还是一个穿着泳衣的风韵恶娜 风腰翘臀的美女抱着 就算是柳下会再生也扛不住 黄飞赶紧悄悄挪开自己的身体 轻轻地拍了拍玲玲 一一不舍地说 抱够了吗 锦号三四 玲玲回过神来 好像也感觉到了黄飞身体的变化 狠狠地打了她一下 然后松开了黄飞 忽然眉头皱了起来 黄飞看到她皱眉 连忙问 怎么了 锦号三四 脚疼 锦号三四 玲玲皱着眉头说 黄飞一急 双手一抄 就一个公主抱 把玲玲抱起来 走向岸边 把她放在石头上做好 然后拿起她的脚检查 以为小妞是把自己的脚扭伤了 原来是走了太久的山路 脚底和脚跟的水泡破皮了 现在被水一泡 所以就疼了 黄飞看着她两只脚都起了水泡 很是心疼也感到内疚 是自己想拍视频 才连累到 玲玲走了那么久山路 对不起 让你受伤了 我不该让你走这么远的山路 锦号三四 黄飞道歉说 这不关你的事 是我自己要来的 而且今天我很开心 只是水泡 过两天就好了 玲玲并不在意 黄飞考虑了一下 还是决定用回春术 帮小妞缓解一下疼痛 一只手抓着一只脚 默默地释放回春术 到玲玲双脚上 疗伤的灵气包裹着双脚 修复着脚上的皮肤组织 玲玲开始只是感觉到 双脚凉凉的 渐渐地 疼痛就消失了 伤口处传来微微的狠痒 伤口被缓慢休闭着 玲玲又一次 惊讶地张口结舌 忍不住问 这是法术吗 你是神仙吗 黄飞被玲玲这一追问 我会一点点气功 我就是用气功帮你疗伤 不过这是没人知道 我也不想让人知道 哦 我知道了 我会帮你保密的 不过刚才我偷偷拍了你练武 这视频可以发上网吗 玲玲问 这个可以的 我只是不想让人知道 我会气功 可以疗伤 我怕有人上门打扰 黄飞说 如果黄飞知道自己 练武场景是如此震撼 就不会这样淡定了 很快 玲玲的脚伤好了 俩人就在潭水里泡澡 黄飞看着玲玲 在潭里挑剪一些 好看的小石头 看着眼前晃来晃去的 俏家人感到心跳加速 正不知怎么办时 玲玲棒着几块 漂亮的小石头 坐到了黄飞身边 紧靠着黄飞 把玩着手中的石头 黄飞都崩溃了 哪有这样折磨我的 你一个大美女 不知道 这样会引人犯罪的吗 黄飞很想默念轻心咒 可惜自己不会啊 只好大口大口深呼吸 旁边的玲玲 转头奇怪地看着黄飞 这大口呼气 是什么意思 黄飞忽然感觉 旁边有点异常 转头想看一下 这一转头 刚好两个人的嘴唇 印到了一起 两人四目相对 时间静止了 世界沉沦了 心跳加速了 黄飞终于再也忍不住 伸手抱住了玲玲 轻轻地地吻了上去 玲玲从迷茫中清醒 本能地伸手 想推开黄飞 但被黄飞紧紧抱在怀里 使不出半点力气 尝试了几次没成功 也就半推半就顺从了 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玲玲孤独的心中 开始有了黄飞的影子 也只有在黄飞的家中 感受到了母爱 感受到了亲情 感受到了黄飞 对自己的关爱 时间慢慢流逝 声音渐渐停息 当黄飞和玲玲 换好衣服后 已经过了五十 俩人依偎着坐在石板上 黄飞把一瓶灵水 和两个西红柿 递给了玲玲 自己也慢慢吃了起来 嘴角带笑 回味着刚才的甜蜜 玲玲看到黄飞这笑容 红着脸在她的腰上掐了两下 一看正是上次 那只金毛小猴子 还以为今次来这里遇不到她 黄飞马上站了起来 学着猴子的动作挑逗小猴 不仅把小猴逗生气了 还把坐着的玲玲 笑得眼泪直流 原来黄飞还有这么逗逼的一面 金毛小猴可能是忘记了 上次的教训 生气的同时 把树上的果子扔向黄飞 黄飞就随手接住 递给玲玲吃 随着互动 黄飞拿出西红柿 向着金毛小猴传递心灵术 过来 给你好吃的 不要害怕 黄飞不断用心灵术 重复着沟通小猴 不断安抚她 诱惑她 渐渐的 小猴安静了下来 疑惑地看着黄飞手中的西红柿 黄飞感觉到有效果了 胆紧又拿出一个西红柿 自己吃了一口 然后示意小猴过来拿 金毛小猴明显有些心动了 不过还是有点怕生 黄飞就把半个西红柿 放到前面十米的地方诱惑她 而且不断用心灵术传递好吃 拿去吃 不要害怕的一年 终于在黄飞的不断诱惑和沟通下 金毛小猴慢慢爬下了树 拿起那西红柿吃了起来 西红柿的美味和灵气 对身体好处 小猴一下子就体会到了 手上的吃完了 就渐渐爬到了黄飞面前 看着她手上的西红柿 滋滋叫着 黄飞一边把西红柿递过去 一边安抚小猴的情绪 金毛小猴好像已经知道 黄飞不会伤害她 双手捧着黄飞的手 吃着她手上的西红柿 黄飞不断安抚和喂食 使她和小猴之间 快速地建立起信任 很快 金毛小猴就蹲在黄飞身边 慢慢地吃着西红柿和黄瓜 黄飞也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和身体 玲玲在一旁静静地 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全部用手机拍了下来 她也好想摸摸小猴 但黄飞摇头阻止了她 她是想诱拐这只金毛小猴回家的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黄飞看到小猴开始和自己熟悉了 因为在自己身旁 抚摸着小猴身体的手 慢慢地释放出回春树 回春树的滋养功效 让金毛小猴叔父把闭上了眼睛 很快就憨憨入睡了 黄飞看了看时间还有点早 也就不急着回家 把小猴抱起来 坐到了玲玲身边 把她放到了玲玲大腿上 然后自然地把玲玲抱在怀里 就像是一家三口 在度假在享受生活 玲玲微红着脸 半躺在黄飞怀里 享受着难得的温情 而黄飞一只手抱着玲玲 一只手帮小猴释放回春树 滋养身体 快到下午三点 黄飞知道需要回家了 轻轻地亲了一下玲玲 让她收拾好东西 就要回去了 俩人的动静 把金毛小猴从睡梦中唤醒了 看到黄飞俩人要离开 急得滋滋叫 黄飞伸开手示意了一下 金毛小猴 居然真的爬到了黄飞的怀里 继续睡觉 黄飞奸计得逞 对于玲玲嬉嬉笑起来 玲玲白了她一眼 自己好像也是这样 被她拐骗了 背上背包 黄飞伸手拉着玲玲就往回走 走了几步 发现玲玲走路 好像有点不自然 还没头微皱 赶紧问 怎么了 双脚还疼吗 玲玲刷的一下脸色通红 在黄飞腰上掐了一下 黄飞一愣 好像明白了什么 对她歉意一笑 然后把背包挂到了胸口 把金毛小猴放到了背包里 小猴睁开眼睛看了看 又继续睡觉了 黄飞蹲下示意了一下 然后对玲玲说 对不起 我背你回去吧 没事的 我可以慢慢走 你背我走太辛苦了 上来吧 听话 你这样怎么走三个小时 我背你很轻松的 如果真累了 就放你下来休息 锦号三四 黄飞劝说 好吧 谢谢 玲玲想想自己这样走三个小时 真的很难受 只好接受黄飞的宠户 玲玲紧紧地依偎在黄飞的背上 感受到她背上传来的温暖 感觉到她的强壮和坚定的步伐 让她感到安全和踏实 随着走动 轻轻晃动的身体节奏 让她慢慢进入了梦乡 黄飞背着熟睡中的玲玲 慢慢走在寂静的山路上 静静地感受着她身体的柔软 和呼吸的温度 微风拂面 阳光透过婆娑的夜缝 照在黄飞回家的路上 光点随风变幻 黄飞的心 也渐渐和玲玲的心相融洽 从此 自己也有了一个相爱的人 风雨同舟 从此身上 也多了一份对她的牵挂和责任 快到家的时候 黄飞轻轻唤醒了玲玲 缓缓醒来的玲玲 好像还没有从刚才美梦中回到现实 依偎着黄飞的后背 不舍得离开 黄飞只好放下了胸口的背包 转身 把她轻轻地抱在怀里 再送上温馨的一吻 终于把迷离中的玲玲彻底唤醒 玲玲没想到 自己居然在黄飞背上睡了那么久 都已经到家了 抱着面前的男人 自己从未有过如此安心 如此踏实的感觉 这就是恋爱的味道吗 俩人的温馨 被爬出背包 抱着黄飞小腿的小金打断了 黄飞安抚了一下小金 背上包 牵着玲玲的小手 怀里抱着小金 向家里走去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玲玲想挣脱黄飞的手 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不过看到黄飞坚定的眼神 也就顺从了 不再害怕 妈 我回来了 我把你儿媳妇也带回来了 黄飞的一声大吼 打破了家里的安静 母亲从厨房里冲了出来 看到儿子和玲玲牵着的手 开心得手足无措 只会呵呵地笑 终于找到媳妇了 妈很开心 玲玲 你以后就是我儿媳妇了 如果黄飞敢欺负你 我会帮你狠狠地揍她 呵呵呵 黄飞母亲那个乐呀 就别提多高兴了 而媳妇一直都是做母亲 最牵挂的事情 现在自己儿子找到了媳妇 那自己也不用再为此事操心了 黄飞的父亲在旁边 也是乐呵呵的 不停给儿子点赞 玲玲确实是一个好女孩 一家人的开心时刻 忽然被滋滋的喉叫声打断了 原来黄飞怀里的小金 看到了小虎紧张了起来 黄飞赶紧安抚小金 同时也安抚小虎 不要欺负小金 咦 这是哪来的猴子 好漂亮呀 母亲这才发现 儿子怀里 还有一只金毛猴子 妈 这是你的孙子 我也带回来了 呵呵 黄飞顽心又起了 啥 我孙子 这是你们儿子 黄飞母亲傻眼了 目瞪口呆 黄飞 你又皮痒了 玲玲不干了 这不是把自己变成了母猴吗 说着就冲向黄飞 佛山无影角随时踢起 玲玲这一喊 终于把黄飞母亲喊醒了 上前就是绝招 扭着黄飞耳朵笑骂 臭小子 这好玩吗 差点被你吓婚了 这玩笑都敢开 妈 放手 疼 开玩笑而已 生孩子也没有这么快吧 出去一天 就把孩子生了 锦号三四 黄飞无语了 谁知道她的一句 出去一天就生孩子 把玲玲修得满脸通红 狠狠地掐了黄飞几把 这时候的黄飞 就是这么简单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生活 就是幸福 晚饭的气氛更是融洽 除了平时家常菜 黄飞母亲为了庆祝儿子 找到了媳妇 专门加了野生菌炖老母鸡 把为数不多的老母鸡 又宰了一只 晚饭后 黄飞就拉着玲玲的小手 在村里散布消食 有了女朋友 当然要出来晒晒月光 咦 小玲成了小飞女朋友了 小飞 你把这么漂亮的小玲 追到手了 真厉害 一路走过 都是村里人的惊讶 现在黄飞也算是村里 最有本事的年轻人 大家都听说了 黄飞种蔬菜很赚钱 所以现在村里人 对黄飞一家人都是捧着 希望以后能照顾一下自己 在村口龙眼树下 也和村长聊了一下 耕地的事情 得知还在上报商议中 应该还需要一些日子 自己还有时间准备资金 一路上 玲玲就是静静地 跟在黄飞身旁 让她牵着自己的手 黄飞怎么称呼人 她也跟着称呼 妥妥的一个黄飞小媳妇角色 村里人这些天 也认识这个住在黄飞家里的漂亮女孩 也为她们俩走到一起而祝福 回到家里 俩人轻轻吻别后 就各自回到房间 黄飞带上了小虎和小金 进入了空间里 叮嘱了他们不准进入山洞 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 现在 小虎和小金 已经在黄飞的安抚下 成了好朋友 主要是小虎成了小金的座棋 小金喜欢坐在小虎身上到处流打 玲玲回到房间后 脸上还是甜甜的笑容 自己居然恋爱了 好甜蜜的感觉 翻开着自己 今天拍的相片和视频 回想着今天的经历 一会儿修笑 一会儿脸红 如果被黄飞看到了 又会是一个诸葛样 玲玲把今天拍的视频整理 分成了三份 一份是人间仙境的风景视频素材 一份是黄飞演练八卦掌的视频素材 还有一份 就是金毛小虎小金的视频素材 玲玲现在就在剪辑人间仙境的视频 以她建筑设计师的视角 拍摄和构想 比黄飞的出格小白厉害多了 没多久 视频剪辑成功 玲玲再次检查修改完成后 就点击上传了视频 标题是 深山老林中的净土 流落人间的仙境 远在东河市的陈静渝 是一个热爱旅游的地理杂志编辑 平时空闲时间 喜欢刷视频 观看各地方的风景视频 为自己的工作 寻找素材 寻找资源 今天也是 睡觉还早就打开视频 AV搜索风景话题的小视频 滑动中 忽然被一个视频画面吸引住了 在悠然轻柔的音乐背景中 如梦如幻的美景 霞光万道的天空 百花睁眼的植物 组成了一处不是仙境 又盛似仙境的地方 美 难以形容的美景 让人陶醉 让人流连忘返 这是哪里 怎么从来也没有人拍摄过 再看向标题 深山老林中的净土 流落人间的仙境 这是从未被人发现之地 这是一片净土 作为一个地理杂志的编辑 对这方面嗅觉灵敏 马上关注了账号主人 蔡元小妹 还转发了小视频 到好友圈询问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 并私信灵灵留下了联系方式 想询问风景地址 随着灵灵这个视频的出现和转发 视频不断在旅游爱好者群体中 转发和关注 灵灵账号的关注量 刷刷猛增 而上传视频的主人灵灵美女 正在甜睡中 做个美梦 早上七点 黄飞在准时的敲门声中醒来 打开房门 看到灵灵俏皮地站在门口 并没有像往常敲了门就离开 好像是在宣告主权 我现在是老板娘了 我可以管老板了 黄飞看到 她有些小得意的俏皮样 忍不住上前轻轻地抱在怀里 在她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算是对她主权地承认 然后牵着她的手 走下楼洗漱吃早餐 早餐很简单 豆浆 油条 馒头 还有拍黄瓜 但用灵水做出来的食物都是美味 现在黄飞已经习惯了 在家里的水池中 加进灵水 父母经过这一段时间 长期食用灵水 身体健康了 白发慢慢变少了 脸色也越来越红润了 村里人也好奇询问父母 为什么好像年轻了 不过都被几句话胡混了过去 上午的时间 黄飞没事 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逛一圈 然后才去做别的事情 不过今天黄飞是牵着灵灵的手来巡视 也是向大家介绍灵灵的身份 新的菜地 基本已经完成了翻地平整 等明天安林公司来安装完喷灵系统后 就能播种了 种植的品种和配菜的占地比例 都和大家商议好了 这些二叔以后会安排 看完了菜地 又去看了看一只好的藤本月季花 发现暂时没神问题 不过晚上 还是要偷偷来教一下高浓度灵水 加快月季花的生长速度 回村创业的基础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的计划 都是在承包耕地以后 如果能承包顺利 那自己就继续发展下去 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承包耕地 那就放弃后期的发展 现在几亩菜地赚的钱 就足够自己家族的几家人 潇洒生活了 自己不是圣人 虽然现在自己有空间 这作弊器赚大钱 但也不可能胡乱帮助别人 至少需要自己清楚 值不值得去帮助 生米恩 斗米仇的道理 自己还是知道的 黄飞正在想着以后的一些计划 忽然手机响了 拿出手机一看 原来是李燕然打来的 连忙接听 你好 李燕然同学 是不是有好消息 黄飞 你怎么老是不看微信消息 发你信息 一直不回复 李燕然问 啊 我真的是没注意 我昨天进山里了 昨晚很晚才回来 现在正在菜地里忙 都没有时间看微信 真的不好意思 黄飞连忙解释 哎 算了 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你的蔬菜检测 已经复检完成了 正式检测报告 现在已经出来了 不知道是邮寄给你 还是你自己来取 李燕然问 黄飞心中一喜连忙问 蔬菜检测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这么好吃的蔬菜检测结果 当然是好的 就是因为太好了 检测机构才提出了复检 以为是出错了 所以才拖了这么久 不过经过复检后 出来的结果一样 我舅舅说 可能会惊动了上层 让你有心理准备 李燕然有点担心地说 要来的迟早会来 只是黄飞没想到会这么快 自己准备了那么多事情 检测 商标 农场 一切都是走证规划手续 把事情都放在阳光下 不让别人钻空子 就是防止上层的某些人 空手套白狼 强占豪夺 喂 黄飞你还在听吗 李燕然有点担心地问 哦 我在听 只是走神了 你帮我用挂号信邮寄给我吧 最好暂时不要透露我的信息 我会小心处理好的 你不用担心我 黄飞安慰了一下李燕然 李燕然的电话 虽然引起了黄飞的警觉 但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自己手续齐全 光明正大的做种植开农场 没头没抢 又没弄虚作假 你总不能虚构一个 罪名安到自己的头上 然后用枪指着自己交出技术吧 理清了思绪 黄飞就不再理会 上边有没有人来调查 反正从租下村委村民的 荒废菜地这一刻开始 自己的种菜的收入 就足以让自己的家人 风衣足食了 以后开农场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想帮凤梨村脱贫致富 一方面是自己有能力 可以帮助凤梨村 另一方面 也不想看到 自己生活的地方如此贫穷 交通如此落后 哇 嘻嘻嘻 哈哈哈哈 忽然身旁 传来玲玲兴奋的笑声 怎么了 黄飞转头问 玲玲开心地把手机 在黄飞眼前晃了一下 然后得意地说 我昨晚发了一个视频 现在居然有一千多人关注我了 我厉害吧 我家玲玲真厉害 给你点个赞 今天我再发一个小金的视频 让他们看看 我家小飞飞的训兽术 嘿嘿 玲玲得意地说 玲玲 你发小金可以 但不能发我们把小金 抱回家的画面 要不林夜局的人 就会来请你回去喝茶了 黄飞叮嘱玲玲 还有 你一定要把小金 吃西红柿的表情 来一个特写 这样就能把观众注意力 引到西红柿上面 为我们的蔬菜提前打广告 黄飞提了一个建议 我早就想到了 你以为我这个菜园小妹 是打酱油的吗 菜园小妹 哈哈 这么土的名字 黄飞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懂什么 这是回归自然 真我本色 我本来就是种菜的 不许笑 玲玲称怒说 哈哈 那你为什么不叫 种菜小能手 菜园村姑 菜园小仙女 嘿嘿 黄飞说着就跑开了 因为已经看到 玲玲的无影角 就要踢出 两个人就在村道上 追逐打闹 羡煞旁人 回到家里 玲玲说 要回房间剪辑视频 黄飞听了也跟了上去 想看看她是怎样剪辑的 走着走着 跟在后面的黄飞 看着前面 玲玲那风银曼妙的身姿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火热 在玲玲的房间里 把她好好欺负了一遍 然后心满意足的她 躺在床上 观看玲玲发的视频 玲玲的取景拍摄角度很好 再加上后期的剪辑 难怪上传一晚上 视频就那么火爆 评论区里 全是要封紧地址的留言 黄飞赶紧叮嘱 玲玲不能把地址暴露出去 她不想把还没有准备好的凤梨村 搞得乌烟瘴气 解释的理由就是 这地方是原始森林深处 国家特级森林保护区 不对外开放 禁止外人进入 黄飞悄悄离开了玲玲的房间 不再打扰她编辑视频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看着书桌上排着的五个 装着水和零食的玻璃容器 对用零食配置零水的方法 已经心中有数 和自己原来的推测一样 零水的配置速度 和零食的数量有关 零食越多 制作零水速度越快 当制作出来的零水 零食这种充能特性 它并不需要 种植用的零水浓度有多高 而是需要水里长期保持有零气 让农场里种植的蔬菜瓜果 和饲养的牲畜生长周期缩短 更主要的作用 是利用零气 提高蔬菜水果和肉类的营养价值 改善蔬菜瓜果和肉类的口感 从而提高食用者的食欲 这才是农场产品 能赚钱和畅销的核心秘诀 而且空间里的零食 还有一个重要的再生特性 就是零食里面的零气释放完后 可以放回空间水坛里 重新吸收零气再生 从而可以循环使用 这也是黄飞不想卖零食的主要原因 黄飞把试验用的零食 扔回了空间水坛里 空闲下来的她 就在网上开始了买买买模式 凡是自己想吃的水果 不论是种子还是树苗都买了一些 还有药材种子 小型翻地机也买了三台 零零选好的笔记本电脑买了两台 还有玉石打磨机 锂电池电动工具 总之想到 以后在空间里需要用到的东西都买了 手里有钱买起东西就是爽 可是爽完以后的黄飞就脑壳子疼了 自己买了那么多东西 怎么去拿快递 快递又不送到村里 空间里用的东西也不想送到村里来 难以解释 这可咋办 忽然想到了王大伟 灵光一闪 有了 拿出手机拨通了王大伟的电话 你好 大伟 在忙吗 黄飞问 现在差不多是午饭时间了 开始有点忙了 黄飞你有事吗 王大伟问 哦 那我打扰你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菜馆旁边有没有商铺 或者院子出租 黄飞问 有呀 我隔壁就有一间盖了一层的房子出租 因为还没有装修 所以很难租出去 你想租吗 房子的钥匙就放在我这里 王大伟说 那太好了 我下午过去看看 那不打扰你了 再见 黄飞匆匆挂了电话 下午黄飞从空间里忙完了出来 给玲玲留了信息 告诉他自己去了凤凰镇 然后就开着摩托车 直接来到王大伟的新兴东北菜馆 这时候的菜馆已经空闲下来 王大伟的媳妇正在柜台算账 大伟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喝茶 嫂子好 大伟 忙完了吗 黄飞进来就问 哦 这个时间点已经忙完了 饭点的时候 我真抽不出时间招呼你 王大伟红光满面地说 那就恭喜王老板生意兴隆了 看你红光满面的 生意一定很好 黄飞也为大伟高兴 那还是要多谢黄飞你的蔬菜 如果没有你的蔬菜 新兴东北菜馆 也不可能吸引到那么多客人 其实这都是你的功劳 是你给了我们俩这个机会 大恩不言谢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飞哥你尽管吩咐 王大伟豪爽地说 呵呵 这可是你说的 我现在真的需要你帮忙 黄飞笑着说 哦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直接说就是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也知道 我们村那条路难走 快递站都不送我们村 现在我需要经常 在网上购买一些商品 但又不方便取快递 所以 我想租下你隔壁的房子 把收货地址改成你这里 你帮我收货后 就存放到隔壁的房子里 我有时间就过来取 就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黄飞解释后说 嘿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你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麻烦 放心吧 以后帮你收快递的事 就包在我们俩身上了 大伟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既然王大伟夫妇都答应了帮忙 黄飞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大伟从柜台拿了钥匙 就带着黄飞到隔壁去看房子 这是一间一百平方左右的 只做好了门窗的毛坯房子 不过黄飞也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房门和窗户安全就可以了 按照房东的价钱 黄飞租了一年 签好了留在王大伟菜馆里的合同 交了一年房租 房子就算定下来了 黄飞把还没发货的商品收获地址 改成了凤凰镇新兴东北菜馆 这事情就算办完了 黄飞留下了一条钥匙 就离开了新兴东北菜馆 先去了一趟鱼具店 买了一些网兜 然后来到上次的手机专卖店 买了一台和铃铃同一款的手机 满足一下自己的心愿 接着从空间里 拿出一些西红柿和黄瓜 寄给了李燕燃 把自己下午来凤凰镇要做的事情 做完以后就开车回家 刚回到家里 黄飞就接到了安林公司王芳的电话 约好了明天上午 她会亲自带着安装人员 到她这里安装喷灵系统 大概需要两天时间 让自己安排一下 当接完电话的黄飞 正为自己的计划进行顺利而高兴的时候 躲在房间里的铃铃 也正为自己发的 凭兴奋不已 这一个标题为 一只被西红柿征服的猴子的视频 又为它增加了一千多的粉丝 并且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 这金色毛发的小猴真可爱 这是金丝猴吗 这应该是金丝猴吧 还是一只还没成年的金丝猴 你们都在看猴子 我正好奇 那人手上红彤彤的果子 这是西红柿还是柿子 好漂亮 应该是西红柿 标题都说了 居然用一个西红柿 把小猴诱活下来了 你们看到那小猴 吃过西红柿后的馋样了吗 这西红柿应该很好吃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 对啊对啊 看到西红柿红彤彤的颜色 我也想吃了 我要去问问菜园小妹 这西红柿在哪里有卖 玲玲看到粉丝们的话题 都转移到了西红柿上 马上顶制了自己的回复 这是种在深山里的西红柿 纯天然有机蔬菜 吃了让你回味无穷 很快就会在网上独家出售 关注菜园小妹 不要错过机会 玲玲回复以后 就关了视频软件 准备继续剪辑下一个视频 她好像发现了新的乐趣 把黄飞让她设计房子的事 都有点忘了 黄飞没有理会 玲玲躲在房间里干什么 她正在空间里的水潭中捡石头 把潭底的零食 用今天买的网都装好 每袋大概20斤 这都是她估算好的重量 菜园里那10吨的储水罐 只放一袋就可以了 其实黄飞有时候 对自己这种行为 都感到很犯傻 这一袋20斤的零食 如果拿出去卖 至少超过一个亿 自己却用来制造 零水种蔬菜 卖25元一斤 你说 这是不是一种很傻的行为 一个拥有神秘空间 可以创造无限财富的人 做这些平凡的事情 好像是有点傻 不过想到自己 本来就是一个凡人 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不能把自己变成异类 既然自己拥有了 特殊赚钱能力 那就帮助一下凤梨村 帮助这个自己生活的地方 脱离贫困 或许这也算是一种修炼 一种功德 随着黄飞 黄飞把这些想法疏通理顺 脑海里好像打开了一道枷锁 全身轻松 念头通达 临时一下子 从原来的50米 增加到了100米 整整增加了一倍 这应该是黄飞的灵魂力升级了 日常中 她不断地练习使用四大技能 从而使她的灵魂力 也得到了锻炼 日积月累 终于在刚才黄飞的明目中 触发了灵魂力升级的契机 黄飞灵魂力的升级 使她的心境 精神力 和对四大技能的操控 以及强度 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也正是黄飞 现在急需提升的驱逐术 必须具备的条件 她要把驱逐术修炼到 能够催眠的作用 这就必须精神力足够强大 这是她目前除了八卦掌 唯一能够攻击和自保的技能 黄飞放下了手中的所有工作 专心致志地盘坐在桃树下 领悟驱逐术 她没有释放的对象 又不能用桃茜茜试验 只好对着水面施展技能 强大的精神力叠加在驱逐术上 把水面荡起了微微的波纹 黄飞一遍又一遍地施展 练习驱逐术 直到脑袋发胀 精神力消耗一空 才停止了修炼 喝了一瓶修炼灵水 一边修炼恢复精神力 一边回忆 参悟刚才练习中的感悟和心得 驱逐术可以使动物或人 产生幻觉和恐惧 从而感到害怕而逃离 那怎么样才能把人 在产生幻觉和恐惧时 顺从自己对她的引导 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呢 或者问她什么都能 无意识地回答自己的问题 这才是自己练习驱逐术的 最终目的 当黄飞悠悠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 继续回到房间床上静坐 007点准时的 Morning 靠 开始了黄飞新的一天生活 秋风刚过 早上的凤梨村 已经见有良意 秋风拂面 满山黄叶下的山村 更显萧条 黄飞轻轻牵着玲玲的手 漫步在山村石像 静静地享受这种 难得的惬意生活 人的性格都是多变的 当你生活在城市的时候 就会充满了欲望 向往那种灯红酒绿 物欲横流的生活 而当你久居山村 或功成名就的时候 你就会很享受 这种淳朴安宁的惬意生活 黄飞这段时间 不知为什么 总会自然而然地 去感悟生活 可能是空间中枯燥的修炼 使她的心境出现了变化 需要在现实中 去感悟修复这种心境 今天是浮满楼变购的日子 黄飞坐在寒潭边上 吃着黄瓜 看着灵灵正在拍摄 员工们忙碌的采摘 已经开始渐渐 有座网红的前置了 这是一个被自己 带进坑里的大美妞 临近九点 就看到王芳 带着五个统一工装的人 来到了菜地 黄飞赶紧上前迎接 早上好 王技术员 欢迎到来 黄飞迎了上去说 你好 黄老板 这几位就是安装师傅 材料器械都已经在村口 麻烦你安排人搬进来 王芳说 好的 我这就安排人去做 稍等一下 黄飞立刻去找二婶他们 安排人手搬器械 车子进不来 就是麻烦 黄飞去了 找人搬器械 王芳就拿着图纸 向安装师傅们 讲解着安装要求和技术要求 她已经把黄飞这边的情况 向总部汇报了 总部也很重视这个潜在客户 要求她尽可能地配合好黄飞 把工作做好 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和黄飞合作 双方都不怎么了解 为了以后的合作打下基础 王芳很多事情 都是亲力亲为 后又和王芳商议了一些细节 就让玲玲在这里跟进 自己就回到了家里 因为她空间里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把小虎和小金都带进了空间里 让他们自己玩 黄飞就开始规划布局起来 在离桃树旁边不远的地方 平整了一块土地 准备以后 把房子安放在这里 房子的后面 就是几块小菜地 在房子的左边一片空地上 打算种植一些观赏的竹子 右边是一大片的空地 黄飞打算用来种果树 而房子前面这一小片空地 就打算以后种一些观赏植物 和名贵花草 来丰富自己空间里的生活 为了改变空间里的估计 黄飞还打算以后 放养一些小动物和小鸟进来 让空间增添几分生气 在安装喷灵系统的两天时间里 黄飞每天除了到菜地里巡视一圈 其他时间都在空间里忙活 因为菜地种上蔬菜后 她就要出远门去筹备资金了 空间里的很多东西 都会在这次外出中补充 所以需要准备的事情 都要提前做好 这是黄飞一向的习惯 零零白天就跟在王芳身边 学习喷灵系统的知识 其他的时间都迷上了编辑小视频 努力吸收粉丝 现在她的粉丝已经有5000多了 这还是她没有出镜头 全靠发几条视频得到的 今天她打算再出一个王炸 把黄飞练武的视频发出去 这可是她的一张王牌 深山仙境金线武林高手 这长达五分钟的视频一经上传 很快就火爆起来了 特别是广大武术爱好者 都疯狂收藏转发分享 这是假的吧 楼上的你不懂就不要乱说 我是做特效编辑的 这绝对是现场拍摄出来的 这是真实的 绝对没有特效 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厉害了 我国还有这样的武林高手吗 楼上的 你没听说过高手在民间吗 零零上传的这一个视频 很快就越传越疯狂 转发量和播放量 还没到晚上就进入了热门榜 黄飞演练八卦掌的场景 确实是震撼 因为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像他这样 带动周围空气的流动 还把周围的水汽 凝聚成一条气龙 这可真是吓人 这一个视频的火爆 很快也引起了官方武术团体的关注 他们都在仔细地研究 这视频的真实性 这种练武动作 能引起这样的现象 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从未听说过 有谁能做到这样的效果 上传视频的主角零零 却在房间里偷偷地乐着 刷新一下粉丝就增多的心情 真是令人兴奋 还没到晚上 他的粉丝就涨到了八千多了 下午五点多钟 忙碌的黄飞 和躲在房间偷了的玲玲 都一起来到了菜地 因为喷铃系统终于完工了 黄飞带着玲玲 首先巡视了一圈整个喷铃系统 在整块差不多八亩的菜地上方 用小钢丝绳编织着一张网 离地面2.5米高 每一列菜地上面 都固定了一组喷头 每一品种蔬菜的区域 为一组喷铃系统 这样就可以按照需求 独立控制不同蔬菜的浇水量 喷头分布合理 系统人性化控制 这就是黄飞提出的要求 王芳都按照要求做到了 来到了储水罐旁边 储水罐 过滤器 压力罐 增压泵 控制箱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固定安装好 黄飞在众人的目光中 按下了总电源 储水罐开始按照设定水位 抽取寒潭水储备 黄飞又按下了喷铃系统总电源 增压泵开始把经过过滤的潭水 压进压力罐中 能确保喷头横压效果 黄飞深呼一口气后 把一组一组的喷头控制开关打开 顺时间 整个菜地上方形成了一片水雾 这就是安装喷铃的好处 水雾就如春天的绵绵细雨 锐遇着整片菜地 黄飞带头鼓起了掌声 接着全部人都跟着鼓起了掌 玲玲把这一切都用镜头拍录了下来 这是凤梨村农场成长的历程 是凤梨山蔬菜的起源之地 整个系统的测试过程都非常顺利 黄飞也很爽快地把工程款结清 双方皆大欢喜 送走了王芳等安邻公司的人 黄飞就把所有人召集到了一起 把那天家里开会的人员管理职责 重新宣布了一次 以后这个喷铃系统就归三叔管理了 家里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处理好了 不用自己操心 现在重心就放到卖零食筹钱的事情了 黄飞上网查询 也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也不认识爱好玩玉石的人 没有目的地去乱窜也不是办法 这时的黄飞也不知怎么办了 忽然黄飞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 不过他还是接了 喂 你好 哪位 黄飞问 你好 我宏达包装公司的送货司机 我已经到了凤梨村口 不过车子进不了村里 你能出来一下吗 对方原来是送快递箱子的司机 好的 我就安排人接货 稍等一下 这事 黄飞早已安排好了 也在村委租了一间空房子当仓库 作为网店的临时发货点 他三叔女儿黄巧琳也答应了回来帮助黄飞 这两天都在菜地里帮忙 黄飞联系了二叔 安排人去村口接货 自己也向村口走去 都说明了山路情况 所以对方用了两台车送货 一共是五千个五斤装的 两千个十斤装的 还有真空袋 填充物 真空密封机 包装机全部一起都订货了 黄飞也懒得自己麻烦去找 黄飞检查了一下箱子质量 很厚实 也防水 抗压性也强 这间包装公司以后可以合作 黄飞吩咐员工把货物都运到了仓库 然后把玲玲和巧琳叫来 三人一起研究密封机和包装机的使用 零零 巧琳 凤梨村农场网店 你们可以失业了 现在产量跟不上 每种蔬菜就上架十件尝试 每件五斤 三十元一斤 包邮顺风冷链 订单少就叫大力叔送去镇上 如果多就叫快递站的车 小货车一百车费 大货车二百车费 这我都联系好了 至于网店怎么卖货 怎么促销 都是你们想办法 我就不过问了 黄飞详细解释说 安排好了网店事情 黄飞心情又轻松了一点 自己以后只需要把握大方向开拓 然后把后面的事情 交给别人管理就可以了 闲下来的黄飞 又在思考着临时的事情 在寻找突破口 目前自己接触到的人当中 只有秦叔和肖总 可能接触过浴室圈子 要不问一问他们 黄飞拿出手机 拨打了秦叔的电话 这段时间 虽然没有去秦叔家里 但每隔几天 都会让黄大伟 帮秦叔带点蔬菜放他店里 秦叔好 不好意思 最近太忙了 没能去看你 最近还好吧 我很好 你忙就忙自己的 不用理会我 现在能经常吃到你的蔬菜 我已经很开心了 谢谢你 小飞 你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情吗 哦 是这样的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了解玉石的朋友 了解玉石的 好像没有 了解古董的反而有 怎么 小飞你想买玉石 秦叔问 不是 我只是有一块祖传玉石 想找人估价 你不认识 那我就问问别人 黄飞说 那好吧 有空就来我这座座 我听建华说 你想承包更地面积很大 是不是钱不够 想把祖传的玉石卖了 秦叔有点担忧地问 不是的 秦叔你也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种菜也能赚钱 我只是想估值 不打扰你休息了 再见 挂了电话 黄飞现在只剩肖大美女了 看了看时间 然后拨打了肖大美女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会 才被接听 喂 肖总你好 在忙吗 黄飞问 哦 黄飞 原来是你 怎么 有事吗 哦 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你忙我 一会再打给你 没事了 刚忙完了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那好吧 我就是向你汇报一下 新的蔬菜地 明天就可以播种了 应该十天内 蔬菜就能采摘 你那边可以开始准备了 黄飞说 好 这是一个好消息 十天后就不用限量这么少了 我都被十个烦死了 老说我饥饿营销 嗯 肖总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你认识爱好玉石 了解玉石的人吗 黄飞小心地问 你问这个干嘛 你想买玉石吗 肖大美女问 我不是想买 我是想卖玉石 你就说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 黄飞无语了 怎么个个都以为我是买玉石 我像是有钱人吗 咦 好像某人有点怨气哦 有怨气也没用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忽然小美女也耍起了小女人脾气 哎 那算了 既然你不想我筹钱扩大金银范围 那就算了 黄飞已退为进 小样跟我斗 等等 你要筹钱扩大金银范围 你要筹多少钱 果然小美女急了 你说我承包几千亩的地要多少钱 你要承包几千亩的地 你那是什么玉石 能卖那么多钱 帝王绿吗 萧总不淡定了 我觉得应该比帝王绿好 就看有没有人识货了 你开玩笑的吧 比帝王绿好 你骗谁 萧总不相信 你不相信就算了 我过几天就出去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够找到有缘人 黄飞说 等等 你拍个视频过来看看 萧总又急了 他可是玉石发烧友 爱玉如命 可以 我现在就视频给你看看 黄飞挂了电话 从空间中拿出一块拳头大的零食 然后打开了微信视频通话 可视频通话接通那一刻 黄飞就愣住了 呆呆地望着镜头 张大了嘴巴 鼻孔一热就要留下鼻血了 原来对面的萧大美女 只穿了一件小内衣 可能刚洗完澡 头发还湿漉漉的 黄飞 你怎么了 怎么发呆了 萧美女看到镜头中的黄飞 好像被定格了 就奇怪地问 好大 好白 黄飞吞了吞口水 傻傻地说 啊 一声刺耳的尖叫 从手机中传来 接着就是黑屏 原来萧美女在家里刚洗完澡 正在吹头发 忽然听到电话声 看到是黄飞的电话 就赶紧接了 没想到几句话后 会突然转变成了视频聊天 自己只穿着内衣 出现在黄飞镜头里 因为被玉石的话题 吸引了 居然没有反应过来 白白便宜了黄飞 黄飞不敢再进行视频聊天了 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和拍了几段视频发了过去 等了差不多半小时 还以为萧美女生气了 不会来电话了 忽然电话声响了 黄飞一看是萧美女的 赶紧接通电话 黄飞 你这真的是玉石吗 看上去比帝王绿翡翠还要好看 你这是从哪里得到的 萧美女很自然地问 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我说这是祖传的 你相信吗 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不过视频里看不清楚 我想到你那里看一看 我过几天就去你那里吧 我不想被家里人知道 我想把玉石卖了 黄飞解释说 你什么时候来 我想早点看到玉石 既然你这么心急 那我就明天早上过去吧 你那也不是很远 你最好能找一个人 帮我估一下价钱 黄飞本来想把网上的商品收获了 再出远门的 不过只是 去县城不是很远 那就明天先过去一趟吧 如果顺利一天就可以回来了 可以 我也了解玉石 我舅舅就是做玉石生意的 我明天叫她过来一起看 萧美女小兴奋地说 事情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困扰黄飞几天的事情 居然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 不过黄飞也没想把全部石头 卖给萧美女 而且 她未必就能买下几块石头 黄飞来到玲玲的房间 轻轻抱住了 正在设计网店店面的她 温存了一会儿 然后说 我明天有事情 要去县城一趟 你去不去 你是去处理事情 我就不去了 网店的店面设计 还需要我来做 你办完事情 就早点回来 玲玲轻轻在她脸上吻了一下说 黄飞看到玲玲在忙 就没有再打扰她工作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无聊的她就拿出手机 观看玲玲发的视频 当她看到自己练习 八卦掌的视频时 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当时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再看了看视频下面的评论 感觉自己可能是完大了 不过这个视频的效果却是喜人 玲玲现在的粉丝量 居然差不多两万了 也算是一个小小网红了 这么好的热度 要不要再拍一个林中 练武的视频 让玲玲再火一把 观看完了视频和评论 黄飞又到猫宝网店看了看 不过打不开网页 可能是玲玲正在升级网店 还没有完成 黄飞没有进空间里 她在等待晚上的到来 等待的时间都是漫长的 终于等到了晚上八点多钟 然后黄飞就借口溜了出去 独自一人来到菜园的储水罐 她要用零食调制零水 这可是以后蔬菜种植的 最重要一步 黄飞把两袋二十斤的 零食进储水罐里 还用零水加满了水罐 这是为了加快 第一批蔬菜的生长速度 然后锁好 水罐盖子 黄飞用蓝色的储水罐 就是为了防止 有人发现里面的零食 现在里面黑漆漆的 不可能看到有东西 做完这个最重要的事情 黄飞心里终于轻松了许多 搞那么多事情 花那么多钱 就是为了这一步 前期的事情 基本上都做完了 现在等待的就是收获了 心里没自知的 一夜无雨 从调戏中醒来的黄飞 迎来了新的一天 陪着家人吃早餐 爸 妈 我今天要去县城福满楼一趟 可能要晚上 或者明天才能回来 知道了 路上小心点 母亲叮嘱了一句 坐在出租车里的黄飞 静静地 看着车窗外不断倒退的景物 回想这些日子的奇遇 真的是世事无常 天机难遇 或许贫困潦倒的你 某一天 会遇到了一个贵人 让你一路畅途 从此风光无限 又或许意气风发 指高气扬的他 会突然遭遇连连波折 打击不断 从此为你不振 心灰意冷 而自己就是因为 偶然得到了灵欲 从此人生发生了转折 从对人生的迷茫 到现在的信心满满 前途一片光明 黄飞有感而发 自然而然地闭上眼睛 进入了心境的感悟 却没有觉察到 出租车已经偏离了路线 慢慢地向着偏僻的地方开去 司机墨镜下的眼睛 露出了冷漠的目光 当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 黄飞也从感悟中醒来 睁开了眼睛 以为已经到了浮满楼 向四周看了看 怎么是一个鸟无人烟的山脚下 这是哪里 你怎么把我拉到这里来了 黄飞还没有反应过来 出租车司机拉开了车门 然后阴侧侧地笑着说 不要问了 下车吧 把你身上的所有的财物交出来 这时候黄飞才醒悟过来 原来自己是被打劫了 这是什么狗屎欲 自己打辆出租车 也遇到打劫的黑车 大哥 我没钱啊 你看我这身打扮 像是有钱人吗 别废话 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 把手机的开机密码 微信密码 支付密码 都写出来示范一次 出租车司机拿出了一把小刀 恶狠狠地说 咦 司机大哥 你手法很有经验 经常干的吧 黄飞很淡定 小子别废话 你以为我不敢捅你吗 司机恶狠狠地说 大哥 我真的不相信你敢捅我 这可是法治社会 你也逃不掉 黄飞正想找人试试自己的武力值 虽然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但他意高胆大 小子 你找死 说着 黑车司机真的向着黄飞的小腹捅了过来 黄飞全神贯注地盯着黑车司机 还暗暗运起了功法 以防万一 可是让他失望的是 黑车司机的动作慢如蜗牛 他只是轻轻一躲 随手一拨一推 黑车司机就被推倒在地上 喂 你是出来打劫的 怎么能这么弱机 再来一次 黑车司机火气来了 自己打劫从来没试过 遇到这样的人 太嚣张了 翻身跳起来 拿着小刀就冲向黄飞连筒两次 嘴里 还骂骂咧咧地说 小子 你找死 看你还嚣不嚣张 黄飞轻轻向后挪动一步 避开了此来的小刀 然后又移一步 轻轻用手一拨 把司机拿到的手拨开 跟着身体踏前一步贴上去 又肩膀靠近司机的胸部一撞 黑车司机被撞飞了两米 靠 你这样打劫不行啊 没吃饭吗 手软脚软的 一碰就飞 快点再来 用力点 黄飞来兴趣了 原来自己的八卦掌 已经这么厉害了 黑车司机都要哭了 知道今天遇到了硬茬子 马上服软了 大哥对不起 是我有眼无中冒犯大哥了 你就放过我吧 放过你 可以啊 那你说说 为什么要打劫我 黄飞忽然眼睛一亮 好像想到了什么 黑车司机无语了 打劫还需要理由吗 看你一个人背着一个包 当然是剑材起义了 黄飞看到司机不想说 暗中用驱逐术覆盖了他 随着黄飞释放驱逐术的 渐渐增强 司机从开始的茫然 慢慢出现了害怕情绪 然后额头冒汗 东张西望想要逃离 黄飞赶紧用精神力 干扰他的思想 阻止他逃跑 看到满头大汗的司机 两眼翻白 忽然就昏了过去 这可把黄飞吓到了 不会把人搞成白痴吧 赶紧停止了测试 这可咋整 本想测试一下 能不能把人催眠了 没想到把人搞昏了 黄飞走近观察了一下 确实是只是昏了 用力拍了两下司机的脸 终于把他打醒了 司机一醒来 起身撒腿就跑 黄飞一个闪身就追上 抓住他的衣领 一扯就把司机扯到地上 大大哥 我再也不敢了 放了我吧 黄飞没理他 把他的手脚都绑好了 才停下来 看到没有把司机搞白痴 也就放心了 难得遇到一个实验对象 不用白不用 继续测试 不会催眠 就用心灵术 黄飞先对司机释放驱逐术 让他感受到越来越惊恐 再用心灵术暗示警察 再找他 紧张又害怕的司机 想起了以前做过的很多事情 这些想到的事情 很容易就被黄飞的心灵术探知 原来这是一个逃犯 一次抢劫误杀了人后 四处逃亡 在一些偏僻小镇当黑司机 遇上落单的乘客就抢劫 遇到女的 就更不用说了 可不敢对人使用驱逐术 怕影响人的思想出现心理病 现在有一个抢劫犯做实验 真是天赐良机 不过也只是尝试一下不敢乱来 怕不小心把人弄白吃了 那自己就麻烦了 黄飞想报警 但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只好把司机塞到车上 把车子原路开回去 黄飞虽然没有驾驶证 但车还是学开过几次 在熄火几次后 终于把车开回了大路边上 黄飞在手机地图上确定位置 然后拨打110电话报警 说自己被黑车司机打劫了 不过司机被自己抓住了 报警后 等了差不多半小时 才等到姗姗来迟的警车 他挥手示意了一下 警车停了下来 从车里出来了四个警察 把车子和黄飞都围住了 黄飞眉头皱了一下 不过没出声 刚才是你报警吗 说有劫匪 劫匪呢 一个有点胖的警察问 劫匪就在车里 这是一个杀人逃犯 你们小心点 杀人犯 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逃犯 你认识他 几个警察立即紧张了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杀人逃犯 你们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黄飞有点不满了 我在问你话呢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你需要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那警察说着就想动手 黄飞那个气啊 自己这是没事找事 自找麻烦 我说这位警官 我坐他的车被打劫了 你说我怎么认识他的 我帮你们抓住了杀人逃犯 我还有错了 还要跟你们回去配合调查 我犯什么事了 黄飞生气了 这 这警察被黄飞说的 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时 另一个警察赶紧上来瞪了那人一眼 然后对黄飞说 对不起 是我们失误了 你可以重复一下 刚才遇到的事情吗 我们现场帮你做笔录 这样你就不用跟我们回去了 黄飞看到这位警官态度还好 也就很配合地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签了名 留下了联系方式 那几个警察 就把人和车都带走了 看着前不到天 厚不着地的公路 黄飞感觉自己太倒霉了 好不容易出一趟门 都会遇到这种倒霉事 查了一下地图 离府满楼不是很远 只有十公里左右 就拨了一个电话给萧总 说明了情况 发了定位 让她帮助请一辆车来接一下她 等了没多久 就看到一辆红色宝马车 开到了她旁边 居然是萧美女自己开车过来接她 萧总好 让你亲自过来接我 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这怎么好意思呢 黄飞看着车上的萧美女 眼睛忍不住在她胸前看了一下 昨天看到的风光 还历历在目 你信不信我开车就走 把你扔在这里 萧美女也觉察到黄飞的目光 脸微微一红说道 黄飞赶紧拉开车门 坐到副驾座位上 不敢再说什么了 黄飞 你也够倒霉的 打个车都会坐上黑车被打劫 赶快买台车子吧 我还没有驾驶证 以后等修好路了再说吧 我又不怎么出来 黄飞想有时间 还是去把驾驶证考了 来到辅满楼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吃饭时间了 辅满楼的生意是真的好 全部客满 根本没有空于座位 你们生意真的好 看到这么火爆 我都想开酒楼了 黄飞感慨地说 开酒店 哪有你现在这么潇洒 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赚几百万 我还想像你这样去种菜呢 萧美女其实也有点羡慕黄飞的生活 那你就来我们村种菜吧 我给你当的总经理 两人就这样说说笑笑 随便吃了一点东西 就回到了办公室 黄飞还是黄飞也不急 慢慢地喝着茶 看着萧美女的舅舅 爱不释手地把玩着手中的零食 表情精彩变化不定 黄飞悄悄地把心灵树释放了过去 很好奇他在想什么 这真是宝贝 一定要想办法地到手 如果真是传说中的养人玉髓 那就发了 几年前湘江拍卖的一块玉佩 就拍到了一千三百万 现在这玉髓成色更好 更有灵性 价值至少三千万以上 如果是拍卖 就更难预测价值 黄飞感应到这里 就没再理会了 大概的估价 已经心中有数了 过了很久 萧董才转头 看了看自己的外甥女 然后看向黄飞问 你真的想把这玉石卖了 有这个想法 主要还是看值多少钱 如果价值高能 筹到钱就卖 如果不怎么值钱 那就算了 留着自己收藏 黄飞很淡然地说 萧董看着黄飞 那淡然的神情 心里也没底了 不知道自己怎么出价钱 只好问 你心中大概想卖多少钱 我虽然不懂玉石 但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我这玉石 好像是玉髓 一种传说中的养人玉 是一种佩戴在身上 能滋养身体的玉髓 很值钱 所以我才想了解玉石的人 帮我估一下价钱 黄飞暗示了一下 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羔羊 萧董听到黄飞的回答 果然不敢再小看这个小年轻 沉思了一会 爆出了一个试探价格 2500万 小飞你看 这价钱可以吗 萧董 听说前几年有一块玉髓 做的玉配 就拍卖得了1000多万 我这玉髓 至少能做5个以上玉配吧 还能做很多饰品 你这个价钱 好像少了点吧 嗨嗨 小飞 那是拍卖会 溢价很多的 而且我买了还需要赚钱的 3000万怎么样 萧董加了500万 这样吧 你是萧总的舅舅 我也确实需要用钱 3500万吧 这个价钱你 应该也可以赚不少了 黄飞给出了最后定价 萧董沉思一会儿 然后咬牙同意了这个价钱 接下来 双方签署了买卖合同 萧董也筹了点钱 才把买玉髓的钱 汇到黄飞的银行卡里 黄飞看着手机银行 到账信息中 那一连串的零 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 三人喝了一会茶 当萧董刚想告辞的时候 黄飞忽然又问萧董 萧董 不知道还有哪里 可以卖这种玉髓 你能介绍一个吗 黄飞这话一出口 萧美女和萧董都愣住了 齐齐看向黄飞 你还有这种玉髓吗 萧美女问 有 不过这块大一点 可能要卖5000万以上 黄飞淡然地说 萧美女听了张口结舌 你这不是打击人吗 你随便拿出块石头就几千万 你还种什么蔬菜 你是闲着没事干啊 萧董同样是愣住了 自己以为 只有这一块玉髓 才出了那么高价钱 怎么还有一块更大的 这是演哪一出戏 没这样玩的吧 可自己也筹不出资金买了 黄飞在两个痴人的眼神中 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做买卖 都是这样讨价还价的 你亲我愿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快拿出来看看 萧美女首先等不及了 萧董的目光 也急切地看了过来 黄飞笑了笑 淡定地从包里拿出了一块 比刚才那块 大了三分之一的玉髓出来 轻轻地放在茶桌面 萧美女看着这一块 碧绿欲滴的玉髓 眼睛发亮 脸颊通红 心跳加速 就像是男人看到了 赤裸裸的美女一样兴奋 兴奋中的女人 真是美 看着萧大美女 那兴奋的样子 想起那视频中的风光 黄飞情不自禁地 打了个寒颤 坐在旁边的萧董 此时的心情五味杂陈 看着这么大的一块玉髓 自己却没能力 再购买 眼睁睁地失之交臂 那种心情真的很难受 黄飞看着萧董的表情 然后问 萧董 有没有你相熟的同行 可以介绍一个 如果成交了 我给你五万的介绍费 怎么样 萧董想了一会儿 然后说 在我认识的圈子里 应该没有谁能 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 购买这玉髓了 更大的玉石珠宝公司的人 我也不认识 那你们的玉石 一般是从哪里进货 黄飞又问 我们一般都是从 云省银江那边进货 不过那边都比较乱 龙蛇混杂 没有熟悉的人照顾我们 也不敢独自一人前往 萧董回答 那你就帮我问问 那边有没有人 感兴趣买这块玉水 好的 我帮你问一下 萧董说完 就到一边去打电话了 而黄飞就怪异地 看着萧美女 只见她两眼放光地 捧着玉水擦拭 恋恋不舍的眼神 都让黄飞心疼 想着 要不要送她一块 人家荡宝贝的玉水 自己却用来种菜 自己真是造孽啊 萧大美女 看到黄飞这样看着自己 狠狠地瞪了她几眼 然后又继续擦拭自己的玉水 黄飞也只是笑了笑 没理她 萧董打了几个电话后 就坐了回来 对黄飞说 银江那边 只有一个叫虎爷的说 有兴趣购买 其他几个都说 要看到玉石再决定 虎爷 怎么听起来 好像是混黑社会的 黄飞皱眉问 这个虎爷黑白通吃 是银江那边的一个地头蛇 如果你要和他交易 就要小心一点 萧董解释了一下 这个到时候再说吧 过几天我去银江一趟 你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我 黄飞想了想就说 萧董留下了联系方式 然后看了那块玉水一眼 忍痛离开了萧美女的办公室 黄飞看着眼里 只有玉水的萧美女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奇地问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玉石 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你懂什么 玉石是一种充满灵性的宝石 你没听说过人养玉三年 玉养人一生吗 我很喜欢玉石的温润 细腻 柔华 给你看看 这一块爷爷留给我的玉坠 我经常拿出来把玩 萧大美女说着 就解开衬衣的一个钮扣 伸手从里面拿出一块 晶莹剔透的玉坠 来到黄飞面前递了过来 你摸一下 是不是感到很温暖 黄飞顺时间就不淡定了 回想着萧大美女 解一扣的动作 伸手从胸前拿出玉佩的动作 这真是惹人犯罪啊 你把那玉坠 加到胸前 那又深又白的勾勾里 当然温暖了 黄飞的脑海中 马上又浮现出 那天视频中的 又大又白的风光 鼻腔一热 鼻血刷刷地往下流 哎呀 你怎么流鼻血了 萧美女赶紧找纸巾 来到黄飞面前 俯身想帮她擦拭 本来被萧大美女 惹得只敢坐在凳上 不敢起身出丑的黄飞 被她俯身动作 惹得鼻血流得更多了 从那打开了一颗 扭扣的衣领下 露出来的又大又圆又白的风光 差点就让黄飞变成了禽兽 黄飞赶紧夺过纸巾 转过身去自己擦拭 不敢再看她一眼 萧美女迷糊了 这黄飞怎么忽然转身生气了呢 此时的她 还不知道自己的诱惑有多大 喂 黄飞 你怎么说生气就生气了 火气这么大 难怪你流鼻血了 萧美女称怪说 我没生气 我这是受伤了 你好好的 怎么会受伤了 受了什么伤 我被火烧伤了 什么被火烧伤了 哪里有火 浴火 你把我身上的浴火点着了 你不知道 你自己刚才的动作很惹火吗 什么浴火 我什么动作惹火 我刚才只不过 萧大美女说到这里 忽然想到了什么 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 两个雪白半球不停颤动 黄飞 你这个臭流氓 眼睛老往这里看 你这个色狼 萧美女真的有点生气了 嘿 萧美女 你要说句良心话 我可是正人君子 我就坐在这里静静喝茶 是你自己又解扭扣 又淘欲坠的 我都已经忍到流鼻血了 你还低着头 把胸前凑过来 是你想把我变成色狼吧 黄飞不干了 自己才是受害者 你凭啥冤枉自己 萧大美女一听 怎么好像是自己 在勾引黄飞一样 眼泪刷刷的就流了下来 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委屈过 自己刚才根本什么都没有想 就是想和黄飞分享一下 爷爷留下的欲坠 黄飞看到萧大美女 忽然哭了起来 马上就慌了 自己可什么都没做啊 怎么好像 是把她欺负了 看着坐在椅子上 哭泣的萧美女 心里不由易软 从空间里 选了一块比较好看的 林玉佩递到她面前 别哭了 这个送给你吧 就算是我的赔礼了 萧美女只顾着哭泣 没有抬头看 你不是说 喜欢玉水吗 你不要 我就收起来了 萧美女听她说到玉水 抬头看了过来 一块翠绿玉滴的天然玉佩 出现在自己眼前 不由一愣 抬头看向黄飞 这是送给你的 谁叫我好像 把你欺负了呢 黄飞有点冤 萧大美女 接过玉水扑斥一笑 黄飞看着这张 带着泪水的俏丽容颜 心里暗暗一探 红颜祸水 你真的把它送给我 你不会后悔吧 这可是很值钱的 哎 算了 谁叫我把你弄哭了呢 就算是一杂千金薄红颜一笑吧 黄飞假装很心疼地说 这可是你说的 你千万不要后悔 就算后悔 我也不会还回去 萧大美女拿着玉佩 已经笑脸如花了 她确实很喜欢这块玉佩 这不关值多少钱 喜欢就是喜欢 你可以叫你舅舅 做成一个玉佩 这种玉水可以滋养身体 消除疲劳的作用 黄飞总算把她逗开心了 你怎么有那么多这种玉水 萧美女问 我都说这是祖传的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传给我一大箱 你不信吗 黄飞很正经地说 我信你的大头鬼 算了我也不问了 这是你的秘密 萧美女知道 黄飞是不会说的 萧总 事情已经办完了 我也要回家了 过几天还要去云省 一趟 希望能早点筹集到资金 为以后的承包发展做准备 黄飞起身告辞 好吧 那你路上小心点 别又被打劫了 萧大美女俏皮地说 黄飞刚起身走动 听到这话 就一个猎切差点摔倒 有这样欢送人的吗 哈哈 萧大美女看到黄飞这个囧态 开心地哈哈大笑 平时高冷的她 极少这样放松自己 离开了扶满楼的黄飞 没有急着回家 难得出来现成一次 总要买些东西回家吧 打车来到最大的一达广场 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黄飞又启动了买买买模式 琳琳喜欢吃的零食买 觉得穿到琳琳身上好看的衣服买 自己喜欢的衣服买 适合父母穿的衣服买 就连小金小虎都有礼物 想到以后做玉佩要用项链 又到周大福买了几条男女项链 惹得卖首饰的小姐姐 对着她一直眨眼睛 花钱就是爽 黄飞没有一点心疼 刚收了几千万 自己不花点 怎么对得起自己 钱花出去了 心情舒畅了 但手里还是两手空空 因为都被黄飞趁没人注意 放到空间里了 回到凤梨村口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少 黄飞从空间里 拿了小部分购物袋出来 提在手 然后回到家里 看到大家都在追剧 妈 我回来了 有点饿了 帮我煮分汤面 我把东西先放回房间 黄飞要先回房间 把今天买的东西拿出空间 还没等几个人反应过来 黄飞已经到了房间里 关上门后 把今天买的东西全放在床上 才轻轻呼了一口气 应该他们没注意到吧 把父母的衣服挑了出来 然后提着下楼 爸 妈 妈 在县城顺便帮你们买了几套衣服 你们看看喜不喜欢 你怎么乱花钱呢 我们又不出去 在家里穿什么衣服不可以 妈 没事的 在家里也穿好一点嘛 你也知道 现在菜地能赚钱 赚了钱就不能亏待了自己 赚了钱你不花 那有什么意思呢 黄飞劝说母亲 黄飞母亲也知道 现在儿子的菜地很赚钱 也就没说什么了 黄飞吃完了汤面 洗了澡就回到了房间 把玲玲的衣服都提上 敲响了玲玲的房门 什么事 我在忙呢 小玲玲 你防着我干嘛 你想不想试试新衣服 黄飞举了举 提满了衣服袋子的双手 玲玲看着那两只 挂满衣服袋子的手 眼睛一亮 哪有女孩子不喜欢漂亮衣服的 赶紧打开了房门 让黄飞进来 黄飞关上了房门 眉头挑了挑 对玲玲说 要不要试一试 很漂亮的哦 玲玲看了看锁上的房门 脸色通红的 拿起了一套衣服是穿起来 是穿衣服的结果就不用说了 试着试着 就是到床上了 黄飞把肖大美女点燃的火 引到了丰满娇美的玲玲身上 当艰难的把火熄灭后 已经快过去了一小时 身旁的玲玲已经熟睡了过去 神清气爽 全身舒坦的黄飞 回到了自己房间 过几天 自己就要去云省 她想顺便把空间里的房子定做下来 到时候去现场参观一下样板 但她纠结的 是在空间里是定做木屋 还是竹屋 还是网红户外太空舱 左思右想 最后黄飞还是决定了 做一间两层的带路台的 网红户外太空舱 就是有点担心 自己能不能把它带进空间里 既然决定了在空间里 放置户外太空舱 那就查找专业的 户外太空舱的建造厂家 有了上次喷零系统的经验 很快就从多家客服咨询中 锁定了一家合资工厂 其实一个公司好不好 从咨询客服身上 就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 没有什么实力的公司客服人员 基本上都是没有信心的 说了半天都不会说到点子上 只会叫你下订单 而有实力的公司 对客服人员的素质和培训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网上客服 就是公司迎接新客户的门户 必须能够对客户的咨询内容 技术要求对答如流 还能够及时给客户一些建议和补充 这才能够给前来咨询的客户 对公司有信心和意想 黄飞就是这样选定了 这一家户外太空舱合资工厂 并向客服说明了 定制太空舱的要求 5乘以10米的宽大空间 一楼是生活区 二楼是卧室和一个露台 整个户外太空舱的电源 采用高效光伏发电 从客服的口中 得到确定的回复可以做到后 黄飞交了定金 客服也承诺 会尽快把设计图纸 发给黄飞参考 黄飞把事情办好以后 就带着小虎和小金 进入了空间里修炼 空间里已经凭整好了 六亩药材田 其中两亩已经种好了 原来的长白山人参和野山餐 另外四亩地 正在等药材种子的到来 那一片种果树的空地 也差不多把种树的树坑挖好了 在药田和水潭之间 黄飞又种了两排 从凤梨村山上挖来的凤梨树 现在有的已经开花了 凤梨村的凤梨 并不是平常像菠萝的凤梨 而是一种果树接出来的水果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反正村里一直这样叫 凤梨村也是这样叫出来的 凤梨村周围山上 全是这种凤梨树 可惜接出来的 果又酸又涩 没人会吃 所以根本卖不了钱 黄飞现在就是在尝试一下 用灵水浇灌能不能改良口感 如果成功那以后 凤梨村就名副其实了 看到凤梨树和桃树都快要开花了 考虑到以后种植的很多果树都需要兽粉 如果明天有时间就到山里找一窝蜜蜂进来 以后果树开花兽粉就靠它们了 把一些琐碎事情做完后 黄飞就开始了日常工作和修炼 随着凌铃敲门声的响起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在她俏皮的嘴唇上轻轻轻了一下 然后牵着她的手下楼吃早餐 看到父母都穿上了新衣服 黄飞很开心 这说明了 父母都渐渐开始向新的生活模式改变 不再像以前那样 为了柴米油盐 为了女儿操心 秋风拂过 卷起地上几片落叶 早晨的凤梨村渐渐转凉 黄飞牵着凌铃的手 漫步在秋风中更显萧条的村道 凌铃还是喜欢穿修身的衣服 不过今天换上了新买的米黄色蕾丝边的长袖衬衣 下身一条弹力修身牛仔裤 把她完美的曲线显示得淋漓尽致 性感而不失文雅 黄飞很喜欢她这种打扮 黄飞自己就简单了 为了配合玲玲今天拍视频 一套浅蓝色的运动服 一双平底鞋 因为今天玲玲想拍摄完 菜地早晨的忙碌情景后 到后山山林中 拍摄她练习八卦掌的视频 她想再火一把 早晨的时间 员工们都是在拔杂草 而黄飞却在拍一些 玲玲劳动中的背影和特写 把一个辛勤劳动的村姑背影 拍得让人遐想连篇 很快到了喷灵时间 当山叔打开喷灵系统那一刻 整个菜地瞬间变得烟雨朦胧 又形成丝丝细雨 孕育着过几天就能成熟的蔬菜 随着灵水在菜地上方喷洒 水屋中的丝丝灵气 使这一片菜地范围内的 空气变得格外清新 让人呼吸舒畅 长期在这样的空气中活动 可以让人的身体更健康 这也算是黄飞给自己员工的一种福利 灵灵没有理会这些 只顾着把这一切美好事物 收录在自己的镜头中 灵灵 都拍好了吗 拍好了 我们就到后山拍视频 黄飞问 就快拍好了 我再拍几个特写就可以了 灵灵回答 黄飞让灵灵拍完视频后 带着她来到了后山 这里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 杂草不算多 但树木却很茂密 正是和黄飞施展八卦掌 当灵灵找好了拍摄角度后 黄飞缓缓地摆出了八卦掌起手势 然后一朝一世演练起来 随着先天混沌灵绝的运转 四周开始刮起了微风 随着黄飞的走动越来越快 地上的落叶随风飘舞 黄飞游走在树木之间 忽快忽慢 藤魔闪躲 把树干当成了对手 渐渐地只看到一个人影在闪烁 连镜头都有点难以捕捉 忽然黄飞身影一停 身体一震 从她身体中 好像爆发出一种气浪 把漂浮在深周的树叶 炸成了粉末 这一阵 不仅把拍摄的玲玲 惊得目瞪口呆 连黄飞自己 也觉得不可思议 她练到最后 感觉自己身体里 有一团气不吐不快 情不自禁地猛地释放出来 她是变得舒畅了 不过身上的衣服 就变得千疮百孔报废了 玲玲看到了 黄飞那破烂的衣服 忍不住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乞丐大侠 请受小女子一拜 今天忘了戴穗莹 请大侠跟小女子 回家吃一顿粗茶淡饭 以报答大侠救命之恩 玲玲还有模有样地行了一礼 黄飞被自己这一身破烂的衣服 和玲玲的搞怪 搞得哭笑不得 玲小姐 本公子为了救你 把这一身几百块的衣服都损坏了 你不是应该无以为报 以身相许吗 黄飞也瞬间入戏 玲玲刷得一下脸颊通红 想起几次 都被她欺负得那么惨 对着黄飞催了一口 屁 臭流氓 大色狼 大坏蛋 然后拿着手机就跑了 黄飞看着玲玲渐渐跑远的身影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样的生活真好 回到家里 黄飞刚洗完澡换好衣服 就接到了王大伟的电话 你好大伟 有什么事吗 哦 没有什么事 就是你有好几样快递 我都帮你收获了 两台笔记本电脑 放在我菜馆里 你什么时候过来拿 王大伟问 那我下午过去一趟吧 谢谢你 挂了电话 黄飞对着正在导顾手机视频的玲玲问 下午我去镇里 你去不去 不想去了 我也不抬继续看着手机 那好吧 那你有没有需要买的东西 我帮你买回来 玲玲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抬头看向黄飞 大眼睛眨了眨 微微红着脸问 真的 什么真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黄飞有点奇怪她的神情 就是帮我买点护书宝回来 村里卖的不好用 这个牌子各种型号都买点 玲玲打开手机 把自己喜欢用的牌子 发给了黄飞 黄飞看着手机里的图片 一愣一愣的 自己还没试过买这种东西 看着玲玲那幸灾乐祸的表情 好吧 谁让她是自己的女人呢 玲玲看着黄飞 居然点头答应了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真是一个暖男 下午的时候 黄飞开车去大尾那里 把快递商品拿了回来 主要是两台电脑 和一些电动工具 药材种子也到了 当黄飞把笔记本电脑 和一大袋子卫生巾 提到玲玲房间时 把她看得目瞪口呆 她这是 把自己一年的用量都买够了吗 你傻呀 你当这是食品天天吃吗 这一大袋用到什么时候 玲玲称怪说 啊 呵呵 那你就慢慢用 反正又不会过期的 黄飞也觉得 好像是买了有点多 你才慢慢用 你以为这是面膜护肤品啊 玲玲上前轻轻踢了黄飞一脚 还轻轻打了黄飞一下 咦 小妞好像变温柔了 黄飞放下袋子 轻轻抱着玲玲 然后把笔记本电脑 放到书桌面 来 试一下笔记本电脑 这是你选好的型号 看看可以用不 不行就换一台更好的 钱不是问题 这款可以了 足够我使用了 以前我想也不敢想 拥有这么贵的电脑 你怎么变得这么土豪 这么俗气了 有钱也不能乱花钱吧 玲玲有点不喜欢 黄飞变得财大气粗的性格 啊 我变俗气了吗 黄飞听到玲玲这样说 马上反思了起来 自己有钱以后 好像是有点飘了 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 主要是这钱赚得容易 花钱也输爽 我错了吗 玲玲看到黄飞 忽然被自己说得沉默了 以为自己说错话了 赶紧站起来抱住了黄飞 我没有别的意思 也没有责怪你 我就是有点不喜欢 你才大气粗的语气 认为有钱就是豪爽 你这很容易 把自己迷失在金钱里 玲玲低声解释了一下 没事 这几天我确实有点飘了 不过你放心 我还是我 我会坚守初心不变 把凤梨村建成世外桃源 黄飞说完 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 接下来的两天 黄飞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空间里度过 只是去了一次山里 搬了一窝野生蜜蜂 到了空间里 这可以算是空间里的黄飞 没有理会众人的窃窃私语 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对众人说 各位领导 你们也去过凤梨村耕地视察过了 那里现在的土质 根本上是不适合 种植蔬菜等农作物的 我承包那么多的土地 以后需要投入很多人力物力资金 来把土地改造 才可以种植出有价值的农作物 而我的农场 主要是种植有机农作物为主 所以必须需要很多有机肥料 黄飞接着说 大家都知道 有机肥料主要来源于牲畜的粪便 所以我承包山地 就是为了散养牛羊猪鸡等牲畜积累粪便 而养那么多的牲畜 需要的饲料是很多的 但是我所饲养的牲畜 都是高经济价值的 为了保证肉质的质量 我是不可能购买外面的饲料来喂养 必须利用自己农场的有机作物 制成饲料 不会添加任何添加剂 这就需要自己的饲料厂 黄飞喝了一口水继续说 我说到这里 你们也应该有点明白了 我建立的这个农场 是一个立体化的饲养场 每样东西 都会在农场内部循环利用 所以我才要求你们 能够满足我的条件 因为农场里面每一环出现了断层 我的农场都可能运转不下去 我并不是在刁难你们 我的农场 无论是建造小型工厂 还是饲养场 都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因为我 还会配备沼气发电厂 来处理农场里面的排泄污水 黄飞又解释了一下 黄飞 你今天的解说 让我们都很清楚了 你农场的运作 你能够构思出 这种立体化的养殖模式 让我们很佩服 我们就更能够清楚地 把你的情况 向上级部门汇报 应该能审批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 很现代化的农村饲养模式 如果你成功了 将会是一个模范试验点 秦镇长非常感慨地说 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黄飞的说辞 惊讶得张口结舌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才敢规划出这样的创举 以一己之力 创建一个 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农场 如果真的成功了 那真是一个 农民企业家的模范 会场里渐渐响起了掌声 越来越热烈的掌声 为黄飞的创新鼓掌 为凤梨村的未来鼓掌 当黄飞离开了凤凰镇政府 手上多了一份 凤梨村耕地 和山地府市平面图纸 清楚画出了地形分布 也清楚地标注了 耕地和山地面积 他需要回去 好好地规划一下 农作物和饲养场的分布 看了一下物流信息 购买的果树苗和种子 都到齐了 现在就查三台小型番地机 需要明天到达 来到大伟的新兴东北菜馆 已经到了晚饭时间 看到忙碌的大伟夫妇 也为他们高兴 现在大伟每天早上 都会去菜地拉200斤蔬菜 这些菜钱 都是让自己父亲收了 足够用来维持 现在菜园的各项支出 黄飞只是和大伟招呼了一下 说明自己把快递取了 把全部果树苗和其他东西 都放进了空间里 在镇上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刚想开车回家 忽然看到前面一帮人 吵吵嚷嚷得走过来 还有人拉着还我血汗前的横幅 这是搞什么 黄飞正在好奇中 忽然人群中有人叫他 黄飞 这妖巧你也在镇里 走 帮我们助助威势 人多力量大 一个黑黑实实的青年 对着黄飞招手 黄飞顺着声音看过去 原来是村里的黄汉山 看着这个被晒得 有点像非洲黑人的黄汉山 好奇地问 你们这是干嘛 谁欠你们的钱 哎 就是我们村春花嫂子的老公 从去年到今年的修路工钱 都欠着我们的 我们这么多人 也是没办法才这样做 黄汉山也感到有点为难 黄飞听到春花嫂子 也想起了一些事情 这春花嫂子 是早年嫁出去的村里人 全名黄春花 和黄汉山还是亲戚关系 春花嫂子的老公 是一个建筑商 在黄飞他们读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小汽车了 黄飞还坐过春花嫂子的 几次顺风车去上学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春花嫂子人 不是很好的吗 怎么会欠你们工钱 黄飞也有点奇怪 在她的印象中 春花嫂子人还不错 没有因为自己 有点钱 就看不起村里人 哎 其实也不能全怪春花嫂子 她的老公接了政府工程 修了几条路 但工程款又迟迟收不到 前段时间 她老公好像病重了 现在只有她一个女人 就更难收到工程款了 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 但是拖欠了我们的工钱 已经一年了 我们也要生活 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 也是想帮助春花嫂子 向政府施加压力 早点收到工程款 结算我们工资 黄汉山详细说明了情况 黄飞也算是明白了 事情的真相 做政府工程就是这样 工程是能赚钱的 但是工程款 遇到有钱的政府还好点 像凤凰镇这样的贫穷政府 基本上就是有托梅欠 春花嫂子的老公 应该是接了工程 开了头不得不继续做下去 不断垫付资金 把自己拖垮了 黄飞想到这些 就决定去看看 毕竟是自己村里人 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等一众人来到春花嫂子住宅 原来是新区这边的一间小洋楼 有人已经把横幅收起来了 这都是他们做给政府看的 其实他们也同情春花嫂子的遭遇 春花嫂子的老公叫陈志华 是一个很踏实的建筑承包商 以前从来不会拖欠工人工资 对待自己的工人也很好 所以在把自己的全部资金 都投进工程里后 依然没收到政府的工程款 不能发放工人的工资 一时急火攻心 中风瘫痪了 这一下更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让春花嫂子乱了分寸 可是四处求助 却没有一人相助 看着眼前这个只有四十多岁 却一点疲惫的女人 黄飞感叹生活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不如意 无论你以前是多么的春风得意 可一个 物就可以让你万劫不复 我和志华对不起你们了 你们也知道 并不是我想拖欠工资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已经把所有能用的钱 都投进了工程里 因为资金跟不上工程 也被逼停了 现在连我丈夫看病的钱 也快没有了 我到处借钱也没借到 现在准备把设备全卖了 付清你们的工资 可是那些人压价太狠了 就算是全卖了 也不够钱 只剩下这间房子了 春花嫂子说着说着 就哭了起来 辛苦了十多年 难道最后连居住的地方 都没有了吗 众人都默默无语 一向意气风发的老板 会把自己 坑得身无分文 中风瘫痪 可能连居住的地方都不保 真是世事无常 黄飞看着这一群人的神色 都是带着同情和关心 并没有人幸灾乐祸 这证明春花嫂子夫妇 平时对工人还是不错的 黄飞想了想就走了出来 春花嫂子 还认得我吗 是吗 春花嫂子不确定地问 是的 还要谢谢你让我坐了几次顺风车去上学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好像并不是我的工人 春花嫂子有点疑惑 哦 刚才碰见了黄汉山 就跟了过来看看 黄飞解释了一下 哎 你是来看嫂子笑话的吧 现在嫂子落难了 你也不要笑话嫂子了 春花嫂子叹了口气 神情更加憔悴 嫂子别误会 我只是过来看看 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毕竟都是村里人 大家想想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现在只想筹钱 把工人的工资发了 毕竟他们也困难 把工资发了 我也一身轻松 春花嫂子看了工人们一眼 心里确实很内疚 他们夫妇都拖欠了工人一年工资了 但他们都没集体追逃 春花嫂子 现在你还拖欠了多少钱 黄飞问 工人的工资 连同一些材料款 差不多二百万 哎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指望政府工程款快点拨下来 可是现在工程还没完成 不能验收 我真的是有点走投无路了 春花嫂子的眼泪 又忍不住留了下来 政府工程的资金缺口 还需要多少 黄飞又问 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应该再有一百万 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就是这一百万 把他掐得喘不过气来 春花嫂子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情 你说说看 是这样的 我打算承包村里的耕地 所以第一件事 就要把村里的山路 修建成六米宽的柏油路 不知道春花嫂子 对这工程有没有兴趣 黄飞问 什么 你要把凤梨村那条八公里的山路 修建成六米宽的柏油路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春花嫂子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需要多少钱啊 是真的 我刚从镇政府出来 不过承包事项 还没正式确定下来 应该还要十天半个月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接这工程 就先把政府工程的事情 处理完毕 然后等我的消息 黄飞说 黄飞 不是嫂子不想接 现在嫂子真的是有心没力 没办法接啊 春花嫂子很失落 春花嫂子 如果你确定想接这工程 我现在可以先预知 你三百万把政府工程的事情处理好 然后一心一意帮凤梨村修建山路 黄飞 这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我们夫妇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你 春花嫂子喜极而泣 就想向黄飞拜了下去 嫂子不可 吓得黄飞赶紧扶住了她 接下来 春花嫂子当着黄汉山等工人的面前 收了黄飞三百万预制工程款 并写下了字句 然后春花嫂子就一一 把工人们的工资付清了 做完这些事情后 她整个人都轻松了 差点把她压垮的沉重压力 终于缓过来了 脸上也难得地出现了笑容 谢谢 谢谢你 黄飞 如果没有你帮忙 嫂子 可能真的扛不住了 这些日子 我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停不来的 谢谢 春花嫂子不停地说着谢谢 她可能确实快扛不住了 不用这么客气了 都是凤梨村的人 能帮到你我也高兴 凤梨村的山路 还等着你修建 还有其他很多建筑 快点振作起来 黄飞赶忙安慰她 哎 可惜了志华 被怒气攻心中风瘫痪了 我可以看看陈大哥吗 大家想想办法 黄飞问 她想试一试 当然可以 我还要我老公当面谢谢你 春花嫂子连忙起身 带黄飞进了一楼的一个房间 这房间很宽敞明亮 也很干净卫生 没有意味 可以看出 春花嫂子 虽然日子很难熬 但对自己的丈夫 照顾得非常好 她老公正半躺在床头 刚才房子外面的事情 她应该也知道了 对着黄飞露出了笑的表情 黄飞对着她 可以吗 黄飞望着床上的陈志华 却询问春花嫂子 你会看病 春花嫂子很是奇怪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好奇选修过中医 后来又到了一间中医门诊监职时 跟一位老中医学了一些 我就是一下 没敢说能治病 黄飞解释了一下 哦 那你就实习一下 没关系的 我也不怎么指望 老陈能恢复正常了 哎 春花嫂子又是一阵伤感 黄飞坐到了陈老板的旁边 右手轻轻搭在了她的左手腕上 闭上了眼睛 慢慢地释放出临时内视她的身体状况 黄飞没学过医 不懂得病症原因 她只能从手脚到身体 然后到头部 就像是电弓在检查线路一样 看看哪里有段路 哪里有短路 看不明白的地方 就看看自己的对比一下 黄飞忽然觉得 这样很好玩 就好像 自己在科幻的世界里探索 纵横交错的红色毛细血管 黄白色的神经线 还有五颜六色的经脉分布 不过黄飞没有浪费时间 仔细全身扫湿了一遍后 初步判断 主要还是 脑部有很多毛细血管出现了堵塞 影响到脑部有的地方供血不足 出现了萎缩衰退现象 从而影响了神经系统动能不足 导致了脊髓神经指挥停顿 黄飞大概知道了 造成瘫痪的原因 可是她不知道 血管堵塞怎么去疏通 现在 她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用回春术 去滋养陈老板衰败的身体 先把她的身体技能强化起来 先让身体健康起来 希望这样能对她的血管有疏通作用 黄飞知道 回春术对身体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也没有副作用 所以她很放心地 在陈老板的脑部施展回春术 滋养着已经衰退的脑部细胞 让脑部细胞重新活跃起来 也在陈老板的脊髓上 施展了回春术 让已经有点迟钝的神经细胞 也受到了滋养活跃起来 随着黄飞回春术的施展 陈老板的脸色明显出现了红润 她感觉自己的脑部 在接受着舒爽的按摩 不再感觉到痴呆 用在普通人身上 当然效果很好 大概施展了十分钟的回春术 这足以缓解陈老板的症状 黄飞又用零食内饰了一下 她头部的毛细血管 血管堵塞 暂时没什么改善 不过血管周围的脑细胞 变得活跃了起来 站在旁边的春花嫂子 不知道黄飞在干什么 不过她看到自己的老公 脸色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精神了 当黄飞睁开了眼睛站起来的时候 她老公居然说话清楚了 谢谢 我感到舒服 接着还看到 她老公的手可以摆动了 似乎想和黄飞握手 这一刻 春花嫂子整个人都泪流满面 她已经很久没看到过 自己老公这种开心的神情 谢谢你黄飞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说着 她又想向黄飞下跪 黄飞赶紧扶住了春花嫂子 然后说 嫂子 别这样 陈大哥的病还没有治好 她脑部的毛细血管堵塞了很多 需要调养一段时间 才会有好转 我过两天要去云省一趟 只能够等我回来的时候 再抽时间帮陈大哥康复 我这里有两瓶 用野山餐调配的营养液 你每天让陈大哥喝两口 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黄飞说着 从背包中掏出了两瓶灵水 递给了春花嫂子 谢谢你 这么贵重的东西 只能等我以后有钱再给你了 嫂子不用客气 以后我还需要你帮我很多忙 你这样客气 让我都感到很拘束 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要回家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黄飞说完就离开了房间 黄飞看到黄汉山 还在客厅里等他 就对他笑了笑说 工资你已经收了 怎么还不回去 飞哥你真厉害 一出手就三百万 我以后就跟你混了 混你的头 你以为我是黑社会啊 走吧 回家了 黄飞说完 抬腿就走了出去 当黄飞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饭时间 看着桌面上摆放的饭菜 好像风格有点变化 麻婆豆腐 蒸水蛋 腊肠丝蒸茄子 红烧五花肉 拍黄瓜 虽然还是简简单单 不过口味转变了 看了一眼玲玲然后说 这是玲玲做的饭菜 我没想到玲玲还会做饭 真是好孩子 难怪我觉得 今天的饭菜风格变了 嗯 不错 果然是输得了 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好媳妇 黄飞开心地说 谁是你媳妇 玲玲称怪说 谁说话谁就是媳妇 本来想打赏你的 没人承认 那就算了 打赏 打赏什么 快让我看看 玲玲急了 你是媳妇吗 我是给媳妇打赏的 嘻嘻 黄飞一脸坏笑 哼 不给就不给 阿姨 她欺负我 玲玲搬出了母亲来镇压 看到母亲伸出的手 吓得黄飞赶紧从口袋里 掏出一条玉坠项链 玲玲看到这条 吊着碧绿玉佩的漂亮金项链 开心地抱着黄飞亲了一口 忘记了 旁边还有黄飞的父母在 喜欢吗 这玉佩 是我亲手做出来的 黄飞说 喜欢 太漂亮了 我好喜欢 谢谢 玲玲是真的喜欢 黄飞看着她那开心的样子 心里也跟着开心 随后她又掏出另一条项链 递给了她母亲 妈 这是送给你的 看看喜不喜欢 妈也有 当然喜欢了 送什么东西都喜欢 呵呵呵 母亲也开心地笑起来 不仅妈有 爸也有 我也准备了 说着 她又从口袋里 掏出一条玉佩大一点的项链 递给了父亲 一家人在乐融融的气氛中 吃着晚饭 感受到一家人的开心 黄飞心里很欣慰 繁星满天 月明星亮 看着身边甜甜熟睡的玲玲 自己房间进入了空间里 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把今天放到空间里的果树苗 都种到了树坑里 然后用潭水浇透 以潭水的灵气浓度 很快就能让果树苗快速生长 也把分类浸泡好的药材种子 种到各自的药田上 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以后 黄飞伸了身有点累的腰 想起了刚才房间里的疯狂 看来是有点操劳过度了 把空间里平常要做的事情 都重复了一遍 看着千禧进来的蜜蜂 在花丛中飞舞 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黄飞看到蜜蜂 忽然想起来 很久没有沟通的陶倩倩 来到了桃树旁 伸手搭在树身上 施展了回春树 帮她滋养 陶倩倩感受到了黄飞的回春树 从修炼中慢慢苏醒 感觉很久没有得到过 黄飞关爱的她 非常开心 连忙沟通了黄飞 公子 你已经很久 没有搭理我了 我一直都在努力修炼 你把我忘记了吗 陶倩倩有点抱怨地说 什么 你在修炼 你能修炼了 那你能不能变成桃花仙子 黄飞那个激动就别提了 想着以后 如果空间里多了一个美丽仙子 那可是仙子啊 黄飞感觉要立刻不累了 公子 你怎么想着抱着我睡觉 你喜欢我陪你睡觉吗 陶倩倩忽然问 黄飞一个机灵 居然忘了自己 正在和陶倩倩心灵沟通中 她也可以知道自己 在想什么 自己这是 在诱骗桃花仙子吗 这个 倩倩 公子只是想 如果你真的可以变成女人 就可以和我在这里一起生活了 我也没有那么寂寞了 黄飞心里还是痒痒的 公子我可以的 只要我努力修炼 我就可以脱离本体 幻化成女人 公子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我就幻化成什么样的女人 倩倩开心地说 哇塞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塑形 这 黄飞情不自禁地想起了 肖大美女雪白嫩滑的肌肤 高挑的身材 又大又圆又白的胸 还有凌凌的圆滑的翘臀 如果这两个大美妞的优点 结合出来的美女 一定很养眼 黄飞忍不住开心笑了起来 哦 原来公子喜欢这样白白嫩嫩的 大胸大屁股的女人 我知道啊 倩倩的回应 差点把黄飞的腰闪了 什么大胸大屁股的女人 你不会变成一个怪物出来吧 别乱说 你公子我不是那种人 刚才只是被你说 能幻化成美女 把我的心魔勾引出来 差点就让你公子走火入魔了 哦 原来这就是心魔 好可怕呀 心魔真的很厉害的 所以你不能幻化成那么诱人了 要单纯美丽 乖巧听话 活泼可爱 哦 明白了 就是公子现在想的那样 让我叫你主人 收到倩倩的回应 黄飞顿时感觉自己罪恶深重 自己好像 是在诱骗一个纯情少女 罪过罪过 黄飞不敢再和陶倩倩讨论这个话题 就和她探讨起修炼的事情 两个修炼小白 居然探讨得有模有样 俩人在探讨中都有了名物 对一些平时想不明白的问题 都有所感悟 黄飞的心情 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好 因为她有了一个红颜知己 可以分享自己秘密的红颜知己 陶倩倩 黄飞虽然性格开朗 虽然她有灵灵这个最亲密的女人 可她心中的最大秘密 却没人可以分享 没人可以诉说 经常怕自己无意中 把空间这个秘密说了出来 所以有时候 总感觉和现实世界有了隔阂 现在有了陶倩倩 这个自己 以后可以无话不谈 无话不说红颜知己 就好像自己一下子又回到了人间 带着和陶倩倩探讨后的感悟 黄飞来到了灵动中修炼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修炼 她已经把灵液的浓度 提升到了50% 随着先天混沌灵觉的运转 澎湃的灵力在她身体里循环流动 然后汇聚到了气海融进灵雾中 再由灵雾凝聚成灵水 滴进气海下方 形成一滩灵水 黄飞知道 只要自己持之以恒的修炼 积少成多 总有一天会把气海装满 成为真正的灵海 自从踏进了修真之路 自己的人生已经发生了一变 自己的生命力也异于常人 或者随着自己的修炼生命 也会无限延长 黄飞渐渐平和了自己的思绪 抛开心中的杂念 慢慢进入了忘我的修炼中 徐徐尘封轻浮过秋意更浓的凤梨村 树梢头仅剩的几片黄叶也随风飘舞 黄飞从静坐中清醒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拉着灵灵手的黄飞 看着周围光秃秃的树梢 凄凉而又孤寂 忽然一抹离愁别墅涌上心头 仿佛看到了自己正义气风发 而陪伴她的灵灵已经徐徐老去 心中一颤 转身紧紧地抱住了灵灵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也要让灵灵也青春涌住 灵灵愣愣地任由黄飞抱着 不知道她为什么 忽然就把她抱这么紧 不过从她拥抱中 可以感受到她浓浓的爱意 黄飞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忽然想好好抱着你 不再分开 嗯 我们不会分开的 除非有一天你 不要我了 不会的 别乱想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我会永远让你陪在我身边 永远 当黄飞拉着灵灵来到菜地的时候 辅满楼今天的采购已经结束了 菜地的员工现在都比较清闲 每天就是除杂草和番地补种蔬菜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份工作 围网上的藤本月季花 经常被黄飞偷偷浇高浓度灵水 现在已经爬满了围网 有的已经开始开花了 鲜艳的颜色 硕大的花朵 这哪像是月季花都长成了玫瑰花了 如果再过一些时间 全部围网的月季花盛开 那是何等艳丽的景色 玲玲 你们到时候 直播就以这些月季花为背景 一定很好看 这些月季花基本上都变异了 可能会令那些爱花人士惊叹 黄飞提议 对啊 我也感到奇怪呢 这月季花怎么开那么大的花 颜色那么鲜艳 这根本不像是月季花 玲玲也很奇怪 这是月季花 只不过被我们种植蔬菜的技术改良了 花朵才会变得又大又艳丽 黄飞解释了一下 你的技术种花也可以 那你为什么不种花呢 卖花更赚钱 不了 我对种花没有兴趣 我主要还是种农作物 不过你喜欢可以种来玩 对 我以后要种花 我把你房子的围墙都种上花 让它成为一个花的房子 那你住在里面 不就成了花姑娘了 你才是花姑娘 你还是花少爷呢 对了 玲玲 你和巧琳的网店 准备得怎么样了 过几天 扶满楼来采购的时候 我叫她带现金过来 你把那个励志视频的夏季拍好 我明天要去云省一趟 可能要去一个星期 这边的事情 就交给你和我父亲了 黄飞叮嘱了玲玲一下 你要去那么久吗 这边应该不会有事吧 应该不会有事 我去那边是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以后就很少离开凤梨村了 嗯 那你去吧 我会帮你看好这里的 正当他俩在聊天的时候 忽然黄飞的手机响了 喂 你好 是哪位 黄飞问 他不知道这陌生号码是谁 你好 是黄飞先生吗 我是邮政EMS派见员 你有一份挂号邮件 需要你签收 请问你在家吗 我现在在凤梨村家里 请问你在哪里 黄飞问 我已经在凤梨村村口 你可以出来收一下挂号邮件吗 好的 我就来 你稍等一下 黄飞说完就拉着凌梨走向村口 你去收块地 拉着我去干嘛 凌梨奇怪地问 我就是想拉着你 怎么 你有意见 呵呵呵 黄飞笑着说 快说 你不说我就不去了 好了 不逗你了 大挂号邮件 应该是从省城寄来的蔬菜检测报告 这个你网店和视频直播都需要用到 所以我带着你一起去拿 黄飞解释了一下 我看你神神秘秘的 就知道有事情要我做 我早就看透你了 凌梨小小得意地说 哎呦 原来小凌梨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你才是蛔虫 敢说我是蛔虫 看我不踢死你 黄飞和凌梨两人 就这样打打闹闹地走向村口 黄飞签了名 收了挂号件 就和凌梨回到家 把五份蔬菜的检测报告拿了出来 每一种蔬菜一份检测报告 包括正本和副本 都盖上了省检测中心的印章 黄飞详细地 把每一份检测报告都看了一遍 每一种蔬菜的检测报告 都有明确的成分含量比例表 在检测报告的总结中说明 蔬菜中各种有害物质含量为零 而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成分 是平常甲种蔬菜的五倍 并含有多种活性因子 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益处 这一份检测报告 简直就是黄飞的一个定心丸 几年内都没有人敢污蔑她的蔬菜 玲玲 你要把这些检测报告的重要内容 扫描到网店的页面上 要让顾客买得放心 吃得开心 黄飞说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会把这件事情办好 我直播的时候 也可以拿着这个检测报告 现场直播 玲玲也变得信心十足 玲玲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好的东西总会有人欣赏的 只要是 吃过我们蔬菜的人 都会介绍人来买 很容易就可以把网购渠道铺开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怎么把卖出去的蔬菜包裹 运出凤梨村 这是黄飞现在最大的麻烦 因为一座石拱桥 就把货车挡在了村口 不能开到村里装货 如果网店销售数量大 从仓库搬到村口 就是一个难题 要致富先收路 这个路确实是很重要的 路不通 很多事情办起来就麻烦 黄飞还是暂时抛开这些杂念 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急也没用 黄飞这时候 拿出了那份凤梨村耕地 俯式平面图 对玲玲说 玲玲 现在需要你在未来一个星期内 把这份俯式平面图 规划出分布图 首先要沿着盆地山脚 距离山边30米的地方 修建一条4米宽的道路 道路从现在菜地对面的西河边开始修建 在寒潭附近这个地方 修建一个500立方的地下储水池 储水池的前面挖4个鱼塘 每个10亩 黄飞看到玲玲点头表示 明白了这部分意思 然后又说 从这个鱼塘开始修建一条1.5米宽 1米深的水渠 沿着环山道路回到地下储水池 形成一个水流循环 也是为中间的耕地提供水源 明白了吗 黄飞看到玲玲 又点头表示明白了 然后又接着说 你把最左边这片耕地 划分出500亩出来 分成5份 就是5块40亩的农田 作为基本农田 必须用来种植粮食的 黄飞停了一会儿 让玲玲明白后继续说 这农田和鱼塘之间的耕地 你把它平分为20亩一块的耕地 这就是1210亩耕地总体的规划情况 黄飞等了等接着说 你在规划耕地的时候 也要规划好田间道路 主道路为3米宽 单边可以种植果树 小道路1米就够了 还有供水排水的小水渠 也要合理分布好 明白了吗 我们这是长久计划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做到一步到位 全盘规划好 以后就不用再改动了 你做好的这个规划图 在我们耕地承包下来 就要首先使用 还要在签合同时 作为附件一起签署 免得以后引起争议 黄飞说 玲玲看到黄飞那严肃表情 也重视起来 看着黄飞说 放心吧 我会尽快做好的 这也不是很难的规划图 好 我相信你 尽量做好一点 到时候就可以暗图施工了 施工对我已经联系好了 黄飞和玲玲 把这规划耕地的事情 又详细地商讨研究 把一些遗漏的问题补充完整 整个规划都清楚明白了 黄飞把这耕地的事情安排好后 这里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 需要他处理了 本来想明天才出发的他 决定了下午就走 先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明州市 因为只有那里 才有飞往云省的飞机 中午吃饭的时候 黄飞把自己的行程告诉了父母 让他们有事就给他电话 收拾好行装 也就是一背包 玲玲都觉得奇怪 怎么一个小背包 就可以出行一星期 他很想看看他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黄飞没有满足他八卦的心 只是抱住他轻轻吻别 然后让二叔开车 把他送到了凤凰镇 约了台出租车 直奔明州市 黄飞到达明州市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时分 让司机把他送到明珠宾馆 这是他专门在网上订的宾馆 明珠宾馆 是明珠集团旗下品牌连锁酒店 在网上的风品不错 明珠集团也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公司 黄飞今次出来 主要任务是筹钱 另一个任务就是出来 寻找一些潜在客户拓展业务 方便以后的生产和销售 做什么事情都要未雨筹谋 这就是黄飞的习惯 黄飞办理好了入住手续 然后直接去了西餐厅 先生您好 请问几位 适应生立刻迎了上来 你好 我就一个人 你好 请跟我来 适应生把黄飞带到了一个 靠在窗边的座位上 先生需要现在点餐吗 适应生等黄飞 坐好后就问 黄飞一直在观察服务生的言语动作 很有礼貌 言语很尊敬 没有什么先看罗伊后看人的表情 黄飞穿着一身休闲套装 不是什么名牌 但也是在专卖店买的 她观察服务生的目的 就是想从表面上了解一下 餐厅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水平 作为一个替在客户 黄飞不想把自己的品牌 坏在一间管理制度松散 管理人员傲慢的酒店 不过 作为一个集团旗下品牌的连锁酒店 都是有她过人之处 黄飞只不过想亲身体会一下 最后 黄飞在服务生的建议下 要了一份罗颂汤 一份蔬菜沙拉 两份牛扒 一杯柠檬水 喝着服务生送来的柠檬水 看着窗外的人流 自己回家转眼就一个多月了 从繁华的省城 回到平静的山村 原来迷茫忐忑的心情 已经不复存在 前路只要自己按部就班地进行 不冒进 不急躁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服务生的送餐 打断了黄飞的思绪 西餐厅的客人并不多 还不足三分之一 这对一间餐厅来说 可以说是亏损的 黄飞静静地 吃着眼前的牛扒 其实两份牛扒的量 对她来说 等于没吃差不多 她只是来记住这个口感和味道 吃完牛扒后 用汤匙喝了两口罗颂汤 眉头皱了皱 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特色 又吃了两口蔬菜沙拉 还是皱眉摇了摇头 对她这个吃惯了 极品灵气蔬菜的人来说 现在吃这种普通蔬菜 真的不习惯 她这个动作 引起了站在前面 观察客人情况的 西餐厅经理冯小华的注意 她这段时间压力也很大 餐厅的营业额一直上不来 什么促销活动都做了 还是没有起色 所以现在 每天就餐时间 她都会来餐厅 观察客人的就餐情况 西餐厅里 客人本来就少 黄飞点了两份牛扒 就引起了她的注意 后来看到她不是 先喝汤后吃牛扒 就知道 她不是一个经常吃西餐的客人 但看到黄飞在喝汤 和吃沙拉时 都皱眉摇头 她就不淡定了 连一个不经常吃西餐的客人 都摇头皱眉 自己的西餐厅 真的是这么差吗 冯小华慢慢来到黄飞的旁边 等她停手了 才小声询问 先生您好 刚才看到先生 您用餐室摇头 请问是对我们的菜品不满意吗 黄飞抬头看到 是一个身穿职业套装 头发期间 面容娇好 身材高挑 丰满娇美的女人 站在自己的旁边询问 你好 没有什么不满意 你们的服务都很好 只是我自己有点吃不惯 黄飞微笑地回答 哦 原来是这样 先生 我们的食材 都是由专门的食材供应商提供 已经是上等食材了 先生您为什么会吃不惯呢 冯小华问 没有为什么的 因为我平时吃的蔬菜 比你们的好 是我自己种的 黄飞回答 先生 你这是开玩笑吧 我们的蔬菜 都是由蔬菜基地专门供应的 不可能比你种植的差吧 冯小华真不相信 我说的你不相信 那你要不要尝尝 黄飞微笑地问冯小华 你身上带有食材 冯小华很惊讶 是的 我一般出远门 都会带一点食材 就是怕自己吃不关外面的东西 黄飞说 好 既然先生身上带有食材 那就让我尝尝 是不是比我们餐厅的食材好 冯小华爽快地答应了 黄飞转身 从背包里 拿出了两个西红柿放在桌面 然后对冯小华说 西红柿是你们西餐厅 最常用的蔬菜 你就尝尝这个吧 冯小华很奇怪 黄飞怎么在背包里放西红柿 不过也没有多问 他叫服务生 拿去厨房做成水果盆 先生您好 我是明珠宾馆西餐厅经理冯小华 可以询问您的称呼吗 在等待的时候 冯小华问 冯经理你好 我叫黄飞 黄金的黄 你好 黄先生 很荣幸 你光临我们西餐厅 冯经理不用这样客气 或许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成为合作伙伴 黄飞微笑地说 冯小华听了一愣 不明白黄飞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 服务生拿着切好的西红柿回来 后面还跟着一个微胖的厨师 厨师长 你怎么也来了 冯小华有点奇怪 冯经理 这西红柿是从哪里来的 我刚才尝了一块 非常好吃 非常独特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红柿 厨师长急切地问 冯小华听了 有点愣住了 这还是平时对食材挑剔的厨师长吗 从没听过他这样评价过一样食材 冯经理 你怎么了 厨师长看到冯经理愣住了 连忙追问 哦 西红柿是这位黄先生让我尝试的 回过神来的冯小华连忙回答 你好 黄先生 请问你的西红柿是在哪里买的 我们想采购这种西红柿 厨师长连忙向黄飞追问 你好 这西红柿我不是买的 是我自己种的 黄飞微笑地回答 是你自己种的 那更好了 冯经理我们西餐厅 马上采购黄先生的西红柿 这绝对能吸引客人 厨师长马上对冯经理建议 厨师长看到冯经理还是愣愣的 知道他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赶紧指了指西红柿 做了一个吃的动作 冯小华醒悟过来 拿起一块扎着牙签的西红柿 吃了一口 眼睛马上一亮 然后一口吃下剩下的西红柿 闭上了眼睛 静静地享受口中美食带来的愉悦 厨师长也赶紧吃了几块 静静地享受着美食 旁边的服务生和旁边的客人 看得都很奇怪 有那么好吃吗 黄飞没有理会 让服务生又拿了一杯柠檬水 慢慢地喝着 冯小华和厨师长两人 就一直旁若无人地 把一盘西红柿吃完 才发觉自己好像失态了 对着周围人尴尬地笑了笑 黄飞知道 西红柿经过淋水浇灌后 肉质和口感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但还不会致使人吃的时候失态 造成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蔬菜里含有灵气的气息 这种气息使身体自然而然感受到舒服和愉悦 使人沉迷其中 想一直索取 所以觉得特别好吃 黄先生 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我们想采购你的西红柿 冯经理说 就在这里谈吗 黄飞看了看周围人的目光 冯小华也看了看周围人的目光 尴尬地笑了笑说 对不起 是我太心急了 请黄先生到我办公室详谈 冯小华伸手示意了一下 然后带着黄飞向他的办公室走去 厨师长想了想也跟了上去 在办公室里 冯小华让大家坐好后 给大家倒了一杯咖啡 黄先生 不知你的种植场在哪里 西红柿的价格是多少 厨师长忍不住第一个发问 黄飞看了看冯小华和厨师长一眼 然后有点尴尬地说 其实我是路过这里暂住一晚 明天坐飞机去云省 刚才只是想尝试一下 明珠集团旗下酒店的食材 看看以后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不过让冯经理看到了 现在却让我有点骑虎难下 黄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冯经理问 老实说吧 我现在是在种植蔬菜 但是现在的产量不多 已经被三家星级的酒店独家销售了 所以我现在暂时也无法给你们提供蔬菜 黄飞说 你说的是暂时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给我们提供蔬菜 厨师长急了 现在暂时还不能确定 我估计最少要一个月以后 到时候我可能会扩大十倍种植面积 那时候就一定能够给你们提供各种蔬菜 黄飞想了想说 黄飞接着又说 其实我的蔬菜对西餐厅没有多大的帮助 因为只有西红柿是你们需要的 那你现在主要种植什么蔬菜 冯经理问 我现在暂时种植西红柿 黄瓜 青椒 茄子和油菜 这对你们西餐厅帮助不大 可能对你们酒店的中餐厅帮助比较大 你说的也是道理 但这个西红柿对我们也很重要 我们可以利用西红柿来做罗宋汤和西餐装饰菜 厨师长说 对 王先生 你现在可以少量提供一些西红柿给我们吗 冯经理问 我种植场离这里一百多公里 你小量拿活成本太高了 我们现在不是算成本的时候 我们搞促销活动亏本也一样做了 我们现在是要留住自己的客人 减少客人流失 冯经理解释说 黄飞没想到西餐厅的情况这么糟糕 村里的西红柿暂时是不可能供应给他 看来只能在空间里帮他催熟一批应急 冯经理 如果你们餐厅情况真的如此糟糕 那我试试 明天下午能不能掉一批西红柿给你应急一下 不过你们要省着用 下一批可能要等我从云省回来后才能再运来 黄飞说 那你能够掉多少过来 冯经理问 我把其他酒店的份额压一压 应该可以调五百至一千斤过来吧 帮你们应付一段时间了 好 那太好了 那价格方面怎么算 冯经问 我的价格是统一的 自己上门提货25元一斤 如果是送货上门要30元一斤 你们看怎么样 冯经理和厨师长两人商议了一下 这几品西红柿这个价钱不算贵 也就接受了这个价钱 那就这样决定了 明天我送货到你们酒店验收后付钱 黄飞决定帮他们一把 因为以后还要合作的 黄飞离开了酒店后 马上打车寻找种子商家 卖种子的商店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 买了种子 顺便也买了30个蔬菜粥转框 回到宾馆房间 就马上进空间里忙活了 幸好自己来的时候 把三台小型翻土机 放到了空间里 有翻土机翻地就快多了 因为用空间里的潭水浇灌 灵气浓度高 西红柿生长的速度很快 当空间里过了7天 西红柿就成熟了 一共收获了1300斤 这都是黄飞算好的 空间里过了7天 外面才过了17个小时 所以 外面这时候 才到第二天下午 4点左右 黄飞到了 郊外一个没人的地方 把西红柿全部放了出来 然后再往上约了一台货车 把西红柿送到了 明珠酒店停车场 黄飞联系上了冯经理说 西红柿已经到了停车场 冯小华马上带着厨师长 赶到了停车场 然后领着货车 来到了后厨仓库 第一次交易验收是少不了的 不过黄飞也不放在心上 他从包包里 掏出一份西红柿的检测报告 递到了冯小华面前 这是我种植西红柿的检测报告 如果客人提出疑问 你可以把这份报告让他看 黄飞叮嘱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随时给我电话 本来我今天要去云省的 现在看来要明天才能去了 你的西红柿 居然连省检验中心的检测报告都有了 这一切就好办了 我们也相信你 冯经理说 大家第一次做生意 不相信是应该的 以后我农场建起来了 你们可以到我那里去参观 以后合作的机会很多 经过一番验收过程后 黄飞收到了货款 然后和冯经理和厨师长挥手告别 回到了房间睡觉休息 这还是他第一次 在空间里待了这么久 不想再有下次了 当黄飞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没有在宾馆里吃饭 来到一个城市 总要去尝试一下地方小吃 拦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去美食街 每个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 都是本地通 你想找什么本地特色问 出租车司机绝对没错 除非你遇到了黑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 把黄飞送到了一条美食街路口 黄飞一下车 就闻到了空气中 弥漫着食物的香味 谢过司机后 就迈步走向美食街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闻着空气中食物的香味 黄飞好像又回到了 大学城旁边的小吃街 满满的回忆 黄飞不喜欢那些 重口味的小吃 喜欢一些 比较清淡的健康的美食 看着喜欢的 就买一份尝尝 黄飞此时 左手一杯鲜叶汁 右手拿着两串原汁烤牛肉 吃得满嘴流油 吃着美食的黄飞 来到一个休息区时 人群中忽然传来了争吵声 你们到底想干嘛 我都被你们逼着辞职了 为什么还纠缠着我不放 人群中传出一个女人 想哭的责骂声 王小姐 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我们熊哥不会亏待你的 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是什么情况 有好戏看吗 吃着美食的黄飞 燃烧起了熊熊的八卦之心 顺着声音钻到了人群前面 原来是一个年轻的漂亮女人 正对吃着几个黑衣青年 看着这位侧身 站在自己面前的漂亮女人 黄飞第一感觉 就是又一个祸国殃民的美女 长发披肩 面容清秀白腻 高挺的鼻子下面 一张樱桃小嘴 一米七的身高苗条丰满 侧身看去更显玲珑浮屠 特别是那一双大长腿 令人浮想连篇 黄飞正津津有味地 吃着美食看着美女 却被驱赶声打断了 看什么看 不想惹麻烦的 全部走开 别惹祸上山 五个黑衣人中 有四个在驱散人群 看到黄飞 还在淡定吃着东西没走开 有一个黑衣人就上前想推黄飞 黄飞条件反射地 向右挪开 半步避开对方的手 然后左脚向前一步 还拿着叶芝的左手肩膀向前一靠 那黑衣人被撞开两米跌倒在地 这一下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连黄飞自己也愣住了 他只是无意识的动作 怎么就把人撞飞了 看来这次有点麻烦了 果然 其他几个人看到黄飞把 一个铜火撞倒在地 马上就围了上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黄飞连忙道歉 你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怎么把人撞飞了 你这是找死 把他给废了 站在中间正对持着女人的黑衣人说 那四个黑衣人听到命令 马上冲向黄飞 对着他就要拳打脚踢 黄飞生气了 是你的人动手在先 自己只是本能反抗 都已经道歉了 还要打人 黑社会了不起吗 黄飞左手拿着椰子汁 右手拿着牛肉 在四个黑衣人中闪躲 他不敢用力 只是找到机会就把人撞飞出去 没一会儿 这四个黑衣人就被撞倒在地上呻吟 人群中发出阵阵叫声 这是高手 有人已经拍成视频上传了 救命稻草 走到黄飞旁边拉了拉他的肩膀 帅哥 可以帮帮我吗 我被他们骚扰得走投无路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 黄飞问 漂亮女人满脸委屈的 含着泪 把自己的遭遇 向黄飞简单说了一下 原来这个漂亮女人叫王莉莉 是一个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偶然被一个叫熊哥的人看上了 一直纠缠她 想让她做她女朋友 被王莉莉拒绝了几次后 就去威胁她的老板 她的老板也是女人 没有办法不想惹祸上身 只好把王莉莉辞退了 怎么 小子 你想英雄救美吗 你有没有想过得罪熊哥的后果 那黑衣人大声叫嚣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 这是一个高手 你想我怎么样帮你 黄飞看着这个有点可怜的女人 问了一句 你帮我离开着这个城市 他们一直纠缠着我 不让我离开 我报警了也没用 因为他们没有动手动脚 只是一直跟着我 王莉莉解释了一下 小子 没听到我说话吗 别惹祸上身 你惹不起的 赶快走吧 怎么了 你们想光天化日之下 抢抢名女吗 你们真的不怕法律 黄飞问 我们又没有犯法 我们只是请王小姐回去聊天 难道不可以吗 黑衣人强词夺理地说 黄飞看了看身边的女人 如果自己不帮她 可能她以后的人生就会毁了 看着她眼中的祈求 这是一个很倔强的女人 否则不会被逼到辞退了 也不屈服 哎 那就让自己做一次护花使者吧 谁叫自己是大侠呢 黄飞想起了那次淋淋的玩笑 不由脸上露出了笑容 小子 你居然还能够笑喘 你还不知道熊哥的厉害吧 别说那么多了 带我去见见那位熊哥吧 黄飞决定 还是帮帮这个女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 去见那位熊哥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她把手上的东西 都丢进了垃圾桶 拿出纸巾擦干净了嘴角 然后看向那个女孩说 敢跟我去见那位熊哥吗 跟她说清楚 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那女人犹豫了很久 抬头看着黄飞那自信的眼神 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了 黄飞让那群黑衣人带路 坐上他们的车 来到了一间 叫天上人间的夜总会 晚上九点多 正是夜猫子 开始出来玩的时间 夜总会里 已经开始热闹了 黄飞跟着黑衣人 来到了夜总会的二楼 王莉莉一直抓紧黄飞的手臂 好像怕她忽然跑了 来到了一个房间门口 黑衣人和站在门口的 两个人聊了几句 然后敲了敲门 听到了里面回应 才推开门走了进去 黄飞没有跟进去 看了看旁边紧张的王莉莉 拍了拍她的手 让她放心 这时候 黑衣人走了出来 是一两人进去 自己却离开了 黄飞看了看离开的黑衣人 然后带着王莉莉走了进去 房间很大 是一间套房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正坐在两个艳丽女人的中间 喝着酒 看到进来的王莉莉后 目光立即亮了起来 黄飞没有说话 临时已经在房间里检查 没有摄像头 也没有别的人 对面的熊哥 正在微笑看着王莉莉 也不说话 把她看得浑身难受 你好 你应该就是熊哥吧 我们人已经来了 有什么事情 就当面大家说清楚吧 黄飞首先打破了寂静 你很好 听黑虎说 你很能打 为什么要掺恰到这件事情上 你又不认识她 熊哥问 熊哥 其实你身边也不缺美女 为什么要为难一个不愿意的女人 你就大人 有大量放过她吧 黄飞很平静地说 你谁啊 我放不放过她关你鸟事 别以为学了几招 就想英雄救美 你算哪根葱 对面熊哥忽然暴走 大声训斥黄飞 黄飞皱了皱眉 旁边的王莉莉 吓得紧紧抱着黄飞的手 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传来了敲门声 接着进来了十个黑衣人 各个手里都拿着砍刀 死死盯着黄飞 好像只要熊哥一声令下 马上砍向黄飞 身旁的王莉莉 吓得惊叫起来 脸色苍白 不用怕 黄飞安慰了一下她 然后 看向熊哥面无表情地说 你确定要这样解决 对面的熊哥看到黄飞 现在还能保持冷静 也有点看不透黄飞了 不过也没当回事 盯着黄飞说 小子 识趣地就留下她离开这里 我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黄飞定定地 看着对面的熊哥 突然释放出驱逐术 锁定了那十个持刀黑衣人 同时精神力叠加在驱逐术上 猛然发力 啊 后面十个黑衣人 同时惨叫起来 几秒钟后 全部昏倒在地上 什么 这一下子 把对面的熊哥 吓得差点尿了 冷汗直流 这是什么妖法 眼都不眨一下 就把自己的人弄倒了 来 让我看看你怎么不客气 黄飞一边说 一边把驱逐术 夹到了熊哥身上 随着力度渐渐加强 熊哥脸上全是惊恐 脸色苍白 汗流加倍 知道自己遇上惹不起的人了 兄弟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向王小姐道歉 请兄弟高抬跪手 放过我吧 熊哥不低头不行啊 这简直就不是人 刚才感受到的惊恐 是真实的亲身体会 对方可能一个念头 就把自己废了 熊哥 你还有大好的荣华富贵 等着你享受 千万不要 为了一时的冲动 把自己毁了 那就得不偿失 黄飞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对 对 兄弟说的对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绝不再强求 好了 这事就过去了 你向王小姐道歉 总有点诚意吧 你可把人家工作都弄掉了 黄飞又说了一句 对 对 兄弟说的是 是我对不起王小姐 熊哥赶紧起身进入房间 黄飞临时 一直锁定了熊哥 发现危险会立即给他致命一击 不过 他只是去保险柜 拿了五十万就出来了 王小姐 以前是我错了 对不起 这是给你的赔偿 请收下吧 熊哥一边说 一边看着黄飞 怕自己拿少了 这是熊哥的诚意 你就收下吧 这样大家都开心 见面也是朋友 黄飞话里有话地 被一直看着自己的王莉莉说 能和平解决就最好了 黄飞也不想得势不饶人 王莉莉听话地收起了钱 心里还在害怕 刚才的惊吓还没缓过来 黄飞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出声 熊哥 那我们就走了 这几位黑衣哥只是昏了 过一会儿就能醒来 不用担心 黄飞说着 就带着王莉莉走出了房间 不过临时一直在周围观察 一点也不敢大意 他现在虽然一高人胆大 但一点也不敢自大 看着黄飞的身影消失在门外 熊哥才常常松了一口气 这是他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 自己的生死 真的可以在别人一念之间决定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黄飞没有理会自己走后 那熊哥在想什么 也不怕他想什么 自己现在的能力 自保毫无压力 看着身边这个霍国殃民级的美女 还在魂不守舍中 碰了碰她问 王姑娘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啊 哦 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怎么办 我还在害怕 你可以再陪我一会吗 王莉莉祈求地看着黄飞 我明天就要去云省了 要几天后才能回来 黄飞说 你去云省 我也去 我就是想离开这里 我跟着你心里不会害怕 被他们纠缠我 差不多一个月了 他们就是恶魔 随时都会出现在我旁边 王莉莉抓住了黄飞的手臂 不想放手 怕她忽然走了 好吧 那先把你抱着的钱存了 你不想一直抱着钱走吧 啊 这钱我不能要 这是你要来的 还给你 王莉莉这才想起 怀里还抱着五十万 赶紧递给黄飞 我不要 这是你应该得到的赔偿 你工作都没了 安心地收下吧 黄飞发现 这王莉莉还不错 对着怀中的钱 没有一点不舍 黄飞带着王莉莉 找到她银行卡的贵员机 花了半小时才把钱存好 然后看向王莉莉问 王姑娘 那你现在去哪 我想好了 先回出租屋收拾东西 然后去你那里 明天一起去云省 王莉莉肯定地说 那好吧 被你赖上了 还怕我跑了吗 你带路吧 黄飞无话了 自己这是被美女赖上了 自己的桃花运 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其实我这段时间都到处躲着 不敢回出租屋 今天去吃点东西 又被盯上了 如果不是遇见你 今天可能躲不过去了 真的谢谢你 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你这么漂亮的美女 被人欺负 黄飞嘻嘻一笑 王莉莉听到黄飞夸赞自己漂亮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忽然觉得 在这世男人身边很安心 很有安全感 也很舒服 来到王莉莉居住的地方 原来是一个小公寓单间 虽然房子不大 但收拾得很干净 还有一种很好闻的女人香味 看着王莉莉静静地收拾东西 黄飞就挽起了手机 看到没回复的信息 都一一回复 然后就和玲玲聊了起来 黄飞 在干嘛 黄飞 我今天英雄救美 一个打十个 现在被美女邀请做客 林宝 什么 大半夜的你居然跑去美女家里做客 你想干嘛 黄飞 别激动 别多想 这女孩被混混下怕了 想离开这里 我是在陪她收拾东西 林宝 哦 好吧 相信你一次 不要乱来哦 我要专心剪辑视频了 不和你聊了 晚安 黄飞 晚安 看到墙上的挂钟 已经差不多十二点了 黄飞 要不今晚就在这里睡吧 都已经这么晚了 忽然旁边传来了王莉莉的声音 原来她看到黄飞在看时间 不知道怎么就说出了这句话 说完脸颊刷一下就通红了 黄飞听了这话 心中不由自主地吓了一跳 看了看只有一张床的房间 摇了摇头 不料 我还是回酒店吧 这里睡不方便的 现在回去太晚了 这么晚了 我跟你回酒店 我不想被人误会 而且 我都不怕你 一个男的怕什么 王莉莉解释了一下说 黄飞居然被她说得无言以对 看着盯着自己的王莉莉 看着她有点挑衅的表情 笑了笑说 好吧 你赢了 你都不怕我怕啥 不过 我没有换洗的衣服 就一个晚上签就一下就好了 我给你一件宽松的睡衣 那衣洗了 明早应该能干 这不好吧 你要我穿你的睡衣 这不是怪怪的吗 黄飞有点想抗议 你放心 不是性感睡衣 王莉莉忽然觉得 这样逗着黄飞玩很开心 这是从未试过的感觉 她从衣服中 拿了一套纯棉的短款睡衣 递给了黄飞 黄飞接过睡衣看了看 还好 只是女性化了点 穿着不算别扭 看着进入洗手间的黄飞身影 王莉莉忍不住扑斥一笑 她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忽然这么放心 让一个男人流送 她只是感到 现在不害怕了 只有开心 当黄飞洗澡出来时 黄莉莉看了她一眼 马上转过头 强忍着没有笑出来 她怕黄飞尴尬 黄飞穿着睡衣出来 虽然不是很搞笑 但也觉得很尴尬 赶紧坐到沙发上 继续玩手机 这时候 王莉莉也收拾好了 两大箱子东西 除了睡觉和洗漱的东西 其他的都收拾好了 王莉莉看了看 有点空荡荡的房间 然后也去洗澡了 黄飞无聊 就查看一些云省的特产 想着到时候 就买一些回去 让家里人尝尝 忽然身边王莉莉坐了下来 随后就闻到了沐浴后的香味 在看什么呢 王莉莉把头伸了过来 看黄飞的手机 感受着身边女人的触感 闻着她身上的香味 黄飞有些坐立不安 不知道该怎么办 再查一下 云省有什么特产和特色小吃 想回来的时候 帮家里人带些尝尝 哦 你结婚了吗 王莉莉心跳加速地问 还没有 只有一个女朋友 黄飞如实回答 你有女朋友了 漂亮吗 漂亮 这是她的相片 黄飞把手机相册中 零零的相片递给她看 王莉莉看着相片中 那漂亮的女孩子 很是羡慕 如果那是自己该多好 唉 这个男人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 挺身而出 把自己带离了危险 给了自己从没有过的安全感 可惜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自己还是不要夺人所爱了 只能注定了有缘无分 想到这里的王莉莉 离开沙发 坐到了自己床上 默默地看着黄飞 王姑娘 你怎么了 王莉莉的离开 让黄飞松了一口气 没什么 就是很羡慕你的女朋友 她真幸福 不用羡慕别人 你一样可以得到幸福 王姑娘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或者从此漂泊天涯 或者随便找个人嫁了 结婚生子 反正这个 世上只有我孤独一人 王莉莉说着说着 就流下了眼泪 怎么回事 你家人呢 黄飞愣住了 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我的父母在很多年前去旅游 出了车祸走了 当我成年后 我就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然后一直生活在学校里 王莉莉提起以前的事情 就伤心哭起来 对不起 让你想起了伤心的事情 要不你跟我回村吧 我就是你的家人 黄飞很同情王莉莉的遭遇 又是一个苦命的女孩 我跟你回家干嘛 而且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怕被她误会 不会的 应该你们会成为好朋友 她也和你身世差不多 她也是一个锅 你反正还没想到 以后去哪里 我现在正筹建一个农场 正需要管理人员 你正好可以给我当助理 你招聘我 我当总经理助理的待遇 可是很高的 你一个小农场 确定能请得起我 你需要多高的待遇 黄飞听了她的话 也觉得很好奇 我原来年薪25万 还有其他很多福利 你的小农场能请得起吗 你确定才25万 不是250万 也不是很高工资吗 你 那你能请得起我吗 王莉莉被黄飞的话气到了 看在你是美女的份上 我请了 年薪30万 送车 不过我们村暂时没房 就送不了房了 但可以送你一个房间税 黄飞财大气粗 真的 你的是什么农场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我骗你干嘛 我像是一个骗子吗 是什么农场 你以后就知道了 暂时保密 欠 还保密 不说就算 不过我也是开玩笑的 你请我不用那么高工资 我就暂时跟你回村待着 就当是度假 两人聊着聊着 那种暧昧的气氛就没有了 就像两个朋友在聊天 早晨的阳光 把房间变得光亮 黄飞悠悠从睡梦中醒来 虽然是睡了一晚上沙发 但还算舒服 黄飞没有吵醒 还冒在被窝里 睡觉的王莉莉 轻轻洗漱完 穿回自己的衣服 就下楼买早餐 楼下附近 就有很多早餐店 油条豆浆 长粉白粥 这是黄飞喜欢吃的早餐 回到楼上的时候 王莉莉也起床洗漱完了 楼下就只有这些早餐 随便吃点吧 看着吃完早餐 就开始收拾房间的王莉莉 黄飞提出了建议 王姑娘 既然你要和我一起回村 那你的行李就先放在这里吧 等从云省回来的时候再拿 你就带一些换洗的衣服 跟我回酒店 下午四点有一班飞机 我们应该可以赶上 可以 那我们赶快一点 别错过了班机 王莉莉催促了 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 你会订机票吗 黄飞问 你傻呀 你忘记我是总经理助理了吗 一切出行安排 我是最拿手的 下面的行程 就由我来安排吧 王莉莉得意地说 哎呀 这我就差点忘记了 看来我以后也有秘书了 嘻嘻嘻 黄飞猥琐地笑了 因为她忽然想起来一句话 有事秘书干 没事 可嗨嗨 王莉莉听到黄飞那猥琐的笑容 瞠怒地看着她 黄飞赶紧收起笑容 一本正经地整理衣服 然后很绅士风度地说 王莉莉女士 我可以请你共度午餐吗 扑吃 王莉莉忍不住笑起来 带着王莉莉来到西餐厅 看到今天的客人多了很多 西红柿的诱惑果然大 黄飞帮王莉莉点好了 她喜欢吃的西餐后 自己指点了一份罗宋汤 和一份羊肉饭 还是觉得吃饭舒服 这时候 冯经理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王莉莉 然后询问 黄先生 你好 这位是 哦 这位是王莉莉美女 是我的助理 下午陪我一起去云省 莉莉 这位是西餐厅的冯经理 以后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黄飞双方简单介绍了一下 你好 王助理 以后多联系 这是我名片 冯经理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你好 冯经理 以后多联系 王莉莉也回应了一下 冯经理 今天的客人 好像多了很多 黄飞问 是的 还要多谢黄先生 你的西红柿真是太棒了 很多吃过的客人 都介绍朋友来了 冯经理开心地说 这就好 有成效就好 我回来的时候 再运一批西红柿给你们 谢谢黄先生 不打扰你们了 请慢用 冯经理看到他们的食物上桌了 就告辞 黄飞今天首先喝了罗宋汤 果然选用了自己种植的西红柿后 味道非常棒 点在羊肉饭里 也有两小片西红柿 这就是鱼饵 吃了鱼饵羊肉饭 也就变香了 看到对面的王莉莉 吃得津津有味 黄飞就知道 冯小华成功了 可见 好的食材对餐饮业的重要性 在去机场的路上 王莉莉还在意犹未尽地说 西餐厅的东西好吃 下次回来再去吃 这次还没吃够 黄飞无语了 不就是为了几片西红柿吗 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西红柿递了过去 让她尝尝 王莉莉疑惑地接过西红柿 拿出纸巾擦了几下 然后咬了一口 哎呀 这 就是这个味道 好吃 王莉莉睁大眼睛 用手指着西红柿一脸惊喜 慢慢吃 别噎住了 这是我们家种的 以后 你可以尽情吃 啊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红柿 一瓶水给她 看着她一脸享受地喝着灵水 不由暗暗庆幸自己的偶遇 能够帮她脱离了危险 希望她从此能换一种方式 开心生活 有了王莉莉 这个女秘书 所有登机手续都被她办好了 很顺利就登上了飞往云上的飞机 王莉莉办理的是头等舱 或者是她的习惯 黄飞也没有理会 反正现在又不差这一点钱 俩人到了座位 王莉莉很自然地 把靠窗的位置 让给了黄飞 她知道那我们就 先去原石市场看看情况再说 或许去了那里 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两个座车来到了原石市场 场地非常大 大小商店很多 这让黄飞两人更茫然了 外行就是外行 来到这里 真的只能看热闹了 这时候 有几个男女围了上来 黄飞看着他们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两位是来这里旅游参观 还是够买玉石 其中一个男人问 哦 我们来这里旅游 只是来参观一下 并不是买玉石 黄飞对着几人说 他这样说 马上就有三个人离开了 去寻找别的目标 还有一男一女没有走 两位你好 我们是这里的本地人 你们是参观 还是想找什么旅游礼品 我们都可以带你去 一天只需要五百元 半天三百元 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随时问 那男人的说 我们只需要一个人 你们两个人谁来 黄飞心中一喜 这正是自己需要的 哦 都一样 我们是兄妹 平常都是在这里帮人导购 那女人说 黄飞已经在动用心灵术 在窥探这两人的说话 发现没什么异常 两人都是在一问一答 没什么想法 那我就聘请这位女士吧 方便我女朋友有个聊办 黄飞决定了 请这个女的 方便王莉莉有人陪伴 妹妹 那你就好好陪着客人游玩 我再去找人 那男的说完就走了 先生 你现在是想到处走走 还是寻找什么 那女人问 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寻找 很简单的 如果是游玩的 或者想买东西的 都会进来 就到处走动 而你们只是站在这里迷茫 完全没有目标 女导购微笑着说 你很厉害啊 做导购很久了吗 黄飞也惊讶了她的观察力 我从小就是 在这里长大的 见多了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兄妹就没有离开 女导购有点小得意 我想在这里 寻找有实力的玉石收购商 而且信誉比较好的 你有介绍吗 黄飞问 收购玉石的 不是原石 女导购问 对 就是最好的玉石 都是高品质的 哪个珠宝商信誉好 黄飞解释后问 女导购看了看四周 然后带着黄飞两个 来到一旁偏僻的地方才说 本来这里有四个 比较有实力的收购商 不过去年 有一个因为进了一批货 被人坑了就倒闭了 现在剩下的三个 有两个还是可以的 另一个是虎爷 他有点欺负外乡人 不过如果有熟人介绍 可能会好点 那你就带我去那两间 信誉好点的店铺看看 好的 那就先去德龙公司吧 离这里近点 德龙公司主要做 原石和珠宝生意 遇到友好的玉石 也会收购 女导购说 三人就沿着市场的店铺 一直往前走 来到一个拐角的地方 有一间比较大的商铺 招牌写着德龙珠宝 德龙珠宝地下一楼很大 主要是放着一些珠宝首饰 和一些开窗原石 对着正门的地方 放着一个玉石聚宝盆 有服务员看到黄飞三人进来 就迎了上来 看了一眼女导购后问 两位客人是需要买珠宝 还是买玉石 小兰 这两位客人 可能想找你们的健保师 不知道刘叔在不在 看来 女导购对这里的人都认识 哦 原来是要找刘叔的 刘叔在三楼 我去通知一下 请两位稍等 那个叫小兰的服务员 进了一间办公室 很快从办公室里 走出一位中年女人 一套职业装 显得很干练 原来是玲玲带来的客人 两位需要找 我们的健保师 有什么事吗 那个女经理问 我有玉石 想鉴定一下价值 如果价格合理 我想出售 黄飞说 哦 那请两位到办公室 来喝杯茶 如果需要我就请刘叔下来 女经理说 黄飞让女导过 陪王莉莉在一楼观看珠宝 自己一个人进了办公室 女经理带着黄飞 来到一张洽谈桌前坐下 送上茶水 然后问 你好 我姓陈 是德龙珠宝的经理 不知道这位先生 你要鉴定什么玉石 可以让我看看吗 你好 陈经理 我姓黄 那就拜托你帮我看一下 黄飞从包包里 拿出了那块零石 放在桌面上 这是什么玉石 好漂亮 陈经理小心地 看着眼前的玲玉 这是玉水 玉水是比玉石更高一等的宝石 所以我才需要你们的剑宝石来估价 黄飞淡然地说 玉水 这就是玉水 请你稍等 我就请我们的剑宝石刘叔下来 陈经理不敢怠慢了 没多久 一位六十多岁 穿着塘装的老人走了进来 刘叔 这位是黄先生 他想让你鉴定一下 这块玉石价值 刘叔对着黄飞点了点头 然后坐到零石的旁边 很仔细地鉴定着零石 又用放大镜和玉石电筒仔细鉴别 又闭上眼睛 好像是在回忆着什么 这确实是宝石 但属于什么样的宝石 我还是服务员敲门进去了一会 然后出来 把黄飞带进了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很大 摆设古色古香 有点像别人卖古董的模式 办公室的茶桌 围坐着三个人正在喝茶聊天 先生 你好 这位是我们的陈董事长 这位是我们的邓总 这位是我们的健保师邓叔 你们慢聊 服务员简单介绍后 就出了办公室 黄飞自我介绍 陈董好 邓总 邓叔好 我姓黄 很荣幸认识你们 听说你要鉴定宝石 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邓叔首先问 黄飞皱了皱眉没有动 因为他还站着 其他人都坐着 好像自己变得多余的 啊 不好意思 黄先生请坐 我们有点失礼了 那个邓总反应了过来 黄飞笑了笑 然后在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 陈总把一杯茶送到了黄飞面前 黄飞从包包中拿出零食 放到了茶桌上 三人看到零食的一刻 全部眼睛一亮 好东西 太漂亮了 邓叔首先拿起了零食 慢慢地欣赏 然后采用放大镜 和宝石电筒鉴别 确实是宝石 很漂亮 邓叔鉴别了很久 才肯定地说 在陈董和邓总 欣赏零食的时候 黄飞看向了邓叔 邓叔可以鉴定出价值了吗 三千万 邓叔报了一个价 黄飞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只是笑了笑 邓叔看到 黄飞这个表情 看向了陈董市长 然后又报了一个价 四千万 我卖了一块 比这块少三分之一的 都卖了三千五百万 你出到这个价 就应该知道 这是什么宝石 黄飞还是摇了摇头 邓叔听到黄飞这样说 就知道很难糊弄过去了 他对陈董市长解释 这是一块玉髓 前几年在湘江拍卖会 一块玉髓的玉配 卖了一千三百万 现在这块玉髓品质更好 玉髓也叫养人玉 可以滋养身体 延年益寿 陈董市长 你自己做主吧 陈董市长听到这玉髓 有这种功效 不由眼睛发亮 这可是宝贝 黄先生你开个价吧 合适我们就收下了 陈董市长 把主动权交还了黄飞 六千万 我刚才在德龙珠宝 也是这个价钱 不过他们不敢做主 要向老板汇报 黄飞淡然地回答 三个人一听到这个价钱 都皱了一皱眉 六千万可不是小数目 三个人就坐到了一旁 小声地议论起来 三人讨论了很久 然后陈董市长才说 六千万 确实有点贵了 我们花那么多钱收购 也要赚钱的 这样吧 黄先生 五千五百万怎么样 黄飞 既然你们有这个实力 出到这个价钱 六千万我换一块 大一点的给你们 这一块就留个机会 给德龙珠宝 怎么样 邓书惊地瞪大了眼睛 你还有 你从哪里得到这种宝石的 没有了 只有这两块了 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黄飞说着 就从包包里 拿出另一块大一圈的零食 几人看着眼前两块零食 眼睛都绿了 心中忽然露出了贪婪 黄飞把他们的神情 都看在眼里 悄然把驱逐树 释放到了他们的身上 别多想了 有兴趣就买 没兴趣我就走了 别为了一块宝石 失去了理智 三人惊恐地望向了黄飞 心中突然升起的恐惧 让他们汗流加倍 三人赶忙起身鞠躬道歉 对不起先生 是我们有眼无珠得罪了先生 请原谅我们的冒事 陈董市长出言道歉 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高人 这不是他们能够得罪的 你们想好了吗 不想买我就走了 我们还是出六千万 购买那块小的吧 算是我们的赔罪 陈董市长赶紧回答 不用 生意归生意 那块小的五千五百万 那块大的六千万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这可是一个机会 以后再也没有这种宝石了 黄飞已经决定了 以后再也不会把零食出售了 陈董市长 那我们买六千万那一块 谢谢黄先生 好 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那我们签合同吧 接下来 双方就签订了买卖合同 黄飞也收到了六千万的汇款 走出宝园斋那一刻 黄飞也轻轻呼了口气 心中又轻松了一点 再卖一块 就能完成今次出来的任务了 接下来的时间 暂时没有办法的黄飞 拨打了当时肖董 给她的几个联系电话 进行了洽谈 可惜有两个不在本地 还有两个仔细鉴别后 根本出不了那么高的价钱 因为他们不认识零食 所以不敢轻易高价买下 又在市场内找了几家 看着比较大的商家都没谈成 这一忙活就到了下午 黄飞也不想找了 就等得龙珠宝的回复 黄飞一般都不敢有什么坏心思 他们也怕丢了自己的信誉 回到酒店的两人 走了一天也感到有点累了 吃了东西后 就回到房间休息 黄飞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再等等吧 我想等一下得龙珠宝的回复 再不行就去找那个虎爷 不是行内人 做这种事就是麻烦 晚上的时候 俩人没事就到街上散步 顺便看看 有没有一些好看的工艺装饰品 买来做摆设 当经过一段僻静的地方时 忽然走出了六个人 围住了黄飞 起位是什么意思 我们虎爷听说 你有一块玉石想卖 所以想见一见你 果然自己今天 因为到处找卖家 被人盯上了 正想出言拒绝 忽然手机响了 喂 哪位 黄飞看到是陌生号码 不过还是接了 你好 我是德龙珠宝公司 总经理吴丽萍 我想约黄先生 谈谈玉石的事情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方便 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 吴总 明天早上吧 明天我去你那里 好的 明天见 那就不打扰你了 黄飞收起了电话 看着眼前这几个人 自己一直不想 和虎爷这种人交易 就是因为这些魂黑的人 贪婪起来 什么事情都敢冒险 黄飞不想惹什么麻烦 回去告诉虎爷 石头已经有人买了 我就不去了 小子 让你去你就去 别不识台卷 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那让我看看 你们怎么不客气 黄飞说着 把王莉莉带到了一旁的围墙边 把她护在了背后 找死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就扑向黄飞 黄飞上前几步 拉开了与王莉莉的距离 免得牵连到她 对方没有用刀具 那自己就和他们玩玩 对方六个人 前面两个 左右个两个 黄飞为了要保护后面的王莉莉 所以首先对付左右两边的人 看到几人的拳头打到面前 她向后退的同时 双手齐出 抓住对方最快伸来的两只手 用力一扯 硬把两人拉到了自己的面前 挡住了其他四人的攻击 然后用力向前一推 以现在她的力量 只是轻轻一用力 几个人就被推散开 六个人中四个跌倒在地上 黄飞闪身上前 也把另外两个摔倒在地 前后不够一分钟 六人就被打倒在地上 站在后面的王莉莉 看到黄飞的英勇 两眼闪着星星 太帅气了 倒在地上的六人 有三个爬起来 掏出小刀就想冲过来 黄飞可不想冒险 瞬间驱逐术强烈释放出来 三人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另外三人还在发愣中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一种发自灵魂的恐惧感 从天而降 好像下一刻就要面对死亡 这种死亡的恐惧感觉 就是来至对面的青年 吓得他们就想转身逃跑 站住 把这三个人带回去告诉虎爷 别来惹我 否则他的荣华富贵就到头了 知道 一定如实告知 我们可以走了吗 看着扛着人狼狈逃走的三人 黄飞没有什么表情 如果那个虎爷 还敢搞什么花样 就让他有一个终身难忘的记忆 虽然出了这个不愉快的插曲 但两人逛街的兴趣依然没减 一些小玩意 小饰品王莉莉都买了不少 黄飞就买几个挂在墙上的 很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品 这些在以后的新房子里 应该能够用的 回到酒店的时候 已经快十二点了 黄飞回到自己的房间 把刚才购买的商品分类放置好 方便明天快递回去 因为有王莉莉在 不可能把东西放进空间里 忙碌中的时间总是短暂 早晨的阳光 很快就唤醒了 正在调戏中的黄飞 刚洗漱好 王莉莉的秘书服务就到了 两人边吃早餐 边聊今天的行程 黄飞 一会是不是去德龙珠宝公司 是的 如果事情顺利 我们下午就去大理 一会顺便把昨晚 我们买的东西 都打包快递回去 好的 那我一会就考虑 下午回大理以后的行程 当黄飞两人 再次来到德龙珠宝公司时 乌总 刘叔和陈经理三人 都已经在等候了 没有外人在 黄飞就把王莉莉 也一起带进了办公室 等双方简单介绍完后 都坐了下来 乌总 黄飞先生 卖一下食物吗 当然可以 我还是留给了你们一个机会 否则我昨天就把它卖给保元斋了 黄飞说着 就把零食拿了出来 放在桌面 真的漂亮 这就是传说中的玉髓吗 乌总轻抚着零食 是的 这就是玉髓 也叫养人玉 对人的身体 有滋养和严年益寿的功效 这种传说中的宝石 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了 乌总 你昨天卖了一块宝石 给保元斋吗 没错 昨天他们的陈董事长在 我就六千万卖了一块 大一点的给他们 把这一块留给你们一个机会 黄飞如实告知 我也听说了 他们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宝石 谢谢你给我们留了一个机会 不知道这玉髓你要卖多少钱 做生意 大家都需要赚钱 这块玉髓 他们昨天还价是五千五百万 所以这个价钱 如果你们能接受 就卖给你们 如果不行我也要回去了 这里没有人出得起价钱 好 黄先生爽快 刘叔 你再检测一下 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买了 刘叔鉴定后确定 应该没问题 昨天黄先生走后 我已经查阅了很多资料 也查阅了前几年 湘江拍卖的那一块玉髓的资料 橙色还没有这一块玉髓好 吴总 这种玉髓 你尽量要存放在密封的地方 因为它滋养人的元素 会缓慢释放出来 黄飞提醒了一下 在办完一切交易手续后 黄飞也收到了五千五百万的汇款 云省之行任务 终于完美结束 耕地承包和农场建设的 初步资金终于到位 一切都在计划中进行 难得来一次云省 当然要好好游玩了 接下来的行程 就是写美同游了 在玉龙雪山上 领略雪域风情 探秘她神圣面纱 在尔海湖面上荡舟 聆听她的神话故事 在丽江古城 踏遍每一条古巷 吃遍每一种美食 留下王莉莉银龄般的笑声 黄飞 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 谢谢你 我也很开心 没想到我这次出一趟远门 居然会遇到一位美女 享受了什么叫秘书服 两人正在民宿中 打包着买到的云南特产 鲜花饼 牛肉干 各色糕点 还有很多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装饰品 黄飞也偷偷买了很多鲜花饼 和牛肉干 收进了空间里 她觉得很好吃 离开在即 两人坐在网红民宿的大陆台上 喝着花茶 看着丽江古城的夜景 黄飞 这里真好 这样的生活很惬意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都有点不想离开这里了 那你就留下来吧 我也希望你以后的人生多姿多彩 开心快乐 王立的摇了摇头说 还是算了 我难得遇到你一个朋友 你把我从危难中拉出来 你现在需要人帮忙 我不能那么没意气气你而别 你不需要这样 你有你的人生 不用为了一件事情 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 不用劝我了 我已决定了 喜欢这里 我可以每年都来住几天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不劝你了 我们就从丽江飞昆明 转机回明州市吧 我出来太久 也需要赶回去了 好的 我这就安排好 一路顺风 当黄飞两人回到明州市的时候 已经是黄飞两人 反正还没想好买什么车 就自顾自地在汽车城里闲逛 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车型 就当是看车展了 莉莉 我们的车需要走山路 那小汽车就不用看了 只看越野车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车型 因为你是司机 你喜欢就可以了 哟 好大的口气 这位美女 你男朋友好大的口气 只要你喜欢的就买 忽然旁边传来了嘲讽声 两人转头一看 原来有三男三女 刚好也在旁边看车 可能听到了黄飞的话 就以为她在吹牛逼 所以有一个青年就出言嘲讽 王莉莉眉头一皱 我们喜欢买什么车 关你什么事 你偷听人说话 也太没礼貌了吧 哟 美女 还是一个小辣椒 不是我们在偷听 是你这位男朋友 把牛吹破了 声音太大 人人都听到了 这个青年还问旁边 一位穿着一身名牌的青年 赵宇 我们几个钟 你家最有钱了 你敢这样 跟你女朋友说这话吗 是女朋友 不是老婆 这位叫赵宇身边的女伴 听到青年的话 不由脸色难看 失落地低下了头 自己可能就是人家的玩伴 玩腻了 就可以一脚踢开 而赵宇听到这话 也是脸色一黑 怎么自己就躺枪了 自己怎么可能 为了一个玩一玩的女人 而花那么多钱 自己的车还在供车呢 不过她心里这样想 手上却把玩着一条 宝马车要是 洋洋得意地说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女朋友了 如果是这位漂亮的美女 作我女朋友 那我肯定是一杂 千金薄红颜一笑 怎么样美女 作我女朋友吧 我爸可是远达集团总经理 黄飞被气笑了 自己居然被攻燃了 赵公子 好厉害啊 你爸是远达集团总经理啊 怎么不是董事长呢 这么厉害的身份 让我看看 你开的是什么车 真是香巴佬 你没看到 要是是宝马X5的钥匙吗 差不多八十万的车 你买得起吗 哟 八十万的宝马X5呀 真有钱啊 咦 不对啊 赵公子 你堂堂一个远达集团 总经理的儿子 怎么买一台八十万的车 都要分期付款呢 这不符合你高贵的身份呀 你是不是都把钱花 在女朋友身上了 黄飞阴阳怪气地说 你胡说八道 我买车 怎么可能需要分期付款 赵羽被黄飞 说得满脸通红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难道我听错了 可能是我听错了 那这样吧 你们几位公子哥 都是买车吧 让我看看 有钱人都是买什么车的 让我这个香巴佬 见识一下有钱人的好横 拜托了 千万别让我小看了 黄飞这话 让几位公子哥都无言以对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有一个人出声回应 怎么 你们不会都不是来买车的吧 不买车来这里干嘛 谁说来这里就一定要买车的 我们只是来看看 有没有新款的车 这里的车 我们都看不上 有一个青年 红着脸出声反驳 唉 原来几位是来蹭空调的 还让售车小姐姐 又递茶又送咖啡的 原来被你们白嫖了 你 几人 被黄飞队的满脸通红 哑口无言 这时 不远处 一位比较机灵的售车小姐 走了过来 先生你好 你是需要买什么车 黄飞叹了口气 唉 你们车程的服务不怎么样 来白嫖的 被视为上宾 要买车的 却一直被冷落 对不起先生 我是这车程的领班冯婷婷 是我们怠慢了贵宾 以后一定会加强培训 不会再有这样的失误 我们想买一辆 可以跑山路的城市SUV 适合这位美女开的 你有好的建议吗 黄飞提出了选车要求 你心中的购车预算是多少 黄飞想了想 二百万以内吧 太贵了 开山路没必要 要限车 今天能开走的 满足这条件的高档限车 只有几款 两位请随我去看看 才看了两辆车 王莉莉就站在一辆 枣红色保时捷卡燕旁 不走了 呵呵 看来我们的美女 有心仪的目标了 就这一辆吧 接下来就是办理购车手续了 一个小时后 看着保时捷卡燕离开的背影 几个公子哥相视苦笑 这他妈哪来的土豪 买辆一百多万汽车 就像是菜市场买菜一样轻松 王莉莉才 不管那些所谓的公子哥怎么想 他正美滋滋的 开着自己 心爱的保时捷卡燕回酒店 黄飞虽然想早点回家 但怕他一个人开车太累了 所以决定先回县城休息一晚 有车就是方便 从明州市回到黄港县城 刚好快到晚饭时间 就让王莉莉 开车到福满楼吃饭 小美女 在哪呢 我在你们的吉祥包房里吃饭 你不来接嫁吗 自从上次的尴尬过后 两人的关系也熟络了很多 偶尔也会开几句玩笑 没有以前那么客客气气的 哟 黄大老板去旅游回来了 有没有带礼物 有礼物我就来 当然有礼物 没有礼物 哪敢来福满楼 我主要是介绍一个美女给你认识 两人聊了几句玩笑 很快萧大美女就敲门进来了 莉莉 这是福满楼的萧强威总经理 萧总 这是我的助理王莉莉 以后很多事情 可能都是她来负责 你们认识一下 两个美女很快就熟悉了 黄飞送了萧大美女 一些鲜花饼和一套玉石小饰品 这套玉石饰品不是很贵重 但做工很精致 黄飞看到了 就买了下来送给萧强威 看着两个美女低头说着悄悄话 她很好奇 她们在聊什么话题 不过从萧美女偶尔看向自己的怪怪眼神 就知道 她可能误会了自己和王莉莉的关系 喂 萧总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别乱想 玲玲才是我女朋友 想到了玲玲 总感觉自己 好像忽略了什么事情 这几天 自己连修炼都偷懒了 只偶尔偷偷进空间里打理一下 回家后一定要抽时间补回来 黄飞 原来已经说好了 扩大众志后 能优先供应我们扶满楼 怎么现在还是供应不上 你们能不能减少一点网店的份额 网店 黄飞的思绪忽然被萧美女打断了 她终于想起了 自己忽略了玲玲什么事情了 网店怎么了 黄飞不明白 萧强威为什么说到网店上了 你不知道网店的事情 你这老板怎么当的 你们网店都爆仓了 你居然说不知道 看着黄飞一脸迷茫的表情 萧强威都被气乐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筹钱的事情 真的没关注家里的事情 玲玲也没提过网店的事情 你那个小女友厉害啊 开了两场直播 就把网店搞起了 都和我们抢蔬菜了 差点把我的份额都减少了 你赶快管管你那小女友 萧美女一肚子怨气 不会吧 我当时是叫她们限购的 我明年回去就出脸 黄飞里也是一惊 她要限购 就是不想太快 把自己的蔬菜 暴露在网络舆论中 晚上的时候 黄飞带着王莉莉 去了一达广场 购买一些冬天用的衣服 因为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来县城了 现在有车方便 就一次全买了 有王莉莉帮助 买女装就快多了 她选购她付钱就这么简单 帮家里人都选了几套 然后才拉着意犹未尽的王莉莉 开车回酒店 回到了酒店 王莉莉还处在 刚才的疯狂购物状态 满脸兴奋 这就是女人的通信 是那么的爽快 下次可以继续吗 呵呵呵 黄飞马上无语了 原来是不花自己的钱 不心疼 如果一次狂欢购物 可以让她发泄 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苦闷和伤痛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而这时在凤梨村的玲玲 却在看着电脑中的 订单数目发愁 她没想到 自己的直播 带来了那么多的订单 她看到粉丝们的热情 就把黄飞献购的叮嘱忘记了 玲玲把头埋在自己的膝盖里 怎么办 这么多的订单菜地供应不上啊 完蛋了 一定会被黄飞骂死了 我怎么就把她的叮嘱忘记了呢 第二天早上 还在迷蒙睡梦中的黄飞 就被电话吵醒了 喂 哪位 黄飞迷迷糊糊地接通了电话 黄飞 你还有心思在睡觉 你那小女友搞什么鬼 我们说好是每天四千斤的供货量 突然说只给我们两千斤 你这是什么意思 电话中传来萧美女的愤怒声 黄飞一下子就惊醒了 萧美女 你等一下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先打电话回去问一下 黄飞挂了电话 赶紧拨通了灵灵的电话 灵灵 你为什么把浮满楼的采购额减半了 人家萧总都打电话来追问我了 黄飞 我也没办法了 网上订单太多了 菜员供应不上了 我只好减小浮满楼的采购额 你现在马上把网店订单关了 我们和浮满楼是有合同规定的 我答应是优先供应浮满楼的 你做决定之前 为什么不问我一下 你这样搞事会出大事的 黄飞也真的有点生气了 这样大的决定都不告诉他一声 黄飞挂了灵灵的电话 马上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 我中午就可以赶回家里 你现在先满足浮满楼四千斤的采购额 这是我们双方协商好的 其他事情等我回去再处理 黄飞以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 然后去敲响了王莉莉的房门 莉莉 快点整理好 我们要赶回村里 事情有点麻烦 黄飞有点恼火了 只是离开几天就出现这种问题 这就是没有管理人才的缺陷 只是一点小事 就差点搞乱套了 黄飞带着王莉莉 回到凤梨村的时候 已经快中午了 她带着美女和豪车 回到村里的消息 马上传遍全村 村里人都为了上来观看 这正是 把黄飞搞得连车上的东西都不敢拿出来 连连向村里人问候解释 大家好 这位是我请回来的管理人员王莉莉 是名牌大学研究生 曾经是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在被我请回来 帮我管理以后的农场 这车是王助理自己的车子 请大家以后注意一点 别让小孩画花了 这车是很贵的 如果要你们赔就麻烦了 村里人听到黄飞的介绍 一个个都是张口结舌 名牌大学研究生 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开豪车 这一连串的介绍 把他们都听呆了 黄飞请来的人 一个比一个牛逼 有人赶紧把豪车旁边 自己的孩子拉开 万一碰坏了 赔不起 黄飞带着王莉莉 从分开的人群中 走向自己家 回到家里 父母和玲玲都在 爸 妈 这是王莉莉 是我请回来的管理员员 叔叔好 阿姨好 玲玲好 以后请多关照 黄飞母亲看到儿子 又带回来一个 漂亮的不像话的女孩 心里都不知道 是高兴还是担心 不由偷偷看向 旁边的玲玲 黄飞看向一旁 红着眼睛的玲玲 知道自己早上说话 语气有点重了 但又不能不说 上前轻轻把她抱在怀里 没事了 我回来了 我会处理好的 别担心了 黄飞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想这样 我不敢告诉你 我 玲玲在黄飞怀里哭了起来 别哭了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先吃饭吧 再哭就不漂亮了 这时候 小虎和小金也跑了过来 他们几天 没看到黄飞了 也非常想念 小虎身体已经差不多 有成年狗大了 皮毛油亮 四肢粗壮有力 用头一直蹭着黄飞的腿 喜欢骑在小虎身上的小金 已经爬上了黄飞的肩膀 抓住她的头发叽叽叫 好像问她 这几天去哪里了 黄飞安抚好小虎和小金后 一家人开始吃午饭 爸 一会儿吃完饭 把二叔三叔他们 都叫来开一个会 让莉莉和大家认识一下 然后黄飞 也把认识王莉莉的过程 都简单说了一下 彼此之间 也算有些了解 玲玲听到王莉莉 也是孤身一人 不由彼此身世有了共鸣 很快就聊到了一起 无话不说 黄飞也乐见其成 他们能成为好闺蜜 彼此之间 可以互相照顾 午饭后 二叔三叔两家人 都陆续到来 等众人到期以后 黄飞才对众人说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 一是介绍王莉莉 给大家认识 二是了解一下 现在蔡蒂的情况 这是王莉莉 我新招聘回来的管理人员 以前是一个集团公司 总经理的助理 以后就是我的助理 帮我管理好以后的农场 执行我指派下去的工作 希望你们能好好地配合 在蔡蒂种植方面 我们的主要销售对象 是福满楼 必须要优先供应 福满楼的采购 然后采取考虑网店的销售 网店并不是 我销售的主要渠道 我只是用它来宣传 我们的品牌 为以后的农场产品提供平台 所以今次林林的做法 是违背了我的初衷 没有执行我原来限购的计划 这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 很容易把我们的蔬菜 拖进网络舆论压力 而被逼停手 你们一定要时刻记住 我们的蔬菜 不是一般的蔬菜 是很容易招惹别人的妒忌和贪婪 只要有一点点把柄 被别人抓住了 就会遭到疯狂的打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低调销售的原因 黄飞的话 让林林知道自己 犯了很大的错误 差点就越陷越深难以扳回 难怪黄飞会用那么重语气责备她 随后 大家把菜地的生长周期 产量和品种都做了汇总 然后黄飞和王莉莉 就现在的情况做了统筹 最后做出了决定 福满楼每天4000斤蔬菜供应不便 网店每天最多 每种蔬菜出售400斤 黄飞 那现在网店卖出去的 差不多5万斤蔬菜怎么办 林林小声问 5万斤 你真敢卖的 赶紧在网店出公告 说山村道路难走 只能分批发货 让买家耐心等待 莉莉你帮她处理一下 另外加急订做快递箱 网店现在每天 每种蔬菜只挂20单 就是每种蔬菜只卖100斤 每个ID限购一单 网店不能关了 黄飞摇头 网红都是这么飘的吗 被人追捧一下就乱了分寸 看来又要自己到空间 加班加点了 把事情临时处理好后 黄飞才带上林林 一起把车里的东西搬回家 看到那么多礼物和衣服 林林就把刚才的不开心 抛到九霄云外 真是让人不省心 自己有点把她宠坏了 黄飞把王莉莉 带到二楼另一间空房间 让林林帮忙收拾东西 现在家里住了五个人 有点拥挤了 主要是只有一个卫生间 建房子的事 需要提上日程了 想到房子的事 马上想到了 出发前让林林规划 耕地图的事情 林林 耕地规划图你做好了吗 做好了 这个我不敢耽误 都是晚上做的 说完还吐了吐小舌头 算你还知道分寸 我还以为你把这个也忘了 那新房子的图纸 画好了吗 黄飞捏了捏林林的小鼻子 这个差不多画好了 是你说不怎么急的 所以我就没赶出来 你需要用了吗 你不觉得 现在家里住了五个人 有点拥挤吗 不过也是 老宅的地还需要种彩 也急不来 不过也要加紧画好 还需要修改了 黄飞还是叮嘱了一下她 怕她贪玩又忘记了 一会儿 莉莉你送我去镇上 玲玲你去不去 去 我也去 我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子 莉莉姐 你真厉害 别羡慕了 有空我和你一起去考驾驶证 以后也帮你买一台 真的 那太好了 黄飞你真好 玲玲抱住黄飞 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忽然想到旁边还有王莉莉在 赶紧红着脸 松开黄飞抱住了王莉莉 玲玲自从来了黄飞家里 已经渐渐把以往的孤独情绪慢慢散去 开始变得活泼开朗又俏皮 在黄飞面前无忧无虑 就像一个妹妹得到了哥哥的宠爱 黄飞没有打扰他们收拾房间 问玲玲要了耕地规划图 就回了自己房间 玲玲的规划图做得很好 把自己的要求都做到了 标注也很清楚 黄飞看完整个规划图后 又在山地上按照自己的规划 标出了猪牛羊鸡的饲养区域 还有竹林的种植区域 这些饲养区都是远离凤梨村的山地 牲畜气味不会影响到这边的生活 有了这张规划图 就可以清楚了解 未来凤梨村农场的整体布局 包括村口建设仓库和办公区 都标注清楚了 按图审批以后 就不会存在什么争议的地方 黄飞让玲玲把修改后的图纸 重新打印了一张 然后三人一起 开车到了凤凰镇政府 因为来之前就预约好 很快就在办公室见到了秦镇长 黄飞开门见山 秦镇长你好 耕地承包的事情 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镇政府 已经把你和凤梨村 包括耕地的情况 都如实形成 报告向上级申请 上面也很重视 正在走审批流程 应该近日就可以有结果了 你再耐心等待一下 好的 今天来还有两件事情 秦镇长 这是我规划出来的 未来凤梨村农场的区域分布图 你们可以先参考一下 如果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就提出来 另外是 向你介绍一下我的助理 这位王莉莉小姐 以后协作我一起管理农场 所以 以后很多手续上的事情 都是她来处理 哦 你好 王助理 秦镇长伸手和王莉莉握了握手 你好秦镇长 以后请多指教 好了 秦镇长 不耽误你工作时间了 有什么好消息 请尽快通知我 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但一天没签合同 我都不会动 希望尽快能听到好消息 看着离开的黄飞 秦建华暗叹一声 好有自信的年轻人 自己到了凤凰镇政府 已经一个月了 一点进展都没有 突破口只能在黄飞身上了 黄飞带着两人离开了镇政府 然后来到了春花嫂子的小洋楼 她想看看陈老板的身体 有没有好转 春花嫂子已经在家门口等待 她知道 黄飞要来 已经从工地赶了回来 春花嫂子 怎么在门口等 快进去吧 没事的 我听到你要来 就从工地赶回来了 我刚才去了一趟镇政府 顺便来看看陈大哥的身体 现在她身体有好转吗 志华现在身体好多了 能下床走几步了 真的谢谢你 她现在变开朗了 春花嫂子 现在心情好多了 几人来到了陈老板的房间 看到她正在扶着 助行康复器在走动 看来康复的确实不错 陈老板看到黄飞等人进来 赶紧转身走了过来 黄飞 谢谢你 不错 可以清晰说话了 陈大哥躺回床上 我再帮你梳理一下身体 黄飞让他回到床上 把手搭在了他左手上 在临时的仔细内饰中 大脑和脊髓细胞 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现在就差毛细血管的疏通 仔细观察了毛细血管的情况 堵塞情况有所好转 有了松动的趋向 应该是身体健康了 血液质量也提升了 在血液的自我修复中疏通 只是时间问题 黄飞一边观察 一边用回春术 滋养他的身体受损地方 想疏通毛细血管 还需要慢慢研究 十分钟后 他收回了手 刚被滋养过身体的陈老板 精神特别好 连说谢谢 黄飞又留下两瓶灵水 给春花嫂子 嫂子 如果陈大哥能自理了 可以把他带到村里 你爸那里住 我可以更方便 帮陈大哥康复 好的 谢谢你 春花嫂子眼含热泪 自己的老公康复有希望了 你工地的事情怎么样了 工地已经开始 进行收尾工作了 应该不用一星期 就能全部完成 进行验收工作 做完这些 我就带志华回村里住 顺便做一些 山路修建的前期准备 这就更好了 那我就在村里等着你们 离开了春花嫂子住宅 黄飞让玲玲两人 先去王大伟的 新兴东北菜馆等她 自己就偷偷去买了 足够的蔬菜种子 放到空间里 接着 黄飞来到了顺丰快递站 现在的时间 正是装车发货时间 她也算是这里的熟人了 她走到那个管理小姐姐身旁 看着她熟练地安排装车 也是一个不错的管理人员 她也不打扰她 就是静静地 看着快递站的人工作 其实黄飞心里 一直在估算着装车容量 和装车成本 自己现在 需要处理零零卖出去的订单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主要是不能暴露自己的秘密 看来这件事情 不能在村里处理 黄飞离开了快递站 思考着刚才的事情 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看到了对面一间中介服务中心 心中一动有办法了 黄飞走进了中介服务中心 里面没有什么人 只有三个员工在聊天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一个男的员工起身问 你们这里有面积大点的住宅 或者小厂房出租 或者出售吗 有啊 新区那里有一间 五百平方一层的住宅出售 需要去看看吗 有图片吗 先让我看看 好的 请稍等一下 男员工说着 就去拿资料了 很快资料就拿了过来 这是一间在街道拐角位置的 四层住宅 一层两面临街 是开店的好位置 房屋已经装修好的 可以马上使用 这正符合黄飞现在急需的地方 这房子还可以 什么价钱 如果租用一年十万 如果是购买 就七百五十万 你的意思是租还是买 黄飞估算了一下 现在凤凰镇的房价 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不过自己买来 有什么用吗 想来想去 没想出什么用途 要是以前想开私房菜馆才适合 临时仓库 可以租一年吗 黄飞决定还是先租用 只租一年 男员工有点失望 不可以吗 我只是临时用来做仓库 买了也没有什么投资价值 那好吧 你需要去看他吗 你带上合同和房子钥匙 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你帮忙 两人开车来到出租的住宅 整个房屋其实黄飞都很满意 所以就爽快地签了合同 付了一年租金 诚哥 明天你帮忙叫人 帮我把一层的线路改装一下 另外帮我招收20个短工 按日计算 主要是包装蔬菜发快递 可以吗 这个是可以的 也是我们中介的业务范围 那明天我就带人过来 中介的诚哥走后 黄飞马上联系了包装厂那里 让他们明天把快递箱和石套包装机 运来凤凰镇 并把定位发了过去 把这些都安排好后 他才来到新兴东北菜馆 打算吃完饭才回家 玲玲 刚才我在这里租了一座住宅 作为零食仓库 明天开始 就要在镇里住几天 我从朋友那边调运蔬菜过来应急 就在镇里包装发货 黄飞想出来的办法 只能这样说了 陪着两女吃了一顿丰盛的东北菜 然后才和大伟夫妇告别回家 晚上黄飞本想溜进玲玲房间使坏 谁知道他们两人居然一起睡了 虽然奇人之福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不过现在的黄飞还没有这个胆量 苦逼得他只好进空间里 做一个辛勤的农民 为玲玲的网店买单 现在黄飞的空间已经出现规模 六块药田绿油油一片 长势喜人 种下的各种果树也已经成林 桃树和那些早期种下的凤梨树 已经开始挂过 为明珠西餐厅种下的西红柿 也是果实累累 这些都是黄飞在空间里 辛勤劳动的成果 今次要完成五万斤的蔬菜任务 幸好平时他已经用翻地机 翻好了很多土地 他种蔬菜没有那么讲究 把泡好的种子一撒就完事了 然后就每隔一段时间 施展一次淋雨树 麻烦的只是采摘 这可不能偷懒 不过空间里灵气浓郁 采摘好的蔬菜放几天也没有问题 早上八点多钟 黄飞就让玲玲 莉莉和巧玲三女 带上电脑和订单打印机 出发凤凰镇仓库 来到仓库时 中介的陈哥 已经带了二十个人在门口等待 还有两个电工 陈哥看到黄飞带着三个美女 从一辆豪车下来 羡慕得不得了 黄飞没有理会陈哥的发亮眼睛 他首先让电工 按照他的要求改装电路 然后就打电话联系包装厂 知道车已经在路上 就快到凤凰镇了 黄飞就吩咐三女 把二十个工人按照过程 真空包装 装箱 风箱分配好人数 把事情都安排好没多久 包装厂的车就到了 在大家卸货的时候 黄飞借口有事要办就离开了 他先联系好了一辆货车 然后坐摩托车 到了镇外 一个偏僻的地方 看到四周没人 就把摘好的西红柿放了出来 然后叫来约好的货车拉到仓库 黄飞回到仓库的时候 各种包装机器已经放置好了 玲玲和巧玲正在交工人操作 他的瞒天过海 操作顺利完成 接下来就没他什么事情了 空闲下来的黄飞 就去了家具城 购买需要的家具用品 他打算要在这里住几天 一天下来 在两女的教导下 工人们很快就把 一千五百多斤的西红柿发货成功 不过这个速度 一天发不了一万斤 黄飞又打电话给包装厂 增加了五套包装机器 又给电话成哥 多招十个人 三十个人十五套包装机器 应该可以了 在东北菜馆吃过晚饭后 黄飞让三女开车回村里 她自己就留在仓库过夜 方便自己加班 接下来的几天 黄飞白天没事 就上楼回房间 进空间里心情劳动和修炼 晚上就把蔬菜放到一层仓库 而玲玲三女就早出晚归 让黄飞的瞒天过海 天衣无缝 终于在第六天 把网店积押下来的订单 全部发货了 几人才真正地轻松下来 林大小姐 感觉怎么样 下次还敢吗 黄飞看到玲玲的轻松表情 怕她又不小心飘了 赶紧给她打预防针 黄公子 小女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林大小姐 你看都把大家累成什么样子了 如果再有 下次我打你屁屁 这次出饭就饶你一次 把你奖金扣了 啊 为什么要扣我奖金 这是好多好多钱啊 自己天天想着的提成 怎么说没就没了 你还想着奖金 如果是别人 我都把你开除了 老板的话你都不听 你想造反吗 我不管 还我奖金 奖金是我的 林 把自己挂到了黄飞身上 娇横起来 王莉莉在旁边看着 又好笑又羡慕 有一个宠爱自己的男朋友 真好 好了 别玩了 这么大的人 也不怕被人笑话 你不觉得脸红吗 莉莉都在旁边笑你了 有什么好笑的 我就喜欢这样 她看不过 也可以挂上来玩 林林回头对着王莉莉 做了一个鬼脸 她俩人这几天 已经成了好闺蜜 无话不说 两人经过这些日子相处 林林忽然发现 自己好像 王莉莉就像是 自己的姐姐一样 关心爱护自己 满满的幸福感 黄飞看着忽然娇横 调皮的林林 只好无奈地 对王莉莉笑了笑 就在这一瞬间 才发现 你就在我身边 一阵悦耳的手机 铃声响起 打断了几人吸闹 喂 你好 是黄飞先生吗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重新修改好了 太空舱的设计方案 因为你的太空舱 超出了我们运载的尺寸 如果设计成组装模式 成本太高 可能也达不到 我们兼顾耐用的宗旨 黄先生最好来我们公司详细商议 同时也需要你签署协议 对不起 我这段时间可能都没时间 你们可以在一个 可以违逼的厂房 帮我全部安装好 到时候我再过去验收 我自己想办法提货 不用你们送货 可以这样吗 黄飞想到 这几天耕地的事情 可能就要有结果了 他不想再耽误时间了 后续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 真的没有时间离开 现场找地方安装当然可以 但你定做的是 非标准规格太空舱 我们首付需要收取三分之二的货款 而且需要签署电子版合同 你可以接受吗 这没问题 你把新的资料图片 发来让我看看 如果不需要修改 就可以下单了 黄飞决定 现在这段时间 自己尽量留在村里不外出 黄飞带着两女回到房间 用电脑查看太空舱的资料图片 哇 这里什么房子 好漂亮啊 黄飞你想买这房子 你建在哪里 玲玲看到太空舱的科幻感觉 很兴奋 这房子是我帮朋友定制的 不是我的 你喜欢可以在新房子顶层阳台上 设计一间这样的太空舱 坐在里面看星空一定很美丽 黄飞当然不会说这是自己的 这太空舱已经是第三次修改了 原来厂家设计思路 一直局限于需要运输而设计 黄飞把一些华而不实的灯光 和智能电器都删除了 在空间里必须要省电 他需要太空舱 记住的舒服 又要时尚简约大气 三人对着图片各书几件 其实改了三次 已经没什么需要改动了 这间太空舱长十米 宽五米 考虑倒是放在竹林和果树林之间的空地 所以整体以浅绿色为主 太空舱的门口在中间位置 门口外有一个十平方的小平台 可以装饰成入户小花园 一层只设有卫生间 厨房和娱乐厅 二层设有卫生间 衣帽间和卧室 走出卧室是一个小露台 可以坐在小露台 欣赏空间里的美景 卧室上的太空舱顶 都覆盖着高效光能发电板 随时为逆变电源充电 整个太空舱 都是匹配空间环境而定制 也是黄飞在空间里的家 当凤梨村农场发展稳定后 她待在空间里的时间 可能会越来越长 所以当然不会亏待了自己 经过三人的最后讨论 都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修改了 黄飞就签了合同 把三分之二货款也汇了过去 因为是非标准定制 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做好 黄巧琳还在忙着 凤梨村农场网店的客服工作 而空闲下来的三人 就在凤凰镇开始逛街 一男两女走在街道上 男的帅气 女的恶娜多姿 让路上男人驻足观望 羡慕不已 妄想着把自己代替了黄飞的位置 左拥右抱 想尽其人之福 黄飞 这凤凰镇太偏僻了 根本吸引不了外来人员消费 想发展起来真的很难 王莉莉看着冷冷清清的街道说 一个小镇 你想发展成什么样 没特色产业 没风景名胜旅游区 就靠耕种一亩三分农田 能有什么出现 黄飞摇头苦笑 那你为什么能想出办法赚钱呢 玲玲一直很好奇 黄飞为什么随随便便 就种出那么值钱的蔬菜 因为我帅 黄飞用手剥了剥头发 真不要脸 没见过这么自恋的人 呵呵 两女都忍不住打了黄飞一下 可能你们不相信 我其实真的有办法 带动整个凤凰镇富起来 但我并不想帮那些政府官员 我承包村里的耕地都搞了那么久 再没结果我都不想承包了 带着你们环游世界去 反正现在我爸妈已经一事无忧了 已经过去二十天了 一份耕地承包合同都没批下来 玲玲第一个赞成 别闹 她只是说气话 王莉莉都觉得 黄飞把玲玲宠坏了 已经有点不务正业了 几人说说笑笑 就到了王大伟的新兴东北菜馆 这几天 这里就是他们的食堂 把所有菜式都吃过了一遍 三人本来想到靠窗边的老地方吃饭 不过今天的座位 被几个年轻人坐了 只好坐在旁边的一张饭桌 哗 有美女 还是两个极品美女 忽然旁边传来大呼小叫的声音 三人扭头看了过去 旁边的饭桌坐着三男二女五个年轻人 每个人都穿着得体 一看就知道 全是名牌的衣服 不像是本地人 玲玲和王莉莉 只是看了一眼就回过头来 黄飞皱了皱眉 不过也没有理会 回头刚想叫大威点菜 因为她看到黄巧玲也到了 那三个青年 看到自己被人忽视了 马上就坐不住了 两位美女 我们刚从省城来到这里 遇到两位美女也算是有缘 今天我请客 大家一起吃个饭怎么样 一个穿着休闲西装的青年站起来 假装彬彬有礼地说 这时 黄巧玲也来到了饭桌 看了那几位 一眼就坐在了王莉莉旁边 几人都没有理会那青年 你们都没听到吗 我们几个从省城来到你们这个穷山沟 请你们吃饭 是给你面子 别给脸不要脸的 另一个青年站起来大声叫嚷 黄飞不耐烦了 省城的人都喜欢这样飞的吗 你们谁啊 凭什么要给你们面子 小子 香巴老一个 说出来 你也不可能认识陈公子 他可是省农夜厅陈局长的公子 你一个乡下小子 一辈子也不可能认识到吧 黄飞心里一咯噔 心中预感有不妙的事情要发生了 一个省农夜厅局长的公子 来到凤凰镇 很可能与自己有关 他悄悄在微信里 给三女发了一条消息 准备偷偷拍视频 看到三女都已经拿手机 在悄悄拍视频了 黄飞很不屑地说 就算他是省农夜厅陈局长的公子 那又关我什么事 我为什么要给他面子 说你是香巴老 果然是什么都不懂 你知道我们三个是谁吗 哦 听你意思 好像你们三个都很牛逼 说来听听 让我们认识一下 省城公子哥的厉害 这青年看到三个美女都看着自己 心中大爽 我爸是省农夜厅局长 这位是你们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公子 所以只要你是农民 你在农村做什么事情 我们几个都可以帮你管一管 我们不高兴了 你什么都做不了 不过如果把我们事后好了 你做什么都可以帮你摆平 明白了吗 三位公子果然背景深厚 省农夜厅 省农夜局 县国土资源局 三大重要职能部门领导的公子 同时来到我们凤凰镇 真的是令凤凰镇蓬毙生辉 见到三位公子 真是三生有幸 幸会幸会 黄飞一副八戒的样子 还有母有样的拱了拱手 不对啊 我们这里穷乡僻壤的乡下地方 什么都没有 你们是来这里旅游的吗 这山沟沟 有什么好旅游的 我们是来投资的 投资 这里什么都没有 有什么可以投资的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里有一个叫凤梨村的地方 种出了很美味的凤梨山蔬菜吗 凤梨山蔬菜 没听说过 你们几个听说过吗 黄飞故意问三女 三女都摇了摇头 那青年觉得有点奇怪 那么出名的极品蔬菜 怎么没人听说过 蔬菜也可以投资 你可以说说 怎么投资蔬菜吗 我很崇拜 你们这些搞投资的有钱人 黄飞一脸羡慕的表情 哎 说 你是香巴佬真的没错 小子 搞投资不一定需要钱的 只要你有背景有人卖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比如这个凤梨山蔬菜 有我们三个加盟 帮他保家护航 他就可以扩大种植 顺利发展 没人敢亏视 青年洋洋得意地说 黄飞 切 人家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需要你来保护 他敢不答应吗 现在他想承包耕地山地 来扩大种植 如果不答应我们 他的耕地承包 一辈子也不会批下来 没有我们老爹三大部门的审批 他能承包下来吗 这就是我们的自信 小子 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些的 听上去很有道理 果然是上面有人好说话 那你能再教教我 像你们这么厉害 能逼他怎么分配份额 黄飞一副好奇宝宝的表情 三女也是一脸崇拜地看着青年 青年在三个美女的崇拜眼光中 虚荣性爆棚 我们以陈哥为首 陈哥占30% 我和李哥各占15% 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有化石权了 果然是狼子野心 空手套白狼 你们几个也太狠了吧 黄飞坐直了身体 冷笑着看向几人 小子什么意思啊 你说话小心点 什么空手套白狼 我们这是人脉入骨 利用我们手上的人脉 帮他扩大种植挣更多的钱 你一个香巴佬懂什么 那个陈公子 终于坐不住出声呵斥 呵呵 你们口中说的凤梨山蔬菜 就是我这个香巴佬种出来的 怎么样 还想谈人脉入骨吗 空手套白狼占股60% 你们想多了吧 黄飞都被气乐了 陈公子 原来是你 怎么 你不愿意 那你是不想承包 耕地山地赚钱了 我承包不承包 耕地关你什么事 你说不让我承包 我就不能承包了吗 凤梨村的耕地山地 是你们家的吗 凤梨村的耕地山地 当然不是我们家的 但你想承包这些耕地山地 就别想了 你的承包申请 会无限期地停留在审批上 陈公子嚣张地说 我还真不信了 谁给你的权利 把我的承包申请 无限期拖延 凭你爸是农业厅的局长吗 陈公子不屑地说 笑话 这点小事需要我爸出面吗 下面随便一个办事员 都可以把你的申请卡住 土包子就是土包子 好 很好 那就把申请卡住吧 反正我都不想承包了 黄飞终于知道了 申请为什么被拖延了那么久 黄飞拿出手机 拨通了秦镇长的电话 秦镇长 你好 在忙吗 哦 黄飞 快忙完了 就要下班了 怎么了 有事吗 哦 是这样的 我在新兴东北菜馆 遇到了三位省城来的公子哥 一位是省农业厅陈局长的公子 一位是省林业局局长的公子 还有一位是 县国土资源局理局长的公子 这三位公子说要人脉入股 我的凤梨山农场 要占60%的股份 否则我的耕地承包申请 就不会被批准 会被无限期拖延 所以我想告诉你 我不打算承包耕地和山地了 我还是专心打理自己的菜园子吧 什么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难怪拖延了那么久时间 我也争纳闷 我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都没有下文 都说 在走程序中 原来是出了这种事情 黄飞 你先别冲动 我会尽快处理这件事情 真是岂有岂灵 你等等我 我就过来 秦镇长匆匆挂了电话 陈公子 切 跟一个小镇长打电话 屁大的官有什么用 你别笑话人家 人家土包子一个 认识镇长 已经是这里最大的官僚 厉害 哈哈 哈哈 三个公子哥 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把大厅很多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黄飞没有理会 也没有点菜 只是在静静地喝着茶 是一三女可以停止录像了 没多久 秦镇长就一个人走了进来 直接走到黄飞旁边 然后看向那三个青年 陈家小子 原来是你在拆我的台 长本事了 这是你爸知道吗 秦叔 怎么是你 你什么时候来了凤凰镇 陈公子吓了一跳 这可是 他爸的顶头上司弟弟 呵呵 你别理我什么时候来了凤凰镇 我来凤凰镇进行扶贫工作 你们几个居然来拆我的台 胆子够肥的 秦镇长是真的生气了 自己辛辛苦苦来到这里 进行扶贫工作 好不容易抓到了黄飞 这个突破口 上面居然给他来这一手 原以为申请真的是在走程序中 没想到是被人卡住了 好 很好 我要看看 是哪个王八蛋 把我的申请卡住了 通了他哥的电话 秦镇长 你的手下人厉害啊 我把凤梨村耕地和山地承包申请上报审批 一拖就是快二十天 我多次催促 都说是在走程序中 原来是陈家小子在作梗 让下面的人把申请扣押了 他三个人 要人家农场的百分之六十股份 否则申请就被无限期拖延 你手下的人 就是这样做事情的 谁给他们的权利 现在人家黄飞说不承包了 你要我怎么办 什么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太无法无天了 我马上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你也不要着急 安抚一下黄飞 秦镇长匆匆挂了电话 黄飞 你也看到了 我已经和上面通了电话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得到处理 都怪我 我以为走正常程序 也会很快审批下来 没想到中途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不起黄飞 是我工作失误了 秦镇长也觉得内疚 这是严重打击民众 对政府部门信心的行为 秦镇长 财帛动人心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 把所有事情都明确下来 白纸黑字写清楚 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小人作祟 怕被人抓住了把柄 遭到打击 财帛动人心 看来确实是我低估了蔬菜的引诱力 你蔬菜的价值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黄飞 你放心吧 以后你们农场的事情 我都亲自跟踪 绝不会再出现这种拖后腿的现象 秦镇长向黄飞承诺 秦叔 你可是农业厅的 你可以管得了 但现在不只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 自从他的蔬菜 检测报告出来后 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目光 只是他们 他们还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 而我们知道 耕地承包的事情 就早来了一步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陈公子忍不住出声说了一句 哼 那还有什么部门在盯着我 环保局 卫生局 税务局 那就让我看看 还有什么局可以卡我的 黄飞气乐了 秦镇长 你都看到了吗 现在已经有很多鲨鱼 闻到了血腥味 随时都有可能扑上来咬我一口 黄飞转头微笑着 对秦镇长说 秦镇长此时脑壳子疼了 这都是什么事啊 这情况 让自己怎么干下去 自己想为民众半点实事 就这么难吗 黄飞看着旁边的几个人就厌恶 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 都是坑爹的货色 你们几个怎么还不走 凤凰正不欢迎你们 香八老 以为你是谁啊 别以为认识秦叔就了不起 土包子一个 还想赶我们走 笑话 几个公子哥 根本不把黄飞当回事 好 很好 希望一会 你们能继续这么嚣张 黄飞不再忍让了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那就让 这些公子哥知道 在他面前嚣张的后果 他把驱逐术锁定了三人后 渐渐增强 顺时间 三个公子哥 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 从天而降 仿佛自己下一刻 就会死到临头 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身体发抖 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 已经是处在崩溃边缘 驱逐术经过在人的身上 使用几次后 黄飞见有体会 又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参悟 已经可以在心灵术的配合下 精准把控驱逐术的释放强度 让对方的恐惧处在崩溃临界点 让他既恐惧到临近崩溃 但又不会发疯 变成精神病 这已经是一种很可怕的精神折磨 周围的时刻 看到神情变得极度惊恐的几个公子哥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王莉莉 知道这是黄飞在惩罚这几个人 黄飞拿出手机 对着陈公子打开了录像 陈公子 现在你可以说了 为什么会那么害怕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 我每次吸了毒 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所以才把他们侵犯 我不想坐牢 我还年轻 我不想坐牢 陈公子在恐惧中 情不由己地说了起来 黄飞 你侵犯了几个女孩 应该是五六个吧 有点记不清了 你让他们别报警 事情不是摆平了吗 怎么警察还来抓我 陈公子惊恐的目光中 好像周围有人要抓他 黄飞 是谁帮你摆平了这些事情 我爸花钱找关系 帮我摆平了 我不想坐牢 黄飞 你爸哪来那么多钱 帮你找关系 我爸有很多钱 那些人为了得到扶平工程 得到农作物补贴 都会送钱 给我爸帮他们走关系 陈公子说到这里 好像已经有崩溃的表情 黄飞立即停止了 对他使用驱逐术 因为再不停止 陈公子就会精神崩溃 变成精神病患者了 他可不想惹上麻烦 他看了看旁边 正在目瞪口袋的勤阵长 又看向另外两个人 你们两个也想试一试吗 那两人一哆嗦 吓尿了 黄飞看了看两人脚下的水迹 一脸嫌弃 没有了再问下去的兴趣 把刚才录制的视频 发给了秦阵长 你自己喜欢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吧 秦阵长看了看狼狈 离开的几道身影 又看了看身边的黄飞 他终于知道 这个年轻人并不是普通人 有着超出常人的能力 黄飞微笑地说 秦阵长 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饭吧 我们都还饿着呢 秦阵长只是点了点头 就没说话了 他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再说 坐在沙发上发呆 我的妈呀 刚才吓死我了 他妈的 他是魔鬼吗 怎么动也不用动一下 就把我们搞成这样了 这是什么妖法 陈哥 我们怎么办 林夜局的公子哥问 海滩坐在地上的陈公子 这时 陈公子已经清醒过来了 他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他已经无法想象 接下来的后果 想了很久 还是手抖地掏出手机 拨通了自己父亲的电话 爸 我在凤凰镇遇到麻烦了 那个承包耕地的黄飞 是一个魔鬼 他动也没动 就把我们吓尿了 我脑海里全是恐惧 好像看到了那些 被我伤害的女孩在纠缠我 还有警察抓我 我忍不住全都说了 陈公子声音颤抖地说 刚才的恐惧 好像还存在 你都说了什么 对面传来了 他爸愤怒的声音 什么都说了 我伤害了几个女孩的事情都说了 你收钱的事情也说出来了 他拍了录像 秦建国也在现场 爸 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 你这坑爹的狗玩意 你怎么能把这些都说出来 还让人拍了录像 你是傻逼吗 爸 不是我想说的 他是一个魔鬼 让我们产生恐惧到极点 就情不自禁的他 问什么就答什么了 其他两个跟我来的 都被吓得尿裤子了 爸 我不想坐牢 陈公子苦苦哀求 混账东西 现在不是你不想坐牢 是我不想坐牢 你这个坑爹的混蛋 话筒中传来了摔手机的声音 接着就是嘟嘟嘟的盲音 看着盲音的手机 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 却把自己和自己的老爸坑惨了 偷鸡不成十把米 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这时黄飞这边就吃得满嘴流油 还和秦镇长小喝了几杯助兴 黄飞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今天的事情 你想怎么处理 秦镇长看着身旁 这位开始在他心中 神秘起来的黄飞问 经过今天的事情 我的热情忽然减退了很多 凤凰镇的环境真的不怎么样 秦镇长 你来这里当镇长 可能是来错了 黄飞想了想 还是想把一些事情说出来 黄飞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凤凰镇到底哪里不好了 凤凰镇到底哪里不好 我真的不知 但是我总感觉到 凤凰镇的发展气氛 被死气沉沉的挥埋笼罩了 所以 你想把凤凰镇的经济搞上来 真的很难 你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感觉从哪里来 黄飞想了想说 凤凰镇作为一个 每年都需要扶贫的地方 你查过每年的扶贫资金 都去哪里了吗 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 是不是和农业厅 那个局长一样 都是拨给了关系户 凤凰镇每年上面 拨下来的修路款 都去哪里了 为什么能把一个接了政府 修路工程的承包商 逼得差点加破人亡 你想想 凤凰镇政府这样的执行力度 这样的信誉 想到凤凰镇投资发展的人 都不是傻子 听闻到这样的信息 谁还敢伸脚进来 秦镇长问 你一个小年轻 怎么会有这样的嗅觉 修路的事情我听说了 但不归我管 这不是我的嗅觉好 而是我已经面临了这个问题 你看过我凤梨村农场的 构建规模 你有没有算过 需要投资进取多少钱 如果将来 万一上面有人 把手伸进来摘桃子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 保护我投资利益的承诺和决定 你让我怎么安心 把钱投进去 一个农业厅局长的儿子 都能够把我的承包申请卡住了 如果当我把农场建设起来 是不是一个国家政策 土地回收 我就要血本无归 你应该知道 我种的蔬菜的价值 我现在的菜原子 轻轻松松一个月 就几百万的收入 如果是把整个农场建设起来 你想想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蛋糕 还是这话 才免动人心 好了 不说了 秦镇长 你回去再想一想吧 怎么样去保证我以后的投资利益 我也该回家了 告辞了秦镇长 黄飞和三女开车回家 她已经几天没回凤梨村 有点想家了 秦镇长看着 渐渐远去的车尾灯 回想着刚才看到的事情 和黄飞说的话 凤凰镇确实是死气沉沉的 没有一点活力 自己想盘活她到今天为止 还是有心无力 对着一潭死水 应该怎么办 看黄飞的语气 是很有信心把农场搞起来的 但她需要的保障 怎么给她 自己一个小小的镇长 真的没能力保护她 她种植的东西 经济价值太高了 确实有可能被人横插一脚 秦镇长回到家中 还在一直想着 怎么保护黄飞的农场利益 不受侵占 在想什么呢 这样眉头紧锁的 秦叔在旁边问了一句 爸 你也帮我想想办法 事情是这样 秦镇长把今天的所见所闻 都告诉了父亲 哎 你思考的范围太小了 你要把黄飞农场影响力 扩大到省级以上去想 跳出一个镇一个市的范围去想 你就没想过 把黄飞的农场 申请为省级科研种植示范基地 她种出来的东西 有这个价值 甚至国家级科研种植基地都可以 这不就能得到保护了吗 对啊 种植科研基地 是受政策保护和扶持的 谁也不敢乱碰 黄飞种出来的蔬菜 确实达到了申请资格 爸 将还是老的辣 秦镇长被自己老爸一言惊醒 整个人也轻松了下来 接着马上去找她哥商议了 今天星星东北菜馆的事情 本来没有什么人知道 没想到 却被其他客人把视频发到了网上 这一下 好像在网上捅了马蜂窝 不断被人下载分享 五花八门的题目 满天飞 又一坑爹少爷 劲爆内幕 官员以权谋私 乱用扶贫资金 惊献神奇催眠术 省城少爷自爆内幕 特别是黄飞施展的神奇询问术 随着网络发酵 也悄然进入了官方某些人的关注中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主角黄飞 却并没有关注这些 她正和两女在讨论着 零零新房子的设计方案 她的主要构思还是很好的 完全按照黄飞当时的要求设计 不过她看了太空舱后 就想把原来顶楼的小花园 改成太空舱模式 黄飞拿她没办法 就让她改了 莉莉 你说像今天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 如果上面真的有人想把手伸进来 我们确实是很难预防 他们有权有势 很容易有办法阻击我们 毕竟我们缺少有背景的人脉 我也感到脑壳子疼 能见到人 我还有办法处理 就是怕他们 在背后搞鬼使阴招 我们就很被动了 到时候整个农场 一千多的员工怎么办 那时候 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 算了 我们也不要多想了 现在还不知道 秦镇长那边怎么搞 等签了合同 以后再算吧 我把发展速度减慢一点吧 到时见招拆招 黄飞决定不再多想了 兵来将党 水来土也就是了 就在这一瞬间 才发现 你就在我身边 手机响起了悦耳的铃声 黄飞看见是秦镇长的 不由愣了一下 这么晚了怎么还打电话来 赶紧接通 秦镇长 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黄飞 是好消息 所以我才等不到明天了 现在就想告诉你 呵呵 秦镇长 是什么好消息 让你这么高兴 有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你的耕地承包申请 已经特批了 明天你就可以来镇政府 商议签订合同 另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把你的凤梨村农场 申请为 省科研种植示范基地 这样 你的农场 就有一定的政策保护和扶持 那时候 就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插手的了 秦镇长掩饰不住 自己内心的高兴 省级科研种植示范基地 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谢谢你了 秦镇长 但明天早上 我就过镇政府商议合同的事情 黄飞挂了电话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这或许是一个好办法 看你这高兴的样子 是不是有了解决的方案 王莉莉在一旁问 是的 秦镇长把我们凤梨村农场 申请为省级科研种植示范基地 这样就可以得到 政策上的扶持和保护 那么 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干预我们的农场 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黄飞很开心 那就好 那我们以后就开开心心地建农场 我们现在 是不是该庆祝一下 玲玲忽然眼神躲闪 脸颊通红 你想怎么庆祝 黄飞看着神色 有点怪怪的玲玲问 今晚就让你在这里睡 说完 脸颊刷的一下变得通红 转身躲到了王莉莉怀里 不敢再看黄飞 什么 黄飞还没有反应过来 王莉莉怪异地看向黄飞 嘴角含笑 真是一个鱼木疙瘩 人家女孩子都说这么明白了 她还没反应过来 把玲玲抱到了床上 然后对着黄飞妩媚一笑 离开了房间 顺便把门关上 黄飞忽然一个机灵 看向满脸通红躺在床上的玲玲 想得到确定的答案 还不快点关灯 玲玲称怪地说 哦哦哦 一龙一奉双飞翼 擒头翼和春满楼 黄飞的春天又来了 快乐不知十日过 春风几度玉门关 拂晓的曙光 接去夜幕的青纱 又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早晨 悄然而至 黄飞揉了揉 有点发酸的腰来到窗边 看着宁静的凤梨村 看着远处那一片 已经荒废的耕地 或许今天就是凤梨村改变的开始 又看着身边这位娇俏家人 黄飞已感觉惊声无悔 随后叫上王莉莉 带着两个人下楼吃早餐 一会还要去凤凰镇政府 就在这一瞬间 才发现 你就在我身边 刚到楼下悦耳的手机铃声就响了 看到是老村长的电话 黄飞笑了笑 知道村长已经急不可待了 赶紧接通 黄飞 昨晚秦镇长就给我电话说 今天到镇上签成包耕地的合同 我昨晚一晚都睡不着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电话中传来老村长兴奋的声音 老村长不用急 我还没吃早餐 你们可以先到镇上等我 那我们就在镇政府等着你 老村长匆匆挂了电话 妈 今天我们要到镇上 洽谈耕地承包的事情 中午可能就赶不回来了 有什么事情就给我电话 小飞 听他们说承包耕地需要很多钱 你真的可以吗 妈 没事的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黄飞带着两女 经过村口龙眼数时 看到很多村里人站在这里 正感奇怪 就看到他们都围了上来 小飞 听说你真的要承包村里的耕地了 这是不是真的 小飞 你承包了耕地 是不是就要招收人了 小飞哥 我可不可以到你那打工 村里人一个个都急切地询问黄飞 很想得到明确的答案 黄飞也被自己村里人的急切心情触动 他们都把凤梨村的希望 寄托到了自己的身上 大家都不要急 承包耕地的事情 今天就可以落实了 我现在 就是去镇政府洽谈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真的承包下来了 那以后 我就需要很多人帮忙干活 你们谁愿意来我这干活的 都可以到村长那报名 工资三千元 勤工奖五百 以后农场里的好工作 优先分配给老员工 也就是说 你们越早来我这里工作 以后的福利就越好 黄飞解释清楚后 就和两女 开车去凤凰镇政府 镇政府今天很热闹 在大门口上 还挂了一副横幅 热烈庆祝凤梨村 耕地承包合同签署成功 在大门口和会议室门口 都摆放了花篮 还有两名记者在等待 这是秦镇长 想借势给凤凰镇这坛死水搅动一下 加入点生气 得到通报黄飞到了 秦镇长带着一群人 赶紧出来迎接 黄飞 我们人都到齐了 就等你这位主角了 秦镇长伸出手 和黄飞握了一下手 秦镇长好 各位领导好 让各位久等了 不好意思 大家都不要客气了 都进去坐吧 一众人围着会议桌坐好 黄飞和秦镇长坐到了一起 两女坐在了黄飞旁边 秦镇长清了清嗓子 然后说 凤梨村耕地和山地的承包申请 因为一些事情被拖了那么久 但也算是好事多摩 现在这件事情上面 简化了程序进行了特批 今天终于尘埃落定 这算是我们凤凰镇的一件大事 也是一件大好事 希望能够对凤凰镇起到一个 积极的带头作用 黄飞没有理会一般领导们的讲话 她和黄莉莉 正在仔细地审阅 耕地山地承包合同的内容 虽然合同的内容 是按原来商业好的内容拟定 但现在要真正签署了 当然要重新仔细审阅 两人仔细核对审阅后 都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了 黄飞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刻 会议室里掌声响起 合同正式生效 黄飞的凤梨村农场 终于走出了第一步 凤梨村再次耕地 1,210亩 山地城 面积3,450亩 承包期限50年 承包总额7,400多万 黄飞按协议 现场转账了10年承包款 1,400多万 黄飞的豪爽 让现场众人惊叹不已 1,400多万的金额说转就转 让众人都不敢再小看了 这个小年轻 黄飞需要的也是这个效果 走出会议室 黄飞叫住了村长几人 村长等一下 小飞 怎么了 什么事 村长几人停了下来 村长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想请你们帮忙 明天在村里举办宴会庆祝一下 让村里人能叫上的 多来热闹热闹 多买点肉 能找到戏班就更好 多热闹几天 需要多少钱就告诉我 啊 小飞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这是要很多钱的 村长 你不要想钱的事 你们只需要办好就可以了 村里很久没热闹了 就让大家开心一下 好 太好了 谢谢你小飞 村里确实很久没有热闹了 就让大家都好好热闹一次 让大家知道 凤梨村要变好了 那我先给你们三万元买东西 还需要多少钱就告诉我 另外有谁想来我农场打工的 你就帮我登记好 村里人你比较了解 我只收老实人 好 我都记住了 放心吧 我一定帮你把好关 和村长等人分开后 黄飞又带着两女 开始去办理凤梨村农场的营业执照 和财务账号等事情 想到财务管理 黄飞想到了冯小燕 不知道她能不能过来帮忙 拿出手机 拨通了冯小燕的电话 小燕 在忙吗 黄飞 有什么事情吗 冯小燕很久没有见过黄飞了 她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所以 几个同村最好的发小 都很少聚会 我今天到了镇上办事情 就快到午饭时间了 有空出来吃饭吗 有点事情想和你谈谈 可以 你在哪里吃饭 在镇里 我都是在新兴东北菜馆吃饭 需要过去接你吗 不用 我十二点下班就过去 一会见 黄飞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中午了 就带着梁女 出发东北菜馆 大伟现在的生意很好 平常包间都是满人 他们三人 就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黄飞一边喝茶 一边和梁女聊天 人生难得己知己 她很高兴 梁女能成为好闺蜜 大家相处轻松愉快 莉莉 凤梨村农场的营业执照 已经办理好了 那其他需要办理的事情 你就处理一下 林林没什么事情做 就暂时当你的助手 另外 把农场转变为股份制 我暂时占80% 你们两个各占10% 是农场的股东 以后 农场的主要管理人员 任职期间 都享受额定股份的分红 分红从我的份额中扣除 你们有没有意见 黄飞决定 农场还是以股份制形式管理 让大家都有归属感 两人听了一愣对视了一眼 摇了摇头 表示没意见 他们也知道黄飞的意思 把农场当成自己的事业 当成是自己的家 黄飞看到梁女 都同意了 也就把事情定了下来 然后上网查询一些 关于发展农场的事项 而两女就在说着悄悄话 没过多久 就看到农小燕 带着一个年轻女孩 走了进来 黄飞赶紧起身 招呼她过来坐好 农小燕看了看 黄飞身边的两个漂亮美女 然后疑惑看向黄飞 小燕 这是我女朋友玲玲 这位 是我助理王莉莉 我今天把凤梨村的耕地和山地 都承包下来了 不错 你女朋友真漂亮 难怪你 一直躲在家里不出来 谁说我躲在家里了 我一直很忙 只是没在村里逛 你们一个个的 也很少回村里 我想找个聊天的人都没有 我向两位美女自我介绍吧 我叫农小燕 也是凤梨村人 可以说我和黄飞是发小 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上学到高中 我身边这位是陈亚丽 也是学会计的 算是我的徒弟 关系很好 所以就一起来了 莉莉 你们几个先点菜 我和小燕聊几句 黄飞 你叫我出来 有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我把村里的耕地和山地 都承包下来了 现在成立了凤梨村农场 所以在财务管理方面 我想请你帮忙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你要请我管理财务 你是说真的 我怎么会拿这个开玩笑 我建立这个农场 本意就是想把我们村脱贫致富 把出去打工的人都吸引回来 所以我招收的员工 都是我们村的人优先 工资待遇也不会差 如果你来帮我 工资待遇方面 绝对比你现在好 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黄飞 说来真巧 我刚想跳槽到县城 找工作 你现在居然要聘请我 这个算不算是缘分 呵呵呵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想到 要去县城工作 哎 现在我工作的小工厂效益不好 工资都差点发不上了 所以我想出去找找 有没有好一点的工作 那真是天助我眼 过来帮我吧 暂时给你的月薪十六千元 包三显一金 你这个小徒弟 也可以一起过来 工资暂时三千五百吧 这样可以吗 什么 我徒弟的工资 都比我现在的工资高 你这是说真的 我像是开玩笑吗 你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好 然后就回村 向王莉莉报到就可以了 对了 明天村里开宴席庆祝 你们可以回去热闹热闹 冯小燕和陈亚莉对视了一眼 然后同时说 谢谢老板 黄飞很高兴 自己身边都是自己认识的人 用起来放心 省去了很多烦心事 就在这一瞬间 才发现 你就在我身边 黄飞的手机铃声 这时响了起来 看了看是春花嫂子的电话 春花嫂子 有什么事情吗 黄飞 我现在手上的工程都处理好了 想明天就带志华回村里住 你承包的事情怎么样了 好 真是太好了 我今天早上刚把承包合同签了 你明天回去刚刚好 因为明天村里开宴席庆祝 嫂子 你可以把你的工程机器 全部都运到凤梨村 明天就当是开工业 好 那我就把修路机和挖土机 都开到凤梨村 春花嫂子 我还有件事要打听一下 你知不知道 哪里有水泥预制建厂 有啊 隔壁镇就有一间 质量还可以 需要我帮忙吗 对啊 我真糊涂了 怎么想到自己去做 你才是专业的 明天到现场 我再和你说吧 现在很难说清楚 明天见 黄飞打完了电话 静静吃饭 吃着吃着 总感觉今天的菜品 好像比以前的味道 好了很多 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 今天的菜 好像比前几天的味道好 难道大伟换了厨师 玲玲点了点头说 对 我也觉得今天的菜 好像更香了 比前几天的好吃 黄飞抬头向着四周看了一眼 发现王大伟 正在远处看着他们 他向大伟招了招手 王大伟微笑地走了过来 看着几人疑惑的表情问 黄飞 怎么了 叫我来有什么事 你菜馆是不是换厨师了 没有 一直是这个厨师做的 有什么问题吗 玲玲不相信 不对啊 今天的饭菜 比前几天更香更好吃了 怎么会是同一个厨师做的 大伟一脸得意 呵呵 我以为你们吃不出来 看来效果确实不错 黄飞一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在菜里放了违禁品吧 别乱说 什么违禁品 你家种的姜葱蒜配菜 是违禁品吗 什么 今天的菜是 用了我菜园里的配菜做的 效果有这么好 黄飞也觉得惊奇 原来他只是突发奇想中一些配菜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怎么萧美女没有告诉自己 对 刚好我今天采购了一点 你们这些配菜 都是专供服满楼的 今天我只是 买了一点尝试 看到你们来吃饭 就专门做给你们试试 你们这么嘴雕 都能吃出效果 其他人就更觉得美味了 可是你们种的不多 王大伟觉得可惜 原来我只是想尝试一下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看来以后 在配菜种植上 要增加点份额和种类 王大伟表示赞同 你的想法就对了 就说这道回锅肉 加上你们的姜葱蒜后 把猪肉原来的辛骚味 全部剔除了 还把肉香提了上来 这些红辣椒 也是你们的 辣味中带上了一种清爽 让人回味无穷 你们再品尝一下 看我说的对不对 嗯 仅你说完再吃 就更感觉到不同了 确实好吃了很多 如果猪肉也是凤梨山出品 就可能把舌头也吃了 嘻嘻嘻 玲玲的俏皮又来了 猪牛羊基于养殖 就是我们农场 下一步计划内的事情 我们农场的宗旨 就是为酒店提供优质食材 大尾很不解地问 黄飞 你有这么好的食材 为什么不自己开酒店 这是只赚不赔的事情 我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没有成为什么首富的梦想 我只想舒舒服服地享受人生 我农场发展起来 赚的钱也不少了 大尾 钱是赚不完的 大尾摇了摇头 哎 你这是饱汉不知恶汉机 不过也是 你的东西 是别人求着买 根本不愁销路 可能这种生产模式 你黄飞是独一份 没人可比 那当然了 凤梨山出品 必是精品 加油吧兄弟 五星级酒店在向你招手 我们凤梨山农场 是你坚实的后盾 好 等过几年攒够了钱 就开一间五星级新兴大酒店 王大尾也顿时豪气冲天 几人吃得开心 黄飞让大尾也坐下来一起吃 边吃边听大尾聊一些东北趣事 众人都没去过东北 所以听得津津有味 吃完饭要离开时 冯小燕知道明天村里开宴席 也想回去热闹一下 就和陈亚丽一起请了 驾坐黄飞的车回村 看到众女热情这么高 她的玩心也出来了 带着几人来到烟花爆竹售卖点 差不多把店里的烟花全包了 连爆竹也买了不少 高兴的店主嘴都喝不上了 让店主请了一辆车 把烟花爆竹运到凤梨村 自己就和几女回村了 此时的凤梨村 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 在村口龙眼树前的空地上 已经摆上宴席饭桌 村长还真请来了戏班 正在搭舞台 整个村子过节 也没有这么热闹 村里人看到黄飞他们回来 都纷纷上前打招呼 看着村里人那朴实的笑脸 黄飞也觉得心里很开心 山里人都是敦厚老实的 心里没什么弯弯绕绕的坏心思 这也是她喜欢留在家里的原因 大家想吃什么菜 就和村长说 让她叫人去准备 今晚还有烟花放 大家都可以来玩 黄飞心情很好 这就是村里需要的气氛 好 今晚放烟花 听到晚上有烟花 大家都很开心 特别是小孩别提多兴奋了 到了傍晚时分 在附近的村里人 听到村里有宴席都赶了回来 村里人渐渐多了起来 也热闹了起来 黄飞看到这么热闹 心情大好 大手一挥宴席晚上就开始 没齐全的食材 马上到镇上买 这一下子村里人就忙碌了起来 喜菜的喜菜 切肉的切肉 载鸡沙鹅热闹非凡 村里人看到王莉莉两女 穿着漂亮衣服来帮忙 都把他们劝了回去 这不是他们干的活 你们两个就别添乱了 到烟花炮竹旁边坐着 别让那帮小孩点燃了 围着桌子喝茶吃瓜子 也坐了过去 小飞 村里都不知道多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还是你好啊 赚钱了也会想到村里人 大家都感激你 都在夸你 村长可能喝了点酒 红光满面的 村长你就不用夸我了 自己有能力帮助一下村里人 我也开心 只要大家不会有意见就可以了 毕竟我爸妈都住在这里 我也喜欢住在这里 村里人没意见 我就可以安心发展 村里人怎么可能有意见 你赚钱多 那是你有本事 但你给村里人的工资也高 那就是你的大方 人品好 村里人都知道 有什么事情 我们这一帮老人 在村里还是说得上话 对 小飞 大胆地做 我们这一帮老人都会支持你 你看今晚就不是很好吗 把村里人的心都聚集起来 一起搞好凤梨村 村长 修路的机器明天就来了 开山修路 你们老一辈 有没有什么意识 需不需要什么准备 黄飞问 因为他知道 山里人都相信这个 修路的机器 明天就来了 好 他好了 这是一件大事情 祭拜山神 这是必须要的 明早 我们就要准备了 陈老头 快拿纸笔写下 需要准备的东西 别写漏了 一般老人忙碌了起来 三生五情 纸前蜡烛 写了满满一张纸 黄飞没有理会这些事情 他们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 刚想去帮忙厨房 就被几个年长的村里人 拉了过去做 黄飞 你真的要收员工吗 是 我已经注册了一间农场 叫凤梨村农场 主要是种植和饲养 明天就动工修路 然后是挖鱼塘 平整对面的耕地 清除周边山地的杂草 打工哪有不辛苦的 我们现在出去打工 一样很辛苦的 听说你现在的工资是 三千五百元 是不是真的 是的 我现在是在投资阶段 还没有收益 工资相对低一点 我会每半年调整一下工资 所以越早来工作 以后工资提升也越快 特别是参加开荒的员工年终 我会发奖金 还有年终奖金 那我报名一个 说句心里话 也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建这个农场并不是 为了自己赚多少钱 你们也听说了 我现在的菜园也很赚钱 也足够我们几家人花了 我就是不想凤梨村这样衰落下去 不想再让其他村耻笑我们村 你们也不想这样吧 对 我们村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 我也不想到处求人找工作了 黄飞 我们都跟你干了 对 现在我们村就是凤凰镇周边村 贫穷的代名词 我们出去打工都被人笑话 说我们是穷鬼村 说我们村是老人村 黄飞 我报名一个 村里人聚到黄飞身边的越来越多 都是要报名的 既然大家都相信我 我也绝不会亏待了你们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地工作 不偷奸耍滑 不搬弄是非 到年底我都会给你们一份丰厚的红包 你们想到我农场工作的 都到老村长那里报名 只要老村长 说你可以就行了 众人又纷纷去找村长了 黄飞成功转移了众人目标后 就坐回了两女身边 今晚宴席虽然准备有点匆忙 但也有七菜一汤凑 够八碗 竹笋五花肉 酸菜鹅 酱油鸡 红烧排骨 西兰花炒鱿鱼 萝卜炖鱼头 油菜 紫菜肉末蛋花汤 标准的农村洗宴席 虽然都是普通菜 但村里人都吃得满嘴流油 非常热闹 很多人都到黄飞这边敬酒 差点就把黄飞喝倒了 幸好他能够运功化解酒精 宴席在很多小孩 吵着放烟花的催促下才散席 让众人把烟花爆竹 搬到石拱桥外的空地上燃放 其他人就坐在宴席桌周围观看 黄飞点燃了第一响烟花后 就退了出来 到一边人哨的地方 陪两女玩小烟花 两人可能也是很久没玩过烟花了 一只手拿一根燃烧棒绕着圈圈 追逐打闹 在烟花的影照下更显迷人 哄 哄 哄 一声声巨大的烟火在空中炸开 引来了村里人一声声惊呼 凤梨村还是第一次这样放烟花 很多人也是第一次 看如此壮丽的夜空 烟花一直燃放了半小时 还没有放完 黄飞看到烟雾太多了 就叫停了众人 把烟花留到明晚再放 凤梨村虽然恢复了平静 凤梨村的人却在烟花中 渐渐燃起了热情 燃起了改变自己家乡的热情 夜深人静 凤梨村的人 渐渐从宴席烟花欢乐中 进入了梦乡 而黄飞在空间里的工作 才刚刚开始 她来到药田 看着涨饰喜人几种药材 都郁郁葱葱 灵水对植物的好处 真的是无法想象 对所有药田施展了一次淋雨树 然后走到种植人参的药田 看着已经长到一尺高的人参苗 算算加速时间和灵水生长加成 应该有十年份了 一般的入药已经可以了 不过价值还是不高 旁边的凤梨树已经全部挂过 再过几天进来 就应该成熟了 其他的各种果树 也已经长成了一片果树林 又对果林使用了淋雨树 以加快果树的变异 黄飞来到了空间边缘 迷雾观察了一下 经过这段时间 吸收灵雾和空间自我恢复 迷雾又后退了十多米 整个空间又增大了很多 把所有需要巡视的地方都看完了 然后来到桃树下 黄飞沟通了一下桃倩倩 没有反应 她应该是进入了深层次的 自我封闭修炼中 也就没有再打扰她了 回到修炼的灵动 灵动中的灵液没有多也没有少 这都是黄飞刻意为之 让空间保持着平衡发展 盘坐好 喝了两口灵液 就进入了修炼状态 现在的黄飞已经开始直接喝原液 不再调配浓度了 不过不敢喝多 每次只喝两口 吸收完后再喝两口 在内饰中 丹田汽海的灵水 已经凝聚了有三分之一空间 估计按现在的速度 在空间里再过三四年 就可以再次升级 修炼是孤独 也是寂寞的 黄飞也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饿了就吃西红柿黄瓜 现在多了鲜花饼和牛肉干 无聊了就到树林里 去演练八卦掌 偶尔也会沟通陶倩倩 探讨一下修炼心得 当零零早上七点准时地敲门声响起时 房间床上的黄飞 缓缓睁开了眼睛 在村口龙眼树下 空地上已经摆放了至少五十张饭桌 全部盖上了大红桌布 这是老村长从外面 请来上门做宴席的团队 设备齐全 没事做的村里人 就三三两两围坐着聊天 大妞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都没看到你 我是今天早上赶回来的 村里开宴席这么热闹 我当然要回来热闹一下 黄飞招工的事情 你们怎么想 能相信吗 当然相信啊 他怎么骗 也不会在村里骗吧 你说的也对 那三千五百的工资 你们怎么想 我们在外面的工资也是差不多了 不过外面 开支大剩下来就没有多少 哪有在家里干活好 我想留下来在他那打工 这只是他暂时开出的工资 你没看到他们菜园的员工 现在工资都是四千以上了 听说他二叔三叔 他们工资都是六千了 哇 工资这么高 那还出去打什么工啊 就在村里干活就行了 你们没听他昨晚说吗 半年就调整一次工资 越早来工作的 工资升得就越快 现在参加开荒的员工 还有年终红包 我已经报名了 他招那么多人干活 那么多的工资 他能发出来吗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他承包我们的耕地五十年 一下就给了十年的承包款 一千四百多万 谁也想不出 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黄飞怎么那么有钱了 别理人家有多少钱了 反正他能开出那么高的工资 给我们 我们就好好干活就行 人家有钱 那是人家的本事 他不亏待村里人就可以了 说得也对 听说他今天就开始修路了 那可是一大笔钱 这就是给咱们村的好处 村里的人 就这样围着一堆一堆人 议论着黄飞和村里的事情 也有很多人围着老村长报名 这时也陆陆续续 有村里人赶了回来 有很多还是带着行李回来的 应该是被留在村里的家人 劝回来的 谁都不想自己的亲人 在外辛苦打工 又赚不了钱 现在村里 就有那么好的工作 为什么还去外面受人气 黄飞不知道 村口和村里人的事情 他正和两女在家里 商议着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莉莉 接下来就是开始修路 和清理耕地的杂草 我现在想的是 请外边的人来翻地 还是自己买小型翻地机 自己员工作 王莉莉想了想 我觉得 还是请外面的大型翻地机 来把全部耕地翻一次 然后才用小型翻地机 自己经翻几次 这样效率高 黄飞点头觉得 王莉莉这提议好 先粗翻 然后再细整 这确实效果会好很多 毕竟耕地荒废太久了 小型翻地机 有的地方可能都翻不动 第二个问题是 对面的耕地荒废太久了 已经是平级之地 就算是用我的种植技术 也不保证种出极品蔬菜 所以需要去购买有机肥 或者肥沃土壤 这个需要大家联系货源 王莉莉想了想 这个网上查询就能找到 困难是我们的山路 进不了大货车 需要进行二道运输 才能运进来 所以现在 就是要计划一下 接下来种多少亩蔬菜地 先把蔬菜地搞起来增加收入 我现在的初步计划是 先把鱼塘 蔬菜 养鸡三样搞起来 其他的下一步再做 你们就在家里 把这事情规划好 零零你 主要是查询鱼塘 和散养鸡棚的建造方案 莉莉 你就查询有机肥 土壤和秋秋营养职场 黄飞正和两女说着事情 村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黄飞 秦镇长他们来了 哦 我就出来 黄飞对两女又说了几句 就匆匆走向村口 远远就看到秦镇长一般人 站在戏台下观看 原来戏班已经开始表演了 村里的人都围坐着看戏 不时传来贺便声 黄飞来到一众镇领导们旁边 秦镇长好 各位领导好 欢迎你们历临凤梨村 黄飞 你们凤梨村今天够热闹的 搞得不错 很有气氛 众人都被这里的气氛感染了 凤梨村很久没有热闹了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 把村里的人气调动起来 把周围打工的村民聚集回来 看看能有多少人留下来 在我农场工作 你的做法很好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人气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死气沉沉了 秦镇长都佩服黄飞的心思 黄飞笑了笑 大家都坐着看吧 一会修路的机器就要来了 村里还有一个开工仪式 这么快就开始修路了 你动作真够快的 后生可畏 秦镇长由衷感慨 秦镇长 要致富先修路 我们村这条山路不修不行 大一点的货车都进不来 这条路已经断了几代人的希望 所以我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这一步踏出去 打通凤梨村的致富之路 好 说得好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着掌声落下 山路上就响起了隆隆的机器声 只看到一辆小汽车的后面 跟着一对修路机和挖土机 在村前空地一停放 真是大阵仗 村里的人看到这么多修路工程车 都欢呼雀跃 凤梨村终于修路了 春花嫂子 扶着她丈夫沉至华下的车 看到凤梨村的热闹情景 也是非常惊讶 这还是以前回来冷冷清清的山村吗 她让自己丈夫 随父亲到宴席上座 自己就来到一众镇领导面前打招呼 每个人她都认识 虽然因工程款的事情有点摩擦 但现在自己挺过来 也就不怎么计较了 春花嫂子 我已经让老村长安排了开工仪式 你们这边需要有什么仪式就提出来 我自己这边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一会儿等你们村办完仪式后 我会自己安排好的 就把这一片地平整一下就可以了 黄飞转头对着远处的村长喊 村长 工程车都到位了 你们的祭拜仪式什么时候开始 老村长匆匆走了过来 时间差不多了 十点半是最好的时辰 老臣 叫大伙把祭拜的东西都搬过来 随着老村长的叫喊 村里的几个年轻人 把村尾的会议桌搬了过来 另外几个老人 把会议桌的方向摆好 盖上大红布 然后分别摆上三生 猪头 牛头 羊头 再摆上五处 鸡 鸭 鱼 肉 还有五谷五果 仪式很隆重 焚香祈祷 燃烧之前 由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 带头宣读祭文 祭拜山神 土地神灵 祈求开工大吉 平安吉祥 然后由秦镇长 黄飞和老村长 还有春花嫂子四人 灰敲动土 代表施工开始 随后响起了烟花爆竹声 众人纷纷向着地面洒酒 以向神灵道谢 凤梨村的仪式后 春花嫂子 也开始了自己 工程车的动工仪式 她在每辆工程车的前面 焚香祈福 燃烧纸前 洒酒净神 燃点爆竹 然后工程车 齐齐开动起来平整地面 仪式虽然简简单单 但也是对神灵的敬畏 全部仪式做完以后 就到了宴席时间 空地上摆放的50张饭桌 基本上都坐满了人 热闹场景可想而知 大家说说笑笑 推杯换盏 戏台上的喜剧小品 不时引起众人的欢笑 把凤梨村以往的冷清 驱散得干干净净 酒足饭饱 宴席也到了尾声 黄飞就和一众镇领导们 聊起了耕地的事情 秦镇长 凤梨村农场 从今天开始 就要进入耕种开垢工作 由于耕地荒飞太久了 现在开垢起来有点难度 你们镇政府 能不能想办法 帮我租用几台大型的翻土机来帮忙 黄飞觉得 由镇政府出面联系 会比自己方便很多 这个当然可以 市农机局就有农用机器出租 你可以直接联系 还有什么事 需要镇里帮忙的 秦镇长很想多帮助黄飞一些事情 以后同样也可以让黄飞 多帮助凤凰镇发展 其他事情吗 如果能请一些有经验的农业专家 来凤梨村指导工作 或者开学习班就更好了 当然 我们是聘请方式 是付钱的 不能白占用专家们的宝贵时间 这个也可以办到 我可以向上面申请 而且 你们是聘请就更容易了 你这想法很好 让村民学习种植知识 学习科学种植技术 这做法很好 值得我们推广 秦镇长不得不夸赞黄飞 因为他的很多做法 都不是从自身利益着想 而是从大局出发 为凤梨村将来着想 不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而是一个企业家 有报复 有远见 黄飞和一众人商议了一些 和镇政府之间的事情后 就看向了春花嫂子 嫂子 这是我农场的规划分布图 你拿回去研究预算一下工程量 现在我带你 到现场解释一下要求 黄飞起身叫上了梁女和冯小燕 带着一大班人走到村外 嫂子 山路的修建 我已经粗略和你说过了 按照标准的国家 一级双车道柏油路修建 质量必须要好 最好单边能种上风景树 比喻樱花树 我想让它变成美丽的山村公路 黄飞指着山路方向说 然后指着村口这一片空地说 把这一片空地平整扩大 将来这里要盖建办公大楼 和特色民宿宾馆 这是下一步计划 现在主要的是修路 黄飞带着一众人 走到了村西河的对岸 然后对春花嫂子说 现在你首先要做的 就是按照图纸 从村口沿着河边 修建好这条路 然后从村委这个位置 修一座四米宽的桥连接道路 改变汽车不能进村里的现状 这桥也一定要兼顾耐用 以后村子改造是 需要用到淤泥车的 建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挖着四个鱼塘 挖出来的泥土 可以填高这一片地势 也可以用在这条环山路上 因为这条路要比中间的耕地高 具体要求这些以后再说 黄飞说到这里 就没说下去了 黄飞 我明白了 我现在首要任务 就是这条河边路 剑桥和挖鱼塘 我会尽快安排人来开工 绝对保证质量 春花嫂子对黄飞 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为了报恩 她会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 接下来 众人边走边听着黄飞 对农场的一些规划和布局 她的很多做法 都是值得其他村效仿 可惜其他村缺乏她这样的领头人 在村口和秦镇长等人告别后 回到了村里 看到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看演出 不时的欢笑声 让凤梨村充满了欢乐 黄飞找到了老村长问 村长 现在有多少人愿意到农场工作 村长看了看登记表 然后说 现在报名的人有三百多了 基本上听说了 你农场的福利好 都愿意留下来工作 今天的宴席 差不多有一半村里人回来了 这是一个好兆头 说明了 村里人还是喜欢自己的村子 没有想着离开 嗯 村长你对村里报名的人熟悉 帮我选一些可靠能干的人 暂时担任小组长的职务 方便我接下来分配工作 这个好办 我都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多少都了解一些情况 我会抽时间帮你选出来 放心吧 黄飞和村长聊了几句后 四处看了看 发现两女正陪着母亲兴致勃勃地看戏 也就没有打扰他们 自己回到了家里 黄飞刚打开家门 迎面两个黑影就扑了上来 她赶忙闪身躲开 原来是小虎和小金 因为今天村里太多人 怕小虎吓到人了 也怕小金被人拍了视频发网上 所以黄飞就把她两个关在屋里 这两个家伙 看到黄飞回来 就发现心中的不满 特别是小金爬到黄飞肩上 就抓她的头发滋滋叫 好了 别抓我头发了 我带你们到后山玩吧 村里今天太多人了 你们不能 出去 黄飞抱着小金 领着小虎朝着后山走去 小金还是小不点一个 不过现在好吃好喝 就长得肥嘟嘟的 比原来更可爱了 毛发金黄金黄的 闪着亮光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金丝猴 小虎 你想吃好东西 就去抓猎物 我帮你们烧烤 黄飞还是小金 接着 黄飞拿出了一个西红柿 抛了过去 小金一个 漂亮翻身接住了西红柿 然后又稳稳地坐回小虎背上 灵活潇洒 引起了众人惊呼 既然让小金出境了 就让她顺便帮自己的蔬菜做广告 看到春花嫂子 带着几个人在西河边测量 就走了过去 嫂子 这桥建造困难吗 不难 河面只有十米宽 建起不难 现在只是考虑 建造什么样的外观 哦 这个好办 只要把桥的两侧 设计成仿木材 或者仿石头就可以了 把桥融入这个山村建筑 好 这个构思好 有了方案 应该半个月桥 和路就能通车了 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我一会 再转给你三百万吧 以确保工程进度 呵呵 我还是第一次 遇上你这么好的老板 还没有开工 就收了六百万工程款 放心吧 凤梨村的工程 我住在这里专心管理 对哦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成哥 一会我就过去帮他调理一下 应该很快 他就会恢复正常了 黄飞 大恩不言谢 你农场的工程包在我身上 一定帮你做到最好 黄飞让玲玲和春花嫂子商议细节 然后问旁边的王莉莉 莉莉 我们的临时办公室租好了吗 租好了 就在网店仓库旁边 两层房屋 暂时够我们用了 办公用品也吩咐人去买了 那就好 我一会会一笔 前进农场的财务账号 暂时由你接管 以后等冯小燕来了就交给他 农场以后所有收支都用这个账号 黄飞说完话 就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村长的电话 你好 村长你在哪里 我刚回到村委会 小飞有什么事情 是有点事情找你商量一下 我这就过去 小虎 小金走了 黄飞带着王莉莉 向村委会走去 小虎和小金 正被一群人围着拍视频 听到叫声 马上窜出了人群 留下一众人惊呼声 来到了村委会 刚好村里的干部都在 村长好 各位好 你们都在就更好了 黄飞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 村长 现在村里的耕地都被我承包了 你们以后也比较空闲了 所以我想聘请你们 到我农场里工作 都是村里人大家都认识 聘请你们我也放心 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你聘请我们工作 我们能做什么 我想聘请村长 到我农场的厂长 黄之书为副厂长 和解救到我们财务部工作 你们村干部就当组长 其实就是把现在村委成员 搬到了我农场上班 只不过 你们又多了一份工资 不知道你们意思怎么样 有这样的好事当然好 只是我年纪大了 当厂长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 你平时只是安排一些工作 管理一下人员调配 和现在差不多 当然不会像现在这样空闲了 你的上面还有我撑着 还有王助理 配合你处理事情 好 那我也不推辞了 你们呢 什么想法 老村长答应了下来 他也想帮帮黄飞 毕竟他对村里人熟悉 容易代表黄飞说话 这样好事 我们当然答应了 我本来都想报名了 只是有点不好意思 呵呵呵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那就这样定下来了 村长 现在有三百多人报名 那你就把人分成 十一人一小组 每组一个小组长 这样一余管理 以后也是这样分配 至于工资待遇 厂长五千 组长四千 员工三千五百 其他的福利等农场制度 完善了再决定 这么高的工资 黄飞 每月工资支出就是不少钱 你确定可以吗 我已经确定了 机会已经给村里人了 能不能珍惜 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有能力者上 混日子子的一律辞退 一年内不再录用 这些以后 会在农场制度上明文规定 欢迎你们几位 加入凤梨村农场 接下来 你们就可以进行人员分配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请教王助理 以后的工作 王助理会按照我的意思分派下去 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好 把凤梨村农场发展起来 凤梨村能不能脱贫致富 就靠大家了 黄飞决定 把事情都分派下去 慢慢磨合 如果村里人不行 就请外面的人来管理 他一点也不担心赚不了钱 因为现在的菜员赚的钱 就足够农场运作了 离开了村委会 来到了春花嫂子家 看到他霸皇室中 正和陈哥在屋子里聊天 钟说好 陈哥你的精神又变好了 现在感觉自己状态怎么样 小飞真是要谢谢你 不但帮春花解决了工程问题 还帮治华治好了病 真是太谢谢了 没事 都是相礼相亲的 不用那么客气 我还需要春花嫂子帮我很多忙的 小飞 你千万别这样说 这是他在帮你忙吗 你这是在照顾他生意 是我们要感谢你 我已经叮嘱春花了 一定要把你的工程认真做好 都一样 反正工程都需要找人做的 能关照 当然要关照自己村里人 用起来放心 陈哥 回床上躺一会儿 我再帮你检查一下 黄飞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 需要时间印证一下 如果能行 那以后医治这方面的病症 就容易多了 搭着陈哥的手 然后临时内饰到他头部堵塞的毛细血管 利用内饰 对一条堵塞的毛细血管 无限放大 这样可以把血管内部的堵塞 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施展回春术 到这一条血管内部 回春术的修复功能 马上让正常的血液 对产生了病变的堵塞血液 进行溶解铜化 黄飞心中大喜 果然有效果 持续帮陈哥疏通了一半堵塞血管 才停止了下来 他不敢一下子 把全部血管恢复正常 这样效果太惊人 就会引起怀疑了 黄飞站起来然后说 陈哥 你起来看看有没有效果 陈哥站了起来 晃了晃脑袋 咦 好像轻松了许多 没有那么沉了 整个人好像清醒了许多 他走了几圈 走路好像也利索了许多 没有了原来那种 只会有点失调的感觉 黄飞 我这是好了吗 黄飞摇了摇头 还没有 可能过几天再调理一次 就可以康复了 再继续喝几天调理液吧 黄飞留下了两瓶灵水 就离开了春花嫂子的家 一边走回家 一边回想着刚才的治疗方法 这种治疗方法 可能对很多疾病都有精准的 有目的有效治疗 减少很多弯路 看来空闲下来 要买一些医书看一看 了解一下人体病症和病理 多一点知识 总有好处 黄飞和莉莉 刚走到家门口 就听到自己母亲在里面叫喊 这不是陈秀娟的孙子吗 怎么就被人抓住了 这帮歹徒太坏了 怎么抓小孩 来危险 妈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情 黄飞赶紧走过去问 哎 刚才电视突然插播了突发事件 有几个歹徒被警察追到了凤凰镇 闯进了一间幼儿园 抓住了很多小孩当人质 我们村陈秀娟的孙子 被歹徒抓在手里威胁警察 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倒霉 是我们村的孩子 怎么会这样 有没有说是哪里来的歹徒 没有 只是说是被警察追到凤凰镇的歹徒 劫持了一间幼儿园 黄飞 小飞 你在不在家 忽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叫喊声 接着跑进来一个中年妇女 黄飞 你在这里就好 你有车快帮帮我 我的孙子被坏人抓住了 你有车能送我到镇上吗 我要去看看我的孙子 妇女已经泪流满面 脸色苍白 双脚发软 好 可以 那赶快去 莉莉快去开车 我也一起去 王莉莉赶紧扶持中年妇女 向村外走去 中年妇女可能紧张 走起路来都是一直抖 陈衣 你不要紧张 会没事的 有很多警察在现场 你不要急 对 我不能紧张 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陈衣喃喃自语 事情虽然紧急 但王莉莉还是很平稳地开车 这条山路急不了 不过几公里的山路 十多分钟就到了 按照陈衣的指路 很快就开到了幼儿园附近 道路已经被警察封锁了 几人赶忙下了车 来到封锁线前 却被警察拦了下来 警察同志 我们是凤梨村的村民 当才电视新闻中 被劫持的小孩是 这位陈衣的孙子 我们可以过去了解情况吗 黄飞向警戒民警解释 对 警察同志 我是黄卫杰的奶奶 求求你 让我过去看看 说着 陈衣就泪流满面 那位警察听到这情况 只好向上级汇报 但没得到批准 而此时的黄飞 已经展开临时 向远处的幼儿园内查看 这间幼儿园并不大 四个歹徒 正劫持了十多名小孩 在一间客室里 其他客室的老师和孩子 都已经转移出来了 被劫持的客室 有十五名小孩 两名老师 他们被赶到了一个 没有窗户的墙角 四名歹徒手上居然有枪 难怪警察追捕他们 在墙角守着十多名小孩 另两个歹徒 一人抓住一个小孩 站在窗边 威胁外面的警察 客室里 小孩哭声一片 两名女老师 吓得都不敢出声 黄飞眉头皱了起来 她离幼儿园 差不多有一百米 如果用精神攻击 距离太远了 怕效果起不到一击必杀 她用临时观察了四周环境 发现靠近幼儿园的一个街口 秦镇长正和几人在商议 但自己走不到那边去 她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秦镇长的电话 秦镇长 我在附近 你可以带我过去吗 或许我有办法 黄飞 你在哪里 秦镇长四周看了看 没有看到黄飞的身影 我在南边街口 这里有警戒线 我进不去 我是随村里家长一起来的 好 你等我一下 我过来带你进来 没多久就看到秦镇长和吴所长 两人走了过来 黄飞 你在这里怎么看到我在现场 秦镇长很奇怪 凤凰镇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 你一个镇长 能不在现场吗 秦镇长问 你说 你可能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黄飞反问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办法 这是突发事件 谁也没有想到 歹徒会逃到凤凰镇 还劫持了幼儿园 谈判专家正从县里赶来 对方有枪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 秦镇长现在很头疼 自己当个镇长 怎么会遇到持枪歹徒 劫持人质的事情 还是十多个小孩被劫持 这事情影响太大了 稍微处理不好 自己的官也到头了 你先把我带过去 让我近距离了解情况 看看有没有办法 黄飞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稍微处理不好 会出人命的 你我都担当不起 秦镇长 你放心吧 我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 我不会乱来的 吴所长 你看这是怎么办 先让黄飞过去吧 反正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 多一个人想办法也好 吴所长看了黄飞一眼 想从他身上 看出点什么 那好吧 黄飞你跟过来 但千万别乱来 秦镇长再次叮嘱了一声 黄飞 我也要过去 那抓住的是我孙子 我要看我的孙子 陈怡忽然请求 黄飞想了想说 陈怡 我还是觉得 你不要过去了 万一你孙子 看到你大喊大叫的 激怒了歹徒就麻烦了 对 黄飞说的很有道理 这位家长 你还是别过去了 就安心地在这里等吧 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 黄飞吩咐黄莉照顾好陈怡 然后跟着秦镇长 走到临近幼儿园的路口 这里还有几位警察 正在向上级汇报情况 看到秦镇长 领了一个小年轻过来 都觉得诧异 黄飞 你说你有办法 你的办法是什么 先让我想想 黄飞低下头像 是在想办法 其实他是闭上眼睛 在用零食感应着歹徒的位置 这里距离歹徒有30米左右 黄飞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看上旁边一位警察问 怎么去判别歹徒的手枪 有没有打开保险 那警察被问得一愣 奇怪地看了黄飞一眼 不过还是 偷偷拿出手枪示范了一下 黄飞再次低头 用零食拉近四只手枪认真辨别 发现歹徒的四只手枪 都没有打开保险 这给自己反应的时间 就多了很多 你们有办法让我靠近过去吗 最好能进到客室里 什么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黄飞 你别开玩笑了 这是不可能 秦镇长被气死了 我没有开玩笑 你以为我会拿自己的命去 开玩笑吗 黄飞很严肃地说 这 在场几人都相互看了一眼 都不敢答应黄飞的要求 秦镇长 只要我靠近过去就有办法 你忘记我那天 在东北菜馆做的事情吗 黄飞提醒了一下 秦镇长眼睛一亮 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反应过来 黄飞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让他靠近过去吧 他可能真的有办法 几人又商议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 让黄飞过去试一下 黄飞把身上的东西都掏了出来 把衣服口袋都翻了出来 然后双手高举走了过去 几位大哥 可以商量一件事情吗 站住 你是什么人 大哥 我女朋友在里面 她胆子很小的 我怕把她吓坏了 我可以换她出来吗 小子 别婆婆妈妈的 赶快走开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窗边的一个歹徒 晃了晃手中的手枪 黄飞临时 一直锁定了四人的手枪 如发现危险会第一时间 发出致命一击 她现在只想着尽量靠近 确保自己的精神攻击威力 大哥 你可怜我痴情一片 我好不容易才认识到一个女朋友 现在正是我向她表白的机会 大哥 你看我身上什么都没带 我转身让你看清楚 我真的只是想陪陪我女朋友 你们再多一个人之不好吗 黄飞说着 就把衣服牵起来 慢慢地转了一个身 让歹徒看清楚 这里离歹徒已经只有20米了 但黄飞还想继续靠近 周围的警察和一些家长 看到黄飞这个举动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人也太痴情了吧 这不是把自己的命 拿来开玩笑吗 秦镇长他们 也紧张地手心冒汗 一来是担心黄飞的人身安全 同时也担心 歹徒出现什么异常举动 不过还是很配合地 叫喊黄飞回来 吴小丽 你听到我声音吗 你不要怕 我来陪你了 我说过会保护 的 所以我来了 你不要怕 黄飞一边喊 一边慢慢地向客室靠近 15米 10米 5米 感觉到窗边的一个歹徒 手枪动了一下 黄飞立刻停了下来 他不敢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 大哥 好哈 让我陪我女朋友吧 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我很不容易才找到的女朋友 我不想 她对我失望 你们都有枪 我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其实我很紧张 你看我全身都湿透了 黄飞已经偷偷利用淋雨术 把自己的衣服湿透了 那窗口的歹徒 可能是看到 黄飞衣服真的是湿透了 有点相信了她的话 放松了警惕 枪口离开了黄飞 审视着黄飞 看到她白白嫩嫩的 不像是警察 站在窗口的两个歹徒对视了一眼 觉得多一个人质也好 其中一个点了一下头 靠近客室门边的歹徒 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黄飞一直用零食 锁定四个歹徒的动作 看到他们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就慢慢地一边提高警惕 精神攻击随时发出 一边靠近门口 轻轻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四个歹徒都看上了黄飞 手中的枪也指向了她 这时的黄飞非常紧张 她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站在四只枪口之下 而且四只手枪都打开了 保险指向她 她现在是真的在害怕 不过她还是保持了冷静 一个歹徒上前搜查黄飞的身体 没发现任何东西 对着其他三人摇了摇头 黄飞感觉到 几人都放松了警惕 各位大哥真是好人 谢谢 谢谢 别废话 快滚过去蹲下 吴小烈 我来了 别怕 黄飞在这两个女老师 猛逼的目光中 慢慢走了过去 当临时锁定中发现 四个歹徒 关上手枪保险的一刻 猛然发动了精神攻击 四名歹徒 本来就精神高度紧张 几天的逃窜精神 极度疲惫 突然而来的精神攻击 只感觉脑袋一疼 惨叫一声 就失去了知觉晕迷了过去 黄飞赶紧把四人抓到一起 把他们手中的手枪踢开 然后对着两个老师喊 赶紧带孩子们离开 快 还处于猛逼中的两个老师 突然惊醒 慌忙带着十多个小孩 离开客室 外面紧张等候的民警 看到人质已经走出来 马上冲向客室 看着倒在地上的四个歹徒 和坐在地上喘着粗气的黄飞 心中感慨万分 这才是英雄 当黄飞随着众人 走出教室的时候 围在周围的警察和家长 都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声 这是对舍身救人英雄的崇高敬意 秦镇长紧握着黄飞的手 谢谢你 黄飞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为凤凰阵赢得了荣誉 我们一定会好好表彰你 黄飞连忙阻止 秦镇长 你千万别这样做 接下来的事情 就全交给你们了 我不想再露脸 我只是一个农民 并不会出名被困扰 看到黄飞态度坚决 只好点头答应了 这时候 王莉莉带着抱住孙子的陈仪走了过来 陈仪的孙子 可能被惊吓到了 脸色还很苍白 黄飞抚摸着小孩的头 帮她梳理了一下身体 小孩很快就睡着了 王莉莉他们站在远处 并不知道刚才的惊险 所以并没有什么表情 陈仪需要留在了镇里照顾孙子 所以黄飞二人开车回家 刚才是你帮的忙 王莉莉问黄飞 是的 能帮就帮一下 十多个小孩被劫持 我不能坐视不理 刚才很危险吗 听说歹徒有枪 有一点吧 不过我是有把握才那样干的 放心吧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你以后要小心点 有女朋友 还有凤梨村的人都在依靠你 所以不要太冲动了 王莉莉没有责备黄飞的冲动 黄飞和王莉莉回到了村里后 就个忙个的事情了 并没有和别人说起 镇上发生的事情 而黄飞舍身营救人质的事情 却把随后赶到的县级领导和专家 听得粘口结舌 这黄飞太勇猛了 他进到里面 是怎么把四个持枪歹徒放倒的 我们问过里面的两个老师了 他们也不知道 四个歹徒怎么就突然倒地了 那四个持枪歹徒 现在什么情况 四个歹徒还在昏迷中 没有生命危险 他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有什么想法 众人都在摇头 想不明白 只有秦镇长心里明白 黄飞使用了特殊能力 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 因为黄飞说过 他不想被事情困扰 这件事情一定要详细上报 这四名持枪歹徒 可是有多条命案在身 是穷凶极恶的特级通缉犯 这次凤凰镇的领导班子 做得很好 值得表扬 镇里领导们的 庆宫会黄飞没有去理会 他现在带着小虎和小金 在空间里闲逛 凤梨村农场已经开始建设 接下来就是开始计划中的 扩大种植蔬菜数量和品种 鱼塘养殖 还有建立养鸡场 蔬菜和鱼的品种 按照酒店需求调整就可以了 鸡的品种 黄飞打算饲养黑凤鸡和野山鸡两种 黑凤鸡清明 野山鸡真品 为了得到正宗的野山鸡 看来要偷偷进山一次了 捉一些到空间里繁殖 黑凤鸡也放一批进空间里繁殖 看能不能养出二代 三代得到进化 让肉质更鲜美 说做就做 马上回到房间 拨通了镇里 建材老板的电话 订购了一批围网和盖网 他要把果树林围起来 用来养鸡 同时把药田保护起来 防止被破坏 想到养黑凤鸡 算算时间 老宅养的黑凤鸡 应该可以解解馋了 黄飞来到老宅后院 看到那几十只鸡 都有三斤多重啊 平时主要是吃蔬菜叶子 和嫩杂草为食 喝的是零水 就是不知道肉质怎么样了 随手抓了两只鸡 又到菜园里 便摘了一些配菜和蔬菜 回到家里 看到没人 又偷偷在空间里 剥了一株人参出来 杀鸡剥毛 黄飞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 虽然不是经常做饭 但农村长大的孩子 哪有不会做饭的 你在干嘛呢 门口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回头一看 原来两女陪着母亲 在厨房门口好奇地张望 我在做饭 在老宅抓了两只鸡 今晚尝尝味道 你做饭 能吃吗 玲玲怀疑地问 她还真没有看到过黄飞做饭 嘿 你居然怀疑我 想当年我会做饭 你可能还在玩一把 出去出去 别想当年了 笨手笨脚的 还是我来吧 黄飞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母亲赶出了厨房 哈哈 两女看着黄飞那郁闷的神情 忍不住大笑起来 妈 那人参是炖鸡用的 另一只鸡清蒸 鸡内脏就炒黄瓜 将葱蒜就用我便摘回来的 我要尝尝先 今晚还有宴席和烟花 我们不去吗 王莉莉问 宴席不去了 烟花可以去玩玩 玲玲 你以后就跟进春花嫂子工程 鱼塘和排水区的要求你 和她说清楚了吗 断照你的要求说清楚了 水区两边用水泥预制键无缝连接 鱼塘底部要用防漏膜覆盖 再回田土种植水草 鱼塘边缘和堂鸡要用水泥硬化 我都解释清楚了 那就好 有你工程监管 我就放心了 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找我 莉莉 村长几人的工作人员 安排你要跟进一段时间 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 现在主要工作是 清除杂草 放到蔬菜种植地 焚烧成为有机肥 黄飞吩咐完两女农场的事情后 看到两人在厨房帮着母亲做饭 也就坐到客厅看电视 随手拿出了手机 想翻翻朋友圈 看到同学群99家的信息 有人在爱自己 胡海杰 ad黄飞 这视频的主角是你吗 怎么越看越像是你 这是自己独自靠近劫匪解救人质的视频 被人发到了网上 视频最后掌声响起的时候 有自己的特写 李海秋 这好像真的是黄飞 他怎腰变得那么猛了 陈小爱 爱了 爱了 黄飞你太帅了 你的女朋友 真在里面吗 李通通 ad黄飞 人呢 黄飞你潜水很久了 赶快出来 讲讲你的英雄事迹 黄飞看着同学群里 很多人 ad自己都是为了视频的事情 想了想 还是回应了一下吧 黄飞 这是我们村附近的幼儿园 很多小孩都是我们村的人 我遇上了就帮助一下 其实警察已经布控好了 我只是上前分散一下歹徒的注意力 吴东海 哇 终于炸出了一条大鱼 黄飞终于给炸出来了 陈文杰 黄飞 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这么久了 也没看到你回应 黄飞 我能躲到哪里去 我回村里种菜了 我现在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陈小爱 哇 黄飞 你不会是真的做了农场主吧 黄飞 你说对了 我现在真的是农场主 我承包了一千亩的耕地 建立了一个凤梨村农场 欢迎以后 大家来我的农场参观 黄飞 顺便发了几张图片到群里 有菜园的 有月桂花为网的 有网店发货的 有福满楼 来采购的 还有修路工程车后面一大片的耕地 这一下子 群里沸腾了 各种发言 各种询问 刷屏 欢迎大家到猫宝上 搜索凤梨村农场网店 请多多关照 我要去种菜了 黄飞发完这句话就下线了 没有再说什么 很快有同学从网店回来 李爷爷 疯了 黄飞卖的是什么菜 三十元一斤 五斤起够 还是现够 李飞飞 完了完了 我发现 现在自己连蔬菜都吃不起了 胡海杰 我擦 凤梨村农场 注册资金一千万 法人黄飞 黄飞没有理会同学群里的吐槽 她坐在饭桌边 正静静地等着美食上桌 因为她已经闻到了浓浓的香味 特别是人参炖鸡的香味 满屋飘香 令人锤衣咸欲滴 别抢 这是我的 这才是你的 菜还没上桌 就听到厨房里两女偷吃的嬉闹声 终于开饭了 因为父亲还在宴席蹭热闹 家里就他们四个人吃饭 首先上桌的是 人参炖鸡 红枣香菇丝蒸鸡 鸡内脏炒黄瓜 还有腊肉炒青椒 三菜一汤 足够四人吃了 王莉莉帮美人装了半碗鸡汤 还没有喝就已经香味扑鼻 鸡肉的香味 伴随着人参独特的苦涼味 轻轻一口 味蕾首先捕捉到汤水中 人参的微苦甘甜 然后是鸡肉的浓香 两种味觉汇聚到喉咙后 便为了清爽回精 暖胃润肺 整个人感觉瞬间精神抖擞 这汤太好喝了 喝了半碗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今天一天的劳累都消失了 零零第一时间 说出汤厚感 当然好喝了 这是野山餐炖 我们的凤梨山黑凤鸡 这是极品配对 我都不知道 这一窝汤值多少钱 黄飞说完就加起 一块鸡肉吃了起来 虽然是炖汤的鸡肉 但肉质并没有柴糙 依然细嫩爽滑 这就是灵水喂养特殊之处 鸡的肉质已经发生了改变 黄飞加起了一块清蒸的鸡肉 鸡皮金黄 皮下脂肪很少 入口鸡皮爽脆 鸡肉肥而不腻清香弹牙 让人想把骨头都吞到肚子里 黄飞从没想过 鸡肉会这么好吃 抬头看到 母亲和两女还沉醉在鸡汤里 慢慢细品 不由摇头一笑 黄飞没有打断他们的迷醉 加起鸡内脏放到口中 入口没有感觉到内脏的腥味 反而有一种清香 就像是草木清香 咀嚼起来很爽脆 越嚼越干香 黄飞终于知道了 用灵水种植和养殖出来的食材 共同特点是什么了 那就是 爽脆 带有灵气的清心 让人回味无穷 黄飞慢慢品尝着桌上的美食 看到对面几人 还在傻傻地喝汤 忍不住唤醒了他们 喂 你们再不吃菜 我就把菜都吃完了 啊 他们终于发现自己 一直在喝汤 还有美食在眼前都没有去尝试 差点就喝汤喝饱了 汤不迷人人自醉 从鸡汤的享受中惊醒的三人 赶紧加起金黄色的清蒸鸡肉 放到嘴里 哇塞 这是鸡肉吗 为什么会那么香 那么爽滑又有弹性 爱了爱了 黄飞 我要天天吃鸡肉 开什么玩笑 天天吃你 不怕变成大胖妞 而且 天天吃什么肉都会吃你 你居然说我胖 真是三天不打上强险瓦 看招 鸣鸣隐藏了很久的暴力因子又出来了 追着黄飞 围着饭桌绕圈圈 鸣鸣 你再不吃菜 我和阿姨就全吃了 啊 把鸡肉给忘了 口下留情 等等我 看着几人大快朵頤的样子 黄飞心情大好 凤梨山出品 必是极品 直到村口响起了烟花爆竹声 几人才来到村外参与其中 嬉闹追逐 村民在欢呼声中 把所有的烟花爆竹都放完了 才各自回家 村长找到了黄飞问 交给了王助理 那我们什么时候上班干活 你们明天就可以去找活干 现在主要的活就是把耕地上的杂草清理干净 堆放到一起 焚烧成为肥料 原来耕地上村里人种植的植物 需要赔偿多少钱的 你都统计出来 到时统一发放 大型的翻地机要过两天才运到 你们就先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需要什么农具 就报到我二叔那里 让他统一购买 好的 那我知道该干什么了 村长说完就离开了 随着村里宴席的结束 山村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新朗月明 朦胧月光洒照下的凤梨村 就要迎来新的开始 新的希望 一夜无话 晨曦出现 阳光驱散了凤梨村早上的秋翼 凤梨村农场员工请注意 听到通知的员工 请到村口集合 请到村口集合 今天开始就要安排工作了 村里的喇叭 传来了村长熟悉的声音 今天是凤梨村农场的第一天正式运作 黄飞和两女都来到了村口 看着现场的三百多人 这就是自己以后的员工 他们都是在凤梨村长大 黄飞首先站到台阶上发言 各位乡亲父老 我是黄飞 也就是凤梨山农场的老板 大家都是凤梨村的 我就不说什么客套话 首先是多谢各位相信我 来我农场工作 以后只要大家兢兢业业 不是来混日子 我绝不会亏待了大家 想要工资高 福利好 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机会 但你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就要看你们的表现 如果发现有偷奸耍华 造谣是非 混日子的人一律辞退 一年内绝不再录用 凤梨山农场 从今天开始 黄博山村长为厂长 黄连伟之书为副厂长 负责整个农场的日常工作管理 这位林林助理 负责农场的建设规划 这位王莉莉助理 负责整个农场的行政管理 下面就由黄博山厂长宣布人员分组名单 和各小组组长名单 村长站了出来 然后按照分配好的小组宣读了起来 第一组组长黄伟杰 组员陈旭生 李家豪 黄飞站在一边 听着村长宣读分组人员名单 同时也在观察这些员工的神态 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看来老村长办事还是很靠谱的 老村长足足读了半小时 才把分组名单读完 总共31个小组 黄之书站了出来 对着31个小组人员说 你们要记住自己的小组 记住自己的小组长 以后分配工作 都是以小组为单位 各小组长管理好自己的组员 这些天主要以清理杂草为主 大家都回去拿清理杂草的农具 到耕地上集中 看着离开 回家拿农具的员工 黄飞把村长和各小组长召集在一起 然后拿出规划图 和大家商议着 以后日常工作 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 事项和要求 都和大家说清楚了 黄飞刚和大家说完了以后的工作要求 她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看到是秦叔的电话 觉得有点奇怪 她已经很久没见过秦叔了 秦叔你好 这段时间太忙了 都没有去看望你 有什么事情吗 黄飞 你现在有时间吗 怎么了 秦叔 我得一个老伙计来探望我 不小心滑了一下 把脚扭拐了 我想让你帮她看一下 你的按摩手法很独特 应该可以帮助她快点恢复 你有时间吗 哦 应该可以 我现在去你那里吧 我正好想到镇里一趟 那好 我们在家里等你 谢谢你 黄飞 挂了电话 看了看正在忙活的王莉莉 看来自己要抽时间去学车了 莉莉 我要到镇上一趟 你有什么事情 就打我电话 需要我送你去吗 不用了 我自己开摩托车去吧 黄飞很久没有去秦叔家了 觉得只带些蔬菜去也不好 所以就捉了一只黑凤鸡一起带过去 来到秦叔的家门口 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小保姆小莉 秦叔看到 一手提着蔬菜 一手抓着一只黑凤鸡的黄飞 有点哭笑不得 小飞 我是叫你来帮忙的 你怎么搞的 像是来送礼的 你让我怎么说你 有人像我这样送礼的吗 这个黑凤鸡 是我自己养 捉一只来 让你尝尝 清蒸最好 是吗 那就要好好尝一尝 小莉 你一会儿就把激青蒸了 黄飞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以前的老搭档 李叔 也是我的老战友 李叔 你好 我叫黄飞 小伙子 真是麻烦你了 老秦说 你的按摩手法很厉害 一定要把你请来试试 没事 反正我刚好想到镇里来一趟 你做好让我看一看 看着李叔包裹着纱布的脚腕 已经红肿厉害 黄飞用临时内饰检查了一下 脚关节韧带扭伤 导致骨膜有点磨损 如果是正常恢复 确实要时间很长 李叔 你的韧带扭伤了 应该把骨膜也损伤了 我需要把纱布拆开按摩 你的意思呢 你按摩吧 我相信老秦的眼光 也相信你 那我就尝试一下 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疼 不过 我会尽量轻柔一点 黄飞把李叔脚上的纱布拆开 然后两只手握着脚腕 在内饰的帮助下轻轻揉搓 把扭伤的韧带复原 利用回春术 疏通血管 消除肌肉红肿 秦叔和李叔 看着本来红肿的脚腕 慢慢消肿 惊讶得目瞪口呆 把肌肉红肿消退后 黄飞就把治疗成哥的方法 用到李叔的脚上 把回春术集中到受损的位置 让受损的骨膜 肉眼可见地恢复 大概过了15分钟 黄飞缓缓地收回了手 李叔整个脚踝 已经恢复正常了 李叔 现在你的脚有什么感觉 神奇 太神奇了 简直就是神医 小飞 你这一手按摩手法神了 我的脚好像一点都不疼了 你可以轻轻下地试一下 好 我看能不能站起来 李叔轻轻地 把脚放到地上 原来的疼痛已经没有了 他慢慢地站了起来 还是没有感觉到疼痛 向前走了几步 我好了 我的脚好了 一点也不疼了 完全恢复了 李叔 你的脚刚刚恢复 还是需要休息一两天的 不过应该没大碍了 小飞 你这一手按摩手法不得了 立竿见影 你如果开一间跌打按摩馆 一定生意兴隆 很赚钱 我没有想过开按摩馆 中医有兴趣 只是没人叫我 小飞 你想学中医 我可以介绍几个老中医给你认识 不过 我现在有一个请求 不知道你 能不能答应 什么请求 说得这么严重 是这样的 我们军区有很多优秀的士兵 因为常年进行艰苦的训练 身体自然会落下很多损伤 但我们又舍不得让他们退役 想把他们留在部队里当教官 但他们身上 常年训练留下的损伤 很难根治 所以想请你 去检查一下 看能不能有办法恢复 军区 帮战士疗伤 李叔 你是军区的人 李叔是中南省军区的首长 他来凤凰镇 是有事情要办 所以 脚伤不能拖延时间 我才叫你来帮忙 李首长 刚才冒犯了 请不要见怪 别叫首长 还是叫李叔好听 我来这里是处理 昨天你们镇解匪的事情 咦 你叫黄飞 昨天帮忙抓住解匪的人 也叫黄飞 不会是你吧 哼 我们村有小孩被他们抓住了 我就帮了一下忙 嘿 太巧了 原来那人就是你 我们还想把你找来询问一下情况 你们要问什么 你是怎样把解匪打晕的 他们可是持枪解匪 我挥一点功夫 速度比较快 趁他们没防备 就被我打倒了 就这么简单 对 就这么简单 难道需要很复杂吗 李首长被问得哑口无言 如果那么简单就被捉到 那还需要他们军队干什么 这几人可是境外雇佣兵 追捕这几人 已经伤了几个士兵了 黄飞 你知道这几个是什么人吗 我哪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对这个没有兴趣 唉 你对他们没有兴趣 可我们对他有兴趣 他们是境外雇佣兵 我们需要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 雇佣兵 他们是雇佣兵 难怪有枪 他们来干什么 我哪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 昨晚审问了一晚都没得到结果 做雇佣兵的都是盲命之徒 意志力很强 审讯起来很麻烦 明天打算押回部队继续审问 李说 我去帮战士们检查身体没问题 但是我的农场刚刚开始 可能这几天都走不开 这事情也不是很劫 等你有时间再去也可以 这是我的私人电话 你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打电话给我 好的 谢谢李说 我忙过这一阵子 就抽时间去你那里 几人正聊着天 忽然从厨房里 飘出了阵阵香味 做什么才这么香 老千 你这小保姆的厨艺厉害 不是小莉的厨艺好 你没闻到 这是鸡肉的香味 应该是小飞带来的鸡味的好 确实是鸡肉的香味 真香 闻着都流口水了 黄飞看着两人不停地往厨房看 就觉得好笑 不过心里却一直想着另一件事情 那就是 四个歹徒是雇佣兵雇佣兵跑到这边来干什么 应该不会是为了自己来的吧 在三人各怀心事的时候 小保姆小莉终于把鸡肉端上了桌 看着金黄的鸡肉 秦叔和李叔顾不了鸡肉还很烫口 各家起一块放到嘴里 嗯 香 爽滑 肉质鲜美 人间美味 两人都眯着眼睛 仔细咀嚼 好像舍不得吞下去 黄飞没有理会他们 吃了两块鸡肉后 就把鸡肉汁水淋到白米饭上 搅拌均匀 让米饭变得晶莹剔透 吃上一口米饭 嗯 就是这个味道 难以言喻的美味 小保姆小莉 看到黄飞这种吃法 也有样学样地 把鸡肉汁水搅拌到米饭里 吃了一口 就半眯着眼睛 一脸享受 黄飞看着几人不同的享受表情 都想用手机拍了下来 最后几人连饭椒都沾汁水吃了 还一游未尽 忧愿地看着黄飞 黄飞被看得没办法 只好亲自到厨房 做了一盘西红柿 和拍黄瓜出来 让几人解解馋 黄飞 你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怎么每样东西 都让人吃上瘾 那以后怎么办 那我也没办法 这些鸡只是养来自己吃的 以后想吃 只能够等农场饲养出来了 你农场以后 还有什么东西 现在暂时只能够种植蔬菜 养鱼 养鸡 其他的养殖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哎 你今天拿这个鸡来 就是害我们的 现在 把我们胃口吊起来了 怎么办 这些东西都不是想要旧有 需要很多东西配合 才能够养出来 应该两个月后 这些鸡就可以出售了 哎 那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秦叔 李叔 没什么事情 那我就回去了 我还要到这里办点事情 李叔叮嘱黄飞 小飞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情 我在军区等你 别忘了 好的 李叔 有时间了 我一定会尽快过去 离开了镇政府大院 黄飞来到租用的仓库 把明珠西餐厅的西红柿拿了出来 通知了快递专线冷藏车发货 现在这个仓库只有这个作用了 接着又通知了建材商店 把订购的塑料围网和盖网 送到仓库 把所有材料装到空间后 到镇上办的事情就完成了 回到凤梨村山路入口的时候 看到已经有工程车在扩建路面 原来为了加快山路的修建进度 春花嫂子采用了山路两边同时开工的方法 估计三个月就可以通车了 回到村口 看到顺丰快递冷藏车正在装车 黄巧琳正在轻点装车数量 黄飞就静静地看着众人在忙碌 巧琳 现在凤梨村农场网店的情况怎么样 看到黄巧琳空闲下来 黄飞就上前询问 小飞哥 网店现在运营一切正常 因为是限购 基本上两千斤蔬菜一上架就全部抢购一空 我们的网店已经积累了大量粉丝 暂时没有差评 黄巧琳如实汇报 那就好 继续努力 过年给你发个大红包 谢谢小飞哥 嘻嘻嘻 黄飞看到农场的事情一切顺利 也没什么好操心了 黄飞抬头望向耕地方向 十多条白烟冲天起 那是村民把收割的杂草堆起来焚烧产生的烟雾 他用手机把农场改造场景都保留了下来 这是凤梨村农场发展的见证 让下一代凤梨村人知道自己村子的改变过程 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走进家门 看到两女郑和母亲在厨房里做饭 她好奇地走过去观看 原来玲玲又抓了一只鸡 让母亲帮忙烹饪 真是两只小蝉猫 看到黄飞在厨房门口偷笑 暴力的铃铃把她赶了出去 出去出去 一会你最好别吃 这鸡没你的份 两人正在打闹 门口传来了叫喊声 黄飞 你回来了吗 只见黄海山匆匆走了进来 咦 海山 这么早回来 不用送快递了吗 我请假回来的 黄飞 你们网店还收人吗 网店 你想做客服 不是 你们网店每天不是需要打包快递箱子发货吗 这个我熟悉 我不想天天往外跑了 就在村里工作 哦 这个可以 你去找巧琳就可以了 然后把身份资料拿到和会计那里登记 不过你要想清楚了 在村里工作虽然没那么辛苦 但收入可能暂时没有你送快递多 应该也差不多吧 这里的快递也不是很多 派送又分散 经常日晒雨淋的 我妈担心我安全 所以叫我回村里工作 这也是 那你就安心在我这里工作吧 把网店经营好 年终奖励应该不会差 放心 我会安心工作的 能帮你干活 我也开心 那我找巧琳姐了 刚送走了发小黄海山 黄飞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看到是村长的电话 喂 村长 有什么事情吗 黄飞 不好了 五祖的李家俊被毒蛇咬了 你马上到村口用车 送他去镇上医院 什么 好 我马上就到 莉莉 快带上车钥匙 有人被毒蛇咬了 需要送医院 黄飞边说边往外走 来到村口的时候 已经围了一大群人 一个年轻人被人扶着坐在石头上 脸色有点苍白 被什么蛇咬的 黄飞要问清楚 应该是五不蛇 不是很大 打死了 家俊被咬了小腿 我们已经把大腿砸紧了 扶着黄家俊的年轻人说 黄飞看了看伤口 然后想了想 拿过了莉莉手上的车钥匙 打开车门 假装从车上拿出一把锋利小刀 和两瓶灵水 先把蛇毒清理一下再去医院 这样安全一点 你先把这瓶水喝了 我帮你清理伤口 黄飞随手递给李家俊一瓶灵水 用另一瓶灵水 清洗了一下刀刃 在伤口上划开了一个十字流血口 然后两只手一上一下握住小腿 运工把灵气输入小腿中 在内饰的帮助下 利用灵气把蛇毒从切口中逼了出来 周围的众人就看到一股股黑血 从十字切口中涌出 直到变成了鲜红色 黄飞还不放心 又帮李家俊全身检查了一下 再没发现有蛇毒了 才帮他恢复了一下身体 然后站起身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 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黄飞用手上的瓶水 清洗干净李家俊伤口的血迹 看到伤口已经止血了 李家俊喝了瓶水 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慌弯的心也终于平静了下来 五组的小组长和我一起去医院 其他人都回家吧 没事了 下次出杂草 要注意安全 其实李家俊已经一点事都没有了 不过为了安抚众人 黄飞还是带着他去医院检查了一遍 回来的时候 家里几人已经吃完了晚饭 母亲看到两人回来 马上去把饭菜热了 还好玲玲这小馋猫 没有把鸡肉全吃了 黄飞吃了两块肉 就全给了莉莉吃 她还是喜欢把汁水拌饭吃 又香又滑又开胃 小飞 被毒蛇咬的人没事吧 没事了 在村口我就帮她清理好蛇毒了 只是为了大家 放心我才送去医院检查 对面荒帝这么多年没人打理 蛇虫鼠蚀可能会很多 让大家都注意安全 万一出事了 就很麻烦 妈 我知道了 我已经叮嘱他们了 以后应该没事了 莉莉 农场以后安全问题要重点关注 千万不能大意了 嗯 我知道了 嫂子那边的施工安全你也要关注 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 嗯 我也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 黄飞叮嘱完 两女就回到了自己房间 她今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把小虎和小金叫到房间 然后一起进入了空间里 看着现在郁郁葱葱的空间 黄飞感觉非常满足 可惜没人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的只有小金和小虎 这两个小家伙进来后 就会放飞自我 到处乱跑 空间里的瓜果随便吃 黄飞一般不会去理会他们 专心忙活自己的事情 把整个果树林 都用围网封闭了起来 打算把黑凤鸡放到果树林里培育 又用围网把药田也围了起来 上方还用防鸟盖网封闭了 防止以后的野山鸡飞进药园 在空间里忙忙碌碌的黄飞 却没想到 自己被人惦记上了 在邻国一个原始森林的山坳中 一伙人正从山坳底部 一个很隐蔽的小洞口走了进去 这山洞七转八绕的 没熟悉的人带着绝对会迷路 沿途还暗藏了很多暗哨 这伙人静静地走了十分钟 来到了一个大溶洞 溶洞里灯火通明 人来人往忙碌着 溶洞的四周 还开挖了许多通道和房间 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这明显是一个秘密基地 这伙人走进了一个会议房间后 围着会议桌坐好 这时 坐在前面的一个高大男人 才开口说话 都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只是 一个简单的探查任务 为什么老四他们会被活捉了 老大 老四最后一次通话时 虽然摆脱了军方的人 但好像 又被安全局的人盯上了 后来为什么会劫持人质 就不清楚了 只从内线得知 是被一个叫黄飞的年轻人放倒了 详细的情况暂时没有 黄飞 这年轻人是什么人 内线没发现什么特殊身份 好像只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普通人 能把持枪的老四几个人放倒 你相信吗 这 众人无言以对了 让人查一下他的底 你们去营救老四的时候 看能不能顺便把他干掉 帮老四出一口气 老大 营救老四可能有点麻烦 听说老四会转押到军区 该死的 那我们寻找的东西 有线索了吗 还没有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在空间里忙忙碌碌的黄飞 根本没想到 一次随意的救人 可能会为自己带来危险 她利用一晚上的时间 终于把围网全部做好了 明天就可以进山狩猎 为了不让两女跟随自己进山 暴露空间秘密 只好忽悠她们 去工地巡查工作 玲玲 莉莉 你们两个今天到处巡视 一 我今天就不跟着了 我还有点其他事情要做 玲玲有点怀疑地看着黄飞 发觉好像哪里不对劲 平时都是喜欢和他们两个一起出去 今天怎么有点不一样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怎么感觉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我能瞒着你什么 你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说说看 我瞒着你什么 嘻嘻嘻 你才是蛔虫 莉莉我们走 不要理睬她 看着两个远去的背影 女人的直觉真可怕 小虎 小剑 我们走 今天我再带你们去打练 黄飞带着两个小家伙 先到菜园逛了一圈 现在的菜园打理得很好 整个菜园充满了微弱的灵气 连周围的树木都茂盛了很多 妈 我带着小虎和小金到山里找药菜 如果中午赶不回来 就不用等我了 我晚上一定会来 那你们小心点 别走太远了 知道了 我们就在外围寻找 顺便叫小虎狩猎 黄飞今次的进山任务 主要是抓一些小动物 放到空间里饲养 丰富空间里的物种 现在 它的零食释放范围 已经有三百多米 把零食释放出去 就像是雷达一样 在四周扫描 小虎 前面带路 黄飞很快就有了发现 在一处山坳的灌木丛中 有一窝野兔 距离自己有二百多米 它慢慢地走了过去 但距离还有五十米的时候 那窝野兔 就好像变得警惕起来 有情况 小虎过来 别出声 黄飞小声叮嘱小虎和小金 它慢慢地蹲了下来 把小金抱在怀里 手摸着小虎的头 让它趴下 考虑着用什么办法 把野兔抓住 想来想去 自己只有唯一的 精神力攻击技能可以用 也只有这技能 可以活捉野兔 黄飞慢慢靠近了五只兔子 然后用不同强度的精神攻击 把五只野兔一一击倒 成功 来到倒地昏迷不醒的野兔旁边 这应该是一家子 一公一母 三只小兔 检查了一下晕倒的兔子 发现五只兔子都只是昏迷 并没有死亡 主要还是 黄飞现在控制精神力非常精准 收放自如 并没有伤害到野兔的脑神经 小虎 继续 袖刘狸 黄飞就跟在后面 只见小虎在地上 一边闻一边向前搜索 寻找猎物留在地面的气味 黄飞就让小虎自由发挥 同时 他的零食 也向着四周释放寻找猎物 咦 那是牛肝菌 这一片地方平坦辈阳 长了很多牛肝菌 黄飞可不会客气 拿出铲子 把这一片牛肝菌联军带土 全部搬进了空间里 他今天要进行三光政策 好东西 全部搬进空间里 小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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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在黄飞的临时中出现了一窝山鸡 差不多有十只 正在一片灌木丛中觅食 他没有出声 注意着小虎的反应 当小虎距离山鸡只有四十米的时候 他就好像听到了动静 竖起耳朵静静聆听 然后开始放慢脚步 压低身体慢慢前行 黄飞拉开了与小虎的距离 在后面扶地身体静静地跟着 当小虎距离山鸡只有二十米的时候 就开始匍匐慢慢前进了 野山鸡的警惕性也很厉害 当小虎接近到十米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骚动 想要飞走 黄飞早已锁定了那些野山鸡 觉察到他们要飞走 马上释放精神攻击 那些野山鸡纷纷倒地 而此时的小虎也闪电般地窜了出去 扑倒了一只野山鸡 小虎的狩猎技能非常出色 把晕倒的野山鸡放到空间里后 就继续向前搜索 忽然怀中的小金叽叽叫起来 黄飞疑惑地看上小金 只见小金正对着一棵树上叫 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只小松鼠 在树上正吃着坚果 好可爱的小松鼠 棕色的尾巴摆来摆去 两只小耳朵转动着 两只手正捧着一个坚果 在津津有味地吃着 把它驯服了 林林一定很喜欢 想到松鼠都会收藏食物 它轻微地释放一点点驱逐树到小松鼠身上 小松鼠马上受惊地跑了 跑到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钻了进去 黄飞微微一笑 走到那棵大树底下 敲了敲树干 果然是空心的 把零食顺着小松鼠 钻进去的树洞探查进去 咦 原来里面还有一只小松鼠在睡觉 它没有理会这两只小松鼠 从空间里拿出电锯 在树干上开了一个洞 马上就有很多坚果漏了出来 它把这些坚果都放到了空间里 这是留给小松鼠的食物 两只小松鼠早已被吓得跑了出来 看到黄飞偷他们的食物 就滋滋乱叫 有一只还把手中的食物砸向黄飞 黄飞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把两只小松鼠 击婚抓进了空间 他那时看了一下空间里 刚才捉进去的野兔和野山鸡 都已经苏醒了 在空间里觅食 空间里的环境比外面舒服多了 所以进来后很快就适应了 正当黄飞在观察空间里的情况 忽然听到了小虎的叫声 临时马上观察过去 发现小虎正和一条眼镜蛇对峙着 黄飞赶紧向着小虎靠拢 怕小虎受到伤害 这时的小虎围着毒蛇绕圈圈 正在寻找机会准备偷袭毒蛇 毒蛇也竖起身体 随时准备袭击小虎 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黄飞的出现 让毒蛇停顿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 小虎闪电出击 咬住了毒蛇的七寸 然后头不断地摇晃 让毒蛇身体变软 不能反击 随着小虎嘴巴的用力咬合 把蛇的脊椎咬断 毒蛇终于瘫软了下来 失去了攻击力 小虎真棒 小虎真聪明 黄飞用手机 把小虎的制斗毒蛇拍摄了下来 又是一个劲爆题材 小虎小金休息一会儿 来吃牛肉干 小金你有什么技能 能不能找到好东西 小金滋滋叫着 还指了树上 意思好像说 刚才小松鼠就是我发现的 对 小松鼠是你发现的 你也很棒 走了 继续加油 咦 这是松蓉 好东西 搬走 一路走过 黄飞发现了很多好东西 灵芝 猴头菇 石壶 能搬走 就搬走到空间里培植 不能搬走的 就变斋 黄飞走走停停 很快就翻过了山林 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山脊 忽然发现 远处有几十头野猪 正在晒太阳 小虎听 不要过去了 这一片地势平坦 都是一些小灌木 还有一个小湖泊 绿草莺莺 正是一个天然的牧场 难怪被一群野猪占领了 还有几只野山羊 在周围吃草 黄飞看着这一群野猪 很想把他们都捉到空间里 但是又怕他们搞破坏 下次准备好了再来捉 黄飞现在的目标 就是那些正在周围吃草的野山羊 这可是极品食材 必须要抓到空间里 饲养繁殖 这些野山羊 并不怎么怕人 他很轻松 就走到了山羊旁边 伸手直接把他们 都送到了空间里 这时他看到了一只 狸群的野猪 这送上门的食物 不要白不要 没有惊动野猪群 悄悄地跟了上去 趁他没注意 一下子就把他干倒了 把野猪放到了 围住的果树林中 以防他在空间里搞破坏 收获满满的黄飞 打算回家了 放出零食 他就向四周观察了一下 忽然远处一小片 绿油油的植物 吸引了他的注意 用零食拉近距离 仔细观察 是好东西 这是一小片野山茶 也是他寻找了 很久的茶树 叫上小胡走了过去 这一小片野山茶 只有十多株 应该是由一株 茶树繁衍出来的 黄飞摘了一片嫩芽 放到嘴里细细咀嚼 胃甘带甜 苦涩未小 还没有炒至就带有清香 是上品好茶树 黄飞马上动手 把所有野山茶树 确保茶树的成活 以后有时间 再慢慢分珠 培育出更多茶树 这十多株茶树 就是母树了 得到这些野山茶树 是今天的意外之喜 可遇不可求的收获 黄飞心情很好 哼着小曲往回走 今天收获不错 一路走来 抓了十多只野兔 二十多只山鸡 还有两只小松鼠 还有一头带宰的野猪 为了快点回家宰杀野猪 他把小虎小金 放到了空间里 然后快速往回走 有临时的超级观察指引 黄飞的速度快如猎豹 他很喜欢这种 飞一样的感觉 就快回到凤梨村的时候 在他现在临时全开 听力势力高度集中下 忽然听到前面 传来了说话声 赶紧一个急停 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他怕自己的速度 把村里人吓到了 黄飞把临时释放出去 想看看 是谁在这里 原来在他右边 二百多米的空地上 有三个人正在抽烟聊天 妈的 这小山村怎么回事 这么多人在干活 害老子绕了这么长的山路 才来到这边 别抱怨了 耐心等待吧 晚上行动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老四怎么就被 这样一个小山村的小子 干倒了 这是确实有点让人意外 老四几人都拿着枪 怎么毫无抵抗被干倒了 所以晚上 大家别大意了 别像老四一样 阴沟里翻船 劫匪同伙 黄飞听到这里 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原来是劫匪的同伙 来报复自己 这些都是亡命之徒 幸好自己在这里遇上了 如果晚上被这伙人 摸进家里 后果难以想象 黄飞不由后背发凉 但自己的身份信息 怎么就被人知道了这么清楚 他赶紧把手机放到了空间里 以防万一突然有电话打来 惊动了杀手 他用临时观察了周边的地形 忽然心头一紧 原来距离三个杀手50米的地方 还有一个拿着枪的杀手 在树上盯绍 这把黄飞吓出了一身冷汗 幸好自己无意中 向四周观察了一下 差点就把自己 处于危险的处境 黄飞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平静内心地紧张 然后向四周再次仔细地搜索 包括树上地下 确实没有发现其他人了 才暗暗地想着对策 对方是劫匪的同伙 也就是说 这些人也是境外的雇佣兵 身上都是带着枪 来找自己报复的 自己的精神攻击虽然厉害 但还是会给对方发出声音 万一给对方逃脱了一个 对自己的家人都是威胁 黄飞想来想去 只有两个办法 一种方法 是把他们聚集到一起 然后同时一击必杀 另一种方法 就是把暗哨和三个杀手 分两批分别击倒 冲上去近身搏斗 那是傻子才会做的事情 他们都是有枪的 自己还没有修炼到刀枪不入 黄飞继续观察周围的情况 发现杀手周围 都有很多大树 可以遮挡身体 以自己的速度 完全可以在零食的帮助下 寻找机会 依靠大树遮挡 靠近杀手 现在对方最警惕的 是那个暗哨 所以 首先要把对方的暗哨干掉 黄飞用零食锁定了那名暗哨 从暗哨的视觉死角 迅速借用大树遮挡靠近 在靠近到距离暗哨十米的时候 就没有树木可以遮挡了 他观察了一下现在的位置 计划着击倒暗哨后走动的路线 黄飞深呼吸了几次 平定一下心中的紧张 然后锁定了树上的暗哨 突然冲向他的树下 同时发动了精神攻击 啊 暗哨果然发出了一声惨叫 然后垂直跌了下来 黄飞手急眼快 把杀手的枪丢到了空间里 然后闪身躲到了 旁边一棵大树后面 他观察了一下那个暗哨 确定已经昏迷了 临时立刻转移锁定前面的三个杀手 发现那三人已经站了起来 看向这边 鹰眼 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了 快 出事了 好像有人 原来黄飞看到三人已经注意到这边了 马上借用大树的遮挡 迅速靠近三人 所以被对方看到了黄飞的身影 不过 当他们做出反应拿出枪的时候 黄飞已经来到他们最近的一棵大树后面 距离杀手只有十多米 看到对方三人都拿出了枪 黄飞不敢拖延时间 直接对三人发动了精神攻击 可能距离有点远 而且同时攻击三人 三名杀手并没有立即晕倒 只是惨叫一声抱住了头 黄飞立即闪身靠近 再次发动精神攻击 终于把三人击晕在地 他顾不上连续使用精神攻击造成的头疼 把三人的枪和身上的物品都收缴到了空间里 用绳索把三人捆绑起来 然后又把那名暗哨也提了过来 把四人分别绑到四棵小树上 这时黄飞才常常松了一口气 刚才太凶险了 太刺激了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 其实黄飞紧张得都喘不过气来 这一次比幼儿园还要危险 因为这四个杀手是随时会开枪的 黄飞喝了一瓶灵水恢复体力 然后把一名杀手唤醒 那名杀手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黄飞不由一愣 又看了看旁边被绑着的其他三人 怎么是你 他认出了眼前之人就是他们的目标 说说吧 怎么回事 你们是怎样找到我的 是谁告诉你们的 黄飞一边问 一边对他使用了心灵感应术 不用废话了 要杀要寡随便 我不会说的 他嘴里这样说着 其实心里在想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难道我们的行程被人告密了 你不说也没所谓 反正你们来这里的目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 黄飞又炸了他一句 开什么玩笑 我们有什么目的 我们只是来打猎的 这杀手心里又一惊 难道我们来救老四的计划 真的被人泄露了 不可能吧 今次潜伏进来的十个人 都是核心成员 怎么会被泄灭 你没听过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吗 你们这么多人 潜伏进来救人 真到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想不下天罗地网 把你们一网打尽 黄飞的套话 越来越精准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是来救人 你到底是谁 这杀手慌了 已经肯定自己这边出了内奸 我是谁你就不要问了 你们的救援计划 我们已经知晓了 只等你们出现了 居然敢持枪越境 真是找死 你 这杀手被黄飞说得无言以对 心里暗暗着急 计划不是很隐蔽的吗 怎么会被人告密了 是谁把利用车祸救人的计划告密了 黄飞用心灵术赶制了这一消息后 马上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不敢耽误 再次把杀手机晕后 拿出手机 拨通了李叔的电话 黄飞 你打我电话 有什么事吗 李叔 我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告诉你 有一伙暴徒 要制造车祸 营救那几个劫匪 你们要小心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李叔 这消息是真实的 有十个境外暴徒潜伏了进来 有四个到我村里 要暗杀我 被我抓住了 另外六个会制造车祸 营救车上的四名劫匪 什么 你抓住了四个潜伏进来的境外暴徒 还有人要暗杀你 李叔听到这些消息 都不敢相信 黄飞是怎么抓到人的 又是怎么知道 有人要营救劫匪 这太不可思议了 李叔 我抓到的这四名杀手 怎么处理 他们身上都带着枪的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凤梨村的后山 我今天带着狗进山溜达 无意中遇到了这四名杀手 否则他们潜入村里 就会出大事了 好 你别动 你就在山里等我们 我就派人过去 黄飞挂了电话 无聊的他 就把四人的背包拿出来翻看 指南针 匕首 地图 望远镜 还有自己的相片 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黄飞把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都没收了 连背包也选了两个 这可是正宗的野外背包 但手枪是绝对不敢拿的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黄飞走到远处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进了空间里 小虎 抓一只兔子来烧烤 现在空间里烧烤设备齐全 烧烤炉 调料 木炭 应有尽有 聪明的小虎把最大最肥的野兔 抓了叼到了黄飞面前 可能早就把这只兔子盯上了 小虎厉害 真聪明 很快烧烤的香味就飘散了开来 小虎两个小家伙 在旁边盯着被烤的金黄色的兔肉 眼睛不眨一下 直流口水 小虎 再去抓了 知道吗 小虎看了看烤架上的兔肉 又转头 看了看远处的兔子 居然点了点头 咦 小虎 你真的能听懂我说话吗 小虎看着黄飞 对着他叫了两声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黄飞也没尝试用心灵术去感应小虎 可以吃了 我们到外边去吃吧 黄飞把小虎和小金带出了空间 小金 这前腿是你了 这后腿是我的 小金对黄飞这不公平的分配 气得滋滋叫 回到绑着杀手的地方 几个杀手还没有苏醒 看了看手表 距离打电话已过去了半小时 李叔的人应该也快到了 继续和两个小家伙分吃着 那只肥美的野兔肉 没多久就听到了人声 黄飞把零食探查了过去 是几个军人带着警察来到后山 我在这里 他高喊了一声 闻声来到的众人 看到绑在树上的几个杀手 又看着黄飞 正和一只狗一只猴子 在分享着烤兔肉 都哭笑不得 请问你是黄飞吗 我们是接到李首长的命令 来这里交接杀手的 对 我就是黄飞 你们稍等一下 我打一个电话 他一边说 一边拿出手机 拨通了李叔的电话 而临时一直观察着 这帮人的神情变化 李说 你派来的人已经到了 是不是把人交给他们 对 你把人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李说 你派了几个人过来 接电话的李叔一愣 不明白黄飞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黄飞一边打电话 一边通过心灵术 感应着对面来人的精神波动 他总感觉自己的身份信息泄露 与本地的警察有关 我派了四名军人和五名警察过去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李叔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对方能在两天时间 就把我的情况摸得那么清楚 我怀疑是有本地人在协助 否则不可能把我的信息了解得那么详细 我那天的情况 只有幼儿园门口的人看到 黄飞故意把声音提高了一些 果然在五名警察当中 有一位中年警察 听到他说的话 精神波动突然增大 目光扫了一眼四个杀手 马上低下了头 他没想到的是 黄飞的零食 是可以360度无死角三地观看的 他低下头后阴狠的眼光 被黄飞看得清清楚楚 李说 我已经知道 是谁把我的信息告密了 你那边要注意一点 黄飞说完后 就走到了那名中年警察面前 对着他说 是你把我的身份信息泄露出去的 那中年警察听了一愣 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不过很快 又转变成一副疑惑的神情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什么泄露信息 其实他的心中很惊讶 他怎么发现我的 我好像并没有什么破绽 你不用装了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赶快坦白吧 为什么要出卖情报 那六名歹徒 要制造车祸营救劫匪的事情 你也知道吧 那中年警察听到这话 猛地抬头看向黄飞 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 我们被发现了吗 不可能吧 我的易容术 不可能被发现的 黄飞赶知道这个信息后 不由愣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人是假扮的 是易容术 这太意外了 我太意外了 太惊喜了 原来你也是一条大鱼 难怪没有人怀疑到你 厉害 都混到警察内部了 那中年警察听了大惊 伸手就想拿出 藏在身上的武器 但黄飞早就防备他这一手了 瞬间上前扣住他的右手 往旁边一抖一带 中年警察马上失去重心 被黄飞带着 向前走了两步 黄飞右脚鞋插入对方的脚后跟 然后左手用手一掀 右手用力一压 就把中年警察掀翻在地上 顺手在他身上一摸 就把一只手枪摸了出来 掉到一边 黄飞整个出手过程 还没有20秒 就把中年警察制服了 旁边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看到黄飞从倒地的中年警察身上 搜出了手枪 并用手铐反手锁住了中年警察 你在干什么 快放开陈警官 对面的民警纷纷叫喊 都别乱动 黄飞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军官走前一步问 这是一个冒牌的民警 他使用了一绒术 冒充了原来民警的身份 黄飞解释了一下 什么 冒充的民警 黄飞没有理会他们的怀疑 蹲下身仔细地观察 那名中年警察 陈警官 原来的陈警官去哪了 小子 没想到你有两下子 居然被你发现了 要杀药寡随便 这陈警官的声音忽然变了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黄飞没有理会他说的话 他仔细观察这陈警官的脸部 好厉害的一绒术 这么近距离观察 都找不出破绽 你们给我一瓶水 那个军官听到 就把手中的水递给了黄飞 黄飞接过水 把倒在地上的陈警官脸部翻了过来 用水淋在脸上轻轻揉搓清洗 终于在脸颊靠耳根的地方 洗掉了化妆 露出了贴边 轻轻地把贴边掀起来 慢慢地撕下了一张 很薄很薄的人皮面具 露出了一张苍白的中年人的脸 真是厉害 这张人脸冒充得天衣无缝 以假乱真 旁边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惊得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怎么自己的身边有一个人 是易容术冒充的 这陈警官 是十多天前才调来派出所的 并不是本地人 有一个民警站出来解释了一下 那就是说 这里面还有问题 你们回去查一下吧 黄飞对着那个军官说 好的 谢谢你 让我们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你们就带走吧 路上要小心便 小心他们的同伙 黄飞同志 我们首长说 请你一起回去 他想当面了解一些情况 黄飞想了一想 觉得还是去一趟围好 还有五个人藏在暗处 不把他们全抓出来 会对自己的家人有危险 还是跟去看一下吧 好的 那一起走吧 来到村口的时候 看到很多村里人都围到了这里 因为他们看到警车进村 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黄飞对着大家说 刚才发现有不法分子 躲在我们后山 现在已经全被抓住了 以后大家都注意一点 发现有陌生人进村 就提高警惕 小虎小金 你们回家看好家门 不可以让陌生人进屋 小虎看了黄飞一眼 点了点头 然后就带着小金走回家 他也感觉到了危险 四个军人看到小虎的表现 几人对视了一眼 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是一条非常聪明的狗 比他们的军犬都厉害 黄飞看到小虎已经跑回家 就走到两女身边小声说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们两个不要单独外出 尽量在人多的地方 回去也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爸妈 我们知道了 你也要小心一点 黄飞看了看四周 他的零食已经释放了出去 三百多米范围内的任何动静 都在他的监视中 因为他们抓到四个杀手的消息 已经被对方知道了 很可能会来营救 黄飞和四位军人坐在一辆车上 后面跟着的面包车 押送着五位杀手 开慢点 不要太快 我怕这条山路上有埋伏 车里的人听了一愣 马上警惕了起来 向四周观察 黄飞就闭着眼睛 把零食释放了出去 他知道 如果对方要救人 就一定在这条山路上 他不敢大意 汽车不急不缓地向前行驶 没有什么异常 车上其他人开始觉得 黄飞有点过于紧张了 刚想出声 叫司机开快点 停车 突然黄飞出声 叫司机停了车 因为他发现了 前面另一边弯道 被一棵树木挡住了路面 山上有两人 正在潜伏等待 果然被自己猜对了 你们就在这里等待 不要向前开了 黄飞叮嘱后 就下了车 向着山上窜去 山上的树 虽然不是很大 但有很多灌木丛 可以帮助他 向着那两名杀手后方 潜伏过去 临时监视着前面 两人的动静 同时向四周探查确认 还有没有其他人 以防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当黄飞靠近到 杀手二十多米的时候 警惕的杀手 好像觉察到 后面有动静 因为黄飞在灌木丛中走动 必然会引起 一点树叶的声音 看到杀手向后看过来 黄飞躲在灌木丛中 不再走动 二十米的距离 还是有点远 他知道自己精神攻击力 最好在十米以内 两名杀手看了看 后面没发现什么情况 又转头看向路面 这时的黄飞 又悄悄前进了十米 再近前 可能就被发现了 正准备向前冲的时候 下面的山路 传来了汽车声 原来其他人 看到黄飞离开了那么久 还没有回来 就把车开了过来 当发现路面上放倒了一棵树 就知道出现问题了 山上的两名杀手 看到了出现的两辆汽车 知道目标出现 正想举枪射击 营救自己的同伴 躲在后面的黄飞 看到情况危急 立即闪身冲向两个杀手 同时连续发动精神攻击 终于在两个杀手开枪之前 把他们击晕了 看着两名杀手手中的 威冲步枪 黄飞也是一阵后怕 万一开火了 必有死伤 一手提着一个杀手 走到了山路上 把人扔到众人面前 也把枪掉到了地上 叫你们等待不听 你们自己想找死 就不关我的事了 众人看着地上的威冲步枪 知道自己几人 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后被发凉 还有三个杀手 大家别再大意了 命是你们自己的 黄飞从裤兜里 拿出一瓶灵水喝了起来 他需要时刻保持体力 和清晰的头脑 继续走吧 注意警惕 众人搬开了路面的大树 继续不急不慢地向前行驶 就快到路口了 也没有出现问题 车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黄飞却一直用零食 观察着四周不敢大意 不过他的零食 观察范围内 也没有可疑人员 还有三个人会在哪里呢 忽然前方传来了 隐约的责备声 你们三个不要偷懒 想在这里工作 就好好地干活 不能这样懒散抽烟聊天 黄飞马上把零食 集中到声音传来的方向 原来一辆推土机 停在了路旁 三个人正在无聊地抽烟聊天 一个管理正在劝说 开慢点 推土机那三个人 可能有问题 大家小心 黄飞在车减速的时候 闪身进了旁边的山坡 消失在众人的视线 车上的人看到 他下了车就知道 可能又有情况了 赶紧提高警惕 推土机旁边的三个人 看到了有汽车驶过来 有两人坐上了推土机 另一个人就揽住了工程管理员 不想死就不要动 我们是有枪的 最好配合点 否则要了你的命 工程管理员听到这人的话僵住了 看到了他手中的枪 立刻一动也不敢动 看到这个情况 车里的人都知道 对面的三人可能就是最后的三名杀手 不过现在对方抓了一个人质 这下麻烦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 对方抓了人质 这情况只能向上汇报 现在汇报也没用 镇上就这几个民警 能来的都来了 妈的 谁会想到 这次境外潜伏了这么多人进来 怎么没人觉察到 那个黄飞呢 谁看到他去哪了 没看到 他闪身进了树林 就没看到人了 这黄飞是真的厉害 一个人就抓了七个杀手 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应该不是普通人 你没看到他能撂敌仙机 都能提前发现危机吗 如果我们军队里 有这样的人就厉害了 回去一定要把他的情况详细汇报 几个军人 停了车伏低身体 和对方三个杀手僵持着 山鸡 再去抓几个人过来 只能用人质逼他们了 好 我早就说 把那些工人都抓了做人质 哎 没想到射手那边也失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咦 人呢 怎么都跑光了 什么 刚才不是还有十多人吗 怎么一下就不见了 原来黄飞从山上 跑到了他们后方 悄悄的传话 让工地上的工人都退了出去 远离了这里 现在黄飞 正躲在最近的一辆工程车后面 静观其变 因为杀手 有人质在手不敢冒险 平 平 突然两声枪响 打破了山路的平静 赶快把人放了 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那名杀手 把枪顶在工程管理员的头上 把人吓得全身发抖 黄飞这时候也很焦急 但杀手 指着工人头上的枪保险 已经打开了 自己如果发动攻击 不能完全保证人质的安全 怎么办 这时 两名在推土机上的杀手 启动了推土机驶向汽车 可能想把汽车里的人逼出来 劫持人质的杀手 带着人质 想躲到推土机后面向前走 黄飞感应到 那杀手走动中 枪口离开了人质的头部 好机会 他闪电般向着人质冲去 奔跑中 已经连续发动了精神攻击 当冲到人质旁 杀手已经倒在地上 一脚踢开手枪 同时把工人拉到了推土机后面 推土机的声音 掩盖了劫匪的惨叫 车上的两名杀手 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同伙 已经倒在地上 没有了人质的威胁 黄飞不再等待 在跑向车头的同时 连续发动了精神攻击 直接把两个杀手击昏在车上 终于把全部潜伏进来的杀手团灭了 黄飞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自己好像突然变成了特种兵 难道这就是杀敌战场的感觉 真的很刺激 把一瓶灵水 递给了那名工程管理员 让他平复一下心情 然后把推土机开了回去 看着行驶过来的汽车 看着车上众人 看向自己崇拜的眼光 黄飞摇头苦笑了一下 自己今天好像装逼过头了 一个人干倒了 十个境外持枪雇佣兵 黄飞同志 谢谢你今天的英勇表现 谢谢你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做出的贡献 那名军官下车 向黄飞进了一个标准的军力 没什么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也是在保护我自己 今天如果没有你 我们一定会出现伤亡 没想到这一伙境外势力如此猖狂 我们根本没有预料到 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如实上报你的功劳 你们要怎么做我并不关心 我只希望你们能够保证 我的正常生活不受到影响 我只是一个农民 我不想受到其他事情的困扰 好的 我会如实向首长汇报你的请求 那赶快走吧 我想早点回家 接下来就没再发生什么意外 两辆车安全地回到了排出所 李叔看到从车上压下来的十个杀手 惊得目瞪口呆 简直是不敢相信 这也太夸张了吧 怎么会潜伏进来这么多杀手 这真的都是你抓的 办公室里李叔一脸惊疑 不是我抓的 是他们自己跑到车上的 嘻嘻 黄飞 你这次立了大功 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 否则就不可能潜伏到了这里 都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什么人我不关心 只要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个易容进来的警察 你们一定要顺藤摸瓜 一定还有上线的 否则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安排进来 这事情我已经上报了 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李叔 你押送这么多人回去 一定要小心 我已经从部队调了一个连过来 押送这批境外潜伏进来的杀手 也从市里调了一批 特警过来守护这里 李叔 你叫我过来 到底是什么事情 哦 你的事情上面已经知道了 对你也进行了了解 知道你武术也很厉害 所以想邀请你进特种部队 你的意思怎么样 进部队 李叔 这是不可能的 我刚承包了一千多亩的耕地 我怎么可能会去部队 我只是一个农民 你 李叔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李叔 人我已经帮你们抓到了 希望不会再出现泄露我身份的事情 我不想再让人知道 这些境外人员是我抓的 我只想做一个农民 办好我的农场 好的 这是你的自由 我们会为你保密的 这次的事情 确实为你的家人带来了危险 没想到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李叔 那没什么事情 我就回去了 家里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我处理 好吧 那我家人把你送回去 看着离开的黄飞 李叔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可惜了 首长 这黄飞应该不是普通人 他好像有特殊的能力 可以撂敌先机 可以隔空击婚人 旁边站着的军官 忽然小声对李叔说 黄飞的资料 从现在开始 列为红色机密 上报军区 首长 好像安全局那边 也注意到黄飞了 我们怎么办 那就要看谁的手脚快了 黄飞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饭时间了 小飞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来了那么多军人和民警 母亲有点担心地问黄飞 没什么大事情 这是一伙偷猎者 持枪来到我们后山偷猎 被我无意遇到了 就报了警 哦 原来是偷猎的人 你原来是偷偷到后山玩 居然不带我们 哼 我是带小虎到后山训练狩猎 带上 你把猎物都吓跑了 怎么训练小虎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把猎物吓跑了 我有那么吓人吗 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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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熬屋 什么意思 嘻嘻嘻 自己想 哈哈 王莉莉忍不住大笑不止 熬屋 不就是老虎叫吗 有什么好笑的 老虎 母老虎 黄飞 你居然说我是母老虎 你又疲养了 两人又玩起了绕圈圈的游戏 你这么凶 还不是母老虎 哪有女孩子动不动就打人的 玲玲别玩了 我们罚她 明天帮我们抓泥丘 抓泥丘 对 耕地的水渠有很多泥丘 今天那些小孩 都抓了很多泥丘 玲玲想起 今天看那群小孩抓泥丘的事情 耕地水渠有泥丘 那可是好东西 明天我去抓一些养起来慢慢吃 对了 爸 我在后山的一个山脊上 发现了一群野猪 你说我们能不能养野猪 母亲张翠莲两人正坐在一角看电视 不想打扰儿子和两女嬉闹 正在想着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 冷不防黄飞忽然聊到了自己身上 你刚才说什么 黄飞父亲都没注意他问了什么 平时都很少参与聊天 我说 后山有一处山脊 有一群野猪 我们能不能抓来饲养 饲养野猪 可能有点难度 野猪的活动范围需要很大 又有攻击性 你用什么来围住他们饲养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不放养 那就不算是野猪了 黄飞想了想 还是暂时放弃了饲养野猪 不过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就是把那山脊当成天然养殖场 自己只要经常去喂食就可以了 也可以和那群野猪混个脸熟 黄飞回到房间后 就一直想着这方法的可行性 只要食物足够 那群野猪繁殖起来 应该很快 只是现在还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想办法 过些天再做吧 平复了一下有点复杂的心情 黄飞进入了空间里 看到抓进来的野兔和山鸡 都在菜地上 吃着他种植的蔬菜 个个都精神状态很好 野山鸡那又长又艳丽的羽毛 更显美丽 野兔的皮毛也更显柔滑 那头放在果林里的野猪 并没有搞破坏 正安安静静地吃着杂草 黄飞看到空间里一切正常 就继续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倩倩 在吗 黄飞沟通了一下陶倩倩 公子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空间里太寂寞了 想找你聊聊天 嘻嘻嘻 你不会是想找我干坏事吧 黄飞老脸一红 陶倩倩老是抓住了 自己曾经的想法取笑他 真的没有 一个人在这里时间长了 总感觉很无聊 每天都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 你说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现象 你想怎么改变 把你女朋友带进来吗 这事我暂时没有想 我怕她把我当成是异类 那就等我幻化成人吧 应该再过两三年 我就可以足迹成功 就能够短时间离开本体 幻化成人 你幻化成人 可以离开这里吗 不可以 我不能够离开陶树本体太远距离 这里和外面是两个空间 对了 你的桃子可以吃了吗 现在还不算成熟 再过些时间吧 灵果成熟的时间比较长 那边的凤梨应该是成熟了 是吗 那我要尝尝 黄飞走到那两排凤梨树下 经过灵水浇灌 现在接出来的凤梨 比拳头还大 表皮金黄 应该叫黄金梨更贴切 她摘了几个比较大的凤梨 擦了擦 放到嘴里咬了一口 咔嚓 声音清脆 清甜多汁 入口流香 再也没有了原来的酸色味 现在又大又甜 嗯 真好吃 金黄色的梨子 那以后这凤梨 就叫黄金凤梨吧 反正是闲着没事干 黄飞就 便摘了一筐黄金凤梨 准备带出去 让大家尝尝味道 倩倩 你说这个空间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动物 当它再次升级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 这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和你都是外来的 这里原来是什么样的 没人知道 哎 算了 不想了 反正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我们还是 抓紧时间修炼吧 嗯 我也要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 门幻化成人出来陪公子 黄飞和陶倩倩聊了一会儿 心情也轻松了很多 打开灵洞的门 走了进去 继续安心修炼 一夜无话 黄飞 起床了 要去抓倪丘了 早上七点还没到 房门就被零零敲响了 喂 林大小姐 你不睡觉了吗 你还是小孩子吗 抓倪丘都这么兴奋 黄飞慢悠悠地打开了房门 然后又躺回了床上 不是 那些小孩说 早上的倪丘最多 我问过他们了 笨蛋 啊 不会吧 那晚上 他们为什么不去捉倪丘 那边都是一大片荒地 你敢晚上去捉倪丘吗 不要说那么多了 赶快去洗漱吃早餐 咦 这是什么 你房间里 怎么有一筐的梨子 林林走进房间 拉黄飞起床 忽然看到 地面上有一筐梨子 这是黄金凤梨 我从后山摘回来的 你尝尝 很好吃的 林林听到吃的就开心 拿起一个黄金凤梨 擦了擦就咬了一口 嗯 好吃 又脆又甜 你以前不是说 凤梨很难吃吗 怎么这个梨 又甜又脆又香 不好吃的 那是野凤梨 这可是黄金凤梨 黄飞说着 就把一筐的凤梨提到楼下 楼下众人看到黄飞提着一筐的梨子下楼 觉得很奇怪 都别看着了 这是黄金凤梨 大家都尝尝 妈 一会儿你带一些凤梨 给二叔三叔他们 让大家都尝尝这个黄金凤梨 我想把它培育成 以后凤梨村农场的特产 嗯 这梨真好吃 比外面卖的梨好吃多了 如果我们凤梨村农场种出这种梨 一定很好买 我就是打算 把山上的凤梨树 移植到耕地的大路边种植 玲玲 我原来 让你设计那些主道路单边种树 就是这个用意 嗯 在修路的时候 我会把这些和春花嫂子说清楚 留出足够的空间 来种植凤梨树 在耕地上种一些果树 一来是防风防沙降温 二来是可以让员工们在树下休息 以后也算是凤梨村的一个美景 当梨树开花的时候 整个耕地都变成了花海 哇 那一定很美丽 黄飞 你是怎么想出这个设想的 王莉莉很喜欢这个构想 那时候凤梨村一定很美 我的本意 就是想把凤梨村打造成一个世外桃源 所以我不但要种梨树 还要种桃树 樱花树 到时候一定会吸引很多游客 这样村里人就会增加一些收入 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长远计划 要把凤梨村改变过来 就一定要有长远的构想 能够持续发展 黄飞父亲也肯定了黄飞的想法和做法 莉莉 大型翻土机是不是今天来 是的 昨天我已经联系好了 我们租用了五台翻土机 把整个耕地都翻一遍 然后再重新规划 原来的旧路我已经让春花嫂子 用挖土机挖平了 玲玲 鱼塘还有几天才能够挖好 挖鱼塘很快 但要全部塘机和鱼塘边缘铺上水泥 那就需要时间 最快也要十天以上 让春花嫂子抓好工程质量 我和你说的一些细节 一定要处理好 鱼塘和地下储水池的联通细节也要注意 尽量做到一步到位 不需要重复施工 黄飞再叮嘱了一下玲玲 她虽然贪玩 但做起事情来还是很放心 收到 现在出发抓泥丘 玲玲提了一个水桶就出发了 黄飞看着玲玲没心没肺的表现 忍不住摇头笑了起来 来到自己家后 她已经从孤儿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了 她和王莉莉相识一笑 找了一个小盆就跟了上去 耕地上已经有几百人在干活了 难得凤梨村有这么多人同时干活的一天 黄飞一边走一边和村里的人打招呼 黄飞快点 昨天就是这水渠有很多泥丘 玲玲在前面一条水渠旁边叫喊 这是一条以前耕地留下来的水渠 连接着远处一个山间的溪水 水流很小 也算是活水 既然昨天都被人抓过了 这里应该没多少泥丘了 我们上前面没捉过的地方抓 也对 我怎么忽然变笨了 嘻嘻嘻 黄飞带着两女来到没有人抓过的地方 然后把外套脱了 递给了莉莉 你们两个就在一旁看着 别把衣服弄脏了 我来抓就可以了 黄飞 我也想抓泥丘 玲玲也想下去抓 你还是在旁边看吧 万一有蛇你不怕吗 啊 有蛇 那我不下去了 玲玲被黄飞的话吓了一跳 黄飞和王莉莉都相识一笑 抓泥丘一身泥巴 不适合女孩子玩 不吓唬一下玲玲 她一定会要亲手抓泥丘 抓泥丘 是黄飞小时候的最大乐趣 经常和李大伟 黄海山 黄杰 几人一起抓泥丘 抓鱼 冯小燕就在旁边看着鱼篓 黄飞选了一段底部泥土多气孔的水渠 然后把水渠两头堵住 用小盆把水渠里堵住的水瓢杆 黄飞 你在干什么 让你抓泥丘 你怎么在玩水 小笨蛋 我把水渠的水瓢杆 就更容易抓泥丘了 这样泥丘就跑不了 你才笨蛋 昨天人家小孩都是在水里摸泥丘的 哪用把水瓢杆 那是他们没带工具 他们摸一会儿 把水浑浊了 就很难摸到了 很快 黄飞就把这段水渠的水瓢杆了 黄飞 有小鱼 这里 这里有小鱼 好漂亮的小鱼 这是唐瓶鱼 也叫中国斗鱼 可以放在鱼缸里 当关赏鱼 那帮我抓起来 我要回去养 好吧 你用水桶装一些水 我把小鱼放到桶里养着 直到把几条小鱼放到水桶里 玲玲终于安静了下来 看着水桶 得小鱼玩 而王莉莉 一直是安安静静地看着黄飞忙活 分享三人的欢乐时光 黄飞把小盆放在泥巴上面 然后从水渠一头开始 一小块一小块地把泥巴翻开 躲在泥巴中的泥丘 立即无所遁形 一条一条的泥丘 被黄飞抓到了小盘中 这条水渠 应该是很久没有人来抓泥丘了 泥丘的数量确实很多 一会就抓了一小盆 黄飞 你这种方法抓泥丘确实方便 基本上 一次就把泥巴里的泥丘抓光了 王莉莉还是黄飞来到老宅 看四周没人 就把空间里的野猪积晕带了出来 看着地上二百多斤的野猪 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拿出手机 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 我昨天从后山抓了一只野猪回来 你知道谁会杀猪吗 你抓了一只野猪 在哪里 黄飞父亲很惊讶 我已经把他扛到了老宅 你叫二叔三叔过来看看 没多久 菜园里的人差不多都跑来了 因为村里很久没人抓到过野猪 都想来看看 哇 好大的野猪 黄飞你是怎么抓到的 昨天我带着小虎进山 遇到了洛丹的这只野猪 我们追赶他的时候 他撞到树上撞晕了 所以就被我抓到了 你运气真好 村里很久 没有人抓到过野猪了 黄飞问 你们谁会杀猪 村里的黄老四 以前是杀猪的 他应该在村里 员工冯一说 对 黄老四以前村里的猪 都是他杀的 爸 那你去找黄老四来杀猪吧 我先把猪洗干净 大伙一会都来拿些肉回去尝尝味道 大家一听有肉拿 都开心回去干活了 二叔 现在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猪皮应该要不了 太多树枝了 呦 好大的野猪 黄飞小子 厉害啊 随着声音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二叔赶紧对来人说 黄老四 这个你在行 要怎么弄 刀具我都带齐了 你们猪血要不要 黄老四问 要 猪血是好东西 当然要 黄飞连忙说 想着那香葱爆炒猪血 就流口水了 那就把猪垫起来 把调好盐水的盆 放在下面装血 黄飞为了安全 防止野猪反抗 就直接给了他最强一击 把他弄死了 黄老四把猪头猪脖子都洗干净了 然后在猪脖子上来了一刀 猪血马上从脖子中涌出 流到下面的盆子 足足装了一盆猪血 接下来就是开膛破肚 把猪内脏粪捡出来处理 然后把猪肉从猪皮上分割出来 在垫子上摆放了一大堆 黄飞母亲和二婶三婶 就在水龙头下清理内脏 野猪以杂草植物为食物 所以 内脏都很干净 颜色粉白 非常健康 二叔三叔 中午就到家里吃杀猪宴吧 很久没做 一起吃饭了 今天热闹热闹 一会叫上村长几人 刚好开两桌 老四叔一会也一起吧 好 我也很久没吃杀猪宴了 今天就高兴高兴 黄老四很开心 现在也快中午了 就不弄太复杂了 就来个温泉猪吧 猪下水 猪头肉 猪血 排骨 五花肉 各种放在一锅文熟 那个香呀 现在想着都流口水了 黄飞越说越香 赶紧拿出手机 到我家吃杀猪宴 今天宰了一头野猪 准备来个温泉猪 啥 有野猪肉吃 那一定要来 我把黄老头 多年前酿的米酒都带上 三婶 一会便摘些菜园的蔬菜和配菜 今天让大家都尝尝 我们凤梨村农场的蔬菜 很快 个人都开开心心地 拿着分好的野猪肉回家 黄飞看着 还剩下的两大盆肉 一阵头大 今天就让大家吃个够吧 随着渐渐来人 黄飞家里开始热闹起来 厨房里几个女人切肉洗菜 男人就在厅里聊天 黄飞母亲和她二婶 都是厨娘级别的 熟练地把姜葱放到锅里 烧了一锅开水 把猪肉倒进去 剔除肉腥味 再起锅把猪肉炒干水分 然后才起锅烧油 把切好的香葱蒜 放进去爆炒猪肉 再放进八角香叶花椒等配料 最后才把猪血放到上面 再往锅里倒进适量开水 盖上盖子中火稳煮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黄飞站在厨房 偷尸到这里才回房间 从空间里摘了一筐黄金凤梨 提到了楼下 让大家品尝 村长 你们来尝尝这黄金凤梨 这是昨天从后山带回来的 嗯 这里好吃 我还没有吃过 这么爽脆清甜的梨 村长边吃边点头称赞 后山什么地方 有这样的梨树 我怎么不知道 黄老四很奇怪地问 你不知道的是多了去 后山你都去过了 那也是 现在没猎枪 根本不敢走太远了 黄老四以前 应该经常进山打练 山里面环境好 果树当然长得好 我们村周围的土质太差了 所以 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好吃 我下一步计划 就是从外面买土壤 买有机肥回来改造耕店 黄飞 我们真的很佩服你 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魄力有远见 别人都是 为了赚钱而赚钱 而你虽然也赚钱了 但你 也把赚到的钱 用来改变凤梨村 你做的事情 我们村里人都看在眼里 他们都很感激你 老村长深有感触 他已经看到 凤梨村在变化 你们也不用这样夸我 只要村里人不认为我是欺骗他们 不认为我是在压榨员工就可以了 钱我必须要赚的 要不我奶奶那么多钱来建农场 改变凤梨村 小飞你放心 如果被我听到 谁在背后说风凉话 我敲断她的腿 一众人吃着凤梨 聊着天 很快厨房里就飘出浓郁的肉香 咦 翠莲妹子的厨艺见长了 好香 确实是满无飘香 野猪在空间里 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天了 每天吃着含有灵气的杂草 喝的是水潭的灵水 肉质已经发生改变了 随着两锅野猪肉香味的飘散 半个村子的人都闻到了香味 有人走出门口 到处寻找肉香的来源 哪家的菜做得这么香 馋得流口水了 是啊 谁家做菜这么香 好像是洪根家今天吃杀猪宴 村长他们都去了 对 好像是黄飞 昨天捉到的野猪 在他菜园的员工都分到猪肉了 太香了 我都想过去讨吃了 哈哈哈哈 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而黄飞家里 已经有人忍不住跑到厨房请教厨艺了 淬莲妹子 厨艺厉害啊 有什么秘诀教教大家 太香了 我哪有什么秘诀 你没看到 我们也在吞口水吗 黄飞母亲也在纳闷 今天的肉怎么那么香 黄飞却在暗暗偷笑 空间出品 必是真品 如果在空间里长期繁衍下去 都有可能变异成零售了 在一屋子人的期待中 终于开饭了 分了两桌坐下 每桌一大盆文全株 两份拍黄瓜 两份油菜 简简单单 却又色香诱人 开吃开吃 都别客气 没人回应 个个都盯着桌面上 那一盆野猪肉吞口水 真香 终于在村长的一声赞叹中 众人伸出了筷子 猪血的嫩滑 猪头肉的劲道 猪内脏的干爽 五花肉的肥而不腻 排骨的干香 这就是文泉猪的魅力 把一只猪各部位的特色 让你一次尝遍 真香 真好吃 众人个个都吃得满嘴流油 嘴里只会说这几个字 哎呀 我差点把带来的酒忘记了 这可是黄老头前几年 最后的一批酒了 我平常都不舍得喝 今天高兴 大家都喝一点 村长忽然想起了喝酒 咦 这是黄春山黄老头的 五金装唇良液 好酒 已经几年没喝过了 黄博山你 居然还有私藏 黄老四闻到酒香 就忍不住饭酒饮了 这是最后一谈了 喝完就没有了 哎 黄老头怎么就不酿酒了呢 他不是不想酿酒 而是卖不出去 卖便宜了亏本 卖贵了又没人要 他是祖传的手工酿酒工艺 不过他的纯粮酒确实好喝 黄老头的酒 是纯粮式酿造的 和外面卖的餐和酒不一样 就算是新酿造出来的 酒都比外面的好喝 绵柔顺喉不上头 村长 让我也尝尝 黄飞被他们的谈话吸引了 就走到村长那桌讨酒喝 小飞也喝酒 偶尔喝点 听你们说 春山叔酿的酒 就过来尝尝 呵呵 你喜欢也没用 我就剩这一谈了 就是不知道黄老头家里 人也变沉默了 不怎么爱说话 他就只有酿酒一种喜好 现在他连这喜好也没有了 能开心吗 黄飞听着大家谈论黄春山 看着手中的纯粮酒 清晰透明 酒香扑鼻 小喝一口 口感纯和 绵柔顺滑 没有那种刺鼻的辛辣 不会烧喉 果然是好酒 黄飞有模有样的点评 咦 小飞可以啊 居然能喝出黄老头纯粮酒的精髓 村长 如果我请春山叔酿酒 你说他会不会答应 你请他酿酒 你怎么请 就是让他酿酒 他酿出的酒我购买 你买那么多酒干什么 当然 是为了赚钱 我可以把他的酒包装起来卖出去 小飞 你可以去找黄老头谈一谈 不过他的酒并不便宜 我知道了 一会我就去找春山叔谈一谈 大家继续喝酒吃肉吧 你们也尝尝我们菜园的蔬菜 这些黄瓜和油菜是 你们菜园的 难怪这么好吃 刚才一直吃肉 尝了一下这蔬菜后 就觉得那些肉没那么香了 不会吧 蔬菜这么好吃 我也一直在吃肉 我也尝尝 哇 你这蔬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原来那么好吃 难怪那些酒店都抢着药 我现在才知道 你菜园的蔬菜这么好吃 我们服了 难怪你种蔬菜能够赚钱 原来这蔬菜这么好吃的 好吃大家就多吃点 厨房里还有 今天肉管够 蔬菜也管够 沙猪燕一直吃到 每个人都吃撑了 不想动才结束 完了 吃过今天这一餐沙猪燕 以后吃什么都没味道 看来 以后要到黄飞家蹭饭了 大家听到这话 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午饭后 大家又开心地聊了一会儿 才各自回家 黄飞就跟随村长 来到了黄春山的家 看到春山叔 正在院子的堂椅上 听歌晒太阳 黄老头 你很悠闲呀 咦 黄大村长来我家里 真是稀客 怎么 又想来套我的酒 你真的还有私藏 赶紧地给我一谈 我最后一谈 刚才在黄飞家喝完了 想得美 想喝酒 等我那孙子结婚再喝吧 黄老头 我是带黄飞过来串门的 他想和你谈点事 春山叔好 打扰你休息了 黄飞 你小子不错 能回村里帮助村里人找工作 我儿子和孙子 现在都在你那里干活 谢谢春山叔信任我 我过来这里 想找你商量一件事情 哦 你想和我商量什么事情 我想让你酿酒 然后把酒卖给我 什么 酿酒卖给你 你买酒来干什么 我现在是和酒店做生意 我可以收购你的酒 然后卖给酒店 那你能收购多少酒 你酿多少酒 我就收购多少酒 真的 你应该知道 我的是手工酿造的纯粮酒 价钱不会便宜 那你现在酿造最好的酒 需要什么价钱 如果是用最好的粮食酿造 按现在的市场价 最少要25元一斤 你能接受吗 只要你认为是最好的酒 我就按50元一斤收购 你酿造多少 我就收多少 不过一定要保证质量 什么 50元一斤收购 你不会是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 这些可以签订收购合同 但你酿造的酒 只能卖给我 只可以小量卖给村里人 这个当然可以 那还有没有别的要求 没有别的要求 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好酒 我会在你的酿酒作坊 增加一套净水设备 你酿出的酒100斤一坛 酒坛子你帮我定做 这个容易 我以前就定做过很多酒坛 那你说的净水设备 又是什么 就是把现在的水 进行净化成纯净水 让你的酒更好喝 不过净化媒体很贵重 所以 这种纯净水只能够用来酿酒 好 我知道了 我不会让别人碰那些水 春山说 那现在去看一下你的酿酒作坊吧 我看看 需要添加什么设备 好的 作坊就在房子旁边 我这带你过去看看 黄春山心里很高兴 终于又可以酿酒了 这可是 他祖上留下来的手艺 他不想把它失传了 黄春山的酿酒坊就在隔壁 比他现在住的房子大 还有一个存放酒用的地窖 虽然酒坊很多年没用了 但一直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 黄飞四周看了看 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整改的 只需要增加一个储水罐 转换零水就可以了 春山说 我两父子来酿酒 一天应该能酿造一百斤左右 黄飞计算了一下 放到空间内囤积半年后一百八十坛 在小范围内销售应该可以应付 好 就这样定下来吧 我这两天就安排人来 安装这套净水设备 你们父子也可以准备酿酒的材料 我一会儿就先给你们五十万的定金 啊 还没开始酿酒 你就给这么多钱 你帮我订酒坛和买材料都需要钱 我一会儿就叫王助理 把合同带来给你签名 谢谢你小飞 让我可以重新酿酒 没有让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失传了 我也不想这么好的酒 被人遗忘了 从黄春山的酿酒作坊离开后 黄飞拨通了安林公司的王芳电话 王技术员你好 我是黄飞 我这边需要一套五吨不锈钢的 储水罐横压净水系统 用来酿酒用的 需要前后过滤 你们公司能安装吗 当然可以 只要是供水系统 我们公司都可以安装 你那边需要什么时候用 你尽快安排吧 另外 你最好也过来一趟 我这边新的蔬菜基地 已经在筹建了 需要你们公司规划一下喷林系统 好的 谢谢黄先生的信任 我会尽快过去现场规划 好的 尽快安排刚才那套储水系统 不明白的地方就给我电话 处理好酿酒的净水系统 想了想 又拨通了辉煌广告设计公司的 陈经理电话 陈经理你好 我是黄飞 你好黄先生 你是询问注册商标的事情吗 哦 我差点都把这是忘了 商标注册的事情怎么样了 哈哈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 商标的事情应该下周就能拿到证书了 你还有别的事情吗 有一件事情咨询你 你们公司有酒瓶设计吗 当然有 所有关于设计的生意我们都做 你需要设计什么样的酒瓶 我现在准备酿造纯粮酒 是便用民间手工酿酒工艺 商标是凤梨山 名字还没有想好 我需要你设计一金装和三金装的酒瓶 陶瓷玻璃都可以 但一定要有特色 这是千元以上的高档酒 酒瓶和外包装都需要配得起这个价钱 好的 我会尽快设计几款酒瓶和包装让你选择 那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设计好了就给我电话 打完电话的黄飞刚走到村口 想巡视一下个工地 就听到对面耕地上传来隆隆的机器声 原来是五台大型翻地机已经在荒地上工作了 来到耕地附近找到了村长等人 黄飞也站在众人旁边一起观看翻地机工作 有翻地机就是快 一来一回就够我一天工作了 用大型翻地机来翻地又快又深 比人工翻地好多了 连杂草都粉碎了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五台翻地机在荒地上绕着圈 把荒地翻土平整 把杂草也一起清理掉 早知道翻地机是组合作业 就不用人工除草了 黄飞又找到了玲玲和王莉莉问 我们订购的十台小型翻土机 什么时候到 王莉莉查询了一下后说 应该是两天后就送到这里 玲玲 把原来二十亩一个区域 改变为十亩一个单位 这样方便管理喷零 每种蔬菜种植十亩 应该也能够应付供应吧 莉莉 明天开始 就让村长安排人在蔬菜种植区 分割出每十亩一个单位 修整填梗 把事情都安排好后 就往家里走 心里想着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做 他需要把村里的事情都安排好后 还要去学车 还要去帮李叔 检查那些受伤低事 就在这一瞬间 才发现 你就在我身边 悦尔的手机铃声 把黄飞的思绪打断 拿出来一看 居然是肖强威美女的电话 你好啊 肖大总裁 好久没接到你的电话了 你还好意思说 是不是我不打电话给你 你都把我变成陌生人了 我哪敢 只是这段时间 没有什么事情向你汇报 所以就不敢打电话了 我这是小本生意 哪敢得罪你这位大财神 黄飞 你的蔬菜种植基地筹建的怎么样了 你答应我的鱼和鸡 什么时候才有 这些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这不同种菜十天半月 就有一批成熟 养鸡最快 也要四十五天一批 养鱼 我就不知道需要多少天了 因为我没养过鱼 那我还要等多久 我的客人不可能天天吃蔬菜 你的配菜 能种多一点吗 对了 配菜的效果好不好 配菜的效果很好 可是数量太少了 我只能够针对大客户 才使用你种植的配菜 那也没有办法 更低这两天 才刚刚进行平整 接下来还要进行 喷淋系统的安装 还有净水系统安装 要种出蔬菜 估计最少要二十天 哎 那也只有等了 我现在上了你的贼船 想下船都难了 对了 小总 如果我养鱼 我养什么鱼最好 如果你有办法养名贵鱼最好 比如 石斑 鲁鱼 翘嘴鱼 刀鱼 扇鱼 桂花鱼等 都是我们酒店首选 好的 我尽量养殖一些名贵鱼种 看来我现在就需要去寻找 养鱼的技术人员 养鱼的技术人员 我也可以帮你寻找一下 因为我们酒店 认识很多养鱼的基地 那就更好了 谢谢你 小美女 那你怎么谢我 我的茶叶呢 茶叶暂时没有 不过 我明天帮你带一些 我们的黄金凤梨 给你尝尝 你们什么时候 又出了黄金凤梨了 可以量产吗 是我在山里面采摘的 很好吃 是我私人送给你的 算你还有点良心 有好吃的 能记得骑我 挂了 要工作了 黄飞想到 刚才养鱼的事情 确实要提前找到会养鱼的人 他拨通了村长的电话 村长 我们村里有人会养鱼吗 谁会养鱼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好像有几个人 曾经在隔壁镇 帮人家养过鱼 我帮你问一下 好 你就帮我问一下 把养过鱼的人都登记起来 现在都是大型翻土机在工作 我们的人都闲下来了 接下来干什么 你暂时安排一些人 去处理焚烧那些杂草 王助理会安排你们 明天开始整理田岗 好了 那我就听王助理的安排 黄飞回到家里 看没十一事情做 就带着小虎小金 进了空间里 小虎 你看到那两只小松鼠 去哪里了吗 他在空间里 好像没发现那两只小松鼠 不知道这两只小松鼠 躲到哪里去了 他搬进来的坚果也不见了 小虎听到黄飞的话 走到原来堆放坚果的地方 闻了起来 然后向着山上走去 居然躲到山上去了 黄飞也好奇地跟上了小虎 这空间里的山 黄飞自从上次空间 升级的时候逛了一下 就再没有上来看过了 发现山上露出来的面积 又大了很多 这山上的树都是又大又高 他都不认识这些树是什么树 也有很多花花草草 都是黄飞不认识的 不知道这里的花草 一道现实中能不能种活 小虎在前面走 黄飞就在后面慢慢跟着 临时也释放了 出去观察周围的环境 山上都是静悄悄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忽然感知中 前面出现了一个山壁 山壁上有一个洞口 在山下看上来 根本不可能看到 也超出了黄飞的临时范围 如果不是今天走上这里 都不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山洞 这山洞也可能是 近段时间才露出来的 黄飞心跳加速 快步走到了洞口 洞口很圆滑 不像是天然形成的 又不像是人工挖出来的 这洞不会又有什么奇遇吧 黄飞带着激动的心情 慢慢走了进去 山洞很干燥 空气也很清新 没觉察到有什么危险 这山洞并不是很深 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出现在黄飞面前的 是一个很大的 至少几百坪的溶洞 通过洞口的亮光 可以看到溶洞的地面很平滑 在溶洞的尽头 还有一个水池 两只小松鼠 站在水池边的一个平台上 盯着黄飞 原来他们躲到了这里 难怪没有发现 小虎别吓唬他们 以后大家要做好朋友 看到小虎和小金想冲过去 赶紧叫住了他们 没再理会几个小家伙 黄飞一直在观察这个溶洞 很想发现出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看来看去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 没有宝物 没有奇遇 没有惊天秘密 更没有修仙传承 喝了一口水池中的水 和山下的水潭水质一样 山下水潭石缝中流出的灵水 可能就是从这个水池流下去的 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 黄飞感到很失望 还以为这个山洞 有什么惊天大秘密 不过这个大溶洞 也是有用处的 就是以后可以用来放酒坛储藏酒 有点失望的黄飞回到了山下 本来想驯服小松鼠的 也没有了兴趣 帮空间里的植物 都释放了一次淋雨术 然后无所事事的她 开始剪枝分叉野山叉树 这个技术黄飞还是会的 把一些适合检查的枝条 都修剪下来集中培育 有灵水的加成 培育简单了很多 忙碌中的黄飞 渐渐把刚才煽动的失望忘记了 而回到中南军区的李首长 却一直念叨着黄飞 她一直想不明白 黄飞是怎样知道了 这些杀手的计划 又是利用了什么特殊手段 把这些杀手抓住的 王副官 你觉得黄飞这个人怎么样 报告首长 黄飞这人有点神秘 朴实 不好大喜功 你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看看能不能从她的言行中 看出点什么 首长 我接触她的时间只有几小时 对她并不能发表什么评价 我最好奇的就是 我们刚见到她 她就能发现有杀手冒充警察 这一件事情 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再回来的路上 她能够提前知道有杀手埋伏 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我们部队的侦察兵有这个能力 那就是大杀气 哎 可是她拒绝了来部队当兵 我们也不能够抢求她 你说这是怎么办 首长 我觉得 虽然她不愿意来部队当兵 但我们可以创造机会 保持和她的联系 渐渐让她和部队连上关系 好 你这个想法好 让她和我们部队连上关系 这个好办 今次她帮我们 捉了14名境外雇佣兵 这一功劳 足可以授予她一个军衔 开心大笑 首长 你这一招告 恭喜首长招揽到一位奇才 你赶快把这件事情写一份报告 向上面申请 尽快抢在安全局之前落实下来 收到 首长 我立刻去办 黄飞啊黄飞 我一定要看清楚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通常都说 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产生好奇的时候 就是这个女人 渐渐爱上这个男人的表现 而当一个男人 对另一个男人产生好奇的时候 就会像现在李首长一样 心里痒痒的 像猫爪一样 总想找到真相 黄飞 快起床 出事了 玲玲的叫喊声 把黄飞从调息状态中唤醒 出什么事了 黄飞打开了房门 看到一脸着急的玲玲 尼丘都变大了 是不是发生变异了 还能不能够吃 什么尼丘变大了 黄飞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是我们昨天抓的尼丘 我早上去看的时候 发现尼丘长大了很多 昨天才一根手指那么大 今天已经长到两根手指那么大了 这尼丘 还能不能够吃 不会吧 黄飞头一下子就猛了 他昨天为了加快尼丘肉质变好 直接用了空间里的潭水养尼丘 生长怎么这么快 他赶紧下楼去看那一层尼丘 只见父母和莉莉 都正在围着木盘观看 黄飞父亲看到他就问 小飞这是怎么回事 尼丘怎么一晚上长这么大了 我也不怎么清楚 我昨天就是把一些蔬菜生长素叶 倒进了木盆里 啊 蔬菜生长素还有这个功效 那我们用来养鱼 不就长得很快了 王莉莉第一时间就想到鱼塘了 你以为生长素是自来水随便用 这么大一个鱼塘 你放多少生长素 黄飞心里想 即使我有那么多潭水 也不敢这样用 他可不想被人盯上了 那这些尼丘怎么办 当然是尝尝仙 大早上的我就来一个尼丘汤吧 红枣狗子尼丘汤 女人大补 滋润美颜 我要喝尼丘汤 玲玲听到能够美颜就兴奋 还是我来做吧 尼丘汤很快的 黄飞母亲立即把话接了过去 妈 这几条黄山这么大 那中午就做黄山饭吧 我记得只是小时候吃过了 可以 那中午就做黄山饭 什么是黄山饭 玲玲问 现在保密 你中午的时候就知道了 黄飞对着她神秘一笑 玲玲白了黄飞一眼 不说就不说 我看阿姨怎么做尼丘汤 好 我教你 黄飞母亲很喜欢 玲玲这种单纯的性格 只是不知道 自己儿子对这两个女孩 是什么意思 只好两个都很疼爱 尼丘身上有滑泥泥的液体 我们要用大热水泡一下尼丘 把她身上的液体清洗掉 然后取出内脏 起锅烧油 放进姜葱 把尼丘煎炒到微黄 把尼丘的腥味去除 这样也能让汤变得乳白 然后倒进热水 把红枣枸杞山药放进去 大火把水煮沸后 就转小火炖煮十分钟 煮好的尼丘汤愁滑乳白 这时候开始加盐 加点鸡精 加点白酒胡椒粉去腥 然后加上葱花 就可以出锅了 哇 真的好香啊 没想到尼丘汤这么香 黄飞喝了一口乳白的汤 香 滑 没有了泥腥味 而多出了一种鲜味 入口愁滑 让人回味无穷 她又夹起一条尼丘 用嘴咬住轻轻一撕 就把尼丘一边的肉撕了下来 肉质变得有劲道 有点像蛇肉 却又比蛇肉嫩滑 咦 尼丘肉 为什么这么好吃 没有骨刺又嫩滑 还有一种清香 真好吃 王莉莉还是第一次吃尼丘 嗯 一口汤一口馒头 真香 玲玲就一脸享受 玲玲很得意地说 黄飞 要不我们建一个水池 把鱼都养起来 这样每天都有好吃的美食 你看看我 每天虽然吃很多菜 可是我没有变胖 反而皮肤变好了 我现在都不用化妆了 王莉莉也接着说 对啊 我也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 根本不用化妆了 那是因为 你们天天吃的蔬菜 都有滋养身体的功效 你们没觉得 我爸妈都变年轻了吗 我们确实感觉变年轻了 白发都快没有了 精神也变好了 感觉至少年轻了十岁 黄飞母亲也点头承认 这就是我们蔬菜的魅力所在 只要是吃过的人 都会发现身体的改变 如果是练武的人 感觉更会明显 哦 原来你武功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吃了蔬菜 我知道了 你是大地水手 玲玲忽然点着头 仿佛恍然大悟地说 大地水手 有我这样帅吗 黄飞做了一大地水手的动作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莉莉 今天开始划分蔬菜 种植区的田梗 我忽然记得 好像买的翻地机 也有奇梗功能 那我们就做好分地就可以了 我们订购的 有机肥过两天也到了 怎么使用 王莉莉问 运到菜地附近 然后请春花嫂子的铲车 运到菜地扑散开 再用小型翻地机翻土 拌均匀就可以了 能动用机器的 就尽量用机器 黄飞还是主张机器作业为主 以后道路修建好了 就方便多了 现在路没修好 很多事情都是做不了 玲玲 现在以修建河边 和菜地的路为主 其他的可以慢点 黄飞又吩咐零零 你放心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哪里需要 就修哪里 过两天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我可能要去中南军区一趟 要办些事情 估计时间内 都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 因要做的 我都安排好了 你们有什么决定不了的 就给我电话 黄飞决定 还是抽时间 在农场 还没有正式投产之前 去一趟军区 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 想到军区的事情 黄飞想到了 春花嫂子老公的 最后一次治疗 今天刚好没事情 就去帮她治疗好吧 暖暖的 浑身舒坦 来到了春花嫂子家 房子里居然有几个老人 在聊天 中书 三叔公 四大爷 你们都在 聊什么热闹 哟 小飞来了 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 我来帮成哥 调理一下身体 你还会这手艺 你不学农业的吗 怎么会医术 我是上学的时候 跟一个老中医学的 只会推拿调理身体 不会看病 黄飞的推拿可厉害了 志华都全身瘫痪了 黄飞帮忙调理了几次 现在都差不多痊愈了 春花父亲黄世忠激动地说 这么厉害 那真是不得了 黄飞 我这风湿痛 能治疗不 这要一会儿看看才知道 我现在先帮成哥调理身体 黄飞让成哥躺好 然后就把他剩余堵塞的 毛细血管都疏通了 其实就算黄飞不帮他疏通 十天半个月后 他自己都可以康复了 成哥其实经过 黄飞的回春术调理身体 他是因祸得福 无论他的脑部细胞 脊髓神经 还是身体 都被回春术滋养了几遍 大小毛病都被剔除 现在比常人都要健康 好了 经过这几次的调理 你的身体基本上已经康复了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到医院去复查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的话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总感觉比我没生病的时候 还要健康 成哥你身体恢复了 就可以帮春花嫂子 分担一下工作 他现在一个人忙几个工地 也太累了 这个你放心 我这两天都已经到工地上看过了 黄飞 大恩不言谢 我们夫妇俩 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做好凤梨村的工程 都是乡里乡亲的 不要那么客气 三叔公 让我看看你的风湿病 好 好 我这腿已经风湿很多年了 一到下雨天 就疼得我走不动 黄飞还没接触过风湿病 还不知道风湿病 是怎么形成的 他把手 按在三叔公的脚上 另一只手 就假装在脚上按摩 在黄飞的内饰中 发现三叔公的脚 原来是因为 关节长期磨损 没有及时修复 产生了病变 骨膜组织坏死 从而出现发炎 炎症引起经络不通 神经又受炎症挤压 所以出现走动时疼痛严重 黄飞通过内饰检查 知道了风湿病的病因 只要把受损的骨膜修复就可以了 他通过 按在三叔公脚上的手 把回春术 释放到骨膜受损的部位 回春术的特殊活性灵器 把受损地方包裹住 然后刺激骨头细胞在生长 把骨头坏死的地方修复 直接把炎症消除了 炎症的消除 使得脚上的经络畅通 神经不再受到挤压 脚上的疼痛自然就消除了 现代医学很难根治风湿痛 是因为没有药物有效地 帮助骨膜损伤部位修复 只能暂时消炎 当出现温差的时候 受损的部位 就会产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 触碰神经 从而导致风湿病疼痛的发生 现在 黄飞是从根本上 消除了风湿痛的病因 也可以说是 根治了风湿病 黄飞整个治疗过程 大概也就15分钟 顺便把三叔公的身体 也梳理了一下 消除了一些小病痛 还着重滋养了一下 他的脑细胞 让他变得目清耳明 三叔公 此时已经舒服地睡了过去 还打起微弱的憨声 旁边的几位 看着熟睡中的三叔公 难以置信地看向黄飞 真的有这么舒服吗 这一会儿 他就睡着了 来 小飞也帮我按按 让我也舒服舒服 四大爷 你凑什么热闹 你哪里不舒服 黄飞有点哭笑不得 真是人老了 都是小孩子脾性 我全身都不舒服 你就帮我按摩按摩 那好吧 你躺到另一边 黄飞没办法拒绝 一位老人的请求 他粗略地把四大爷的身体 检查了一遍 确实没有什么大毛病 只有一些老人衰退 造成的小毛病 所以黄飞主要滋养的部位 是关节脏腑和头部 帮助四大爷 恢复一些活力 舒服 太舒服了 我好像洗了一个热水澡 全身舒畅了 难怪王老头会睡着了 四大爷只感觉自己 全身轻松 头脑清明 视力和耳力都变好了 李老头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小飞按摩真的有那么舒服 那我也想尝试一下 另一位村里的张大爷 都被说的想试一试 张大爷 今天真的不行了 连按了三个人 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下次有机会再帮你按按摩 黄飞怕了 如果一会村里传开了 个个都来找自己按摩 那就麻烦了 我这里有瓶人身调理液 你可以每天喝两口 对身体有好处 黄飞从包包里 拿出了四瓶零水 一人分了一瓶 总算脱身回到了家里 刚回到家里 就听到了手机响 看到是卖黑凤鸡苗的 李叔打来的 坏了 把今天取鸡苗的事情忘记了 喂 李叔你好 黑凤鸡苗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好了 四百只黑凤鸡苗 我都准备好了 一秒也打好了 你什么时候拿 下午三点可以吗 我下午到镇里 我把地址发给你 可以 那我下午把鸡苗带到镇里 为了鸡苗在空间里 不会出意外 黄飞还是进了空间 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在果林里也播种了蔬菜种子 放置了足够的饮水器 因为外面一天空间里就十天 万一不小心把里面的鸡饿死了 就惨了 看来在空间里 还需要增加种植一些蔬菜和牧草 方便空间里的兔子和野鸡蜜食 忙完了空间里的事情 都快到午饭时间了 答应了林林他们 中午做黄膳饭 赶紧准备了起来 做黄膳饭其实很简单 把黄膳捉到盆里 倒一些食盐 把黄膳身上的滑腻腻的液体清洗干净 然后淘米做饭 做饭时加的水要比平时少一点 把清洗干净的黄膳 放到加好水的米锅里 再用剪刀把黄膳的尾巴剪断 让血流在米水里 大概等待五分钟后 就可以开始煮饭了 黄飞在煮饭的过程中 又把姜丝 辣椒丝切好放到一边 没等多久饭就熟了 黄飞把米饭里面的三条黄膳拿了出来 拿出来的黄膳是完整的 把内脏取出 然后把黄膳的肉撕下来聚骨 起锅烧油 放进姜葱 倒进丝下的黄膳肉爆炒 再放适量的鸡精 食盐 辣椒丝等调料后起锅 把爆炒好的黄膳肉 再放回米饭的上面 撒上姜丝料酒去除腥味 盖上盖子 就可以等开饭了 黄飞在家里 虽然很少做饭 但农村长大的孩子 哪个都是做饭能手 哇 好香啊 今天做什么才这么香 黄飞刚坐下一会儿 就听到玲玲的叫声 咦 黄飞 今天居然是你做饭 你做了什么才这么香 王莉莉也回来了 早上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中午吃黄膳饭 哦 哦 等阿姨回来 就可以开饭了 哟 今天不用我做饭 居然有人抢着做饭 闻起来很香 黄飞母亲回来了 我闻到黄膳的味道了 小飞 你真的做黄膳饭吗 黄飞父亲说了一句 你们怎么个个都大惊小怪的 我又不是不会做饭 是妈你不让我做饭 好吧 今天就尝尝你做的黄膳饭 我没想到 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没有做菜 就做一个拍黄瓜吧 咦 黄飞 你做的饭 怎么是黑色的 不过闻起来真的好香 这是黄膳的血 是很补身体的 黄飞母亲把米饭和黄膳肉搅拌均匀 一阵阵的米饭香味 和肉的香味飘出来 让每个人都盯着锅里 我还是小灵练 你还能动吗 干嘛 这段时间 好像没看到你玩小事 也没玩直播 我这段时间忙 也不知道拍什么 又不用直播带货 所以就没完了 你反正每天都是巡视工地 你可以拍农场的筹建过程 很多人还没有看过番地鸡呢 也是 那我就直播农场的工地 反正我也是每天到处走动 这是为农场将来积累人气 很快我们的蔬菜 就要大量上市了 我这里 有几个小虎捕猎的视频 让你增加一点视频资源 黄飞把那天进山拍的视频 发给了玲玲 咦 这是小虎抓兔子的视频 小虎好厉害啊 哇 小虎居然把蛇咬死了 真精彩 两女一边看视频 一边唧唧喳喳惊叫 黄飞发完视频看了看时间 要出发去镇里了 山路的扩建工程 几十辆工程车在工作 忙忙碌碌的进度很快 在路口刚好遇到了春花嫂子 在和几位工程部的人 在视察工地 春花嫂子 工程进度怎么样 哦 黄飞 你这是要去镇里 对 到镇里办点事 我们经过这几天 对山路的开挖扩建 对整条山路 也有了大概的预算 如果按照你对整条山路的修建要求 可能需要一千万左右 比我原来的预算 多了二百多万 主要是挖出来的泥土 比原来的预算多了很多 这笔多出来的资金 都是因为运输成本增加了 春花嫂子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自己的预算打错了 嫂子 没事的 我知道 这并不是你预算打错了 那是 你打的利润太低了 稍微有误差 你就会亏本 钱你一定要赚 反正你不做 我的钱也是给别人赚 你不用不好意思 只要你把工程的质量 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黄飞 真的谢谢你 工程质量你可以放心 我一定会做到最好 你做事我还是放心的 按工程进度 你需要多少工程款 就向王助理申请 施工注意安全 我走了 黄飞来到镇里租用的仓库时 看到鸡苗李老板 已经在等待了 李老板好 让你久等了 黄飞掏出包烟 递了一根给李老板 以前自己不抽烟 都没这个习惯 近段时间才有这个动作 没有 我刚到一会 我离这里并不远 就是隔壁村的 哦 隔壁村很多人养黑凤鸡吗 没有 就只是我在养殖 凤凰镇养鸡销量并不好 没什么外地人来采购 我也打算不养了 你现在养的黑凤鸡 一般卖多少钱 三斤多重的黑凤鸡 一般卖100至130元 本地的土鸡 卖80元左右 这个价钱应该有钱赚 你为什么不养 按理说 这个价钱是有钱赚 但销量小 养殖不多 也就没赚什么钱了 还不如打一份工省心 李老板 你养鸡多少年了 陆陆续续养了 应该有15年了 我们村这么多养鸡的 不是我吹 技术最好的就是我了 李老板 我可能近期会开一个养鸡场 如果李老板有兴趣 可以到我那里打工 你现在养殖的鸡 我也可以收购 你在哪里开养鸡场 打算养多少鸡 李老板听到这话 有点心动了 我是凤梨村的 我开了一个农场 就有养鸡场 我的计划 大概是十万只鸡左右 什么 十万只鸡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没必要跟你开玩笑 我就是打算养黑凤鸡 还有野山鸡 你有没有兴趣 山鸡我也养过 不过生长太慢了 后来就没养了 我断断续续养了十多年鸡 就是放不下自己养鸡这个技术 但我一个人养不了那么多鸡 那么多鸡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养 我只是 请你去做管理 不需要你去养鸡 如果我聘请你做技术员 大概需要多少工资 黄老板 如果我去你那里工作 工资至少要有六千 因为我自己在家养鸡 也有这个收入 可以 试用期我可以给你八千工资 只要你技术可以 工资提到一万加奖励 好 那我就在家等你招聘消息 我的养鸡技术你放心 李老板 你知道 附近哪有养鱼能手 就是养鱼技术比较好的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村市养鸡的人多 好像像阳村养鱼的人多 可以去向阳村寻找一下 谢谢李老板 等我建设机社的时候 就找你商议 送走了鸡苗李老板 黄飞拉上门 把鸡苗都送到了空间里的果树林 看着四百只毛茸茸的黑凤鸡苗 在空间里很活跃 已经在吃地上的杂草叶子 这些含有灵气的杂草 一下子就吸引了小姬的注意 本能地去着实 看到小姬一切正常 黄飞也就离开了空间 他想到了刚才寻找养鱼技术员的事 觉得自己去找还太麻烦了 就来到了那间中介服务中心 哟 黄老板你好 是不是又有什么生意关照我们 店里的陈哥 看到黄飞进来 马上打招呼 哼 我就是来问一下 我想招聘一个养鱼技术员 你们有这个业务吗 当然有 你需要哪方面的养鱼技术员 我有四个鱼塘 大概有四十亩 想养一些名贵的淡水鱼 比如石斑 鲁鱼 桂花鱼等 就是想找这方面的技术人员 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打听 如果有消息了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好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黄飞离开了中介服务中心 正想去市场买一些坚果 放到空间里 他怕两只小松鼠断粮了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看到 居然是军区李叔打来的 喂 李叔有什么事情吗 黄飞 都几天时间了 什么时候过来 最快后天吧 后天我坐车过去 不用你自己坐车 我叫人过去接你 后天早上吧 那好吧 那我就后天早上过去吧 我把这边的事情安排一下 答应的事情迟早要做 还是早点做完安心点 黄飞接完电话就到市场 买了很多坚果 空间里没有坚果树 他怕离开这段时间 两只小松鼠没东西吃 第二天早上 黄飞正在吃早餐 就接到了王芳的电话 你好 王技术员怎么这么早就到了 你好 黄老板 你的事情我们不敢耽误 所以材料一备齐 我们就赶过来了 你们两位吃完了吗 安林公司的王芳来了 我在春山书的酿酒作坊 安装了一套净水系统 玲玲 你带上农场的规划图 让安林公司帮我们的蔬菜基地 设计一套喷林系统 黄飞来到村口 看到王芳和七八个人 站在那里观看着耕地方向 你好 王技术员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你好 黄老板 现在应该叫黄总了 黄总 这位是我们安林公司 中南分公司总经理吴总 这位是我们技术部陈经理 这位是我们设计部邓经理 我们安林公司很重视这次合作 所以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了 王芳详细介绍了众人 吴总你好 陈经理 邓经理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们凤梨村 你好 黄总 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众人熟悉了一会 黄飞先把酒坊的净水系统 搬到黄春山的酿酒坊 春山书 这就是酒坊家装的净水系统 你看看装在哪里 不妨爱你们工作 就放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放置水缸的 王技术员 你就安排人在这个位置安装吧 我们到耕地那边 现场看看喷林系统的规划 一众人离开了酒房 来到了新规划的蔬菜种植基地 各位 这几百亩将来都是种植基地 这是规划图 以每十亩为一个单位 喷林的水源 可以从这四个鱼塘 或者这一条循环的水区取水 然后过滤后用储水灌储水 黄总 你还是使用空中喷林吗 对 因为我们这么多菜地 需要用小型翻土机作业 好的 我们明白你的要求了 我们回去就按照你蔬菜基地的 规划图设计方案 你们回去 先把这一片区域设计好喷林方案 然后先安装十套喷林系统 就是一百亩的喷林面积 也可以顺便帮我想一想 周边林地用什么办法去灌溉 这周边林地也要灌溉 吴总有点愣住了 这要投资多少 这周边林地我 主要是散养猪牛羊 所以需要种植一些木草 灌溉的方法 应该和蔬菜的不同 我想用无人机喷林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你只是种植木草 用无人机喷林 应该是最合适的 好 那以后就这么定了 你们回去帮我详细做一个方案 给我一个合理的价钱 如果没问题 就可以定下来了 谢谢黄总的信任 我这就让技术人员 把这里的实测数据记录下来 那就不妨碍你们在这里商议了 中午到我家吃饭 尝尝我们农场的蔬菜 林林你在这里协助一下 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问林助理 黄飞回到了家里 就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 今天安林公司的人 在我们耕地测量 中午就在我们家吃饭 你叫上二叔三叔他们开两桌 采摘一些蔬菜回来 再抓三只鸡 昨天还有很多野猪肉 应该够用啊 又通了春山叔的电话 喂 春山叔 你那里还有没有酒 我今天来客人了 有酒就卖我一坛 如果是前几天 我就一定说没有 不过很快就可以酿酒了 你就过来我这里拿两坛回去吧 好的 谢谢春山叔 以后酿出来的酒 一定比你现在的好 小飞 今天要做什么菜 黄飞母亲进门就问 她带着二婶三婶回来了 今天两桌差不多二十人 还有很多野猪肉 那就红烧野猪肉 小鸡炖蘑菇 两份拍黄瓜 两份白糖西红柿 家里锅不够 只能这样了 小鸡炖蘑菇 哪里有蘑菇 哦 我那天去后山 便摘了很多 我上楼拿下来 黄飞回到房间进了空间里 采摘了很多牛肝菇 还有松茸 这是牛肝菇 这是松茸 你是从哪里采到的 厨房的几个人都很惊奇 看上去怎么好像是刚采摘下来的一样 黄飞也不解释 放下蘑菇就走了 他要去拿酒 春山叔 一会到我家陪我爸喝两杯 今天有野猪肉 还有小鸡炖蘑菇 有野猪肉 好 我一会儿就过去 很久没吃过野猪肉了 春山叔 这两坛酒下次一起算账 我先回去了 不用 这两坛酒我送你的 不用钱 那就谢谢春山叔了 快到午饭的时候 众人陆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哇 好香啊 今天又做什么好吃的 玲玲一进门就惊呼 其他人闻着味道也一直往厨房望 都很好奇做什么菜这么香 黄总 蔬菜基地的数据基本上都测量好了 我们回去就输入电脑策划方案 你们要尽快了 蔬菜种植我们也要尽快进行 好的 我们会把你的工程放到黄飞看着玲玲 没想到小玲玲越来越能吃了 居然坚持到最后 她就这样悄悄地瞄着她看 玲玲还不知道黄飞在偷看她 一边吃一边和王莉莉窃窃私语 分享着哪一块肉好吃 两只眼睛盯着桌面上的肉 黄飞悄悄拿出手机偷拍起来 把她吃着嘴里盯着盆里的神情都拍了下来 差点就笑出声来 她的怪怪动作终于被王莉莉发现了 她看向了黄飞手中的手机 又看向玲玲那盯着肉盆的眼睛 立即明白了黄飞在干什么 嘴角露出来脚侠的笑容 坐在莉莉旁边的玲玲发觉了她看自己 还以为问自己又发现什么好吃的 连忙在莉莉耳边低语几句 然后又加了块肌肉塞到嘴里 黄飞看到这里 低下头强忍住了不笑出声来 这一动作引起了玲玲的注意 看了黄飞一眼 不过又被桌面的肉吸引过去了 红根 你们家做的肉 为什么会这么像这么好吃 有什么秘诀吗 这时春山叔的开口 终于打破了饭局的安静 也打断了黄飞的偷拍 哪有什么秘诀 就是平常的烹饪 主要是食材好 好的食材随便烹饪都会好吃 黄飞父亲很得意地说 没错 好的食材怎么烹饪都是好吃的 今天除了野猪肉 其他的蔬菜 鸡和配菜 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 黄飞二叔也得意地说 原来这些蔬菜都是你的种植了 难怪这么好吃 也难怪你们的喷零系统要求那么高 安静公司的吴总恍然大悟 好吃你们就尽情地吃 不够 厨房还有 黄飞笑眯眯地说 不行啊 吃不下了 我已经吃成了 太好吃了 王芳第一个吃饱投降 我也不行了 太饱了 吃不下了 很快一个个都吃饱投降了 黄飞喝了一小口酒 又笑眯眯地看着玲玲 你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脏了吗 玲玲终于发现黄飞看着她笑眯眯 我就看看你吃饱了没有 今天的菜 什么最好吃 黄飞问 今天的菜都好吃 野猪肉好吃 鸡肉好吃 蘑菇也好吃 我都觉得我今天吃的太多了 好饱 玲玲小声打了一个宝格 呵呵呵 你笑什么 没笑什么 就是想笑 你这样笑一定有问题 黄飞笑着没理她 拿着酒杯就向着个人敬酒 吴总 尝尝这个纯粮酒 是我们村这位黄师傅 手工酿制的 嗯 好酒 刚才雇着吃菜 都没仔细品尝这个酒 你们村惊喜够多的 呵呵 以后这个酒也是我们凤梨村的特产 可能有钱也难买的 黄飞神秘地说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今天就多喝一点 呵呵 众人听到黄飞这样说 都小口喝着美酒 慢慢品尝美食 这顿午饭一直吃到下午两点才结束 兵主尽欢 黄飞回到了房间 到空间里看了看那些黑凤鸡苗 一切正常 就回到了房间 开始捣弄刚才偷拍玲玲的视频 把它引向独立剪 出来 然后加上了一个腮帮子的特效 把它的腮帮子变得鼓郎郎 再给一个大眼睛的特效 立刻玲玲就变成了一只 正在吃东西的小松鼠萌样 大眼睛转来转去 盯着桌上的肉 黄飞自己剪辑时 都笑得喘不上气来 这视频太搞笑了 再选了一段配合场景的音乐 一段完美的搞笑视频完成 黄飞听到 两女还在楼下叽叽喳喳聊天 就把视频发给了王莉莉 哈哈哈哈 很快 楼下就传来王莉莉疯狂的大笑 手机都差点丢到地上 在大厅里 还没有离开的黄飞父母 看到王莉莉突然疯狂大笑 都不知道她看了什么这么开心 几人都好奇地走过去 看着她的手机 看到那个大眼睛姑娘 松鼠一样的萌萌吃相 都只是觉得可爱 没有那么好笑吧 咦 不对 突然全部人都看向了玲玲 然后就 哈哈哈哈 全部大笑起来 黄飞 你居然把我拍成松鼠 啊 暴力妞重出江湖 很快 黄飞的房间里 就传出了 她鬼哭狼嚎的叫声 不过很快 声音又突然消失了 原来黄飞忽然抱住了玲玲 把她压到了床上 用嘴唇封住了她的嘴唇 一下子暴力妞就马上熄火了 楼下众人正奇怪 战火怎么这么快就熄灭 就看到玲玲满脸通红地走了下来 玲玲看到众人怪异的目光和笑容 脸就更红了 阿姨 黄飞欺负我 玲玲走到黄飞母亲那告状了 那我一会去揍那臭小子 黄飞母亲抱住了玲玲 心里别提多高兴 这可能就是儿媳妇了 这时的黄飞已经在空间里 准备着去军区的东西 主要是配备灵水 加了人参支的灵水 又在桃树上 为两只小松鼠做了一个小木屋 木屋里还有一个小仓库存放坚果 希望他们会喜欢 忙完了空间里的事情 黄飞就准备去春山叔的酒房 准备灵水 来到楼下 众人都已经各忙各的去了 只有小虎和小金在看门口 一人一条牛肉干 奖励你们看门口的 没什么事就在家里看着 黄飞摸了摸小虎的脑袋说 小虎对着黄飞叫了一声 点点头 小金也对着黄飞点点头 他也学会了 黄飞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不锈钢圆柱体 圆柱是密封的 周围全是小孔 上面还有一个提手 这是黄飞定制的装灵石 放到储水罐里的装置 就算是当着众人的面更换这个装置 都没有人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 来到酿酒坊的时候 黄春山两父子正在搞清洁 把酒坊里里外外都刷洗得很干净 春山书 广源哥 净水系统调试好了吗 应该是调试好了 净水和出水都正常使用啊 黄飞把零食放进了储水箱后 又加了一点空间里的碳水 这样储水箱里的水 就可以马上使用了 然后把储水灌的盖子锁好 春山书 这套设备是 我们酿酒坊的商业秘密 不能够对外人说 外人问起 就说这是净水系统 好的 我知道了 另外 你酿出黄飞 现在做酒房 需要这么多手续的吗 你以前也是需要这么多手续的 只是你没有去办 卖的酒也不多 如果有人投诉你 你就会被罚款了 你原来那是叫无证经营 黄飞 解释了一下 哦 那我们还是把证件 都办好再生产吧 免得以后麻烦 是的 你原来卖的是散装酒 我以后是需要装品卖的 必须要手续齐全 对了 春山书你的酒需要一个名字 你是自己取名字 还是我帮你取名字 啊 还有名字 那叫什么好 我们以前就叫它纯粮酒 这酒的商标和长指 都可以确定下来 商标是凤梨山 长指是凤梨村春山酒坊 现在就差酒的名字了 那叫什么名字好 这个酒是从你们两父子 开始起名的 那就叫原春酒吧 好不好听 黄飞起了一个酒名 原春酒 咦 读起来好像很顺口 广元 你觉得这名字怎么样 我觉得这名字很好 由我们父子俩开始的酒 很有纪念意义 好 那就用这个名字 原春酒 黄飞还是你厉害 哈哈 好 那就这样定下来了 凤梨山排原春酒 到时候 你们去注册的时候 就用这个名字 酒的名字定了下来 黄飞马上拨通了 辉煌广告公司的陈经理 你好 陈经理 我的酒名字定下来了 酒名是 原春酒 商标是 凤梨山 长指是 凤梨村春山酒坊 你设计一下那个酒名 用什么字体比较好看 好的 黄老板 我已经把资料记下来了 我会尽快帮你设计 几款酒瓶和包装 那就麻烦陈经理了 再见 春山说 我明天要出一次远门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找王助理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酿出一批酒 拿去治检 然后办理弃圈各种证检 黄飞从春山酒坊出来后 就到处逛了一圈 菜园一切正常 除水关的零食 偷偷换过了 村委的新桥 开始建桥墩 西河对面的路 也铺好了路基 四个鱼塘 也基本挖好了坑 准备水泥加固了 新的蔬菜种植基地 也在员工的测量下 开始起梗 耕地的环山道路 也在用山路 挖出来的泥土在铺田 凤梨山农场 正在一天一个样的变化着 很快新的凤梨村就会出现 黄飞刚走到村口 他想看一下山路的工程情况 就看到几辆小车 开到了村口 黄飞看到秦镇长走下车 赶紧迎了过去 秦镇长你好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凤梨村 黄飞 你怎么这要巧也在这里 我刚好没事做 就到处逛了一圈 黄飞 不得不说你真的厉害 几天没来凤梨村 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了 秦镇长忍不住伸手 向黄飞点了个赞 秦镇长 你就别夸我了 你越夸我 我越心疼 你知道我一天 要投进去多少钱吗 哼哼 这也是 你这样到处开花赶工程 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不说你了 我看着都心疼 秦镇长 你心疼有什么用 你给我来一些 实质上的扶持才有用 我地主家也快没余粮了 旁边的其他人 听到黄飞这话 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这是黄飞才 看向了其他人问 你不介绍一下 哎呀 我见到你都差点忘了 这些都是县里市里 和省里的农科院技术专家 我不是帮你们凤梨山农场 申请了省级科研种植示范基地吗 他们就是来实地考察的 哦 欢迎欢迎 欢迎各位专家 来我们凤梨村农场参观指导 我把村长他们都叫来 现在整个村的领导班子 都成了我农场的领导班子 我把他们都招聘了 呵呵 你这样也行 我把村里的耕地都承包了 村委的人根本都没事做了 所以我就把他们都聘请了 这应该不会违反纪律吧 这怎么能算是违反纪律 这又不会耽误他们村委的工作 你这可以说是培训干部 很快 村长就带着村干部都赶了过来 个个都热情高涨 其实几百人一起干活 还是很开心的 秦镇长看到凤梨村的村干部 个个都笑容满面的 忍不住问 你们一个个的 怎么这样开心 呵呵 秦镇长 几百人一起干活 其实真的很开心的 就好像我们回到了大锅饭年代 秦镇长他们 看向了耕地里的情景 黑压压一片人在干活 还有翻地机 修路工程车 场景真的很热闹 黄飞问 秦镇长 人已经到齐了 你们需要怎样去考察 你们农场筹建的情况 我们就不用去怀疑了 我们现在需要看看你菜园里的种植 让我们的农业专家考察一下 看看符不符合示范种植要求 可以 那大家就往这边走吧 菜园就在那边 黄飞在前面带路 众人就浩浩荡荡地走向菜园 咦 这是月季花 怎么严肃这么鲜艳 花朵这么大 还没走到菜园 有的技术员就发现了 微网上月季花的异常 哇 这里生长的都是极品月季花 有的还变异了 这怎么可能 用这么好的月季花来做围栏 真是糟蹋 黄飞看着这一群专家 对着月季花叽叽喳喳的讨论 都感到无语 秦镇长 他们怎么了 不是要来看种植的蔬菜吗 怎么站在门口就走不动吗 我哪知道 不过你这围栏的花真的很漂亮 花再漂亮也吃不了 有什么用 用来做围栏 还可以防止小动物进去偷吃蔬菜 黄飞 你这就是不对了 这样极品的月季花 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你怎么种来 只为了防止小动物进去偷吃蔬菜 真是糟蹋了 各位专家 你们是来考察月季花的 还是考察种植蔬菜的 啊 哼 我们都被你这些月季花搞糊涂了 那先去看看种植的蔬菜吧 各位专家 这就是我种植的蔬菜 以后对面耕地的蔬菜基地搞好了 就会全部到那边种植 黄飞说完介绍没听到回应 回头一看 发现众专家都在看着蔬菜发愣 这又是怎么回事